第1501章天界本源,凌晨至始至终都没有说句话,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接播这个话题,他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只明白一件事情,在他十岁的那年,暴血袭人,伤痛遍体,折磨不断,一个温暖的大手牵住了自己。那个人就是凌苍生,一生父亲,一世父亲,圣灵,接下来的事情,你不必跟我说了。 凌晨脸色平静,淡然道,如果你只是想要提醒我,根本没这个必要,因为你所说的一切,我并不会放进心中。圣灵本源沉默了下去,命自古福则是头疼得捂了捂了头。这个家伙只要遇到与自己在乎的人合适,就会失去那冷静的判断,这一点,不知该说是好,还是该说是差。 圣灵本源突然哑然失笑,当初我选中你,一半是因为你的命运是整个圣灵大陆上最为奇怪的一个。 另一半的原因,则是因为你最重感情,仔细想想,我的确不该对你说这番话,让你知晓三千年前的事情。 灵晨淡淡一笑,不过这时圣灵本源话锋一转,戴上了抹沉重,灵晨,你要记住。 圣灵本源,人界本源,这两大本源切记不能落在恶魔族的身上,一旦落在了他们的手里,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将是一场灾难。 灵晨征道,此话怎说,这个时候的命揽扬扬道,圣灵的意思很明显啦。 圣灵本源,人界本源,都是天界本源的一部分。 若是让恶魔族得到的话,那么他们在天界之中,就会掌握一部极大的资源。 灵晨刚欲问,便听得命冷笑道,虽然这个语众号称是三千世界,但真正由混沌孕育出来的,只有天界罢了。 若是无上大帝在天界上拥有一部分的本源之力,那么他就必定能成为祖籍人物,一旦成为祖,连君王都无法制裁。 灵晨的瞳孔微微收缩,他隐隐约约间,感受到了天界的强大。 不过这个时候圣灵本源确实说道,如果想要从无上大地突破祖籍,那么必须要前往天界。 因为只有在天界之中,拥有着突破祖籍的机缘,洗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拥有。 一尊祖籍人物,乃是可以以身化为世界的存在。 而且灵晨目前只是接触到了排名在百名开外的大世界罢了,若是那些排名在前五十,甚至是前二十的存在,一个世界上孕育了多少巨头。 当年的那两千九百九十九位祖籍人物,又是何等之强。 圣灵本源又道,不过你不必担心圣灵大陆的事情,因为你已经成为了圣灵之子,除非他们将你杀掉,才能够夺取到圣灵本源。 毕竟圣灵大陆与人界乃是天界崩离出来的,就算阻击人物,也无法强行占有。 灵晨的脑海中好像有着什么一闪而逝,惊声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今人界根本还没有诞生介子吧。 的确如此,圣灵本源道,一尊介子的诞生,本源之力能够干涉其中的一半,但是另外的一半,完全是人为的。 所以必定要阻止恶魔族之人成为人界介子。 灵晨突然想到了什么,身上泛起了森冷的寒意。 曾经在圣灵大陆上,五大种族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力量,才强行打开了圣灵大陆的屏障阻拦,进入了其中,扎根发展,就是为了获得圣灵本源。 但谁知道,灵晨突然横空出世,在此搅局,成为了圣灵之子。 而人界之中,却是万族灵力,各大势力横行。 比如炎帝、封王、魔神、雷尊以及类似于暗族的其他种族,还有了汇聚各大种族的战先殿。 人界上的势力,虽然摆在诸天三千世界中不强,但是他们背后站着所属的势力都是格外强大。 封王背后是封界,魔神背后是魔鬼两界等等。 至于在那战先殿之中,势力更为复杂。 比如五大种族之一天皇族的第一天交罗天下,就在战先殿之中,还有沙血族的天交,也有着排名第一的方式歌。 这些天交,都是人中之龙,但他们为何都愿意屈居在这人界? 果然啊,很早就有了个大势力盯上了人界本源。 这个战先殿,背后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势力的影子。 这些大人物,还当真是个个都不简单,凌晨自嘲一笑,战先殿在人界起码屹立了足足三千年。 那么换句话来说,战先殿乃是那些大人物们三千年前就布下的局。 而凌晨的父亲凌苍生,还曾经是战先殿的老店主。 听了凌晨一番所说,圣灵本源直接沉默下来。 这个时候命确是对着圣灵本源问道,你曾经也是天界本源的一部分, 虽然远远比不上人界那般壮大,但你应该很清楚,人界将在什么时候成立戒子。 戒子,乃是一戒之子,集合了一大世界全部气韵诞生的存在。 彻立戒子,乃是一大世界为了保护自己的做法。 因为只有诞生新的戒子,才会有新兴向荣,让戒子带领他们世界进入更巅峰。 作为一个世界的本源,他也是有自我意识,他也要成长壮大。 如果我的预感没错,恐怕要在百年之时。 圣灵本源叹道,人界界子诞生其实应该是千年后,但这一次恶魔族朝着诸天三百个小世界发动了攻击, 冥冥之中带来的厄运与死亡,促使着人界不得不缩短十倍时间。 凌晨心脏狠狠一跳,这次恶魔族攻击三百小世界,竟是还有这般功效。 不过凌晨心中倒是压着事情,百年后,人界界子成立,恶魔族将会有着何等动向。 与圣灵大陆再度交谈一会,凌晨便是离开了此地,开始谋划起来了禁军诸天三千世界的事情。 命唯唯思索,道,如今你有着妖尊先附在身,纵然面对无上大帝都可以不惧,完全可以将沉蒙的一群人带着。 就算打不过,你也可以逃,所以,我建议你去排名在前二十的大世界去。 这次恶魔族虽然攻击了三百小世界,看似很厉害,但却还差得远。 因为前二十大世界,最靠近天界的位置,也强大的恐怖,连恶魔族暂时都不敢动。 征服排名前五十的世界,才是恶魔族的目的,所以你去前面的世界,恐怕能够与恶魔族真正的精锐交锋。 命一口气说完,凌晨听得浑身都是热血沸腾。 正如命所说,只有前往更为强大的地方,他才能够接触到真正的恶魔族精锐。 如今大军已叙事待发,只需凌晨一声令下,便可以进攻诸天。 命这个时候犹豫了一番,才轻声叹道,凌晨,记住我的一句话,千万不能让人借借子选中恶魔族人。 否则的话,诸天会灭,第1502章《剑道之界》,与圣灵大陆本源一谈,凌晨早已心事重重,接下来的一切,越来越复杂。 但是这也让凌晨血液微微加速,让他浑身有种兴奋的感觉。 这种兴奋之感,是对那排名前50的世界,对天界向往的兴奋。 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着道声音告诉他,那个地方,就是他揭开一切谜团的地方。 以我如今的实力,横渡虚空,已经不算什么难事。 凌晨将整个陈盟全部收编进入了万艳星之中的妖尊仙府,有几大长老率领,开始了一场集训。 有着妖尊仙府其中那恐怖的法宝资源之称,若干日后,陈盟的力量不可小觑。 凌晨大步一踏,整个人便是踏进了这浩瀚漆黑的虚空之中, 他庞大的神念瞬息间笼罩了方圆几百万里,也在此刻,他猛地察觉到, 在这些漆黑虚空的深处,传来的种种危险的讯号。 命黑黑笑道,你小子可别小瞧这些虚空,这虚空之大, 纵然是祖籍人物也无法彻底地知道完全,其中不知道葬着多么恐怖的东西, 所以一般大地想要跨越虚空,必须要消除掉自己的气息。 命自古福立刻喷出了一缕悬光,镇压在了凌晨的灵魂之中。 纵然有着擅长推演天机的大人物,在此刻也无法推算出来凌晨的具体位置。 排名在前五十的大世界啊,凌晨催动起来了自己的本源之力, 顿时感觉到,在无穷浩瀚的镜头,有着钻庞大恐怖的存在正悬浮着, 令凌晨心中升起了古向往之感。 那个神秘之地,就是天界的存在,排名越强大的世界, 便是越接近天界,大地的速度太慢,看来还是得催动万艳星。 凌晨融入境去,一颗细小的火苗顿时傲然立在虚空中, 缓缓地朝着这棒薄宇宙的顶端之处飘去。 见界,顾名思义,以见为尊的大世界。 在前五十大世界之中,见界排名第二十一,力量恐怖, 在上古之时也是威名赫赫,让其他世界皆是不敢招惹。 而此刻,见界的世界金币系上,好恐怖的锋芒,这等锋芒, 若是大地敢强行闯入恐怕瞬息间就会被灭成粉碎。 凌晨心中慢自震动,幸亏他有着万艳星护体, 否则的话不知道要被这强力锋芒摧残成何等模样。 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凌晨才感觉全身一松, 彻底地进入了这世界之中。 这个世界,好恐怖的锋芒之意,凌晨从万艳心中走出来, 他的浑身上下立刻被鼓恐怖的锋芒包裹撞击, 发出了金歌浇明的声音。 饶是他的大地之躯,都感受到了一股股沉闷的压迫。 动用了万象混沌体, 彻底地炼化这股锋芒之意, 他才如鱼得水。 这里到底是什么世界, 整个天地都弥漫着股强大的锋芒之意。 这里的大地,河流,草木等等, 若是拿到外界, 都能够当作一把绝世神兵的材料。 凌晨越是打亮这天地, 便越是震惊。 命则瞪大眼睛, 则则叹道, 你小子倒是很走运, 这个地方被称之为剑界, 乃是排名第二十一的大世界。 以剑为生的世界嘛, 凌晨嘴角勾起了模糊度, 凌晨的身形顿时朝着这片剑界掠去, 不过他的所到之处, 都并未发现什么恶魔的踪迹, 也少有人焉。 跨越了足足千万里, 他才看到了一片巨大的城池, 粗略一扫, 那城池之中竟是有着七八位大地人物。 杨剑萌, 凌晨一眼看到了那城池的名称, 竟是一大门派, 这也让他暗暗扎舌, 没想到遇到的一尊门派, 竟是有着七八位大地在其中。 但随即凌晨的眼中闪过了道恐怖的寒芒, 在这杨剑萌内, 竟是有着恶魔的气息。 这股恶魔气息丝毫不遮掩, 而且不止一股, 修为也不俗。 莫非剑界已经与恶魔族勾结了, 凌晨眼中满是寒冷, 身形一变, 顿时化成了尊伴地中年人, 在他的背后也背负着青铜古剑, 自身散发着一股剑道的灵力气息。 凌晨身形一闪, 顿时没入了这阳剑萌之中, 出售一把绝世好剑, 乃是从寒潭天谷中的寒水锻造而成, 最新诞生门派苦剑门, 现在开始招收弟子, 福利如下, 出售一门上古剑招, 各种嘈杂的声音在整个阳剑萌内弥漫, 凌晨诧异地发现, 在这个阳剑萌内每一个人都有着修为, 而且修为不俗, 几乎都是在审法第五中的道途径。 他们的身体都颇为奇妙, 好像天生下来, 体内就拥有着庞大剑力。 宁好似发现凌晨的疑惑, 解释道, 越是靠前的大世界, 越是不俗。 这个剑界内的人们, 可以被称之为剑足的存在, 他们天生下来, 就拥有着非凡剑力, 故而有着不俗实力。 凌晨心中顿然升起一股敬畏之感, 创造这剑界的剑足, 当年到底有着多么强悍。 他们的后人都能够在这剑界上享福, 那剑足恐怕也是相当强大。 不等的凌晨继续咸心散逛, 前方街道立刻传来了嘈杂声响, 只见到一尊尊身高体大, 浑身穿着荣华服饰的恶魔族人嘴角挂着傲然笑意, 身后背着一把把的大剑, 浩浩荡荡地从街道上走去。 而四周的剑界之人, 手势无睹, 根本没有丝毫的惊诧。 凌晨暗耐住心中的杀心, 一把抓来了尊剑士, 冷声问道, 恶魔族之人在这边光明正大的行走, 是怎么回事? 这尊剑士被凌晨凌厉的眼神吓了一跳, 察觉到了凌晨体内极为庞大的剑道气息, 连忙说道, 这位剑客, 你恐怕还是出来剑界吧。 在我们剑界之中, 没有丝毫种族仇视, 只要遵守剑界规矩, 任何种族前来我们剑界都行, 凌晨脸色微微一愣, 随后若有所思。 命则是淡淡道, 凌晨, 你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就是强者的风度, 纵然百般诡计, 但是在绝强的实力之下, 都要粉碎。 如今的剑界, 就是保持着这种掌握实力的高傲。 凌晨看着那光明正大, 指高气扬走过的恶魔族人, 心中像是憋了口气。 恶魔族这一次出手如闪电般粉碎了三百小世界, 莫非这剑界之人,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恶魔族的实力无疑异强大, 为何这些剑界之人, 还不知道防备。 强大, 简直是可笑, 恶魔族的实力足以搅乱整个诸天。 凌晨眼神冰朗, 我不管他们剑界怎么想, 既然我凌晨到这里来了, 那么他们恶魔族就无法为所欲为。 他转身一走, 便是融入了人群之中, 化作一位无名剑士, 紧随着那一群恶魔族。 第1503章一踏阵天地。 这几尊恶魔族, 修为都不是特别强大, 其中最强之人也不过是真心无转。 但是让凌晨眼神一领的是, 这13位恶魔族, 有三人都是帝皇级血统, 这等血统注定了他们在恶魔族之中的地位丝毫不差。 这些恶魔族在这阳剑盟内, 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只见这群恶魔族竟只走向了一座巨大的宫队内, 这座宫队高耸而立, 好似一把批天神剑, 杨剑盟三个大字赫然高挂其上, 形形色色的人物正从这杨剑盟内穿梭, 也有其中不少的弟子。 恶魔族亮出了快七黑令牌, 立刻进入了其中。 凌晨自然不会轻易强闯, 避免打扰惊蛇, 施展了先天混沌顿法溜进了其中。 这阳剑盟也十分不弱, 凌晨就能感受到, 从冥冥之中, 这尊如同天剑一般的宫殿不断地从九天之上摄取下来的道道锋芒之气, 这些锋芒之气灌入其中, 使其充盈, 令得剑族之人修炼飞快加速。 不过这阳剑盟除去本门弟子之外, 还有着其他人物, 凌晨也不必遮掩, 直接亮出真身, 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恶魔族身后。 片刻之后, 这群恶魔族便是进入了一尊名为化天宫的宫殿之内。 这化天宫被一股巨大的剑道静置所笼罩, 出自大地之手, 集结了剑借这片天地的先天锋芒之力, 这门静置, 可不能轻易闯进去啊。 凌晨看着这化天宫, 略有点头疼, 若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去, 的确非常之难, 先天混沌顿法虽然强大, 但也只不过适用于逃跑, 根本不是用来前行。 正门又有人把守, 无法偷混, 也就在凌晨寻思办法之际, 突然之间, 一股庞大的剑威从天空上降临下来, 四面八方的弟子门人皆是齐齐大惊, 就连守候纳华宫门的两位守门弟子, 也是齐齐下跪。 参加第一真传杨炳天师兄, 凌晨心中围动, 这股气息的修为, 竟是达到了半地。 被称之为第一真传的杨炳天从虚空走舵步走下, 脸色巨傲, 扫了眼两位下跪的守门弟子淡淡道, 化天宫贵客到来, 立刻通报另外九位真传弟子, 让他们速来。 两位守门弟子立刻连声应允, 杨炳天扫了凌晨一眼, 皱眉道, 这里乃洋剑蒙重地, 不相干的人给我滚开。 凌晨恶然伴想, 这杨炳天却是投也不回地进入了化天宫, 随即凌晨淡淡一笑, 在无人察觉之际, 他的身形化为了一缕青烟, 直接飘入了化天宫之中。 无人把手, 正好着了他的道, 化天宫内正上方坐着一名中年人, 这名中年人不怒自威, 身上散发着古灵力的压迫力, 最为醒目的是在这中年人的眉心上, 有着一枚鲜红的剑印。 这个人, 乃是一位大帝, 下方的则是一群恶魔族以及刚才那位杨炳天。 杨云凡前辈, 此次我们前来, 代表着的就是我们主子的意思。 我们主子的意思很明确了, 如果你们杨剑蒙不能接受的话, 那么我们会跟其他的仙剑宗飞云剑等等门派接触。 下方一位恶魔族坎坎而谈, 系定神贤,好像已经大权在握。 那杨炳天当先变色, 目喝道, 你们此次开的条件太为过分, 我们怎能答应。 那群恶魔族都是呲牙一笑, 却是懒得理会这杨炳天。 上尉的杨云凡大手一挥, 道,炳天, 你先住口。 他的眼神随即看向那群恶魔族, 道, 你们想要我们杨剑蒙三分之一的基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杨剑蒙。 那恶魔族首领立刻起身, 转身就走, 走到一步, 随即停住了脚步冷笑道, 杨云凡长老应该很清楚, 如果没有我们恶魔族的帮助, 万件大会, 你们杨剑蒙只不过是个笑话。 到时候一旦惨败, 你们杨剑蒙, 可是彻底不存。 话音一落, 这群恶魔族立刻浩浩荡荡地准备离开。 杨炳天看着这群气势嚣张的恶魔族, 脸色变得铁青难看, 大拳死死地攥紧着, 没有了之前丝毫的巨傲态度, 而像是葛憋屈的丧家之犬。 阁下请留步, 杨云凡沉默扮想, 终于开口, 那恶魔族好似料到了杨云凡会出生, 立刻带着满脸笑意地转过身来, 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看着这群恶魔族似笑非笑的表情, 杨炳天此刻就恨不得拔剑将这群嚣张的恶魔族全部都给斩杀。 但是眼下大难在前, 他只有忍, 整个化天宫都陷入了一种死急的氛围之中, 饶是局外人凌晨, 都能感受到杨云凡这尊大帝人物此刻内心是多么的纠结。 虽然不知道他们的万剑大会是怎么回事, 但是若让这群恶魔族获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杨剑蒙基业, 那么不知道可以安插进来多少恶魔族, 如果再用这种方法联合一些门派, 恶魔族岂不是可以在这间界上建立不小的基业。 凌晨思路异常活跃, 他立刻看出来了恶魔族目的, 他们想要一点点的蚕食进入间界, 随后将整个间界覆灭, 夺取成为他们恶魔族的东西。 恶魔族人, 果真是狼子野心, 阁下说到了这等地步, 我也无法再改变什么,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杨云凡便是代表整个杨剑蒙答应你们。 杨云凡内心一片苦楚, 但是眼下困难相逼, 蒙内几位长老也都无奈地做出了抉择, 他杨云凡纵然想阻止, 现在也无能为力。 想要保住杨剑蒙这一片基业, 眼下只有答应。 这些恶魔族脸色依旧风轻云淡, 笑意轻挂, 杨云凡等人会答应他们的请求, 他们早就有了十全把握。 忽然响起来了道冰冷的声音, 你们恶魔族不管到哪里, 都是狼子野心, 实在是该死啊。 这群恶魔族脸色顿时炸开, 杨云凡更是猛地起身, 恐怖的威压冲荡起来, 大鹤道, 何人在此, 竟敢强闯我们杨剑蒙之地。 凌晨的身形在场内诸人面前慢慢演化出来, 他的身形一出来, 那杨炳天立刻一惊, 师生道, 竟然是你。 随即杨炳天反应过来, 目赤道, 你好大的胆子, 我杨炳天现在便将你斩杀在此。 杨炳天本是憋着一肚子怒气, 眼下又奉这个机会, 身形立刻化成了道恐怖的长龙剑光, 从上方狠狠披下。 杨云凡瞪大眼睛, 似乎刚欲阻止, 然而此刻凌晨的脸上突然声腾起来了鼓怒意, 只是那群恶魔族, 这群恶魔族在凌晨的怒目而逝之下, 心中竟是弥漫出来了无数的寒意, 身形开始恐惧地战斗起来。 杨炳天赐来得强大一剑, 凌晨直接武士, 恶魔族, 都该死, 一声怒嚎在整个化天宫内炸开, 凌晨猛地抬起左腿, 狠狠震踏在地。 轰轰轰, 促食道恶魔族的惨叫声顿时响彻而起, 在这刹那间, 他们的身形竟然炸成了粉碎, 独留一尊恶魔族伤势惨重地衰落在地, 五翘流血。 整个化天宫, 也开始勃然俱阵, 一脚之微, 天地变色, 第1504章一对七, 整个化天宫在此刻遭受到了恐怖冲击, 那覆盖其上的静置瞬息间催动开来, 无数道的光剑从天而降, 他们游离虚空, 斩破山河, 冲击向了凌晨的身躯。 凌晨左脚狠狠一阵, 以他脚为中心, 四面八方百米之处怦然军裂, 那斩杀下来的重重静置光剑沙纳间化为粉碎, 整个化天宫在此刻都好似要将崩裂。 杨云凡脸色笼罩在黑暗之中, 浑身一阵, 明明种一股庞大的力量顿时笼罩在了整个化天宫上, 阻止了凌晨力量的肆虐。 杨炳天则是彻底地被震折, 他能够清楚地从凌晨的身上察觉到了 古极为恐怖的威压, 这股威压, 便是大地之威。 这个中年人, 竟然是大地, 阁下是谁? 杨云凡黑着脸, 声音像是虚空炸雷, 敢闯进我们阳剑盟, 莫非阁下是想要与我们整个阳剑盟为敌? 凌晨淡淡道, 我来此地, 就是要斩灭恶魔族, 斩灭所有的罪恶, 若有得罪, 请多包涵。 而唯一活下来的那僧恶魔族已经开始瑟瑟发抖, 他根本无法明白, 为何他作为一个帝皇级恶魔, 竟然会因为人类的大地威压发抖。 但是恐惧迫使, 他不得不吼出来, 杨云凡, 速速斩杀此子, 若我死了对你们杨剑盟没有丝毫好处。 杨云凡双目一瞪, 若阁下还不放开他, 那我们杨剑盟必定对你出手。 这就与我毫无干系, 凌晨此刻霸道的一面展现了淋漓尽致, 他直接大手一爪, 便是捏在了这恶魔族的头颅上, 五指狠狠抓下, 这恶魔族头颅砰的一声炸成了血雾, 就连杨云凡阻止都无法来得及。 本来凌晨是想从这恶魔族的身上多打探一些东西, 但是他却发现这恶魔族的身上被设下了某种灵魂尽致, 一旦背叛, 便会焚烧而死。 故而凌晨瞬息间改变了计划, 没兴趣继续留着这恶魔族。 轰, 整个画天宫轰然炸碎, 一直忍耐中的杨云凡终于彻底地发飙, 他整个人的身上窜起来了古虚无般的巨大火焰, 一飞冲天, 霸气绝伦。 恐怖的地道威压像是一颗惊天炸雷般, 在整个杨建盟之中炸开, 瞬息之间, 无数的弟子、门人、长老纷纷被惊动。 一阳绝水, 二阳升轮, 三阳开天。 暴走之中的杨云凡眉心之中的剑印顿时喷射而出, 化成了一把大剑, 好似演变成为了无数的太阳世界, 又好似一尊尊无穷无尽的剑道意志, 直接轰向了凌晨。 大地出手, 非同小可, 几乎是崩天灭地, 而且凌晨的终结之道, 只对恶魔族才能闪现出来最为强悍的功效。 四面八方为生机, 生在中央变终结, 凌晨一拳直接轰去, 他的一拳无比的简单, 只是孕育了无穷的终结之意。 利用吞噬魔弓, 他不知道斩杀了多少尊恶魔族, 体内蓄积起来的大地之力, 堪比于几十尊, 力量也是用织不结。 他这一拳刚刚展现, 高低立刻分出, 那阳云帆瞳孔剧烈的收缩, 因为他打出来的致阳剑法, 居然在这一刻之间腐朽在了无穷的虚空之中。 这个神秘男子的实力简直是深不可测, 简单一拳, 就能让他的剑气腐朽。 你用的并不是我们剑戒剑法, 你到底是何方强者? 杨云帆停下脚步, 眼睛死死地盯着凌晨。 整个杨剑猛此刻早就炸了开来, 都是眼神惊惧地注视着天空上这一幕。 当杨炳天发现这青年男子竟然是轻描淡写的一拳就化解了自己师尊的剑法, 心中早就大惊, 心中竟是泛起了层层寒意,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足足六道庞大无比的火焰剑光, 像是六头太古火龙从古老的宫阙中窜起。 六股庞大的帝威瞬间笼罩古老的宫阙上, 而杨剑猛的宫阙上也开始浮现了密密麻麻地剑道浮路, 显然是宫阙的大阵已经开始催动, 避免受到毁灭性的灾难。 何人竟敢在我们杨剑猛内大闹, 竟敢大闹我们杨剑猛, 简直是岂有此理, 敢大包天。 到底出了何事, 一位外来大帝, 怎敢无端在此嚣张? 那六位大帝巨头浮现的沙纳, 立刻炸开了一道道的声音。 而杨炳天则是抓住了时机, 扯开喉咙大吼道, 六位长老, 此次斩杀了恶魔族的来史, 导致了我们与恶魔族的关系 已经彻底的破裂, 这个人就是我们杨剑猛的罪人。 他的嘴角也随之泛起了一抹冷笑, 敢在他们杨剑猛内闹事, 必然诛杀。 什么, 六位巨头的声音顿时俱变, 恐怖森然的沙气 从他们的身上顿时爆然轰开。 恶魔族对他们来说, 至关重要, 没想到竟是被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 给彻底的斩杀了。 如果他们杨剑猛就因为如此, 失去了恶魔族的帮助, 从而毁灭, 这是如何惨痛的结局。 他们怎能不怒, 七位大帝的怒火, 顿时席卷了杨剑猛的几百万里的虚空, 将虚空染的火红一片, 好似有着一轮天外陨石即将会坠落在地。 看来这个样子, 不得不打一场了啊, 凌晨头疼地揉了揉额头, 本来现在想要跟你们好好地谈谈万件大会的事情, 现在看来, 唯有先将你们一一击败, 才能够好好说话啊, 从心底出发, 凌晨的确不想和他们战斗。 因为他现在所掌握的终结之道, 乃是为了终结无穷的恶魔, 而不是针对这些建筑人。 但是凌晨的话, 在七位大帝听来, 立刻让他们惊怒交加。 既然要战, 那便来战。 凌晨眼神一寒, 背后生腾起来了对巨大的双翼, 这双翼猛地煽动, 方圆百万里的虚空顿时尖炸碎开来, 如同无穷的神雷在天空上翻滚一样, 凌晨的身形, 瞬息间没入了虚空之中。 大胆贼子, 休想逃, 七位大帝都是愤怒大贺, 七头如同太古火龙般的剑光, 顿时卷入了漆黑的虚空之中。 杨炳天看着这一切, 心境终于逐渐恢复了平静, 脸上再度挂起了巨傲的笑容, 大帝又如何? 现在有着七位长老同时出手, 我倒是不信你还能活下来。 他整个人的身形立刻升起, 直接没入了杨建盟之中, 脑海中闪过了千般思绪。 如今断了恶魔族这条线, 那么时有八九杨建盟会毁灭, 太阳秉天是要成为大帝的男人, 怎可能跟随着这杨建盟一起死去? 第1505章救世主, 一直以来, 凌晨所面对的都差不多是恶魔族大帝, 与其他种族大帝的战斗, 简直是屈指可数, 几乎都没有。 无边剑阳, 这天蔽日, 阳云凡一踏入虚空之中, 率先运转自己的大道, 他手中那把火焰之剑乃是下平倒气, 朝着虚空一画, 漆黑的虚空顿时闪耀起来, 足足九万多股火树冲起, 交织成火焰世界, 剑翼纵横。 以无边剑翼, 繁衍火焰, 成为剑火, 一剑之下, 分灭大道。 在这等剑火之下, 凌晨的身形被瞬间围困, 纵然他一连打出诸多拳法, 或者是施展诸多道术, 这四面剑火, 根本纹丝不动, 无法破坏。 杨云凡施展的这门道术, 就好似彻底地用来围困凌晨。 不用挣扎了, 这门道法结合了我手中的九尺兔燕剑, 再配合我的无上剑弓, 纵然你时的实力再翻一倍, 也无法破开我的九万剑火。 杨云凡满脸冷静, 大拳在握, 根本丝毫不担心剑火破碎。 凌晨面色不改, 但依然轰出一拳又一拳的力量, 可那剑火确实依然纹丝不动。 三大长老, 联合镇压此人, 他突然窜起来灭杀恶魔族, 极有可能是和我们作对的势力暗中所做的挑拨, 总之此人不能诛杀, 应当镇压。 杨云凡在这个瞬间传去了神念, 顿时之间, 三位长老手持着三把几乎与杨云凡手中相同的火箭猛地跳出来。 他们三人齐齐挥舞, 动作一致, 行云流水, 融入天地, 无边的虚空开始剧烈震战, 他们冥冥中的大道之力, 剑道之力都开始融入一起, 那无形之中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 饶氏凌晨都是猛地抬头看来。 这三位长老, 竟是施展的联合道法, 这种联合道法一旦爆发, 那威力不堪设想。 和三位长老同时木弩金光, 手中的下平道气剑同时批出。 刹那间, 凌晨看到的就仿佛不再是三把斩下来的剑, 而是三张大道, 三轮小世界, 集合一成的力量。 若是一般大地, 在这联合诛杀之下, 恐怕根本无力逃走。 杨云凡冷眼看着这一幕, 至始至终, 都在他们杨剑猛掌握之中。 不以为, 这点攻击就能奈何我。 凌晨突然仰头, 狂发乱舞, 他大口猛地张开, 发出了嘻嘻嘻的抽气声, 而那四面八方的九万剑火, 好像是被一个深渊洞穴卷入其中, 凌晨整个人, 瞬间吞没了这九万剑火。 这, 杨云凡脸色顿时大变, 瞪大了眼睛。 剑火的咆哮, 凌晨猛地一喷, 无穷的剑火渡上了一层终结之翼化成了巨大火焰旋风, 朝着那三位长老赐来的一剑轰去, 一瞬之间, 庞大的爆炸在整个虚空之中顿时间闪灭开来。 六大长老以及杨云凡都是目瞪口呆,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竟然能够将那九万剑火瞬间吞入身体之中, 再以着更为强大的力量喷发出来。 这是何等强大的大道之席才能够做到? 不好, 一位长老脸色铁青, 这个家伙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对付得了, 现在我们不要有所保留, 七人联手, 换出真正的神剑, 将此此给彻底的镇压在神剑底下。 此话一出, 七大长老顿时脚踏七方悬位, 四面八方的虚空开始诡异的细微站斗起来。 听得此话, 凌晨双手暴毙, 朝着他们诸位一扫便是发现了可疑之处。 这七大长老手上持着的下平倒气, 竟然都是一模一样, 不过其中也有细微的变化。 杨云凡拿着的是九尺兔燕剑, 而旁边的则是八尺, 七尺, 六尺, 五尺, 四尺, 三尺等等。 七剑相聚, 焚, 毁, 灭, 朱, 斩, 刺, 杀。 七位大帝同时连连喝起, 他们在此刻仿佛施展出来了如同十三古字一样的力量, 随着每一个字的吐出, 便是有着无穷剑道世界演化出来, 包罗了这七大霸道之字。 凌晨只见得这无尽虚空, 突然猛地一颤, 好似有着到肉眼无法看见的光芒层波状形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来。 吃拉, 虚空作然贪陷, 一股恐怖的神威从其中汹涌, 一道长达百万里的古老剑尖从虚空中震荡而出, 无数的剑气从剑尖上四溢, 顿时之间百万里的虚空奇奇爆炸, 这等带着如此神威的剑尖, 立刻朝着凌晨的头颅落下来。 他每伸下一分, 百万里的虚空变为之破碎, 而这把恐怖古剑也逐渐全露。 上品盗气的气灵, 此刻的血力大喝道, 他们七人以剑召唤出来了气灵身形, 在以全身的大盗之席驱动之, 威力无比绝伦。 凌晨眼睛微微一眯, 这倒是有点意思, 给我镇压, 七位长老, 在此刻同时饱喝, 他们召唤出来的这把上品盗气的气灵, 顿时间以着落雷之势, 朝着凌晨的头颅狠狠地暴刺而来。 然而也就在这个刹那, 凌晨的身上猛地喷出来了滔天光芒, 这等光芒, 照耀天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 那恐怖的剧剑也在此刻僵硬不再动弹丝毫。 唯有凌晨在动, 他大步朝前一踏, 洪亮的声音顿时响彻在了整个虚空。 不让神死, 神不得不死, 不让道灭, 道不得不灭, 凌晨的眉心中开始闪现出来了一枚浮露, 这枚浮露散发着无穷命运的气息, 他仿佛操纵了诸天的命运, 一切的生灵, 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制裁。 这便是命自古福, 在强大的大道之息催动下, 命自古福爆发出来了骇然力量。 不让你碎, 你不得不碎, 凌晨屈指对着这剧剑一点, 整个剧剑顿时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明明中还似乎响起来了一道乌叶声, 这剧剑立刻开始四方军裂, 随后只听得一声轰隆, 无数的碎块飞向八方。 七位长老目瞪口呆, 他们的联合杀招, 竟是这般被破坏。 而且, 那枚浮露室, 李竟是命自古福的传承之人, 杨云凡大脑瞬间炸开, 天命者, 原来如此, 原来你看到那些恶魔族不得不下杀手。 这一瞬间, 在场的长老都知道凌晨痛下杀手的原因。 天命者, 斩杀恶魔族的存在, 但是随之他们的愤怒却是更为巨大。 在这等情况之下, 这些恶魔族无疑是他们的救星, 然而凌晨这个天命者却是亲手斩杀了他们的救星。 若不是因为凌晨恐怖的实力, 七位长老恐怕不管这家伙是不是天命者, 都会一刀粉碎了他。 你们不用对我再动手, 因为你们不会是我的对手。 凌晨淡淡地道, 七位长老都是胸口一痛, 压抑地窒息, 如此嚣张, 他们却也无能为力, 凌晨怂怂间, 我并不是在嚣张, 只是实话实说。 另外如果你们杨建盟不想就此破灭的话, 最好配合我, 告诉我关于万剑大会的事情, 说不定, 我才是你们的救世主。 一句话, 瞬间让七位长老大愣, 第1506张万剑大会, 杨炳天不断地召集来了他提前不好的人物, 他利用真传大弟子的权柄, 早就获得了极为大部分的资源。 如今杨建盟违在旦夕, 他正是意气风发时, 怎敢就此与之意气毁灭? 虚空中的恐怖波动已经结束了, 看来长老们施展出来了联合道法, 哼哼, 那个家伙死不足席。 杨炳天冷着脸, 想到那个中年人, 心中越发鄙夷。 不过就在此时, 突然一枚剑符跨空而来, 这枚剑符的主人唯有他的师尊才能施展。 杨炳天脸色微微一变, 催动剑符, 只听得杨云凡的声音响起, 速速前来正殿, 事情有变, 将有高身前辈扶持我们杨建盟。 前辈,杨炳天心中咯噔一下, 不过随即整理好思绪, 朝着那正殿飞去。 如若杨建盟不灭, 对他自然有着更为巨大的好处。 可什么时候, 冒出来了一个前辈, 杨炳天来到正殿的时候, 其中连同盟主在内, 杨建盟的九尖长老全部聚齐。 这九尖长老从九尺到一尺, 联合起来, 威力奔天灭地。 不过他们都屈尊下位, 正位之上, 反而是一名面色极为清秀的青年。 这个青年, 不论怎么看, 与他杨炳天都差不多年纪。 难不成这就是自己师尊口中的前辈, 还不快来见国万艳前辈, 杨云凡眼睛一瞪, 杨炳天只好乖乖行礼, 反而杨云凡又道, 万艳前辈, 此子便是我们杨建盟第一天骄。 凌晨俯视着吟吟闪现巨傲之气的杨炳天, 但笑道, 据你们所说, 一个月后万艳大会开始。 此子修为不足大帝, 虽然半帝这个实力不差, 但是底蕴极差, 不懂为人处事, 更不会观察战局, 义无是处, 若是派上前去, 必灭无疑。 凌晨一番话可谓是字字诛机, 无比犀利, 刺得那杨炳天脸色都极为煞白, 而且身子也开始微微颤抖。 他可是杨建盟第一天骄, 虽然在剑界无法耀眼, 可哪里会如此不堪? 但是眼下局势, 只由得他脸色发白, 身子颤抖, 始终不能顶嘴一句罢了。 杨云凡几大长老都面露苦笑, 不得作声, 他们也深知这个情况, 但是眼下看来, 还能有什么办法? 凌晨敲着手指, 之前他与几大长老相谈从中得知, 继续下跌的话, 那么那个门派便会被剑圣公收兵, 彻底地归于尘土。 在上一次万剑大会之中, 杨建盟的名次乃是379名。 据几位长老所知, 目前杨炳天的实力, 竟是排在了432名。 这其中相差的名次, 完全让杨建盟不敢贸然行事。 故而在后面之时, 才有了杨建盟向恶魔族屈服之事。 凌晨则是微微思索, 眼下这番情况, 他该用什么手段使得杨建盟在万剑大会上的名次不退反径呢? 也就在这时, 杨炳天突然心中一狠, 开口问道, 前辈如此点逼我, 那么我就想听听前辈的, 前辈能够动用什么手段, 让我们杨建盟名次不退反径呢? 几位长老也是齐刷刷看着凌晨, 若不是凌晨自身实力以及命自古服的爆发, 他们怎会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 让齐守卫, 听凌晨来讲解呢? 眼下他们本来就是希望渺茫, 现在只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还在思索, 凌晨不嫌不淡道, 这时候杨炳天心中冷笑, 突然挺起胸膛, 喝道, 在下有一计, 各位前辈不妨一听。 见所有人目光一来, 杨炳天就彻底豁出去, 成龙成虫, 就看此一举了。 正如这位前辈所说, 我的实力还差得甚远。 但若只要在场各位长老传奇功力, 传奇道法, 为我醍醐灌顶, 让我短时间内修为暴增, 定然能够保住杨建盟的实力。 此言一出, 在场长老脸色纷纷大变, 因为万剑大会严令禁止这种醍醐灌顶的行为, 如若发现, 必会灭其满门。 但他们仔细寻思, 如果他们都不说, 剑圣公怎能知晓。 杨炳天将各自反应看在眼里, 强忍住喜一道, 眼下唯有我才是杨建盟第一人, 没人可以取代我的位置, 也只有我才能够出战, 希望各位长老三思。 在场长老脸色沉着, 都在纠结考虑着, 不过此时凌晨冷冷的喝声, 对于杨炳天来说简直如同炸雷, 这个方法我不同意, 并且他的言辞, 令我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杨炳天一被反驳, 心中不爽, 却也只能忍住怒气道, 前辈想到了什么万全之策。 凌晨豁然站起, 霸气决然, 副手而立, 道, 既然这样的话, 我可以代替你们杨建盟参加此次的万剑大会。 不过我代替你们参加, 你们也得答应我相应条件。 此言一出, 整个大殿极尽无声, 几位长老眼神都是极为古怪地看着凌晨, 而且在他们的眼中都有着一闪而逝的怒意。 杨炳天听的此话, 差点就忍不住大笑而起, 不过对方毕竟乃是大帝, 他为冷笑着看着这一切。 杨云凡强忍住怒气, 冷声道, 万雁大帝, 万剑大会可是针对门派天交举行的一场比武大会。 为何百年一次, 就是要求在百年内成就实力的人才能参加, 避免作弊。 而且一旦发现门派前辈代替参战, 那么必定会为之覆灭。 杨炳天抱着双手, 脸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但他心中却了开花, 他差不多猜得出来, 眼前这个万雁大帝, 就是当时他在华天宫门口遇到的那个中年人, 并且在华天宫内他还拔剑相像。 难怪你如此针对我, 但是有着九剑长老庇护, 纵然你实力强大, 也讨不到丝毫好处。 杨炳天恶狠狠暗道, 凌晨看着脸色隐隐带着怒意的九剑长老, 脸色平静地道, 正如你们所看一样, 我出道以来, 尚未百年, 准确地来说如今我才不过是三十九岁。 此言一出, 如同九天炸雷, 整个大殿内鸦雀无声。 三十九岁, 成就了大帝, 而且还是能够以一敌他们七位长老占据彻底上风的大帝。 这, 这究竟是多么恐怖, 眼下他们没有丝毫理由不相信, 因为杨云凡已经告诉了这万艳大帝后果, 如果敢欺瞒年龄, 作为生存了上百年上千年的巨头鹊取参战, 那后果就将面临剑圣公的严厉择罚。 纵然是无上大帝, 也不敢如此, 剑圣公之强, 谁仍敢惹, 那这个家伙, 岂不真的是三十九岁, 杨云凡好似呆滞的喃喃自语, 可是纵然你才三十九岁, 满足了天骄这个条件。 但我们这里是剑界, 万剑大会, 必须要用剑啊。 此时此刻, 纵然见光一闪, 天地好似忽暗忽明。 凌晨执着青铜骨剑, 正好对准了杨炳天的喉坚, 如果他再深一步, 那么这个杨炳天必然毫无性命。 我刚才的修为已经压制到了半地, 不知这一剑水平如何, 如果你们同意, 将你们门派剑法速速传我, 好在我一个月内席会, 另外我可以帮助你们, 但是我提的条件, 你们必须答应。 凌晨看着骇然的九剑长老, 不嫌不淡地将青铜骨剑重新插进背后。 在九剑长老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地猛点头。 而杨炳天则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无穷的噩梦吞噬, 待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浑身已经湿透和虚脱, 一双带着巨傲神采的双铜不断战斗着。 第1507章个空斗法, 凌晨如闪耀的救世主出现, 导致了整个杨建盟风气彻底一患, 充满了一股惺惺向荣的味道。 至于杨炳天, 早就被吓得面无人色, 不顾其他劝阻, 独自一人逃走了杨建盟。 此次我们杨建盟面临危机, 那些恶魔族头领, 乃是一位称之为七夜魔皇的存在, 此人曾经降下神念与我们接触, 实力深不可测, 极有可能半只脚踏入了无上大地的境界。 杨云凡毫无保留, 将他们杨建盟所遭遇之事全部坦诚相待。 现在凌晨便是他们杨建盟的希望, 甚至只要凌晨出手, 他们整个杨建盟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并不是不可能。 不过让杨云凡唯一叹息的是, 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乃是土生土长的建族人, 那简直无法设想。 39岁成就强悍大地基业, 在他们建界, 都可以算作绝世奇才。 不过凌晨毕竟不是建界之人, 纵然此次万剑大会表现得十分耀眼, 剑圣公对他们的扶持也不会太过强大。 凌晨淡淡道, 西夜魔皇, 那么你们是否知道, 如今在建界之中, 到底存在着多少恶魔族?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帮助杨建盟, 不过是因为他在建界初来乍道, 根本不了解丝毫信息。 这个就尚不清楚, 不过曾有听闻, 在剑圣公管辖的中州地域有着强大的恶魔族在那里生存, 似乎还组成了自己的势力。 杨云凡苦苦思索道, 凌晨又道, 既然如此, 那么就拜托各位长老帮我一个忙。 领诺这尊西夜魔皇, 让他前来杨建盟, 我在此等他。 没问题, 接下来凌晨成为了杨建盟的真传弟子, 开始不断了解了建界的种种一切。 建界分为五大洲, 分别是东西南北以及中州。 如今的杨建盟便是处于东州的二流门派, 凌晨坐落在一个杨建盟最为深处的宫殿内, 这尊宫殿内无时不刻吸取着天地之间的锋芒之意, 乃是外界的十倍之多。 利用先天混沌体, 此刻凌晨身上展现出来了古极为强大的锋芒之意, 乍看上去, 宛如一个修建高手。 间接的天地之间聚集了极为庞大的锋芒之意, 这种锋芒之意用来锻炼体魄, 实在实在好不过了。 凌晨唯唯思索, 若是我能找到这种锻炼锋芒之意的天才地宝, 那么陈蒙的力量又会提升到另外一层高度。 如今万艳心之中的陈蒙大军, 说到底, 还是实力太弱。 现在恶魔族蠢蠢欲动, 爪牙已经升到了排名第二十一的见解, 这足以说明形势越发的逼人了。 也不知道凌善恶、凌元、陈魔鬼等等他们怎么样了, 只要他们集结了一些世界的大军, 那么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大助力。 凌晨不下的局, 就等着几大分身去收尾了。 整理好思绪, 凌晨开始三五阳建盟的这门九阳建决。 这等功法也非同小可, 耗费了凌晨足足三天时间, 他才将之其中的大道治理全部洞彻。 现在的凌晨,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杨建盟弟子。 然而也就在此时, 杨云凡的神念急速地冲进凌晨的脑海, 万艳前辈, 那七夜魔皇现在正朝着杨建盟急速赶来。 这一声大喝, 立刻让凌晨睁开了双眸, 整个宫殿都笼罩在了层寒意中。 此刻凌晨能够敏锐地察觉到, 整个杨建盟的气氛都为之一变, 天地之间的锋芒之意正在战斗着, 虚空也在隐隐震荡, 暗地之中, 的九位大帝都已经蓄势待发。 猛然间, 距离杨建盟的几百万里之处, 虚空开始层层裂开, 像是凋谢的花瓣。 一层层的黑色气息从那裂缝之中流露出来, 不过片刻, 方圆几十万里顿时染成了莫一般的黑。 一个浑身缠绕着黑气的青年舵步走出, 他的脸色是一种极为诡异的苍白色, 一对血色的瞳孔中隐隐翻滚着黑气, 却不可否认, 当他踏出来的刹那, 激荡开来了一股极为庞大的高贵气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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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夜魔皇看着远方的杨建盟, 拍手鬼笑道, 你们九个老家伙, 胆子倒是真大。 我七夜魔皇想要帮助你们, 你们竟然杀死了我的几个奴仆, 看来, 你们杨建盟注定要被毁灭。 他的五指立刻撑开, 完全不给杨建盟的九大长老说任何话, 手掌中央立刻化作了一汪小小的深渊, 但这小小的深渊内, 却在此刻迸发开来了古庞大的寒意。 九大长老在此刻皆是勃然变色, 因为他们皆是感受到了其中汹涌的恐怖能量。 吃啦, 就在此时, 天空中一道长龙剑光猛地闪过, 这道剑光上交织着古神秘金光, 隐隐有着古主宰命运的气息。 这道剑光炸卸天空的刹那, 西叶魔皇的身形顿时一震, 师生大吼, 何人在此? 竟有命自古福, 不过也在这瞬间, 西叶魔皇的身形突然爆裂开来, 化作了无数黑色的雨滴, 轰向四面八方, 那道剑光立刻穿透而去, 没入云端深处。 西叶魔皇的身形再度迅速聚集, 他的脸色已经开始扭曲起来, 对着杨剑蒙咆哮道, 天命者, 你们竟然找来了天命者对付我, 杨剑蒙, 我西叶魔皇绝对饶不了你们。 他二话不说, 正开了四边的虚空, 要跨入虚空而逃。 凌晨的声音, 在这瞬间响彻整个天地。 命运主宰, 镇压恶魔, 凌晨从杨剑蒙内蒙地跃起, 他一拳朝着西叶魔皇的身形轰去, 那天地在此刻为之一颤, 一条庞大的命运长河汹涌席卷, 包裹着无上大意志。 在这命运一拳之下, 西叶魔皇根本无路可逃。 但是西叶魔皇此刻脸上反而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神念在凌晨的脑海内咆哮起来, 我知道你, 我们恶魔族第二十祖, 已经堕落了的十祖。 哈哈哈哈, 你轰杀的只不过是我的分身而已, 接下来我西叶魔皇就要将你这堕落的恶魔十祖带回我们恶魔族。 他癫狂的小声立刻戛然而止, 他的整个身形瞬间炸裂开来, 化为了无数的恶魔之气, 升入了天空, 被那天地间的锋芒之一层层割裂, 不剩下丝毫。 杨云凡诸多长老身形齐齐闪现出来, 脸色难看到, 这竟然是一尊傀儡。 莫非傀儡界的人, 已经开始与他们恶魔族联合了吗? 凌晨的眉头皱起, 他曾经前往元界的时候, 也搞来了那个傀儡。 没想到这次七叶魔皇又运用了傀儡替身, 逃避了一场杀劫。 看来, 接下来麻烦大了, 凌晨心中一叹, 但他的身体, 却是不由自主地开始站立起来。 一种兴奋的站立, 第1508章九优剑派。 七叶魔皇手段如此高超, 令得杨云凡几大长老回来的时候, 表情一脸阴沉。 如非不是凌晨对他们如此重要, 他们根本不想插手这种事情。 毕竟在东周, 他们杨建盟也不过是二流门派。 凌晨看着九大长老, 安慰道, 没什么好怕的, 兵来将挡水来涂掩。 我们何须惧怕这七叶魔皇, 九大长老都是郁闷地看着凌晨, 心想若是没有你, 他们怎么会惹下这七叶魔皇如此狠人。 不过眼下, 他们谁也不敢得罪凌晨, 凌晨好似看破了他们的心思, 直接翻白眼道, 我乃命自古福传承人, 如果遇到暴富, 肯定是冲着我来的刑部。 这样一说, 九大长老顿时找到了安慰, 但是七叶魔皇逃走的事情, 让凌晨的心中逐渐有些压抑, 傀儡界的排名在诸天三千界中比剑界还要高一个名次, 若是恶魔族暗地中掌控了他们, 那就是真的大事不妙。 这七叶魔皇逃走了, 恐怕会想出什么法子来针对我。 凌晨的身形冲天而起, 隐秘在了云端之中, 气息彻底隐秘, 他开始梳理自身上下的几大杀招。 如今十三字古福, 凌晨已经掌握了三枚, 还有着灭字古福, 隐字古福, 这两大古福由命字古福率领, 隐隐勾勒出来了一副对联的虚影, 纵然是指成虚影, 仍然给了凌晨一种无法催动的感觉。 要知道凌晨如今的大道之息 已经强大到了很恐怖的地步, 仅仅只是三枚古福勾勒出来的对联 就让他有种无力改, 那若是十三枚古福全部聚齐呢? 小子, 你现在的大道之息不过是相当于七八十尊大帝。 当年的写天妖尊, 大道之息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六百多位大帝, 在不催动天圣王印的情况下, 一个人独占十位大帝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并毫不联系地给了凌晨一闷棍, 的确如此, 有着吞噬魔宫这等一天功法, 大道之息的计算量简直是恐怖。 六百多位大帝的大道之息, 恐怕都相当于三位无上大帝的大道之息了。 还剩下十枚古福, 排名第六的镜字古福如今在罗天下手中, 也不知道还有九枚古福在哪, 若有机会, 必然要全部收集齐全。 凌晨盘息而坐, 整个人陷入了种玄妙的境界。 他的气息, 隐隐约约间, 好似与这剑道之界开始融为一体。 然而就在凌晨开始进入修炼时, 在剑界上, 已经在暗地中汹涌起来了无数道的洪流。 东周, 在剑界的五大周内, 综合实力不算是特别强大。 但是在东周上, 却是有着放眼整个剑界都无比强大的势力。 这个势力被称之为九优剑派, 在上百年的万剑大会中, 乃是排名第十的存在。 只剑在东周某处神秘之地, 大地成蜘蛛网斑裂开, 下面有黑不见底, 时不时会有着无数恐怖的钢风冲起, 发出了呜呜鬼笑, 让人见之胆寒。 在这深渊底部, 坐落着一尊庞大之物。 这庞大之物, 便是整个东周赫赫有名的九优剑派。 这九优剑派战绝的乃是一处名副其实的九优绝地, 被称之为九优剑池, 在那底部深处, 储存着骨庞大的九优剑气, 这等剑气好生利用, 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强者。 此刻, 九优剑派中, 七夜魔黄眼中闪过一道力芒, 它的眉心处缓缓滴出了一缕鲜血, 这滴鲜血一出现, 它的修为瞬息间如同膨胀的火焰上浇下一盆冷水, 跌落下去,受伤不浅。 泽泽,该说我倒霉呢, 还说这是我的运气呢? 七夜魔黄眼中幽光闪烁, 终结大地凌冷道来了间接, 根据大公子所说, 这个家伙现在完全跟我们恶魔族对着干, 掌握的道法也可以对我们恶魔族产生很大伤害, 但若是将它带回我们恶魔族, 用那件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恶魔族, 呵呵。 七夜魔黄发出了一道圣人冷笑, 也就在此时, 一道宽厚高大的身影突然闪现出来, 这道身影降临的沙纳, 整个大殿中都弥漫出来了古僧寒的气息, 隐隐约约间, 好似能听到某种爆裂的声音。 七夜魔黄脸色一正, 道参见建主。 建主随意地挥挥手, 与其冷淡道, 你刚才所说之事, 可是当真。 定然当真, 此次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灵冷能死。 建主微微汗手, 既然如此的话, 先派出去三位长老, 逼迫那杨建盟将灵冷给交出来。 七夜魔黄唯唯一争, 心中刚想起来了灵朗, 大公子曾称赞此子非同凡小, 派出三位长老就能够将之降服吗? 不过他随即想到大公子的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却是没有坑声。 整个建界五大洲之中, 最为强大的便是中洲。 在中洲这片土地上, 就算是修为不是特别强大之人, 都令外人尊敬, 因为中洲的居民都受着建圣公直接统领以及庇佑。 而令无数门派, 无数建界弟子向往的圣地, 建圣公中。 建圣公内, 一处名为玄天殿的地方, 一名男子正是盘膝打坐。 只见到男子方圆十里处, 土地上都是覆盖上了层层的冰雾, 让人看上去, 就有着种森寒入骨的感觉。 在建圣公内, 能够有着独立封殿之人, 那身份想必是非同凡小。 纵然是建圣公的真传弟子, 能够拥有这等独立宫殿, 都是少之又少, 恐怕不超过五个。 因为这等独立宫殿, 都有着某种神秘之力。 男子紧闭得双眼缓缓睁开, 只见到在他的眼中闪烁着万般情绪, 这等情绪在之后便是收拢成为一体, 归于了一种始终不波澜的平静之情。 万剑大会即将召开了啊, 也不知他们二人如今正在筹备着何等东西, 但是无论如何, 此次能够夺冠的, 只有我剑无道。 剑无道身上散发出来了冷力杀气, 见戒之子, 非我莫属。 此子便是曾经圣灵大陆之人, 他也是脱离了圣灵大陆, 来到了这繁华的三千世界之中。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 如今他占据高位, 竟是对剑界之子的位置势在必得。 短短十日内, 不仅凌晨告诉成长, 他昔日的对手和朋友, 也在这三千世界的大浪潮内恐怖地成长着。 随即见无道眼中闪过了一道奇特的光芒, 凌晨,如今你,成了什么模样, 很想与你, 一决高低, 第1509章灵界, 凌晨盘西坐在这间界天地之中, 他的心灵顿时解放, 融入这片奇怪而又浩瀚的天地。 在无形之中, 他已经开始催动吞噬魔宫, 散布天地间的锋芒之气, 皆是朝着他的身体滚滚冲来。 万象混沌体顿时运转, 他体内无数的毛孔, 内脏,血脉之中全部孕育了这股锋芒之气, 此时此刻, 纵然有着大能者观看凌晨, 他也与那剑界援助居民毫无差异。 一口吐羊, 大道皆然, 凌晨张口猛的一吐, 一道细小的火焰如同剑光标射出来, 顿时天地中大风停止, 气息停止, 宛如进入了肿烟灭极净的状态。 这一招, 便是来自那九阳剑点的最强剑招。 凌晨微微摇头, 这等剑招的攻击力, 他着实有些不太满意。 现在他的体内, 有着命自古服率领的虚影对联镇镇压气息, 还有着在冥冥中充满了神秘气息的圣界。 他掌握的终结之道, 天圣王应, 远古圣庭, 无不是极为强悍的招数。 这等剑招与之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命揽扬扬道, 莫要感叹了, 你现在体内有着一尊玲珑, 还有着你成为终结大地凝炼的分身, 这两大分身, 如今都还没有发挥作用。 你到底要做何安排? 凌晨成就终结大地之时, 他的体内自然诞生了圣席分身。 这尊圣席分身十分之强, 修为直接达到了真心无转。 不过眼下战歌四起, 凌晨这尊分身却一直没有安排出去。 我还不知道, 凌晨苦笑道, 现在刚刚闯入间界, 这些大世界的头绪我还摸不着方向,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舍弃我这一身大地修为, 使自己重回半地。 凌晨目光微微闪烁, 他这个想法在前不久才浮现出来。 他虽然跟随自己的心愿, 强行成为了终结大地, 但是这个以终结无穷恶魔族为目标的终结之道, 让凌晨总感觉有些别扭。 如若有一天, 恶魔终灭, 那么他凌晨的终结之道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他凌晨的脚步, 绝对不仅仅止在于终结恶魔亭下脚步。 命微微一争,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底生疼起来了个古怪的想法。 如果他还是以前的实力, 那么他可以看透凌晨的命运吗? 曾经的曾经, 命看透了血妖天尊的命运, 那就是毁灭以及重生。 三千世界, 毅力虚空, 组成了千奇百怪的宇宙世界。 然而纵然是绝世强者, 他们也不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除却三千世界之外。 有着第三千零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存在, 极少促人知道, 可那知道这世界的极少人, 也无法弄清这个世界的来历。 这个世界, 被一些君王称之为灵界, 真正的灵界, 只有上千里之大, 好似寻常的虚空中的一颗陨石大小。 但是这却被称之为第三千零一世界。 而在这上千里的范围内, 灵界上草木花朵山川河流, 却是一英俱全, 上方还有着一座岩石大山拔地而起, 组成了增古石宫殿。 一名青年坐在这古石宫殿上, 他的面色平静, 眼中好似一汪湖水。 这便是灵界的主人, 唯一一个存在的生灵。 三十九年了啊, 我等了你三十九年了, 虽然这只是短暂的弹指一瞬, 但是现在的你是否知道, 我的内心之中, 已经开始生腾起来了惶惶不安。 圣兄, 只剩下一百个弹指时光了, 如果一百个弹指时光, 你还无法出现的话, 这片天地, 又将终结。 灵晨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件事情, 他体内各大数法虽然强大, 未能非凡, 但总无法给他一种顺心应手的感觉。 思索半天, 灵晨才终于反应过来, 他体内的数法种类太多, 从而无法导致他可以一次性全部爆发。 如果我体内的远古圣停, 吞噬魔宫, 万象混沌体, 终结之道, 天圣王印等等全部可以化作一门术法, 一次性爆发, 那将会带来怎样的力量呢? 灵晨光是想想, 都感觉头皮发麻, 这其中任何一门术法, 放眼三千世界, 都是微能非凡, 但这种柔和一体, 化为一门术法的想法, 却是在灵晨脑海内扎根生长, 一时之间, 他竟然是陷入了这方面的魔争之中, 他有这种直觉,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那么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蜕变, 但是这种宏愿, 就算是以着灵晨的武道天赋, 他都毫无头绪, 然而就在此时, 命突然懒洋洋道, 好家伙, 三个体内有着三万旅道习的存在, 正已经来到了你的上方, 这三个家伙可是真正的高手, 那些杨建盟的人物, 差别甚远, 灵晨唯唯一争, 三万旅道习, 可是相当于十尊普通的大地人物啊, 他立刻应声抬头朝着天空看去, 在灵晨的层层搜索之下, 终于在一片虚空之中发现了这三个强悍大地的存在, 只见得这三位大地皆是身穿着白色道袍, 道袍上有着九道弯曲的黄色河水, 象征九幽, 看到这等服饰, 灵晨几乎是瞬息间就明白了过来, 这三个人乃是间接东周第一大剑派的九幽剑派, 怎么东周第一的九幽剑派, 会突然出现三个长老在这, 命懒洋洋道, 我敢打赌, 这三个九幽剑派的家伙, 肯定是去找你麻烦的, 只不过他们想不到的是, 你居然在他们的下方就这样看着他们, 灵晨顿时大怒, 你这什么意思, 搞得我好像走在哪里都会带来麻烦一样, 且, 难道不是吗, 灵晨果断无视了命, 不过仔细寻来, 倒是很有道理, 在七夜魔皇走了没有多长时间, 这些九幽剑派的人就已经杀来, 着实怪异得很, 灵晨二话不说, 他身形一动, 顿时闪现在了这三位长老面前, 这镜面打两下, 这三位长老都是白发喝虚, 身上散发着股阴冷气息, 就连那些虚空中, 也是浮现了一层层的金银寒冰, 何人在此, 三位九幽剑派的长老都被突然跳出来的凌晨下了一大跳, 其其脸色大震, 身上已经展开了若隐若无的杀气, 但他们不敢动手, 连他们都未发觉, 那么证明这个青年的修为非同小可, 在下灵冷, 不知三位阁下, 寻找的是否是我, 凌晨抱拳一笑, 三位九幽剑派的长老脸色微微一争, 随即互相对望一眼, 皆是从眼中看到了恶然之色, 当中的一位长老直接露齿一笑, 没想到灵冷竟然直接来到了我们面前,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们就禀告我们的来意, 沉默来意, 希望灵冷到有来我们九幽剑派一叙, 我们剑竹有请, 轰, 天地突然炸开, 无数的光芒直接闪现, 凌晨的一拳直接毫无预兆地爆开, 第1510张圣庭镇压, 混沌眼界, 三大九幽剑派的长老万万没想到, 凌晨竟是这般雷厉风行, 他的这一拳轰下可是连百万里的虚空都在凶猛震战, 三大长老脸色皆是大惊, 盛行顿时炸裂开来, 化为无数的剑光, 在百万里之外重新凝聚成为人形, 无比狼狈, 其中一位长老愤怒咆哮道, 凌朗, 你好大的胆子, 你莫非不知道我乃是九幽剑派的长老, 凌晨淡淡一笑, 下一刻青铜骨剑无风自舞, 化作了一道扬言剑光, 朝着三大长老笼罩而去, 凌晨独占三位大帝, 造成的波动和其之大, 几乎在这瞬间, 无数的大帝以下的修士纷纷被惊动, 脸色惶恐地看着天空, 因为天空已被染成恐怖的黑色, 那方圆数百万里的虚空纷纷震动, 好似随时都会塌下, 杨剑萌的九位长老瞬息间被惊动, 一名长老神士顿时覆盖而出, 但是接下来立刻震惊地吼了起来, 什么情况, 万艳大帝怎么与三位九幽剑派的长老直接开战了? 其余的几位长老皆是目瞪口呆, 一时之间, 思绪根本反应不过来, 刚刚得罪了七叶魔皇, 这家伙怎么又得罪了九幽剑派? 现在怎么办? 一位长老无力地问道, 杨云凡也是满头黑线, 光是想想的最九幽剑派的后果, 他就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他现在也只能喃喃自语道,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总感觉, 让这个家伙帮助我们, 我们将会惹下天大的麻烦, 总之, 各位都速速待命, 随时准备好带走我们派内核新成员, 裹仓起来。 另外长老, 天空传来的轰隆阵响声, 使得无数的生灵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们能感觉到大地在微微战斗, 散布在这天地间的法力也在抖动, 他们的渺小在此刻彰显无疑, 仿佛下一刻, 他们就会随之湮灭。 三大长老在凌晨的霸道全法之下, 竟是不断倒退, 脸色难看之极。 他们三大长老联手, 竟是都被这个后生小背压制得死死的, 而且他们还震撼地感觉到, 此次的大道之习到底是多么之强。 九幽剑派, 是否勾结了恶魔族, 凌晨张口大鹤, 如同雷鹰, 震的三大长老耳朵都是齐齐嗡嗡作响。 找死, 三大长老终于发飙, 其中一位长老率先跳出来, 他背后的长剑猛地抽出。 这一把剑十分诡秘, 竟是如同一道长掌的星河甩洞, 挥舞之间, 千动大道, 乃是剑实打实的下平道气。 另外两名长老都是齐齐出剑, 他们的剑都是强大无比, 光芒万丈, 千动大道, 散发出来了强大的压迫之力。 三大道气之剑皆是悬浮而立, 一股恐怖而又让人心悸的神威 立刻从虚空荡漾开来, 三大下平道气皆是在此刻孕育到威, 准备轰杀凌晨。 整个天空开始发出了密集的轰隆隆战斗, 整个洋剑蒙无数的弟子都在心神战斗, 就连九大长老也是脸色突变。 这种战斗, 可谓是真正的生死杀招了。 三剑下平准道气, 凌晨翻手一挥, 大鹤, 给我镇压。 全上君王塔顿时闪现出来, 无数的金光在整个塔底暴射而出, 将百万里的虚空照耀成一片金黄。 那三剑下平准道气, 在悬上君王塔面前, 好似变成了楼椅般的存在, 被这维俄高山, 狠狠压住。 三大长老脸色顿时巨变, 师生叫道,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下平准道气, 居然能够将我们三剑道气都给镇压住? 全上君王塔之威, 他们怎能够理解, 但作为九幽剑派的长老, 他们的战斗力可是非同小可。 纵然失去了这下平准道气之剑, 其中一位长老也是立刻飞跃而起, 他手掌变为剑, 一掌劈下, 惊动天地, 凌晨的面前好似出现了无穷冰川大剑, 朝着自己斩下而来。 这是九幽剑派著名的九幽剑戏, 九幽代表着致寒致阴, 天崩地裂万道悔, 生液死绝独圣存。 凌晨骚然高歌, 他的声音仿佛化为了一种伟岸之力, 朝着天地笼罩而下。 一副旷世惨然场景顿时上这苍穹, 下壁大地, 那无穷的冰川, 都在这惨然画卷之下, 瞬息间崩液。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头顶上已经有着两位长老盘膝而坐。 这两位九幽剑派长老面色笼罩在黑暗之中, 像是发怒的黑暗鬼神, 他们两人的双手都是齐齐撑开了数百万道光亮符文, 这些光亮符文再多猛地收缩, 二人四掌, 瞬间披下。 原来刚才那个家伙的攻击, 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 给这两个人施展道法的时间了。 凌晨的脸色陡然一阵, 紧接着他猛地感觉到, 自己头顶上好像有着四把史诗巨剑猛地炸开, 画为了亿万符文, 这些符文勾勒一体, 画为了一尊散发着无数光亮的虚影之剑。 而在这把剑之后, 一个庞大的深渊闪现出来, 这个深渊有着整整九成, 代表着九幽之理, 若隐若现, 绽放恐怖神威。 三大九幽剑派长老皆是脸色冷冽, 九幽闪现, 大剑绝灭, 这一招的威力纵然放眼整个剑, 这一招都是威力绝伦。 此招能够顺利施展, 所以一切, 尘埃落定, 无法更改。 然而作为倒霉的则是虚空之下的杨剑萌, 他们都是骇然欲绝, 仿佛感觉到有着片巨大的世界将要从天空落下来, 带着他们步入无尽深渊。 饶是九大长老, 皆是脸色惨白, 就在此时, 凌晨的双手却是猛地核实, 他的气息在此刻猛地暴增。 一倍、两倍、五倍、六倍, 到了整整十倍之后, 他整个人的身躯顿时称暴开来, 话为了尊身长百万里的巨人, 身上的每一处放大的毛孔, 都闪烁着无穷光耀。 三大长老双目瞪大, 不知道眼下到底是出了何等情况。 远古圣庭, 屹立天地, 天地朽, 无也不朽。 他何时的双掌猛地拉开, 无数剧烈的白光照耀在了这漆黑的虚空之中, 一尊恐怖的远古圣庭顿时炸陷在这天地间。 如果此刻有着大能者在虚空中观战, 那么便会发现, 一尊无比磅薄的宫殿, 沐浴白光, 好似要将整个宇宙的黑暗照耀干净。 这是, 什么, 三大长老的声音都嘶哑下来, 整个远古圣庭一阵, 无穷的九幽须影立刻层层爆开, 而凌晨的身形也是在这爆开的刹那, 大步一踏, 覆盖几万里的大手立刻朝着三大长老笼罩下来。 这三尊九幽剑派不可一世的长老, 身形顿时炸成了粉碎。 而凌晨猛的大口一吸, 三大长老全部吞入腹中, 浑身上下的混沌之气都在迅速运转, 不过片刻之后, 凌晨的身上便是展现出来了九幽气息。 九幽剑派, 既然你请我, 那么我便来就好。 凌晨身形一闪, 化为一道九幽剑风, 朝着东周某一处积涉而去。 而杨剑萌的无数人, 依然神色呆滞, 他们的眼中依然只有刚才那好似贯穿天地的无穷白光。 第1511张九幽剑池, 凌晨庞大的神势像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覆盖在这大地上, 他的所过之处, 都有着不少真心无转半地大地的人物心神异震。 而且凌晨公开曝露气息, 也无人胆敢阻拦,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可是九幽剑派的气息。 在中周这块地方, 一流势力有着三处。 但是九幽剑派, 却是这三门之中最为强横的存在。 能够达到大地, 那么必定是九幽剑派的长老及人物, 走到东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属于巨头。 凌晨随便抓了一个人, 在那人三魂七魄快要背下的飞散时, 凌晨终于得知了九幽剑派的地址。 他立刻马不停蹄, 毫不犹豫地朝着九幽剑派飞去。 九幽剑派出动三位长老的事情, 让凌晨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氛。 如果还在那阳剑盟坐以待毙的话, 那么他会处于绝对的被动局面, 那还倒不如主动去出击。 耗费了三个多时辰, 凌晨悬浮在虚空上, 气息被三大鼓符镇压不透露丝毫。 他的一双眼睛中闪烁着混沌之气, 看向了下方那裂开的巨大深渊, 饶是凌晨第一次看到这九幽剑派, 都是忍不住由衷赞叹。 嘖嘖, 九幽剑派的实力果然是非同小可, 在我的感知之下, 起码有着三位堪比于无上大地的人物, 还有着大地二十多位, 半地更有着三十多位, 真先不计其措。 凌晨看得暗暗扎舌, 这就是东周第一势力的能量吗? 要知道在剑界分有五大洲, 每一个大洲起码都拥有着三大一流势力。 每一个一流势力之中, 力量几乎都是非常之强大, 更别说排名在九幽剑派上的势力存在。 而且, 还有着统治着整个剑界的巨无霸剑胜功, 令直接黑黑发笑, 凌晨, 这下你可得好好加紧尾巴, 别以为你现在修为在大地之中没有敌手, 但是这剑界之中的无上大地, 多如牛毛, 搞不好还有着突破到了祖籍的恐怖大人物, 你小子可别乱来。 凌晨翻了翻白眼, 间接的实力的确让他意想不到, 不过他也没放在心上, 而是看向了这深不见底的深渊。 在这深渊底部, 悬浮着大大小小的宫殿, 起码有着上千众, 其中还有着稻气演化的小世界种种, 络绎不绝的弟子在各大宫殿内互相穿梭。 但是吸引凌晨注意的则是这深渊的底部, 他能感受到一股极为磅薄的力量在下方抖动着, 充满了九幽的气息, 饶是凌晨体内庞大堪比八十多位大帝的大道之习, 才能勉强与之相比。 宁好似看出了凌晨注意的地方, 直接淡淡道, 那是九幽剑池。 九幽绝地所化成的剑池, 其中孕育着庞大的九幽剑义, 也有着庞大的九幽剑气, 这两大剑义剑气都能够使得修剑之人获取无穷好处。 你若是能将这九幽剑池给吞噬掉, 那么你的修为起码面临十六位大帝都可以不拒。 凌晨双目狠狠闪烁了几下, 他却是与命想的不同, 如果将这恐怖如斯的九幽剑池摄取上来, 再配上他的吞噬魔弓, 沉蒙三十万精锐的实力将会提升到一个怎样的地步? 也就在此刻, 凌晨体内的恶魔始祖之气狠狠跳动了几下, 他的双目中顿时黑光升起, 化为了恶魔之眼。 在恶魔之眼下, 凌晨顿时感受到了, 有骨极为强横的恶魔气息正直浮在下方的九幽剑派内。 七叶魔皇, 凌晨冷恒一生, 果然跟我想的没错, 七叶魔皇真的存在着九幽剑派内。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就不用对九幽剑派客气了。 他心思为动, 提茂顿时发生变化, 成为了之前一位长老的模样。 凌晨的身形便是迅速下潜, 飞入了九幽剑派之中, 虽然遇到层层审查, 可凌晨的强大九幽剑一顿时让他们放行。 命在一旁冷笑比一道, 凌晨, 你还真的是没出席, 换做你师尊在此的话, 发现此地有着恶魔族, 还有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话不说, 他会直接施展强大道法, 将这九幽剑派一次性摧毁。 凌晨听得差点大骂出声, 此地三位无上大帝在此, 他怎么敢轻举妄动? 纵然有着万艳星护体, 不过他却也只能用万艳星来逃走, 根本无法发挥任何力量。 凌晨在九幽剑派那个大宫殿兜兜转转, 想要了解更多消息, 然后就在此刻一道声音突然从凌晨背后传来, 略带诧异, 师尊, 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凌晨回头, 只见到一位身上气息足足强大到半地的青年正一脸诧异地看着自己, 凌晨眼角的余光却是发现四面八方的弟子, 对这个青年充满了敬畏与神望。 想必这青年, 就是生前那位长老的弟子, 而且还是真传弟子, 在门派之中的威名不小。 速速去禀报其他长老, 有敌人已经潜入了我们九幽剑派, 修为无比恐怖, 起码是半只脚踏入了无上大地。 切记不要随意声张, 否则打草惊蛇, 凌晨立刻严厉传音, 那青年脸色顿时震了一下, 能够让自己的师尊都觉得强悍, 那是有多么强大。 最为关键的是, 现在这个敌人正在门派内, 他立刻察觉了事件的严重性, 迅速去通报各大长老。 凌晨察觉着几道苏醒起来的强横气息, 顿时黑黑一笑, 他的身躯立刻一变, 竟是化作了一缕剑异。 这缕剑异便是九幽剑异, 在整个九幽剑派内十分之多, 根本引不起任何的关注。 凌晨化作的九幽剑异 就是这般朝着下方的剑池飘去, 他在飘去的途中, 也是猛地察觉到了, 起码有着促使古大帝的神念 在这九幽剑派内扫动着, 出来巡查的真传弟子也是多了不少, 没多久, 凌晨终于是见识到了传闻中的九幽剑池, 只见到在无穷漆黑之下, 一个长达百万里的剑池悬浮在这深渊之中, 这剑池分为了九层, 抖动着九种截然不同的幽绝意志。 若是一个人站在这九幽剑池一番, 就有着种面朝大海, 身朝地狱的感觉, 那其中翻滚着的恐怖九幽剑气, 九幽剑异, 让人好似会觉得一切都会被强行摧毁。 靠强悍的力量啊, 凌晨越是接近这九幽剑池, 越发地感叹。 凌晨下意识地朝着九幽剑池飞去, 然而此刻命确是懒洋洋道, 小子, 九幽剑池乃是他们九幽剑派的立足根本, 岂是会那么容易取得? 这上面不仅有三位无上大帝的意志交错, 九幽剑池内更有剑林镇守,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九幽剑池, 你打算怎样收取? 命此话一出, 凌晨的脚步便是顿住了, 唯唯发愣道,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命翻翻白眼道, 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 但肯定是有办法。 你变成一股强大的九幽剑池, 然后回归本体, 这自然引不起关注, 但是等你进入九幽剑池后, 必须要在一刹那间就成功, 办想之后, 一股庞大的九幽剑池, 朝着那下方坠去。 而此刻整个九幽剑派, 已经骚乱成了一团, 第1512章心惊肉跳, 戒备, 速速戒备, 已经有敌人潜入了我们九幽剑派内, 千万别声张, 一切照旧, 但是暗中的搜查给我速速进行, 对方的法术神通尚且不明, 一草一木都不要放过, 好大胆子, 居然敢潜入我们九幽剑派, 此人必死无疑。 整个九幽剑派已经在暗中炸开, 一些感觉特别敏锐的存在, 已经察觉到了气氛略为有些怪异。 之前叫凌晨师尊的青年, 则是满脸疑惑地看着四周, 喃喃自语道, 莫非师尊已经前去搜查了。 不过也就在此刻, 凌晨的身形化为了一缕九幽剑气。 三大古符绽放着恐怖神威, 将凌晨的气息与命运压制到了一个恐怖的极点, 让他不被那三大无上大地所发掘。 当凌晨彻底进入九幽剑池的沙纳, 他就有了种河水回归大海的感觉。 万象混沌体玄妙异常, 凌晨所演化出来的九幽剑气, 纵然是现在的九幽剑池也没察觉到奇怪之处。 此刻凌晨却是助力不动, 神师在悄然之间散发开来, 探知着这九幽剑池。 果不其然, 在那九幽剑池的深处, 凌晨便是察觉到了一股晦涩而又强大的波动, 这股波动的气息竟是比那三位长老还要强大。 九幽剑池的剑林已经脱离了天才地宝的范畴, 完全是一尊战利非凡的存在, 而且他处于这九幽剑池之中, 乃是自己的主场, 恐怕你只有催动天圣王印, 才能死死地压制住他。 命的声音也凝重起来, 记住, 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一次机会没有成功的话, 那么你后果都不堪设想。 要知道三位无上大地设置下来的神念无时不刻都在此处, 稍微有些异动, 他们就能够察觉。 凌晨也只有在暴露的一瞬间, 将这九幽剑池收取, 否则的话, 前功尽弃, 万劫不复。 凌晨摒弃凝神, 朝着九幽剑池的核心之处缓缓飘去。 没多久他便是看到了在那剑池的中心之处, 悬浮着一尊高大百米的巨人, 这巨人身上散发着九种深浅不一的黑色光泽, 乃是九幽剑池的九幽真谛所画。 凌晨深深地吸了口气, 心中默奏, 五, 四, 三, 二, 一, 行动。 他所画作的九幽剑池瞬息间消失在了原地, 那剑林好似察觉异壮, 眉头越有所动。 不过接下来一股滔天的火光猛地从这九幽剑池内生腾而起, 就好像是一尊方圆百万里的漆黑大海上, 射出来了道火红光芒, 接近着一轮巨大的古日生腾而起。 九幽剑林眼神陡然睁开, 眼神之中充满了骇然之色, 尸声吼道,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连我九幽剑池都能够彻底地镇压下去? 他根本无法明白, 眼前如同一轮古日般的巨大火球到底是何等恐怖, 但是他只能感觉到, 连同他在内, 整个九幽剑池都被彻底地镇压。 无上吞噬, 天地接收, 凌晨雄魂洪亮的声音在这火球之中猛地响彻起来, 从那万艳星之中一束黑光猛地喷射出来, 这束黑光射出的沙纳, 顿时化作了无边大口, 竟是完完整整地将这洞弹不得的九幽剑池给彻底地包裹下去。 九幽剑派, 某处小世界之中, 当代剑主坐在高位, 下方坐的便是七叶魔皇。 七叶魔皇看着面色淡然的剑主, 拱手笑道, 此次若是大劫, 便是剑主立下天大投工。 我们恶魔族能够支援出来的力量, 必定是非同小可, 到时候九幽剑派一跃成为剑圣宫之下的第一大剑派 都没丝毫问题。 剑主瞥了七叶魔皇一眼, 淡淡道, 别用功劳这两个词,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我并不是你们恶魔族的臣子。 七叶魔皇眼中寒光一闪, 却是黑黑笑道, 那倒也是。 不过此次对付这种了啰, 剑主你们肯定是手道擒来, 看这样子, 我需要去联系我们的大公子了。 七叶魔皇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剑主的双目中猛地燃起了熊熊怒火, 他的声音几乎与另外两道声音同时在整个九幽剑派的上空乍响开来, 无边恐怖的威压, 几乎瞬间笼罩了整个九幽剑派, 天地都为之色变。 何方小贼, 如此大胆, 竟敢盗窃我们九幽剑池。 九幽剑主与另外两位无上大帝的怒吼声顿时在这天际上乍响开来, 就连七叶魔皇在此刻也是神情大战, 神是瞬息间笼罩开来, 他的面色也在此刻勃然大变。 刷刷刷, 九幽剑派的上空中, 九幽剑主以及另外两位闭关多年的无上大帝都是纷纷闪现出来, 紧接着便是七叶魔皇, 庞大的威压像是三大君主降临, 使得原本杂乱纷纷的九幽剑派瞬息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是瞪大眼睛。 这,连剑主和两位太上长老都惊动了。 到底是出了何等大事, 紧接着整个九幽剑派开始狠狠地战斗起来, 一千多个大大小小悬浮在深渊的宫殿都是剧烈振战不已, 原本笼罩在这深渊的九幽剑器, 九幽剑翼在此刻荡然一空。 一瞬之间, 几乎所有的弟子都感觉到, 有着个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在此刻消失了。 就好像是他们体内的器官, 在这一瞬间被别人挖走一样。 整个九幽剑派的长老, 真传弟子, 那门弟子立刻明白了过来, 他们的脸色又惊又怒, 脸色惨白一片。 而七夜魔皇的心中立刻生腾起来了古不好的预感, 这预感无比的强烈, 他瞪大眼睛朝着那深处看去, 果然见到一个他熟悉无比的身影缓慢闪现了出来。 凌晨动用了天圣王印, 再加上万艳星的威慑, 催动了最为恐怖的吞噬魔宫, 虽然无法强行将这九幽剑池给强行吞噬, 但却是隐生生地将这九幽剑池扯入了万艳星的内部空间中。 就算是九幽剑池强横绝伦, 此刻也被万艳星那散发着的恐怖威压给彻底的震哲, 只能老老实实地被凌晨所收取。 凌晨身形闪现出来, 看到了天空上的三大无上巨头以及七叶魔皇, 立刻哈哈大笑道, 这九幽剑池, 我就笑纳了。 凌晨的身形上顿时闪现出来了强大的混沌之光, 他梦第一头扎进了深渊旁边的土地之中, 先天混沌顿树立刻疯狂地燃烧起来, 像是一束极光, 朝着天边梦地闪烁而去。 想走, 九幽剑主此刻不知有多么愤怒, 这么光明正大的在他们眼下将他们九幽剑派的根基摄取走, 还只是个小小大地, 他们怎能不怒? 三位无上大地的怒火, 瞬息间覆盖了天空的千万里之处, 整个世界好似末日了一般, 彻底地漆黑了下来, 无数的寒风顿时在这个世界中肆虐起来, 化为了漫天漫日的强大剑气。 他们实力恐怖, 但是凌晨速度快, 在他体内全部大道之息以及混沌之气的催动下, 速度已经达到了一种恐怖的层次。 在三位无上巨头发怒的刹那, 他瞬息间已经顿出了千万里之远。 好快的速度, 七夜魔黄瞪大眼睛, 居然比无上大地还要快。 三位无上巨头也是同样心中大惊, 但此刻九幽剑主的愤怒确实化为了无数的炸雷响起, 此人速度极快, 但是无法支撑太久。 纵然是逃到天涯好久, 五九幽剑派全体上下, 一旦遇见, 碎尸万段。 顿时之间, 整个东周沸腾了起来, 九幽剑派全体上下, 像是一头头发木的巨龙朝着凌晨逃走之地凶猛追去。 第1513张大震动, 凌晨拼命地催动着混沌之气, 身上好像燃起了一层虚妄的火焰, 在地下穿行的速度已经难以想象。 不过几个呼吸之间, 他体内的混沌之气全部消失一空, 气息叠落谷底, 整个人也停止下来。 乖乖, 瞬息间穿梭了八千万里, 依然能够感受到若有若无的危险吗? 凌晨额头浮现了一层细密的汗水, 脸上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 刚才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千军一法, 而且还是在他的全胜状态之下, 要知道刚才为了收取九幽剑池, 凌晨连天圣王印都不惜催动。 但是现在, 逃顿了八千万里, 却依然能感受到后方三股几乎震荡天地的强悍杀气。 小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逃入万艳星之中, 以你现在的实力, 碰上了这三位巨头, 只有惨死的份。 命立刻尖叫了起来, 凌晨吓了一大跳, 二话不说, 回到了万艳星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 整个东周彻底地沸腾, 九幽剑派的各大长老, 用了一门极为歹毒的秘术剑服应天术, 这种术法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却有着自身弱势陨落, 施法者便会有所察觉。 整个九幽剑派在中周基本上是横着走, 东周的各大势力不会轻易出手。 如果一旦门内弟子遇害, 那么十有八九就是那灵冷干的。 但那些等等势力, 都被九幽剑派全体出动的阵仗给下了一大跳, 不少大人物都是暗自寻思, 莫非是有着何等强大组织将九幽剑派给惹毛了。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敌人仅有凌晨一个, 杨剑萌此刻依旧如常, 有条有续地运转着, 不过近几日经常爆发出来的大地巨头的战斗, 还是让不少杨剑萌的弟子暗暗担忧。 不过在杨剑萌的核心小世界中, 却是诡异的死即一片。 杨云凡来回舵步, 始终不能平静下来, 其中就有个长老不耐凡问道, 云凡, 何须这么焦躁? 身为一位大帝, 自己本心早已坚固, 你还怕什么? 杨云凡顿住脚步, 苦笑道, 三师兄啊, 我可是有好几百年没有这般心绪不住过了, 我总感觉, 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位长老顿时笑道, 你这真的是瞎操心, 我看啊, 就是老了。 其余长老全都是轰然大笑, 就连杨云凡也是脸一红, 暗中寻思自己的问题。 不过紧接着某道神念突然传入了他的脑海中, 他立刻如遭雷击。 九幽剑派, 全体, 全体出动了, 据说在追杀某个人, 杨云凡此话一出, 在场的诸位长老脸色顿然煞白。 九幽剑主此刻心中不知道燃起了多么巨大的怒火, 没想到灵冷这个家伙竟是抢走了九幽剑池, 而且还一口气窜出了他们的神识感知之外。 我们分三个方向, 此则的修为不足, 纵然是逆天顿术, 恐怕也只能逃出六七千万里。 但他敢如此公然抢劫, 必定是有所依仗, 所以我们要层层搜查, 千万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九幽剑主的声音像是无边寒谈, 三大无上巨头立刻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查, 而那一扫而去的恐怖神念, 也让无数的生灵为之战斗。 灵晨躲在万艳星内, 心中便是放松了不少, 反正有着命自古服镇压气息, 还有着万艳星的各种神庙之用, 基本上没啥问题。 沉蒙的三十万精锐皆是大眼瞪小眼的看着眼前庞然大悟的九幽剑池, 他们怎么也搞不懂, 怎么莫名其妙就收服了如此恐怖的天才地堡。 天煞大地和阎罗魔主皆是瞬间反应过来, 倒吸凉气, 九幽剑池, 凌晨这家伙, 好大的手笔啊。 凌晨则是笑眯眯地看着略带震撼的诸位, 但笑道, 这九幽剑池, 里面的九幽剑池, 九幽剑义都是无比纯净的, 所以接下来要开始对你们进行特训。 沉蒙三十万精锐连同两位大地皆是没有吭声, 都只是瞪大眼睛。 因为在那九幽剑池内, 其中的九幽剑林不断嘶吼咆哮着, 像极了一个发狂的凶兽。 这让他们怎么吸收并且特训, 凌晨看着九幽剑林, 双手抱胸淡淡道, 不必挣扎了, 如今在这万艳星内, 你根本无法发挥太多的力量。 与其这样被困着, 你还不如沉浮于我, 成为我沉蒙一员。 九幽剑林立刻咆哮连连, 休想, 不用过多久, 剑主一旦杀来, 你定当碎尸万段, 无处可逃, 还不速速将我放回。 凌晨好似没有听见, 自顾自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还能让你的肉身彻底的实体化。 虽然你如今乃是一尊天地孕育的大地, 但是你的这幅身躯, 注定无法成为无上大地啊, 九幽剑林立刻瞪大了眼睛。 凌晨心中暗笑, 也就正当他继续游睡之时, 瞳孔突然狠狠一缩, 心脏好似在此刻都停止了跳动。 因为他在此刻感受到, 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 好似一双天眼, 正在寻视着天地万物, 可以将所有一切都能堪破。 身为万艳星主人的凌晨, 这种感觉最为剧烈。 赤无上大地, 他正在干什么, 凌晨气息于整个万艳星融为一体, 顿时就从万艳星里面看到了外面的一切, 只见到苍穹上九幽剑主悬浮而起, 他的双手撑开, 一股如同水文斑斑地波动朝着天地扩散着, 好似在搜寻着天地一切奥秘。 另略带差异道, 这个九幽剑主道是不简单, 他现在正在施展一门名为海神搜天之术, 这门道术, 将天地视为大海, 将自身视为海神, 所有大海波动, 都无法逃过他的眼睛。 凌晨暗中心惊, 无上大地果然非同小可, 掌握的道术也是无比之多。 不过命确实淡然一笑, 这等搜寻大法, 根本无法发觉我们。 虽然我现在实力不全, 但可不是这种小小的搜寻大法 就能够找到的。 此刻的万叶心早就变化成为了一株小草, 在这荒芜的大地上摇曳着。 这株小草就在这九幽剑主的脚底之下, 距离无比相近, 饶是凌晨也是并住了呼吸, 心中只感觉无比刺激。 但是命的一番言论, 却是让他平静了不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那九幽剑主突然睁开眼睛, 脸上燃起了极为恐怖的杀鸡, 只听得他喃喃自语道, 九幽剑派绝对不能灭。 那九幽剑池也绝对不能丢, 纵然消耗我万年寿命, 我也在所不惜。 九幽剑主突然发出了一道恐怖的长笑声, 在他的这道长笑声之下, 方圆千万里之内的生灵都是恐惧了起来, 他们仿佛感觉天地一切都静止了下来, 连时间都为之静止。 而一股虚妄的火焰, 狂地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在滚滚燃烧着, 每一次燃烧, 都好似有着庞大的精气在为之消散。 令脸色一震, 道, 他在耗费自己的寿命, 看来是要催动什么秘术。 凌晨眼睛瞪大, 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跳彻底的僵住。 第1514章斗法显弱。 凌晨着实没想到, 这九幽建筑竟是这般疯狂, 自己的寿命根本不屑一顾。 只见到无数的白火从他的身上滚滚燃起, 四面天地的时空、虚空、法则等等, 全部都陷入了种极为诡异的漩涡之中。 九幽建筑无止一抓, 他身上白色火焰陡然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虚无的画面冉冉升起, 化成了尊好色来自无尽宇宙深处的眼球。 这眼球悬浮而立, 眼珠笼罩了整个天地, 所有一切隐秘之物都将无所遁形。 万法王眼, 令脸色微微一变, 又带着丝愤怒道, 可恶, 这门小小倒数, 竟然就像窥探出无命运的轨迹。 若不是无实力如今尚未恢复的话, 岂是容忍他这番嚣张? 此话一出, 凌晨顿感不妙, 也就在下一刻, 凌晨的五脏六腑突然有了种被冻穿的感觉, 整个万艳星的一切好像都要即将曝露出来。 显然这九幽建筑所施展出来的万法王眼, 拥有了窥破命自古符的隐秘之力, 所以导致了命这番愤怒。 给我镇压, 凌晨二话不说, 他体内庞大的大道之喜猛地灌入了命自古符之中。 三大古符立刻升腾而起, 成为树状, 隐隐勾勒出来了一副对联的框架。 这幅对联虚影, 顿时狠狠地震在了这万艳星的中央之处。 笼罩在凌晨身上的那种好似被窥破的感觉, 立刻消失一空, 所有的一切都稳定了下来。 原本热闹非凡的万艳星内部, 此刻都是安静无比, 三十万尘盟精锐都知道此刻大敌在前, 唯有宁神等待盟主的神通。 虽然挡住刚才的一轮扫事, 但是命的脸色依旧难看到, 刚才已经泄露出去了一丝天机, 恐怕九幽剑主会抓住这丝天机丝毫不放。 凌晨眉头皱起, 难道这个九幽剑主, 还打算一直持续下去吗? 这个时候的九幽剑池剑林则是冷笑连连, 别挣扎了, 愤怒起来的九幽剑主十分恐怖, 而且九幽剑池至关重要, 你们现在被发掘出来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还不如速速将我放出, 说不定还能保取一命。 凌晨脸色丝毫不动, 轻描淡写问道, 若是我从九幽剑主手下逃脱的话, 你归顺于我如何? 九幽剑林微微一愣, 刚欲点头答应, 但是不知为何, 却只是发出了冷冷遗憾。 上方天穷中的九幽剑主, 此刻杀气越来越恐怖, 天地都因为他的杀气陷入了无穷的黑暗之中, 仿佛末日到来一番。 他嘴口为张, 声音刺骨, 传闻之中, 命自古福能够遮盖天地命运, 既然刚才泄露了一丝天机的话, 就证明命自古福不过尔尔。 他声音一顿, 又道, 现在给你们时隔呼吸时间思考, 若是不想死的话, 速速给我现身, 完完整整地将九幽剑池交出来。 万艳心之中的命自古福背弃的七窍冒烟, 他堂堂命自古福, 居然被这个小小的无上巨头给鄙夷, 若不是大势所迫, 他恨不得将此人命运改变, 贬为一头猪狗不如的禽兽。 促使葛呼吸过去, 天地之间, 依旧是寒风瑟瑟, 根本毫无人烟。 九幽剑主一张杀气四射的脸, 彻底地变得阴沉下来。 我惊向苍穹, 在借五千年, 九幽剑主猛地发出了一声大吼, 他的吼声几乎可以称之为天地大爆炸, 仅随之天空中裂开了一个足足有着百万里庞大的黑色漩涡, 从那黑色漩涡之中, 一缕白色的火焰, 垂落在了九幽剑主的身上。 此时此刻, 他两旁的并法已经浮现了淡淡的银白之色, 刚才一轮献祭寿命再加上又一次的借取寿命, 他的阳寿已不足一千年。 半九幽剑主毫无感觉, 反而是狠狠一捏, 那白色火焰顿时炸成了万道光色粒子。 呜呜呜呜呜的无数鬼啸声立刻从这天地间席卷起来, 天空变得愈发漆黑, 好似有着亿万尊鬼神从深渊中爬出来。 命自古福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丝宁众, 道, 这个九幽剑主, 居然在天机方面有着如此之高的造诣。 这一门神通, 乃是天地鬼神大搜罗, 传闻乃是阴界大能搜寻阳界无数残魂所用的古术, 凌晨, 做好准备, 迎战。 凌晨唯唯一争, 但仅随着狠狠吸了口气, 手中开始再度掐起了极为玄傲的硬爵, 身上的气息开始蹭蹭蹭蹭地暴涨十倍之多。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尊阴影鬼神正逗留在了地面上, 他那双漆黑的身幽双眸正死死盯着地面上这株看似平淡无奇正在摇曳的枯草。 凌晨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意念一动, 整个人的身子顿时从万艳星之中弹射而出。 终结之拳, 凌晨一拳势如破竹, 带着无尽终结之意, 瞬间贯穿了这鬼神的身躯。 而且他丝毫不受阻碍, 杀气如秋, 带来了无边的终结, 想要一拳轰杀死九幽剑主。 九幽剑主反应极为神速, 他回过头来, 大口为章, 一道白色的剑气立刻吃拉标出, 轰击在了凌晨的身上。 凌晨的瞳孔狠狠收缩, 身体被这股庞大的锋芒之意好似要切成两半, 那磅薄的距离, 使得他瞬息肩被先飞。 一般的无上大地, 只不过相当于十位大地的大道之席罢了。 我现在体内有着足足相当于八十多位的大道之席, 爆发出来的力量, 应付七八位大地都没有丝毫问题, 凌晨心中一沉, 但由于我终结之道的限制, 终结之拳, 便是随意一击给化解了吗? 达到了凌晨这种地步的大地巨头, 事实上战力非常恐怖, 起码也不会这般狼狈。 但可惜他的终结之道, 只是为了终结恶魔而存在, 并不是为了终结人类, 终结宇宙天地。 这般力量, 也敢偷无门派之宝, 九幽建筑看着凌晨, 像是看着一条即将要死的蝼蚁, 冷冷一笑。 天崩地裂万道悔, 生灭死绝独圣存。 凌晨猛的一声高歌, 方圆百万里的虚空奇奇震战, 他的浩瀚意志瞬间融入了终结大道之种, 化为了一种高深莫测的拳法, 朝着九幽建筑笼罩而下。 嗯, 九幽建筑微微吃惊, 好像这门神通带给了他不少惊讶。 但随之九幽建筑身躯一阵, 浑身毛孔内喷射出来了猝十万的剑翼, 这股剑翼笼罩全身, 立刻形成了绝强的防护之兆。 轰轰轰, 庞大的轰雷声不断地响彻而起, 但是依稀可以分辨出来, 纵然是在这等神威一拳之下, 九幽建筑的浑身建翼根本没有丝毫破碎的情况。 九幽建筑的冷笑声继续响起, 可笑之极, 可笑之极。 就凭你这种能量, 有什么资格驾驭堂堂雪天妖尊掌握的命自古福,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脸色唯唯一变, 猛地抬头。 只见到眼前的天穷上, 无尽的白光笼罩而下, 一座好色来自于混沌之前的神秘圣殿悬浮着, 像是一尊生腾在无尽虚空的巨大白球。 临晨端坐圣庭之位, 好似无边圣王, 大口一喝, 整座圣庭顿时坠落而下, 好似一团巨大的白色焰火从天而降, 要将一层层的大大地, 都给仙城粉碎。 通隆, 九幽建筑都被凌晨攻击得措手不及, 根本无法反应过来, 被彻底的攻击。 就连王位上的凌晨都是严阵以待, 眼神不断扫视着圣庭镇压之下, 心中忍不住想到, 这一集成功了否。 但仅随着, 凌晨的瞳孔狠狠一缩, 只见到原本九幽建筑身上的护身剑气彻底的破碎, 浑身衣物也有不少斑斓破碎之处, 但是九幽建筑的手上却是突然多了一把剑, 一把漆黑的剑。 而这把漆黑的剑, 却像是一根铁柱, 撑起了整座圣庭。 凌晨微微一呆, 它成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与无上巨头之间, 还是有着这翻天大差距吗? 第1515章 艰难逃走, 与无上大地之间实力差距在此刻完全闪现出来, 饶视凌晨内心之中也难免遭受到了重击。 它一直太过高估自己的力量, 但眼下危急万分, 纵然它无法战胜, 那么也必须要逃走。 恶魔之力, 终结之道, 凌晨在短暂的错愕之后, 体内的恶魔始祖之气终于滚滚喷发出来, 身体开始不断增大, 皮肤上流淌出来了一道道岸金色的符纹, 四面的虚空都发出了极有频率的嗡嗡震荡声。 它大手一抓, 方圆几百万里顿时陷入了无穷的黑暗之中。 这是没有任何光亮的黑暗, 任何一切物体, 都要在此刻陷入终结, 回归原点。 由始祖恶魔之气催动的终结之道, 威力更为强大。 好一个恶魔始祖之气, 九幽见主神色之间多了分数目, 却依然游刃有余, 带着思插一道, 你到底是何人? 一位恶魔始祖居然能够成为天命者, 掌握排名第一的命字古符, 灭字古符等等。 莫非是恶魔族部下的阴谋, 在这位无上大地的脑海之中, 闪过了无数的念头。 不过眼下凌晨乃是他的囊中之物, 只要将此人给彻底擒拿, 那么对他的好处也是无穷之多。 九幽荡天地, 含义冲云霄, 在无尽终结之道下, 九幽剑主打出来的力量明显有多了几分, 他的五指不断地点出, 像是五把小剑正在勾知着一种神秘的剑道之力, 一股股宛如火焰般的冷色剑芒, 顿时从他身上如同潮水般冲起。 砰砰砰砰, 整个终结之道中发出了密密麻麻的撞击声, 凌晨瞳孔微微收缩, 因为他在此刻看到由终结之道笼罩下来的黑暗, 都被九幽剑主身上冲起来的无上剑一给层层破碎, 即将要爆裂开来。 但, 眼下就是一个反击的时机, 拳上君王塔, 珠般龙象, 大道神通, 结合无上道威。 凌晨猛的一声大喝, 光当一声巨响, 悬上君王塔金光灿烂地闪现出来。 一股股恐怖的大道波纹以塔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波散开来, 整个终结之道沙纳间破碎, 一缕无上道威骚然凝成, 散发出来了骇然光泽。 不好, 这句下平道气的威能, 非同小可, 这一次, 九幽剑主终于是彻底地微微变了脸色。 然而也就在此时, 只听得轰的声巨响, 凌晨体内的大道之袭骚然一空, 一股恐怖的无上道威喷射而出。 天地之间, 好似没有了任何光滑, 只有一束近乎于透明存在般的光束划过天际。 九幽剑主的长发骚然炸开, 他大手一张, 一轮极为金黄色的圆盆便是升腾而起。 这金色圆盘散发出来了浩荡道义, 隐隐约约间, 好像有着尊光头五僧正在犯唱着, 一波一波无形的金色光芒立刻缓缓荡开, 笼罩在了九幽剑主身上。 这轮金色圆盘, 竟是佛界至宝金刚乾坤波。 他所称开的防护罩, 能够抵御天地鬼神, 也能够净化一切污浊, 乃是极为恐怖的种防御法宝。 九幽剑主微微松了口气, 脸色再度逐渐恢复平常。 那缕无上道威, 好似轻飘飘的云朵般, 在金刚佛罩撑开的刹那, 撞在了上面。 若是一般的大地来看, 就好像是看到了云朵撞在身上, 不会有丝毫疼痛, 也并无威力。 半久幽剑主脸色骤然大变, 那金色刚照立刻如同沸腾的水 开始剧烈地战斗起来, 一股难以想象的能量 从那表面上爆炸开来。 若是远远看去, 只会看到天地间一片火红, 一轮覆盖了百万里的 强大蘑菇云朵升腾而起。 通隆隆, 天地都在此刻战斗, 无穷的刚气激荡而起, 无数生灵为之寒战。 凌晨气喘吁吁, 看着那强大的爆炸, 浑身确实泛起了股无力之感。 他刚才可是动用了体内 堪比八十多位大地的大道之席, 才发出来的强悍力量。 这一击, 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实力。 趁着这个时候, 赶快逃, 凌晨转身便准备逃走。 然而那爆炸的无边火海之众, 一股强大的杀气直逼而来, 一道灵力至极的剑光破开了层层的火海。 九幽剑主头发散乱, 脸色微微发白, 浑身上下破破烂烂, 看起来无边的狼狈, 但他的双目中却闪烁着巨大的愤怒。 他堂堂无上大地, 纵然是在灵冷这般怪胎面前, 根本就不该受伤。 一剑洞天, 九幽剑主毫无保留, 他这一剑没有乍现出来任何光滑, 反而是不满了另一种灵晨无法理解的力量。 他这一剑好像平淡无奇, 没有任何玄妙, 但灵晨的直觉确实让他如灵大敌, 浑身毛孔竖起, 锦灵大作, 好似看到了无边吞噬而来的死亡。 这一剑乃是无上大地才能够动用的反扑归真大道质简的层次, 你根本无法抗衡。 命自古福开始嘶吼了起来, 显然他也从这一剑之中感受到了无边的危机。 凌晨浑身好像被举山押中, 都无法动弹了起来。 他耗费了极大的精神力量, 张口便是仰天咆哮一声, 整个人的身形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 普普通通, 并未带来任何异象。 这是什么法宝, 九幽建主脸色一愣, 但是他的这凶猛一剑却是毫不犹豫地刺在了这火球上。 刹那间, 九幽建主的身子僵在原地, 他只感觉到眼前的世界一变, 取而代之的滔天的金色火海生腾而起, 化为一大世界, 一张凶兽大口, 朝着自己狠狠撕药而来。 就算是无上大地的层次, 九幽建主此刻背后也是莫名地生腾起来了 古寒意。 九幽建道顿, 九幽建主立刻大吼一声, 冥冥之中, 他的身躯好像与一把神秘古老的剑融合在了一起。 他整个人立刻冲起来了滔天的剑光, 化为一点, 在这无边金色火海之中动彻出来了一个小小通道。 九幽建主的身形, 立刻以着难以想象的速度顿逃出去。 虽然凌晨无法调动万雁星的力量, 但是万雁星毕竟乃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纵然是无上大地也休想攻破。 不过就在此时, 命却是大吼道, 凌晨, 别在这里发愣。 我们还没有安全, 九幽建主至始至终都没有拿出本命法剑, 不要犹豫, 速速吞噬九幽建池, 化为法力, 快速逃走。 凌晨如遭当头棒喝, 眼神立刻直勾勾地看向了九幽建池。 其中的剑铃双手抱胸, 冷冷笑道, 知道无上大地的恐怖了。 现在速速将我, 啊, 剑铃冷傲的态度化为了一声凄厉尖叫, 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那生疼起来的黑洞, 让他有了致命危机。 吞, 吞, 吞是之力, 却, 血腰天尊, 庞大的黑洞立刻如同凶兽之口咬在了九幽建池上, 其中的剑铃如遭雷击, 不断地发出来了一声声痛苦的哀嚎, 但是碍于那万艳星的威压, 他却是发不出丝毫力量。 这个时候的凌晨转头便对着陈盟军队吼道, 全天上下, 速速发出最强一击。 瞄准那位无上大地, 陈盟大军在瞬间集结完毕, 前面由着天煞大地和阎罗魔主带头, 五边的棒驳气势顿时升腾起来。 三十万精锐大军的精气神柔和一体, 形成了古举式无敌的锋芒之剑, 跨过了万艳星, 朝着九幽剑主斩下。 刚刚施展顿树还未丝毫停留的九幽剑主, 只感觉背后又有针芒刺来, 脸色再度一变, 身上荡开了无穷无尽的剑气。 纵然他乃无上大地, 反应无比及时, 却也被这沉蒙三十万大军的联合攻击打得错不及防。 九幽剑主的身形顿时节节败退, 但却也就在此时, 万艳星再度消失, 无边战火中浮现出来的乃是凌晨的身体。 先天混沌顿树, 凌晨大吼一声, 肾形骚然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第1516章该怎么变强? 凌晨吞掉了九幽剑池将近三分之一的力量, 才将自己体内的大道之席混沌之气彻底地恢复完整。 这一次, 他一口气将体内的先天混沌之气全部燃烧完毕, 并且在这短短八千万里内, 饶了八个弯。 还不行, 凌晨大吼一声, 体内的大道之席开始滚滚燃烧, 悬上君王塔包裹着他凶猛地朝着远方飞射而去。 这一次, 他毫无保留, 再用这悬上君王塔顿走了足足一千万里, 他立刻回到了万艳星之中。 命深深地吸了口气, 道, 这次劫难非同小可。 凌晨, 催动你体内的全部倒席, 古来将这万艳星的气息镇压。 之前他还是保留余地, 但是眼下九幽剑主的厉害程度超乎了他的想象。 只见得命自古符率领的另外两大古符, 勾勒成了张虚幻般的对联, 狠狠镇压在了这万艳星上。 万艳星摇身一变, 化作了一粒尘埃, 随着微风不断地漂浮着。 凌晨坐在妖尊仙府中, 喘着粗气, 眉头难得的紧皱在了一起。 天煞大地和阎罗魔主两人面面相去, 最终没有吭声, 三十万尘蒙精锐自然也不打扰。 此刻打扰凌晨的, 竟是纳剑灵, 只见纳剑灵过了半想后, 收敛了全部的震惊之色, 却与其依然有些哆嗦, 万万没想到, 原来你是写天妖尊的传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片空间, 就是鼎鼎大名的妖尊仙府吧。 凌晨抬起头, 一言不发, 剑灵也是自顾自地道, 我诞生了也将近三千多年的时间, 血天妖尊曾经试杀三千世界的时候, 我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神法境的存在。 他顿了顿, 又道, 饶尸在剑界, 我也知道他的厉害之处。 既然我被抓取在此, 想必也没有方法离开了。 与其如此的话, 我不如与你做场交易, 交易, 凌晨忽而冷笑而起, 你们九幽剑派一个个强大如斯, 何必与我这小小的大地人物做交易? 你有着什么目的, 剑灵看着凌晨, 眼神炙热, 我镇守了九幽剑派一千余年, 但却依然没有达到更高境界的机会。 既然你身为最恶体质的传人, 那么你必然能够让我有着独立躯体。 只要你能够办到, 那么我便舍弃全身的天地之力, 为你塑造这三十万大军。 此言一出, 凌晨眼中深处闪过了道火光, 却依旧冷冽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只要你答应我做这个交易, 剑灵轻描淡写道, 那么我可以提前舍弃全部的力量, 为你们三十万大军塑造身躯。 凌晨略带诧异问道, 你就不怕我反悔。 剑灵却是大笑而起, 三千年前, 却天妖尊能够为了一个, 这个时候, 命自古符闪现出来, 目光闪烁了丝狠力。 剑灵立刻闭上了嘴, 顿了顿道, 总之, 你答应我与否。 命轻声对着凌晨道, 答应他吧,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坏处。 另外, 你是尊的事情不要多问, 迟早有一天, 你会清楚的。 凌晨看着一个个面色坚毅的陈蒙大军, 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与九幽剑池联合之后, 修行立刻开始在整个妖尊仙府内进行。 纵然就算是天杀大帝, 阎罗魔主, 这昔日威名赫赫的十大摩帝之人, 也是加入了这修行之中。 被凌晨一口气吞掉了三分之一的九幽剑池, 掌握的大道之席也不落于四十位大帝。 九幽剑林悬浮而起, 在他的背后, 朱班九幽决定的意象开始闪现了出来。 一道道寒冷的光芒, 从剑池中暴射出去, 射入了在场全部的陈蒙子弟中。 顿时之间, 凌晨只见到陈蒙弟子的脑袋后立刻浮现出来了一幅幅的九幽异象, 随着他们的天赋不同, 这一项的大小也不同。 这是九幽剑林正在传授九幽剑翼。 凌晨又见到, 九幽剑林大手一挥, 三十万多道的九幽剑光立刻暴射而去。 这些剑光都是异常纯净, 优寒无比, 静止地融入了全部弟子的体内, 那些弟子的身体表面立刻浮现上了一层淡淡的冰霜, 体内更是响起了丝丝体魄提升的声音。 这一时间, 陈蒙的三十万精锐大军实力都是猛地飞升着。 要知道就算在九幽剑派之中, 九幽剑林也要保持足够的力量, 不可能一次性舍弃极为庞大的能量改造门下弟子。 看着这一幕的凌晨, 虽然多多少少有些欣慰, 但不知为何, 总是无法笑起来。 与九幽剑主交手之间的天大差距, 让凌晨的心中多多少少有了层压力。 也就在此时, 外面再度响起来了轰隆隆的声音, 身为万艳星的主人, 凌晨分明感受到了外面强大的气息。 这一次可不只是九幽剑主一个人, 还有着尊无上大地的存在。 两位无上大地的神念在天地间交织着, 不放过每一寸土地与任何一个细节, 都必须要用神式狠狠地扫上几遍。 那九幽剑主更是狠利, 毫不在乎, 再多燃烧了寿命, 开始了神鬼大搜查。 不过这一次, 凌晨没有太多的心惊肉跳, 只是冷眼看着这一幕。 果不其然, 现在那九幽剑主根本无法搜查到凌晨等人的行踪。 外面的九幽剑主眼皮狠狠一跳, 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了? 他顿了顿, 又冷声道, 既然如此的话, 将三师弟召回来, 我们三人联手开始进行破坏, 将他给逼出来。 接下来, 整个东周再度狠狠震荡起来, 三位无上大地联手破坏了足足三天三夜, 天地都已经彻底地崩塌, 纵然黎明到来, 都无法看到天边的太阳, 夜晚降临, 也无法看到繁星。 足足好几亿里的土地, 都被三位无上大地的怒火焚烧一空。 这三位无上大地恐怖的举动, 直接引起了东周其他大势力的怒斥。 一时之间, 另外东周的两家一流大势力加上一些二流势力, 联合谴责九幽剑派。 这九幽剑主和另外两位无上大地再度用神势狠狠扫查了几天, 这才就此罢休。 如今他们九幽剑池被夺走, 整个九幽剑派被削弱了极为巨大的力量。 像这种天地之物, 而怎样才能够搞到? 现在他们实力削弱, 一些一流势力, 二流势力更是起了别样的心思, 他们也不敢如此大张旗鼓地搜查凌晨。 这十几天以来, 凌晨一直盘坐在地, 神师感受着无上大地破坏天地的恐怖力量, 感受着这片天地的狼藉。 而三十万臣盟大军, 则是在进行着苦修, 没有丝毫懈怠。 这些天, 就连命也没打扰凌晨, 直到九幽剑派扫查的人全部退却之后, 凌晨的眼神之中才涌起了私神采。 这个时候命走了过来, 对着凌晨没好气道, 作为血天妖尊传人, 什么时候会这么颓废? 李既然发现了自身的问题, 那么定然要开始改变。 凌晨眼神平静, 一字一句问道, 该怎样变强? 一句话, 让命直接愣了起来, 第1517章重逢, 终结之道对于恶魔族的杀伤力的确是极为显著, 但眼下看来, 凌晨若是想要在这前二十的大世界之中逐渐混得风生水起恐怕是特别之难。 力量, 他该如何去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 命看着此刻的凌晨, 陈寅半想后, 淡淡道, 你体内的力量太过勃杂, 根本无法揉合在一起。 如果想要将这些力量揉合在一起, 目前看来只有两种办法。 命此话一说, 凌晨的眼中顿时神光暴射, 问道, 哪两种办法? 命守备复而立, 眼神中闪现出了抹身碎, 道, 第一种办法, 那便是挖掘出你体内圣界的力量, 圣外肢体的力量绝对不止如此。 如果深度挖掘, 你恐怕会掌握比终结之道更为厉害的大道意志。 身为圣外肢体的传人, 未来一切都不简单。 你现在所掌握的终结之道, 完全只是为了对付恶魔族而已。 与你师尊的杀伐三千世界的杀伐之道相比, 简直是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说, 只有掌握一种更为恐怖强大的大道之力。 这股力量凌驾于你体内所有力量之上, 才能够将你体内的力量全部融合一起, 喷发出最为厉害的实力。 另一番言辞下来, 凌晨则是彻底地沉默下去。 感悟一种凌驾于体内全部力量的大道, 将他体内的力量全部都强行用暴力揉合在一起。 但凌晨内心之中十分清楚, 如若想要凝聚大道, 那是十分之难的。 因为他当初凝聚这终结之道, 也是靠着风魔状态之下强行提升成为大地的, 可见地道之徒的难。 而且, 最为困难在凌晨的地方便是, 他将不是成为普通的大地。 他若是凝聚自己属于圣外肢体的大道, 纵然命自古福恢复到全盛时期的修为, 也无法推测凌晨的命运。 第二个选择呢, 凌晨问道, 并淡淡道, 在上古时期, 曾经诞生过一种经验裁决的法宝。 这件法宝只不过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昙花一现, 这件法宝名为猎神枪。 这猎神枪由三件奇特的法宝组成, 并且还需要宝界中宝族最为正统的鲜血淬炼, 才能够彻底地炼成。 这件猎神枪虽然组成下来, 也不过是件下品倒器, 但是使用它的人强大, 那么它的威力也将更为强大。 因为这种猎神枪的功效便是将体内的种种神通, 柔和成为一级, 柔和的功法越多, 那么爆发出来的力量便越为强大。 命顿了顿, 又到, 天地之间, 大地诸多, 它们所能掌握的也不过是只有着自己的本源道法而已。 所以这种猎神枪对它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能。 但凌晨你不同, 你乃身为圣外之体, 不仅掌握着诸多功法五技, 并且如今还足足有了八大分身。 这八大分身每人掌握三大上古神通, 就足以组成十五门, 命说到这里, 彻底地停止下来, 看着眼中爆发出来了强烈神采的凌晨, 心中意识之间不知道是何滋味。 那个被称之为君王的男人, 莫非是有着预见未来的力量, 早在远古时期就炼制了猎神枪的存在, 可是早在远古时期, 就已经为凌晨开始铺好了后路, 开始谋划了。 猎神枪的所有一切, 都通通告诉我, 凌晨深深吸了口气, 道, 如果他的目标是前二十大世界, 甚至是天界, 在他未形成属于自己圣外肢体的大道之前, 那么这猎神枪极为重要, 很有可能将成为他的一大无上笔牌。 猎神枪由聚灵珠、通天己, 净实验这三大天地财宝, 再加上宝戒中宝足最为纯正的鲜血, 以独特的秘法, 才能够炼制而成。 命毫不留情泼了下盆冷水, 若想及其这些, 毫不雅于自身炼制一件中品道器那么难。 凌晨却是拳头猛的钻井, 战意盎然。 接下来凌晨依旧没有曝露出来, 毕竟发疯起来的九幽剑派可不是那么好对付。 凌晨在晋升为终结大地时, 体内早已淡下了一尊圣席分身。 眼前有着这尊九幽剑灵, 凌晨毫不犹豫地将圣席分身与九幽剑灵融合。 九幽剑灵融合之后, 竟是直接乃是大地境界, 实力隐隐有着高深莫测之威。 显然当这剑灵融合了圣席分身后, 由于这三千年的积累, 再加上圣席分身的玄妙, 他竟是窥破了另一层门槛。 距离所谓的无上大地, 只不过还差一步之遥。 九幽剑灵眼神古怪地看着凌晨, 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将这等逆天之物舍得与我融合了。 他随即仰天长叹道, 如今才算是真正的堕落了魔掌啊。 在这圣席分身内, 包含着你的一切意志。 纵然日后我成为了另外一尊人, 但是真正的本质, 却没有丝毫改变。 也就是说, 只要凌晨一声令下, 九幽剑灵的身躯就可以彻底地与凌晨结合为一体。 曾经的那尊无上大地血帝天子也是如此, 只要凌晨成为了无上大地, 随时随帝都能够让血帝天子与他融合一体。 凌晨哑然失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终于在这族族过去了一个月后, 踏足了这剑界东周。 事情发展比凌晨想象的环要严肃, 因为九幽剑派一事, 整个剑界的大人物都知道了 恶魔族的一位十足转世古服天命者来到了剑界。 走在一个不知名城池中的凌晨, 好似朴普通通的剑族族民, 但是他却能随时随地感受到, 在这东周中多了几股令人心头压抑的强大力量。 这下身份曝露了,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而且还不仅仅只是见见人察觉, 还有些恶魔族啊, 杀血族啊, 接下来的事情, 将要更加麻烦了, 凌晨揉了揉额头, 如今眼下, 他该何去何从。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凌晨突然脚步一顿, 眼神锐利地朝着某处看去, 只见到在不远处, 一个笼罩在黑袍中的人物, 走进了某个巷子。 凌晨的表情顿时玩味起来, 天地如此之大, 净是这都能遇见。 第1518章意外来刻, 此人赫然就是当初的七夜魔皇, 整个九幽剑派背后推波助澜的人物, 也差点将凌晨给害死。 凌晨原本是打算着日后再收拾这个家伙, 但万万没想到, 他竟是与这七夜魔皇如此恰巧地碰上了。 也不知道这个七夜魔皇鬼鬼祟祟的, 到底要干什么事情。 凌晨心中微微疑惑, 按赖注杀星, 身形化为了一缕先天混沌灵气融入了地面之中, 紧紧跟随着七夜魔皇的身躯。 作为无上大地的七夜魔皇, 此刻不是一般的小心地谨慎, 并且身上还动用了某种秘法, 让气息收敛到极致。 若是凌晨体内没有拥有着恶魔始祖之气, 命子等等三大古福的话, 根本就无法察觉到。 七夜魔皇在这无名城内兜兜转转, 走入的小巷越发偏僻了起来。 他的行踪越来越诡异, 也让凌晨愈加的疑惑, 作为一名无上大地, 怎么可能会降临在这只有一两位大地所在的城池呢? 耗费了足足半个时辰, 七夜魔皇的脚步突然顿住, 停留在了一个古仆的大院门前。 在这个大院门前, 七夜魔皇朝着四周看了看, 眼神之中黑气缠绕, 充满了洞彻天机的气息。 凌晨的心神一惊, 他只感觉到冥冥中好似有着两把漆黑大剑朝着他的身形刺来。 但此刻命自古福稍微流转, 便是抵挡住了七夜魔皇的洞察。 上古道树, 恶魔之铜, 命淡淡道, 这种铜树, 能够堪破一切隐秘天际等等。 不过少有恶魔族修炼, 看来这个七夜魔皇, 就是为了防止别人跟踪他才修炼的这门上古道树。 凌晨唯唯汗手, 七夜魔皇这般小心, 那么就欲发显得这极其诡异了。 七夜魔皇见四下无人, 恶魔之铜退却, 脉不便是踏入了这古仆大院之中。 凌晨表情一惊, 因为七夜魔皇踏入了这古仆大院后, 气息就变得极为古怪, 好色随时都会消失一般, 若不是他有着两大感应恶魔族的存在, 根本无法发觉。 凌晨立刻紧随而上, 溜进了这古仆大院。 进入这古仆大院的刹那, 一股冥冥中的力量, 就好似朝着凌晨席卷而来。 但有着命自古仆全力镇压气息, 这股冥冥力量, 根本无法探查到凌晨的所在之处。 这古仆大院不简单, 却离茂生了, 这是件专门用来隐秘的夏平道气, 它的底部与间接的天地衔接在了一起, 能够自行抽取灵气, 这也让它能够在无时无刻中保持运转。 凌晨双目一闪, 此刻它就仿佛看到了有着尊巨兽, 正直伏在地底之下。 这尊巨兽好像陷入了沉睡, 但是它下意识地一呼一吸, 都有着庞大的天地灵气在运转着。 这个古仆大院, 可是建造得极为玄妙, 连我们都没有发现, 则则, 恐怕就算是无上大地经过这里, 也无法发现吧。 凌晨淡淡自言自语道, 这个地方,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身形一溜烟, 就融入了那古仆大院的主壳屋内, 只见到在这主壳屋之中, 七叶魔皇站立大殿, 而在他的面前有着十几块树立起来的木牌, 写着某某某修士曾经逝去, 好像是一个灵位。 七叶魔皇也是面露悲伤, 道, 诸位兄弟, 当初一劫, 如今只剩下我七叶依然苟活在世, 那么我今后必然好好努力, 你们的血海深仇, 我七叶绝不会放弃。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 那个人干的事情。 虽然现在我的被他命令, 但若让我找到机会, 我必定要将他灭杀。 七叶魔皇在十几个灵位前叙叙叨叨, 凌晨看得目瞪口呆, 因为他还隐隐看到了七叶魔皇那漆黑深邃的眼中浮现出来了点点泪光。 这番话语, 好像是极为深刻, 凌晨一时间有些茫然, 他何曾见到过一位恶魔族为自己曾经死去的朋友, 留下悔恨的眼泪? 命却是淡淡道, 任何一个世界, 都会有羁绊。 这个很正常, 凌晨沉默不语, 神情缓缓恢复过来, 莫非这大愿, 就是为了祭奠他曾经的朋友所为? 如果那样的话, 为何会隐藏那么深? 不过就在此刻, 七叶魔皇擦掉了眼中的泪水, 脸色一正, 一股沙发的恶魔之气再度从他的身上升腾起来, 充满了浓浓的恶魔族威压。 他双手掐出来个玄妙的手诀, 一道道古老晦涩的恶魔符文在跳动而出, 随后逐渐融入一起, 形成了道符文光幕。 凌晨神色一正, 因为他感受到了这恶魔符文好似连接到了某个神秘之地。 莫不成, 刚才那家伙的念念叨叨, 只是为了演戏。 凌晨突然有些恶寒, 这个古仆大怨, 根本就不是那些灵魏的目的。 只见着七叶魔皇对这个符文光幕尊敬的拱其手, 道参见王女。 七叶魔皇前来报道, 请问王女接下来有着什么计划? 那恶魔符文光芒一闪, 一道清冷的声音便是响彻起来, 如今因为灵冷的出现, 间接不少视力都开始涌动了起来。 接下来没有什么计划, 唯有好好的隐秘自身, 一个月后, 再来寻我。 尊命, 七叶魔皇功功敬敬地点头, 那恶魔符文立刻裂开, 消失不见。 起来之后的七叶魔皇, 脸上竟是微微有些放松, 长长得舒了口气, 自言自语道, 没想到这个女人, 也开始越来越厉害了, 而且还没有经历过恶魔洗礼, 凌晨确实有些疑惑, 与七叶魔皇对话的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那声音听起来竟是有些熟悉? 不过也就在此时, 凌晨整个人潜入了万眼心之中, 他立刻掐起了手印, 天圣王印全部爆开。 不仅如此, 他大手一挥, 九幽见灵便是苦笑道, 就帮你这一次罢。 他的身形立刻与灵晨的另外一尊分身, 玲珑琪琪回归了灵晨的体内。 灵晨的气息骤然暴增, 让三十万尘蒙大军看得呼吸屏住。 七叶魔皇话还没说完,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 随即他的脸色便是猛的大变。 无边的黑暗笼罩下来, 恶魔之气在天穷密布, 一个神秘的小世界缓缓地在这片空间之中彰显开来, 无穷的终结之意在凶猛冲荡着, 让七叶魔皇顿时坠入冰窖。 灵冷, 七叶魔皇骇然地叫了出声, 他不仅仅是骇然灵晨的出现, 更为骇然此刻这个终结小世界, 不仅散发着毁灭恶魔族的意志, 还散发着一股让他受到极为巨大压抑的气息。 这是恶魔始祖之气, 死, 灵晨二话不说, 手段雷霆, 他的手上三张浮露闪现出来, 勾勒出来了张虚幻对联, 他整个人手持对联, 便是狠狠镇压而来, 使得七叶魔皇在此刻如遭雷击, 动弹不得, 瞳孔剧烈缩小。 乃为无上大地的七叶魔皇, 此刻竟是不敢吭声, 竟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含义。 别杀我, 别杀我, 七叶魔皇丝毫了起来, 灵冷, 我不想死。 另外,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在扬言蒙正遭受着生死大劫。 三张鼓符对联立刻停在了七叶魔皇的面前, 七叶魔皇瞳孔闪烁, 头发无风自舞, 一时之间, 背后全部都被汗水给沾湿, 虚脱无比。 真的, 凌晨问道, 千针万确, 七叶魔皇连忙点头, 凌晨拖着下巴, 二话不说, 三大鼓子对联立刻打入了七叶魔皇体内。 有着鼓子镇压, 七叶魔皇便是囊中之物。 万艳星张开, 七叶魔皇便是如同一条狗被丢进了其中,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消失不见的凌晨。 杨颜蒙, 好歹曾经也帮过我, 若是因为我的原因, 必定要救下来。 凌晨喃喃自语, 身形消失在了天际。 片刻之后, 凌晨看着下方的杨颜蒙, 眉头横横拧起。 这股气息, 是怎么回事, 第1519章成见佛。 此刻的杨颜蒙一如既往, 根本没有丝毫的诡异。 但是凌晨却感受到了, 在这杨颜蒙内有着尊无上大帝的存在正吞吐着棒驳气息。 这尊无上大帝不是九幽剑派内的无上大帝, 给人一种霸道灵力之感, 饶是凌晨神室探查过去, 大脑都会传来唯唯刺痛感。 这尊无上大帝, 十分强横, 恐怕修为都不弱于九幽剑主。 凌晨心中漫暗说道, 同时感觉头疼, 看这个情况, 想必是有着其他大洲的大人物到来了。 而且凌晨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 根本不会是无上大帝的对手。 不过如今杨建盟因为自己才陷入了这般境地, 不可能眼睁睁地放着他们不管。 天山的那位小友, 想必你就是凌冷吧。 吴家少爷已等候了你多时, 凌晨刚欲前往, 一股极为强横的神念立刻在他的身边拨动了开来, 凌晨身上的衣物无风自舞, 片刻之后, 他身上的衣物竟是无法承受这股庞大压力, 骤然四分五裂。 凌晨的眼睛微微一眯, 命自古福等都去镇压七夜魔皇那个家伙, 他的气息没有隐藏住, 被发现也很正常。 他索性也不再隐藏, 公开释放气息, 朝着那杨建盟最为深层的大殿之中飞去。 凌晨一飞入这大殿之中, 这原本死急的大殿立刻爆发了一阵声音。 凌冷, 原来你叫凌冷, 不过万幸, 你终于来了, 哈哈, 我就知道这个小子绝对不会放下我们杨建盟不管的。 现在凌冷终于来了, 我们杨建盟也可以逃过此劫了。 天又无杨建盟, 凌冷, 你将是我们杨建盟的恩人。 凌晨面色恶然无比, 因为杨建盟的九大长老都是面脸红光, 激动无比地看着凌晨, 就仿佛是看到了一尊爵士天才冉冉升起。 凌晨是怎么也无法想得到, 在前一刻, 这些长老都是面色土灰色, 呼吸无力, 一副生机正在消失的模样。 安静下来, 就在凌晨茫然之际, 后方传来了道淡淡声音。 这道声音响起, 兴奋的九大长老立刻闭上了嘴, 乖乖地坐在了下方的客位上。 凌晨寻生看去, 只见到一尊穿得极为朴素, 宛如世俗农民般的青年从主位上下来, 每一步都生出了古莫名气势, 让人不觉得压抑, 但是又不觉得这个人很简单。 凌晨心中立刻警惕而起, 因为这个青年给他一种极为古怪的感觉。 这个青年实力乃是大地境界, 但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剑意, 却有着种可以破坏天下, 却又能包裹天下之感。 这是一种刚与柔相结合出来的意志, 此子不知来历, 但定然不是简单人物。 在半个月前, 吴与这杨剑猛打了一个赌。 这个赌, 赌得便是你不敢来。 青年似笑非笑道, 如果你不来的话, 明天这些九剑长老, 以及杨剑猛的全体上下都会随之死亡。 但是你来了, 就因为你来了, 他们杨剑猛不会被灭, 相反还会获得极大的好处。 凌晨心中意寒, 脸色顿冷三分, 拿整个杨剑猛的生命来做赌注, 这简直是一笑大方。 不过若是换作了一般的人物, 极有可能不会过来。 因为如今九优剑猛在暗中 如同暴走的凶兽盯着, 还有着恶魔族等等其他种族, 凌晨光明正大献身, 就是将自身置于险地。 因为你来了, 所以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青年伸出手掌, 对着凌晨淡然一笑, 我叫陈建佛。 凌晨面无表情地看着陈建佛, 根本没有丝毫伸手相握的意思。 九位长老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奇奇大惊失色, 而一直让凌晨感受到极为危险气息的那尊无上大帝, 神念开始笼罩了整座大殿, 好似随时都会爆发。 凌晨扫了眼那大殿的深处, 在那大殿的深处, 正有着尊中年人站立着。 这中年人站在那里, 宛如不败战神, 虽没有透露丝毫气息, 但却是镇住了整个阳建盟。 陈建佛收回了手, 面色依旧淡淡笑容, 只听他道, 不要觉得拿整个阳建盟的生命做赌注是极为疯狂的。 纵然我不赌, 九幽建盟也会因为你将之灭门。 所以说, 陈建佛顿了顿, 眼中透露出来了古莫名光芒, 阳建盟反而要感谢我, 也要感谢你, 就因为我陈建佛在这里等你, 你有着一颗虎胆, 赶过来, 他们阳建盟就不会死, 反而会更加壮大, 凌晨的神情终于有所动容, 他不是因为陈建佛的话语而说动容本心, 他只不过隐隐感觉到, 当陈建佛说出这番话的刹那, 他体内仿佛有着尊恐怖的存在, 透露出来了古气息, 这古气息, 让凌晨都感觉到了强大。 这陈建佛到底是何莱莉, 凌朗, 千万要压住自己心中的怒气。 杨云凡剑势头不对, 立刻对着凌晨传音喝道, 这个陈建佛, 乃是剑圣宫的真传弟子, 并且是传说中的三大真传弟子之一, 此次可是有着极大机会成为未来剑界之子的存在, 千万莫要得罪。 凌晨恩了一生, 随即若有所思地看着陈建佛, 道, 按照你说的意思, 我还该感谢你。 陈建佛微微一笑, 没有错, 他说完后有转过身去, 覆手而立, 刚猛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像是遵地者在行走疆土, 观察自己子民。 他的声音在此刻充满了古神秘力量, 让人不容亵渎, 让人来自心灵的认可, 无此次过来, 等你半月尤载, 就是希望招纳你成为无麾下一人, 跟随我成建佛, 助我成为见界之子。 凌晨心神激荡, 好像有着一颗颗大石狠狠正在他的心头, 但他的表情依旧是淡然无比, 道, 要我帮助你成为见界之子。 你可以给我什么好处, 而且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纵然来历不简单, 但我绝不会死屈尊膝下之人。 是吗? 陈建佛脚步突然顿住, 依旧是微笑地看着凌晨。 但是凌晨头发却是猛地狂舞而起, 体内的法力滚滚喷发出来, 如同沉寂的大海发出了一声怒嚎。 陈建佛突然暴走而起, 他的一拳朝着凌晨狠狠地轰杀而来, 让凌晨感觉到极为恶然的便是, 在陈建佛的拳头上, 竟是包裹住了一圈犹如透明般的佛光, 这股佛光的光辉, 让人有这种不想抵抗这圈的味道。 怎么回事, 见圣公弟子, 净是会使用佛法, 第1520章承诺, 天崩地裂万道悔, 生也死绝独圣存。 凌晨口吐真言, 大手一挥, 一副虚幻般的对联便是应声而起。 大佛光带来的种种效应, 立刻寝刻间消失全无, 无声丝毫。 陈建佛的佛法代表的是一种柔, 一种镜, 让人在无形之间丧失掉战斗的信心。 如果连战斗的思想都彻底消失的话, 那么他的修为固然再强大, 也会因为如此大打折扣。 但凌晨的这句从远古圣庭中闪现出来的话语, 带着惊人意志, 破坏之力十分强大。 陈建佛一脸风轻云淡, 有时还勾勒出来了淡淡的微笑, 他的手掌上佛光再度涌起, 随手一甩, 漫天诸佛朝着凌晨轰洒而来。 佛书三声像, 空无白莲花, 凌晨的脸色顿时微变,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白色莲花的世界, 而他整个人则是被困在了这白色莲花世界之中。 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有种空空茫茫, 将天下一切回归于虚空之感。 这陈建佛的佛道造义, 当真是非同小可。 既然陈大哥你想玩, 那么我就陪你玩。 凌晨突然大笑而起, 他简单干脆的一拳轰出来, 好似波纹般的尽力朝着四方震荡开来, 凌冽霸道的权益, 竟使瞬间洞穿无数莲花。 凌晨声势不减, 他破开莲花的刹那, 在这无尽幻境中一跃而起, 当头便是朝着陈建佛的大脑轰去。 现在他的体内大道之席全部运转, 一拳之威, 几乎拥有了洞碎大道的力量。 杨云凡九大长老皆是脸色看得发白, 他们身为大地人物, 当然知晓这一拳的厉害之处。 如果换作他们其中任何一人上场, 都无法抗衡住这恐怖的一拳。 不过他们脸色发白, 并不是担心这凌晨的安全, 他们反而担心的是陈建佛的安全。 要知道陈建佛可是那三大真传之一, 万一受了点伤害, 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万物皈依, 大道复始, 陈建佛单手树立, 他的身上荡漾开来了股万物皈依之感, 古老的建义从他的体内开始苏醒起来, 这股建义不霸道不刚烈, 但却以这种润物系无声之感, 覆盖天地万间。 此刻的陈建佛, 几乎瞬间变成了尊人形剑池, 只要移动, 天地杀解。 但凌晨是何其霸道, 就算是这简单一拳威力也不能小觑, 那散发出来的无形剑一阻碍, 几乎在凌晨的拳下都是瞬间崩灭, 没有丝毫威力可弹。 就连陈建佛看到这沙发无敌的一拳, 脸色也开始逐渐凝重而起。 天下混沌, 斩, 陈建佛突然一声大喝, 宛如春雷乍响, 无边古老的剑气顿时汹涌而起, 仿佛降落在了混沌之初, 剑战金光, 狠狠地撕裂而下。 这一剑, 柔和了万般力量, 非同小可, 全剑相交, 一道嗡嗡嗡的诡异声音顿时在整个大殿中以着极高的频率响彻起来, 一个呼吸间起码震荡了上万次。 就连九位大帝都是面色惨白, 一雾开始层层炸碎。 至于那尊战在大殿深处一直没有出手打算的中年人, 看着凌晨宛如战神般不倒的身影, 竟是难得地点了点头。 凌晨这一拳被挡住, 二话不说, 悬上君王塔顿时闪现出来, 庞大的道气威压滚滚席卷而起。 一股极为恐怖的大道之席在上面开始流转, 顺便锁定在了陈建佛的脑袋。 既然陈建佛想打, 那就好好陪他打。 凌兄, 助, 陈建佛反应速度要比凌晨慢了一拍, 但也就是这慢了一拍的时间, 他便是看到了眼前即将喷发出来的大道之席, 瞳孔狠狠一缩, 一轮金光在瞳孔内悄然闪现。 轰, 整个阳建盟的核心之处开始发出了剧烈的摇晃, 仿佛随时都会湮灭。 九大长老身形齐刷刷弹起, 都是一片煞白地看向前方, 他们的异想果然成为了真实。 如此强大的大道之席一击, 陈建佛还能活得成。 若陈建佛死, 那么他们阳建盟必定身亡, 凌晨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 直到烟消云散, 陈建佛的身影才闪现了出来, 不过他的身影略带着些狼狈, 瞳孔之中古老的金光不断闪烁。 除了气息有些衰落之外, 根本毫无伤害, 九大长老看着这一幕, 心立刻一松。 好伸手, 在我一记无上到威之下, 竟然还能毫无伤害地活下来。 凌晨淡淡一笑, 毫不吝啬地赞美, 九大长老也是一惊, 若刚才换成他们, 肯定要重伤了吧。 陈建佛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别跟我打这些官枪了, 刚才的那缕无上到威, 我只懂你根本没有用出权力。 而且我也知道, 从一开始的战斗, 你就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凌晨不说话, 只是暗中点头, 此人捕捉心思等等还当真是厉害。 陈建佛突然笑咪咪问道, 你内心中难不成正夸我捕捉心思厉害呢? 此言一出, 凌晨唯唯恶然, 随即眉头狠狠一皱, 看来这个陈建佛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 不过凌晨也无所畏惧, 心中顿时抛开了所有的杂念, 不带二心地看着陈建佛。 陈建佛双手背负, 眼神扫了下九大长老, 九大长老立刻逝去地退了出去。 偌大的大典之中, 只剩下他们三人。 灵人, 等你十五天的时间, 果然是值得的。 陈建佛道, 你很强, 几乎不比我差, 甚至比我更强。 若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那所谓的见戒之子的位置, 我并然能够稳稳做主。 凌晨淡然一笑, 我只不过是个野道人, 没有太大的报复, 只想着把恶魔族从这诛天世界连根拔起。 陈建佛若是有想法的话, 我们之间做下朋友也无妨。 陈建佛回归头来, 脸上的笑容全部收敛, 道, 你要什么? 聚灵珠, 通天己, 敬世宴, 还有宝戒正同宝族的鲜血。 凌晨毫不掩饰道, 除却这三样东西之外, 日后陈建佛若是踏上戒主之子的位置, 要助我一臂之力, 粉碎在见戒的恶魔族。 陈建佛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微微汗手。 这个时候那曾无上大帝的声音响车了起来, 多了点嘲讽, 聚灵珠, 通天己, 禁世宴, 这三样东西在如今简直是西式珍宝, 哪里那般轻松拿到? 还别说几乎冰临绝肌的宝族, 少爷, 此事绝不能答应他, 凌晨依旧懒得说话, 但这时陈建佛确实问道, 你提的要求还真不简单, 聚集这四样东西,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是想要炼制猎神枪? 见灵晨点头, 陈建佛突然大笑而起, 随手一挥, 此事应允, 持天之内, 四大宝物全部奉上, 这般豪气万丈的话, 说得连灵晨都是一愣一愣, 这陈建佛何许人也, 自己并未说要出力什么, 这传说中的四件宝物就这样到手了。 这陈建佛, 究竟是核心性, 大笑声指, 陈建佛突然回头眼睛盯着灵晨, 在他眼中涌出来了无数的金光, 好似浪潮一般一浪比一浪凶猛, 他一字一句对着灵晨道, 接下来全力配合我, 希望我没有看错你, 灵晨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站在那里, 无畏所动, 陈建佛双目一直紧盯着他, 知道过了几百个呼吸之后, 陈建佛的脸色就变得微微古怪了起来, 挥挥手示意灵晨随时都可以离开, 灵晨也不忙, 悠闲悠哉地走了出去, 那无上大地都忍不住道, 这小子真不简单, 竟然能够挡住少爷你的佛道。 陈建佛点了点头, 灵晨大步走了出去, 但是他只是飞了十几里路的时间, 却是突然停了下来, 随即只听得凌晨常常舒了口气, 脸色变得无比凝重。 这陈建佛真的不简单, 他的体内恐怕藏着某种佛道至高之物。 短短几百个呼吸, 他凌晨背后, 可是汗水湿透了啊。 第1521章 蜘蛛魔王, 杨建萌这次可谓是多灾多难, 但是无法否认, 他将发展得越来越强大。 九大长老早就一扫铁青的脸色,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红光, 毕竟得到了三大真传弟子之一的看重, 好处简直是无法想象。 一座密室之内, 凌晨与陈建佛已经约好相见。 以现在还有着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 陈建佛淡笑道, 你所说的四大至宝, 我会在十天内给你弄过来。 并且杨建萌也会如同约定般, 将获得巨大的好处。 凌晨皱眉, 道, 我需要做些什么, 一个月之后, 万剑大会开启, 你就代表杨建萌出战, 夺得前五的位置便可以。 陈建佛说道, 等你获得前五之后, 不仅将获得剑圣功准备的好处, 你也将同我一起参与一场试炼。 试炼, 凌晨好奇问道, 什么试炼, 话不用多问, 既然我选择了你, 那么你好好帮我便可。 陈建佛淡然一笑, 显然这次试炼的事情非同小可, 他也不能提前就说出来。 凌晨上下打亮了陈建佛一眼之后, 便是点点头, 自己回到了杨建萌准备的宫殿之中。 凌晨大手一挥, 静置不满, 整个人瞬息间消失在了原地, 不远之处一道一的声音也随即响彻起来。 只见得那中年人走出来, 自言自语道, 此子能够在无上大地的手下逃脱, 看来手中必定是有着非同凡响的重宝。 这番看来, 少主拉拢此子, 下了这么大的血本, 肯定是没错的。 凌晨进入了万眼星之中, 由命自古福带头囚禁的七夜魔皇早已面无人色, 并且他的双鬓之间多了些许白发, 好似一夜之间就老了整整十岁。 一看到凌晨过来, 七夜魔皇眼中闪过道光彩, 连忙说道, 凌晨, 你放过我吧。 三大古福镇压在我体内, 简直是比千刀万寡还要难受。 这时命忍不住得意的大笑而起, 显然他这段时间, 没有少折腾七夜魔皇。 凌晨翻了翻白眼, 道, 想要放过你也可以, 将那天古仆大院里的事情全部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 否则的话, 凌晨脸上黑光一闪, 他现在才想起来, 曾经在死亡之地经历的一切, 已经很久没有在恶魔族身上动行了。 七夜魔皇心中非常清楚, 他作为无上大帝, 现在根本没有丝毫逃跑的机会。 而且作为古字传承人, 这个凌冷不知有着多少种办法折磨自己, 纵然是无上大帝, 也无法承受。 可七夜魔皇内心如同明镜, 他不是怕折磨, 而是不甘心就此死去。 凌朗, 七夜魔皇咬牙切齿问道, 如果我真的告诉你, 你会不会就此放任我离去? 凌晨摇摇头, 斩钉截铁道, 不会, 短短两个字, 如同一记春雷, 让七夜魔皇胸口狠狠地压了下去, 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过七夜魔皇也随即怒起, 作为一尊无上大帝, 而且还是帝皇血统, 哪里能够忍受这等屈辱? 既然如此, 我也懒得告诉你, 七夜魔皇讥笑道, 有本事你自己去查。 凌晨二话不说, 手中法力开始变换出来了各种死亡之地存在的武器, 开始一件件地朝着七夜魔皇的身上丢去。 接下来整整一天的时间, 凌晨玩得不易了呼, 竟是生出了满头大寒, 另外那三十万尘蒙精锐都是大眼瞪小眼, 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切。 九幽见凌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道, 这到底是什么一群什么怪物, 这种折磨刑罚都想得出来。 若是我的话, 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而且最让九幽见凌郁闷的是, 三十万尘蒙大军竟是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凄厉的惨叫足足回荡了一天, 凌晨才就此罢休。 七夜魔皇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其他情绪, 眼中空洞一片, 好像成为了一个傀儡的模样。 凌晨笑咪咪道, 七夜魔皇, 现在问你什么都给我老实交代。 否则的话, 刚才诸班刑罚, 再给你动用一次。 顿了顿, 凌晨便问道, 与你对话的是何人? 如今恶魔族在见戒是何般模样, 与我对话的乃是蜘蛛魔王, 他的实力修为非常强大。 七夜魔皇老老实实道, 而且我们出来行动, 都是不知晓具体的任务和人数。 也就如你上次看到一番, 蜘蛛魔王站在最高处, 一手手操纵, 我们都无法彻底地知晓。 凌晨眉头狠狠一拧, 他的脑海内顿时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 偌大的见戒, 蜘蛛女王站在最高之处, 如同高高在上的帝王, 展开了如同蜘蛛网般的恶魔族巨头, 覆盖了整个见戒。 乍听之下, 凌晨心神皆动, 难不成如今的见戒已经到了这番地步? 只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沦陷了, 深深吸了口气, 凌晨一时间竟是没有说话。 七夜魔皇却是突然开口了, 凌朗, 我知道你会杀了我。 但是我想跟你说, 我希望你能够杀死蜘蛛魔王。 杀死恶魔大公子, 如果您到时候能想起我, 希望在他们死了之后, 能够写上我七夜魔皇的名字。 凌晨微微一愣, 低头看下去, 却发现七夜魔皇黑色的眼瞳中此刻满是坚定决绝之色。 而且那眼瞳深处的一抹好似映入骨子里的悲伤, 让凌晨下意识地微微汗手。 看到凌晨点头, 七夜魔皇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浑身已经虚脱, 但是脸上终究是有些开心的笑容。 凌晨板起脸, 问道, 你们如今和傀儡界成为了什么样子? 七夜魔皇道, 那是核心秘密, 我们根本无法接触。 但是我听到的传闻便是, 傀儡界的一位戒主被恶魔大公子给征服了。 总之, 恶魔族和傀儡界的关系, 如今非常之好。 凌晨听得脸色一沉, 戒主被征服了。 要知道傀儡界的排名可是还在见解之上, 乃是十大大世界之一, 那种戒主, 将是何等的修为? 看着凌晨脸色沉重, 西夜魔皇突然说道, 而且还有个情报。 传闻之中, 就因为恶魔大公子的苏醒, 恶魔族将一处远古秘心给重新开启了。 我只知道有着两位王族血脉的人, 如今掌握着不下于恶魔始祖的能力。 此话一出, 如同春雷, 就连命都是忍不住惊道, 怎么可能, 当年的恶魔之缘应该是被彻底地打碎了? 怎么可能还上存时间, 恶魔之缘, 那是什么东西? 凌晨好奇问道, 七夜魔皇则是茫然摇摇头, 显然他根本无法接触到恶魔之缘。 至于命自古服, 脸色变换三次后, 只郑重其声地丢下一句。 这下危险了, 第1522章一枪神威上。 时间在缓缓流逝着, 陈蒙三十万精锐的成长非常恐怖, 就连凌晨也是暗暗扎蛇。 若是有着再多巨大的资源, 那后果不堪设想, 就比如阎罗魔主, 天煞大地这两尊曾经的无上大地, 身上隐隐透露出来了古超越了大道的气息, 好似即将要超越大地一般。 传闻之中魔界的十大魔主, 各个修为可都是无上大地的级别, 按照凌晨的规划, 只要时间充足, 等到真正开战的时候, 陈蒙精锐必然要叱咤风云。 十天的时间, 一晃而过, 凌晨被传来了密电之中, 陈见佛看都未看他一眼, 便道, 这四样东西全部在里面, 如果你是为了炼制传闻之中的猎神枪, 那么二十天的时间, 也足够你炼制好了。 凌晨拿着这空间带, 心中为喜, 点头退了下去。 直到凌晨走了之后, 那位无上大地身影便闪现出来, 好奇问道, 少主, 猎神枪固然乃是一位大人物创造出来的法宝。 但是这件法宝, 威力简直是如同虚无,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为何要炼制猎神枪? 陈见佛却是摇摇头, 咧嘴笑道, 当年那位大人曾说过, 若是猎神枪爆发出来最高的威能, 恐怕连上品盗器都可以瞬间粉碎。 灵冷是什么人, 第一命自古福的传承人, 第一命自古福是什么来历, 这位无上大敌一惊, 瞬间大悟, 那可是当年雪天妖尊半生法宝啊, 炼制猎神枪的, 又是雪天妖尊的父亲,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那我便要好好期待, 看他到底能够将猎神枪发出什么威能。 灵晨沉生问道, 这陈见佛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怎么感觉他非常不简单, 命拖腮沉思片刻, 便道, 这家伙的确不简单, 他的命运波动十分强烈, 有一点将要超越命运的范畴, 只不过这个家伙还是小看了我, 如果我记得没错, 他便是当年菩提佛祖的转世人。 菩提佛祖代表着的是大智慧, 大勇气, 在雪天妖尊叱诈风云的时期, 传闻已经陨落了, 看来想必是真的陨落了, 这尊菩提佛祖修为踏入了伴祖的境界, 而且他的师兄还是传闻之中 善恶大敬王佛的座下第一真传弟子。 灵晨听着命一口气说来, 忍不住违京, 这个臣见佛身份当真是不可小觑啊。 竟然是一尊伴祖籍的大人物转世, 而且他的师父居然还是那神秘无比的善恶大敬王佛。 早在圣灵大陆的时候, 灵晨便是与善恶大敬王佛有过一段接触。 当时的善恶大敬王佛用着一尊分身, 镇压了当年肆虐无穷虚空的恐怖凶兽饕贴。 如今灵善恶成为了佛界的佛界之子, 手中掌握的力量, 便是善恶大敬王佛当初赠给灵晨的六字真言古福。 若我把灵善恶招来, 这家伙是不是该叫我一句师父? 灵晨脸色古怪地说道, 灵晨随即忘记了这茶, 与命找了处连绵不绝的大山之地, 由命自古福遮掩天机, 便开始准备炼制猎神枪。 灵晨将空间带摊开, 只见到聚其天地灵气的至宝聚灵珠, 传闻诞生下来便是为了捅破苍穹的通天极, 还有着一缕诞生混沌中可以囚禁世间的禁试宴。 饶氏灵晨修为如此之强, 都从这三大法宝中感受到了不俗的威能, 毕竟这三大财宝, 都是诞生于先天之中的先天之物。 若靠我自己, 不知要多久才能够全部聚其。 灵晨心中叹道, 随即眼神被两滴淡金色的血液给吸引了过去。 这两滴淡金色的血液散发的气息极为恐怖, 一看便是大地人物的血液, 而且血液还弥漫着古神秘的力量, 隐隐间与三大先天宝物构成了某种联系。 这样的血液, 一共只有两滴, 命嘖嘖赞叹道, 这晨见佛导真的有菩提之心, 为了招揽你, 这种东西拿出来也毫不吝啬。 不过他导也清楚, 你这种人受了好处绝对不会以怨报德。 这便是宝族中纯正的王族血液吧。 凌晨揭开话题, 淡淡问道, 有什么作用? 命道, 早在天地之初, 亿万种族在天界之中绽放出来了无数的文明。 每一个种族, 都是受天眷顾, 会诞生出来与生俱来的天赋。 虽然宝族比不上曾经的上古五族, 但宝族人诞生起来, 便有无数的法宝半生着, 并且不止这点, 宝族的血液天生有着柔和法宝, 降服法宝, 炼制法宝等等的功效。 这个种族说白了, 就是为了法宝而存在的种族。 不过在曾经的上古劫难之中, 无数强者凯去宝族的鲜血, 想要以他们的鲜血来祭炼宝物, 于是宝族遭到了毁灭性的屠杀, 如今几乎所剩无几, 早就在大千世界中除名了。 凌晨暗暗吃惊, 天地之间, 果然是无奇不有, 接下来命根本没跟凌晨废话, 迅速将炼制猎神枪的炼制手段传给了凌晨。 凌晨花费了一天时间, 彻底地摸索清楚, 但他却没急着去炼制, 反而是一口张开便是吞了低金色的宝族血液。 体内混沌之气运转, 凌晨甚至还剥离出来了一缕先天宝气, 融入自身。 宝族如今濒临灭绝, 凌晨自然不能浪费, 通天脊作为主干材料, 具有破天通天之效。 凌晨张口便是吐出了大道之火, 体内的大道之息开始急速运转, 整个通天脊顿时被烧成了火红, 好似即将会融化一番。 聚灵珠天气底部, 聚集天地之灵气, 暗运大道, 使得整把猎神枪在爆发之时, 都不缺乏灵气之需。 聚灵珠随着凌晨的意念, 在大道之火下剧烈焚烧, 顿时烧成了古金色水叶, 融入了被烧得通红的通天脊上, 顿时便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 静试焰, 利用静止之功效, 静诸葛大神通的威能, 使其储备在猎神枪之上, 随后以雷霆之威爆发于世。 凌晨将初步的猎神枪雏形彻底地建立出来, 整个空间顿时肆虐开了嗡嗡嗡的震荡声。 三大财宝都乃是举世闻名的先天之物, 体内各有灵性, 自然不甘如此集合一起。 宝族鲜血, 彻底融合三大财宝, 凌晨将宝族的鲜血滴入其上, 那嗡嗡嗡之声亚然全无。 随后便是炼制猎神枪所需要的猎神经文。 只见凌晨盘息而坐, 体内的大道之息熊熊燃烧, 他嘴口不断地念动, 随着他每一次的念动, 体内的大道之息都迅速地消耗。 甚至他背后吞噬魔弓都展现开来, 只为了弥补消耗过度的大道之息。 三千世界依旧在照常运转, 恶魔族的侵略战争不断爆发, 渐戒之中随着万剑大会即将到来, 也开始多了丝凝重的味道, 不少的天骄已经开始暗中筹备。 这个时候, 某一处, 某个中年人突然开怀大笑, 多少年了啊? 当初炼制的猎神枪, 你小子到底能爆发出多少威能来呢? 第1523章一枪神威中, 见戒东周这片土地, 不算是太过富饶, 其中占有见戒自然形成的建议也不算是太多。 但东周有个特点, 便是大山其多, 一座坐高耸的大山看上去, 就好似连绵起伏的一头头见龙。 凌晨所在的位置, 便是大山居多, 由于炼制这列神枪所好的大道之席实在是太多, 凌晨一开始便催动着吞噬魔弓蓄积了极为庞大的灵气, 反反复复, 已经差不多相当于五尊凌晨同时在出手炼制。 现在已经是第六次, 在无穷的大道之火下, 一根长达了足足五米的大枪在火焰中若隐若现, 一股股猙獰之意毫不掩饰, 并且在这最后关头, 命自骨符直接撤掉了所有的天机眼是顿回了凌晨脑中。 饶式命自骨符, 连续遮掩天机这么多天, 也无法继续支撑。 失去了命自骨符的遮掩, 这座炎棉不知多少千万里的大山竟是有着一大块都笼罩在了种火红光彩中。 这种火红光彩, 并不是凌晨所炼制的大道之火, 而是从雏形猎神枪散发出来的猎神之意。 群山的妖兽开始瑟瑟发抖, 从高空往下看, 以这凌晨为中心, 方圆三百万里的诸多妖兽正化为了一条条巨大的黑色洪流朝着远方奔去。 并且极为骇然的是, 如此众多的妖兽, 居然没发出丝毫声音。 他们本能地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不敢惊动着让他们灵魂战斗的存在。 炼制足足过去了19天, 距离陈建佛的20天之约已经快到了。 只见得上方天空裂开了一层层蜿蜒百万里的黑色裂缝, 火红的光芒好似有着增古日降落凡间, 凶猛的猎神之意在这群山中开始剧烈翻滚。 距离猎神枪大成, 只差一线, 这个时候, 东周不少距离凌晨炼制之地较近的强者们终于被惊动。 一道道磅驳的神念开始不断扫尸而过, 这些神念主人的修为根本不弱于大地人物, 粗略计算, 起码有着20多位大地已经被惊动。 当他们感受到那股极强的猎神之意, 几乎都是微微变了脸色。 然而也就在此时, 突然间, 寒冷的色风弥漫天地。 三股庞大的威压几乎瞬间覆盖了千万里, 就连虚空之中也结成了不少冰霜。 率先走出来的便是两位无上大地, 紧接着又是当日的九幽建主。 天啊, 九幽建主直接带着两位无上大地降临了。 原来此人便是鼎鼎大名的琳朗, 身兼恶魔十足血脉与天命者的古怪人物。 这下有好戏看了, 九幽建主到此, 必定抓了他。 说不定还有一场大战将爆发呢, 当时的琳朗, 可是从九幽建主手底下都逃脱了, 密切关注此地的大帝们开始窃窃私语。 毕竟凌晨折腾出来的事情, 可谓是深仇大恨, 九幽建派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九幽建主一扫珠般异象, 便冷笑道, 实在是有趣, 竟是在炼制猎神枪。 猎神枪来历不凡, 这的确是真的, 但纵然你能炼制成功, 那么巨大的束缚你莫非还能发出极大威能。 猎神枪, 唯有注入的神通树木, 才能够唤醒真正威能。 一个大帝所能掌握的上古必杀神通, 称死也不超过三个。 当年也有着慕名炼制猎神枪的人, 耗费了极大功夫, 确实威能连下品道器都不如, 这种例子, 比比皆是。 但前来此处, 九幽建主并不是为了看笑话。 别以为有着沉剑佛照着你, 你就能安然无恙。 九幽建主眼神看向了诸多意象中的凌晨, 尤其是看着凌晨那冷静毫无表情的神色, 他心中莫名升起了骨强大杀机。 九九皈依, 天幽寒见, 九幽建主双目暴闪齐光, 一层层的剑影在他眼中闪烁, 这些剑影都散发着九幽真谛, 有一种大和皈依的趋势。 这是一门暗杀之计, 以着无上杀力,直接杀入别人小世界, 让对方小世界隐生生破坏。 如此杀术, 当真是阴险而且恐怖, 观察此地的大帝们都是略带诧异, 根本看不懂为何九幽建主站在原地没有丝毫动手的意思, 唯独感觉便是四方莫名地寒冷了一些。 但他们却不知, 暗地之中, 一门恐怖的杀术宛如风暴般即将喷发。 九幽建主, 莫要日我, 突然间, 一道淡然声音传来, 使得九幽建主身形一颤, 硬生生地将神通杀术遏止了下去。 只见到陈建佛似笑非笑走来, 他的背后, 依旧是那尊中年人。 他果然来了, 三位无上大帝都是心中围动, 却没有丝毫失望, 陈建佛的到来并不让他们惊讶。 作为无上大帝, 饶是剑圣宫中都有极重的分量, 自然消息也无比灵通。 灵冷是陈建佛的人, 他们自然一清二楚。 九幽建主无悲无喜, 道, 既然建佛道友开口了, 那此次便放过他。 但九幽不得不提醒建佛道友一句, 此子使我们九幽建派血海仇人, 若是建佛道友一直彻底庇护, 实在是说不过去。 四周大帝暗暗心惊, 现在到来的大人物已经不再是他们所能接触的。 尤其是当陈建佛一言有意无意地扫了他们一下, 他们心中自然清明, 便乖乖地退走了。 这种级别的战争, 不再是他们能够参与的。 九幽前辈的话, 建佛铭记在心, 陈建佛不卑不坑道, 但话语间强势与霸主气息一显无疑, 我只要说了不让他死, 那么他暂时必定不能死。 希望九幽前辈理解, 九幽建主面无表情点点头, 随即看向了下方的诸多异象, 四字朝道, 我曾经也有想法练炙烈神枪, 但想想消耗的天才地宝, 以及他的威能, 我就没了丝毫念头。 这次练炙烈神枪的财宝, 肯定是建佛道有出的吧。 陈建佛微笑点头, 的确是, 九幽建主大笑一声, 与其带着安慰道, 建佛师弟, 莫要感到心痛。 虽然是废物般的法宝, 但好歹也有些作用。 毕竟这列神枪, 可是那种大人物亲手炼制的。 陈建佛依然微笑道, 多谢九幽前辈好意。 九幽建主暗中冷冷一笑, 转身便欲离开。 这其实就是他此次到来的最大目的, 为了恶心陈建佛与灵冷罢了。 如今有着陈建佛庇佑, 九幽建主自然不敢怎样, 但若等万仙大会过后, 那位大人获得了戒子之位了, 恐怕还需要不少时日。 九幽建主心中有气, 真正报复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自然不爽。 此次恰逢凌晨练气, 他不来此地恶心才怪。 但此时一股极为诡异远古的波动突然在群山中荡漾开来, 饶是九幽建主以及另外几位无上大帝的心脏都是狠狠一缩, 因为他们皆是感受到了古极为神秘的气息。 这股气息, 尊贵, 高大, 无法超越, 九幽前辈, 无好友将要成器, 还愿建主赏脸, 离开此地。 陈建佛眼中光芒一闪, 立刻开口道, 九幽建主刚欲回头看看此地如何回事, 但谁知陈建佛说出这般话来, 立刻当下也不好继续逗留, 只能冷恒一生, 拂袖而去。 陈建佛目送他们走远, 紧接着命自古福再度冲天而起, 这眼下来了无穷天机, 再加上陈建佛那背后的无上大帝施展手段。 饶是九幽建主正在两千万里外施展着神通密法准备 一观, 却没想到防备的这么周密。 九幽建主脸顿时一黑, 骂了句, 废物法宝而已。 值得这么保密, 却不知, 此时, 恐怖的东西终于在那群山中喷发出来。 第1524章一枪神威, 下, 命自古福高悬天空, 从古福上击射出来了如同龙蛇般的光芒, 将方圆几百万里的土地全部笼罩其中。 陈建虎的那尊无上大帝单脚踏在苍穹, 宛如太古神鼎, 镇压住了一切的气息。 陈建佛与那尊无上大帝的目光都是齐刷刷紧盯着下方珠般异象。 只见到弥漫在山间的诸多红光, 都是如同潮水般朝着凌晨涌起, 狠狠地收缩回来。 所有的异象在顷刻间消失全无, 没有了光芒遮掩, 猎神枪终于曝露在了众人面前。 壁根长达五米的巨无霸的大枪树立在凌晨面前, 这根巨无霸的枪头并不是尖锐的, 而是一个拳头大小的圆形漆黑洞口。 枪身上弥漫着冷艳的暗金色符纹, 七个透明的菱形金石树裂在上。 猎神枪的枪柄更是诡异无比, 不是普通的单手可握, 而是分为上下两大枪柄。 仅仅只是扫了一眼, 陈建佛和那尊无上大帝的眼中便是流露出来了奇异的光彩。 这猎神枪果然是来历不简单, 那散发出来的丝丝高贵的气息, 他们可是察觉得非常明白。 出自那尊大人之手, 怎么可能是饥乐? 但陈建佛却是话音一景, 还欠缺最后一步。 猎神枪真正的猎神之意还未表现出来。 此刻站立在猎神枪面前的凌晨突然睁开眼睛, 自灵晨身上, 珠般光彩如同火山爆发般涌动而起。 他面前的这根巨无霸打枪, 也随之开始嗡嗡震动, 一股如同旋风般的无形波动, 瞬息间覆盖了百万里。 陈建佛和那尊无上大帝都是神色一领。 命自古福则是高昂大教, 果然没错, 当圣外之体练制猎神枪的时候, 才能练制出真正的猎神枪。 轰, 好似有着把巨大的铁锤锤在了那猎神枪上, 一道上古史诗般的画面闪现出来了。 这道史诗般的画面, 闪现出来了无边高贵的一幕。 画面中一位乃是三千世界至尊霸主级的存在, 挥舞着一把铁锤, 随着他的铁锤挥动, 无边的好似有着足足一大世界的火焰狠狠收缩, 随即狠狠喷发。 一把大枪的身影, 在那铁锤的敲击下若隐若现。 这个时候凌晨背后的青铜骨剑, 也开始微微震战起来, 仿佛被这一幕给吸引。 而凌晨则是双目一亮, 这一幕他自然清楚记得, 当他拔出青铜骨剑的时候, 便有着未伟岸的存在, 硬生生将一部分圣灵大陆的本源锻造成了把神秘的青铜骨剑。 这个人, 就是十大君王之一的武道帝师, 三淑。 这时, 陈建佛和那尊无上大帝彻底惊动, 历史之上也有不少炼制猎神枪的大人物, 但是从未听闻过猎神枪大成之时, 还有着史诗般的画面会闪现出来。 那尊大人的影子也会出现, 这张史诗般的画面一转, 在无边的垂直下, 一根恐怖的大枪悬浮在了虚空上, 散发着冷冽霸威, 瞄准了三千大世界, 好似有着众将三千大世界都给粉碎在猎神枪下的恐怖之感。 这古老画面中具无霸般的猎神枪, 便是当时三熟炼制出来的真正猎神枪。 现在凌晨的这根猎神枪, 不过下平倒气, 五米长, 拳头大小宽, 与这古老画面中的猎神枪相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真正的猎神枪, 是真正的碎裂天神, 碎裂世界般的毁灭之戏。 猎神之枪, 大成, 凌晨突然大喝一声, 中气十足, 犹如王者大喝。 那最后的异象如镜子般破碎, 长达五米的猎神枪停止了震动, 但在那猎神枪上却是流淌出来了古灵性, 一股绝强破坏的力量。 这个时候的血力也是惊叹道, 这猎神枪真的非同小可, 虽然还远远不及悬上君王塔, 但是悬上君王塔, 很难再现真正的威能。 凌晨啊, 这把猎神枪即将要成为你最大的杀器。 却离的语气有些复杂, 毕竟这悬上君王塔来历非同小可, 根本不是现在就能发挥威能的时刻。 这猎神枪的诞生, 便是要取缔它的位置, 成为凌晨手中强有力的杀伤性武器。 凌晨淡淡一笑, 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双手伸出, 立刻将这猎神枪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玄妙的交融感让凌晨没有丝毫生疏, 反而好像是融为一体。 那圆形的漆黑枪口一瞬间瞄准了陈建佛, 凌晨笑道, 有没有兴趣来试试这猎神枪的威力? 大胆, 那中年人无上大地顿时大鹤, 陈建佛看着这猎神枪的漆黑枪口, 体内的佛意自动运转开来, 不知为何, 他摆摆手道, 我可没兴趣试试这猎神枪的威能。 凌晨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突然扛着猎神枪, 瞄准了天边某一处方位。 凌晨体内庞大的大道之席立刻开始运转起来, 疯狂地灌入猎神枪之中, 这根岸金色的大枪立刻开始绽放出来了 古老厚重的光芒。 他这是要, 陈建佛唯唯一争, 玄机明白过来, 惊声道, 他与此地距离起码不下于三千万里。 莫非三千万里的距离, 猎神枪都能够轰杀。 吞噬魔宫, 天圣王印, 远古圣庭, 终结之道, 一口气之下, 凌晨催动了足足四门功法, 将这功法之力全部打入了猎神枪中。 猎神枪光芒大作, 恐怖的猎神之意四处散发, 而那猎神枪上的七颗菱形金石在此刻燃起了足足二颗。 凌晨体内的大道之息一泻如注, 全部被吞噬殆尽。 那猎神枪的枪口顿时闪耀起来了无尽光芒, 只听得轰的声巨响, 陈建佛和那无上大地都是神色一惊, 耳边嗡嗡作响, 方圆几百万里内, 都是瞬间被这巨大的轰鸣声给震动。 天地之间, 都在这一刻, 唯有无穷轰鸣。 三千万里之外, 九幽建主脸色极为难看, 没想到陈建虎他们做得如此知觉, 竟然是让他们观都无法观看。 九幽建主道, 一个破东西而已, 我也不稀罕看。 他转身便准备离去, 反正这次墓地达到了, 就等待下次将凌晨给彻底击杀了。 但当九幽建主与另外两位无上大地都是身形一阵, 转过身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只见到一束巨大的火光朝着九幽建主暴然射来, 九幽建主心中警灵大作, 面色俱变, 身上四面八方撑起来了一把把的剑, 将浑身护住。 但纵然猪剑升起, 那束火光还是撞击在了其上。 只听得一声宛如猪天怒吼般的炸响声, 无穷的火焰席卷着庞大的力量, 将那九幽建主的身形狠狠先飞出去。 在这恐怖轰击之下, 九幽建主脸色直接大变, 忍不住发出了声怒吼。 可恶的陈建佛, 李居然敢命令麾下无上大地攻击我, 九幽建主极其狼狈, 若不是他敢物极强, 心生警照, 恐怕这凶猛的一击要给他带来不小的伤势。 这怎么让九幽建主不憋屈, 但眼下憋屈他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陈建佛的身份摆在那里, 除非九幽建主能够成为一代剑圣工的无上长老 才有机会平起平坐。 可恶, 九幽建主大权狠狠一捏, 竟是将仇恨转移到了凌晨身上, 只听得他骂道, 林朗, 我绝对不放过你。 随即冷恒一生, 与另外两位同样极为不爽的无上大地飞跃天际。 但九幽建主怎么也想不到, 陈建佛身边的那位无上大地之始至终没有出手, 唯独爆发神威的, 是那长达五米的恐怖大枪。 第1525章大会开始, 凌晨揉了揉发麻的胸膛, 脸上露出了魔苦笑之色。 刚才一击之下, 他整个人好像被尊铁石给撞上, 浑身骨头都仿佛会碎裂开来一般, 这把猎神枪喷发之后带来的反作用力实在是太大, 若不是凌晨体魄强横, 恐怕会直接身体粉碎。 这样的攻击, 虽然威力超绝, 但最多只能打出两发而已。 凌晨心下权衡, 猎神枪的最高射程是在三千万里, 若是三千万里绝强几杀, 恐怕连无上大地都能够重创。 虽然负荷带来的太大, 但是好处却是十分明显。 之前的凌晨因为终结之道的种种影响, 导致体内有着绝强倒席, 却根本在无上大地手下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陈建佛脸色难得出现了一抹呆滞, 好半天后才从那惊天乍响之中回过神来, 深吸口气道, 如此威力,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琳朗, 我果然没看错你。 这等夸赞, 与之前陈建佛风轻盈但大局在我完全不同, 凌晨彻底地让这尊菩提佛祖转世的大人物给敬佩。 饶氏陈建佛背后的那位无上大地也没吭声, 只是眼神闪烁地看着凌晨。 三千万里的绝佳射程, 再加上那无语绝伦的威力, 这将会让凌晨成为暗夜中最为恐怖的索命大地。 凌晨却是笑着摇摇头, 虽然心里清楚, 却没点透。 命确实不屑地道, 他们两个家伙懂得什么, 猎神枪只不过发挥了一点威能而已, 就如此惊讶。 凌晨叹了口气, 道, 吞噬魔宫、天圣王印、远古圣庭、 终结之道, 这四门道术都是非同小可, 但是在这四门道术同时运转下, 猎神枪却只能爆发出原本威能的那么一点。 凌晨低下头, 顺着他的目光, 猎神枪上那七颗菱形金石透明无光, 却是异样神秘。 之前他注入四门道术, 耗费全力, 这菱形金石才亮起两颗, 若是全部亮起, 才证明着猎神枪威能发挥到了极致。 饺子, 不要太过贪心了, 以你现在的修为, 能够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杀招就很不错了。 命豪不留情批判, 却又道, 不过猎神枪真正的面目, 你应该清楚, 一枪之下, 虚空哀嚎, 日月星辰崩碎。 你要达到这一步, 还差得远了, 一枪之下, 虚空哀嚎, 日月星辰崩碎。 要做到这史诗般的一幕, 实在是太难。 不过凌晨心头火热, 猎神枪催动的条件是功法, 他如今有着足足八道分身, 几乎每尊分身都是来历非凡, 成为一代戒子, 掌握着起码不下于三门古老秘法, 如果全部融合在一起, 未能难以想象。 等到所有分身全部聚集的那一日, 才是猎神枪爆发真正图神猎神之威时。 凌晨甩出满头思绪, 将猎神枪背负在身后, 凌晨在这长大的枪身之下显得极为弱小, 但身影却又荡漾着骨骼外的霸气。 这几日多谢帮助了, 凌晨对着陈剑斧拱手, 笑道, 既然你隐诺我的事情已经做到, 那么接下来, 是我为你做事的时候了。 现在一个月期限已经到了, 不知任务为何, 陈剑斧拧了名嘴, 道, 万剑大会即将开始, 你即刻其与杨剑蒙同时上路, 凭你的天赋与修为, 拿下前五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真正的目的不在于万剑大会, 此话怎说, 凌晨问道, 陈剑斧眼神中闪过四亿彩, 道, 万剑大会, 乃是见借五大周各大门派中百年来天赋弟子的决斗。 这个大会的目的便是挖掘剑解天赵, 吸纳进入剑圣宫。 本届的万剑大会却与众不同, 此次大赛的前十五名, 会分别被剑圣宫十五位真传弟子所选中。 剑圣宫的十五名真传弟子, 将会前往一个神秘无比的小世界进行试炼。 这十五名大会的天骄, 便是辅助剑圣宫真传弟子, 进行试炼。 谁取得第一, 便能成为一代戒子, 凌晨听得似懂非懂, 不过神情有些讶异, 按理来说, 他的这番修为, 其他的剑圣宫真传弟子想必也极为清楚, 为何没有其他的真传弟子前来找自己? 唯独只有陈剑佛一个人, 陈剑佛好似看穿凌晨心思, 笑道,别小看这些剑圣宫的人, 到时候你便清楚了。 凌晨也没接话, 转身便是背着大枪扬长而去。 如今猎神枪大成, 他在这间界之中又多了极大的自保之力, 只要不遇到一些老妖怪, 或者是半只脚踏入了祖籍的人物, 他无所畏惧。 陈剑佛看着凌晨离开的背影, 右手一抬, 无数吟唱, 佛光漫天, 好像是一场迎来了佛主的诸佛之唱。 凌晨来到了杨剑萌, 自然是换装换脸一番, 将自己打扮成为了一个面向极为瘦弱的小青年, 背后霸气侧漏的猎神枪也由白布包裹而起, 远远看去, 就好似一个背着巨棒显得吃力的瘦弱青年。 在杨剑萌无数天骄羡慕嫉妒恨的眼光之下, 凌晨毫无表现之处, 跟随着杨剑萌九大长老, 踏上了前往中州剑圣宫的路途。 走在路上的凌晨, 时不时抬头看了看一览无欲的天空, 他忽然觉得, 剑界的天空不是想象中那么清澈, 反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压抑。 此次万剑大会关系到借此之位, 定然不像往年那般平常, 蜘蛛魔王定然有所动向。 剑圣宫, 由于万剑大会的召开, 如今的中州可是人满为患, 各方大州各大门派的弟子长老们纷纷到来, 一时之间, 群鹰无数, 大佬无数, 显得格外热闹非凡。 而距离真正的万剑大会还有三天时间, 受邀的各大门派都是驻扎在了剑圣公管辖之下的第一大城, 邀越城。 这邀越城非同小可, 传闻在三千年前, 出现过一尊爵士天骄, 手中的剑取名为邀越。 那位爵士天骄, 曾经挑战过三千年前天骄第一人血天妖尊, 三天三夜才彻底落败。 而且血天妖尊破例并未及杀这位爵士天骄, 虽败犹荣, 故而名声大噪, 剑圣公变建立了此城, 此名邀越。 邀越城也是一大势力, 起码要比各大州的一流势力强横许多, 故而各大门派在邀越城也是相当安分, 不敢闹事。 唯独诟病的是, 邀越城有个不明文的规定, 修为平级着, 如若挑战, 不得拒绝, 如若拒绝, 强行抹杀。 这种规定, 有种将野兽圈养城池, 如若不提升实力, 便会被吞尸的感觉。 邀越城的某座高贵的宫殿上, 一名男子盘膝而坐, 眺望远方, 好似等待。 但在他盘着的双腿上, 却是摆放着一把剑, 一把已经出窍了的剑。 凌晨啊, 我等着你了, 第1526章尾观, 凌晨跟随着杨建盟的大队伍一路来到了邀越城, 一路上还听着九大长老边走边在那刀捞着, 心中着实诧异, 没想到血腰天尊的身影已经辐射到了剑戒之中。 而且这邀越城, 还是为了纪念血腰天尊手下败将所为。 令得一洋洋道, 在那个时代, 有哪个大世界敢挑衅你的师尊? 他简直是如同杀神般的存在, 挑衅他的天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了。 令化音突然戛然而止, 略带鄙夷地对着凌晨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你这一带, 天天都得夹着尾巴做人。 凌晨, 邀越城的门口有着专门接待的侍卫, 纵然陈建佛前往东周的事情已经让各大势力心中都是知晓, 但杨建盟必定还只是个二流门派。 在这占地千万里的邀越城内, 二流势力简直是数不生数, 少数也得有着几百个。 所以杨建盟的招待没有热情可言, 只是邀越城偏离城中新处的一座小小宫殿给予落脚。 纵然那些邀越城的家伙态度极为傲慢, 但九大长老根本不敢反驳, 甚至还陪着笑脸送了不少的礼物。 杨云凡对凌晨说, 凡是出自于中州的修士, 都有鼓鼓子里的傲慢感。 这更不用说邀越城乃是中州的第一大城了。 这个地方, 简直是我虎藏龙啊, 与九幽建筑那样同等级别的存在, 有着多少? 五十个, 还是八十个, 凌晨苦笑着说道, 原本打着去看看邀越城的风土人情, 但是一感受到这交织在暗地中的凶猛威压, 他就止步不前。 在这间界无数门派巨头汇集的地方, 大地巨头都开始显得毫不起眼, 其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便是排名在第二十的间界的实力, 只不过还是显露冰山一角。 难怪恶魔大公子那么猖狂, 也只不过是敢针对着排名靠后的世界发动攻击。 就以间界的这般实力, 放出去, 恶魔族也不敢随意招惹。 命却是摇摇头, 道, 凌晨, 你不要觉得间界实在是很强。 在间界之上还有着十九个世界, 还有着凌驾于众世界之上的天界。 这片宇宙大的很, 玄妙也多得很, 若想要称霸三千世界, 那可是极难的。 凌晨暗暗点头, 铭记在心, 凌晨索性开始在这小小宫殿内盘膝打坐起来, 尽全力地赶知猎神枪的种种玄妙。 至于万剑大会, 杨云凡长老说的是将在三天后, 剑圣宫的人会亲自出手, 缔造虚空赛场, 进行比剑。 但凌晨却是低估了他的影响力, 杨建盟到来腰月城的第一天, 宫殿外便是响彻起来了嘈杂的声音。 凌晨的眉头一皱, 神是朝外一探, 顿时发现了起码有着促使为年轻人齐齐站在宫殿门外。 这些年轻人的修为不过半地境界, 但是无比强大, 有的体内已经开始孕育出来了道习, 而且树木不菲。 他们眉宇间都有着隐隐一闪的高傲, 各自体内的剑气也是千奇百怪, 再加上那独特的服饰, 想必是来自于不同的门派。 双剑门第一天交参剑, 独龙剑第一天交参剑, 万古冲天门第一天交参剑, 桂仙门第一天交参剑, 一时之间, 凌晨目瞪口呆, 从宫殿之外响彻起来的密密码码声音, 让他根本没有料到。 短短的片刻内, 起码有着不下于三十个二流势力, 甚至还有一两个一流势力的第一天交, 纷纷汇聚一起, 前来这宫殿参剑。 整个原本毫不起眼的杨剑门, 立刻热闹非凡, 就连九大长老都不得不亲自出门接待。 毕竟眼前出现的这些人, 个个来头不小, 代表着深厚的势力, 他们也不敢怠慢。 全部进来吧, 林晨略有思头疼,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毫不掩饰, 一道道的人流立刻朝着大殿之中汹涌而来。 走在最为前方的三个天交实力最为强大, 跨入了大地境界, 体内的大道之席起码凝聚了上千缕, 更有着强大的道气在体内吞吐悬光, 非同小可。 这三个人物, 便是来自于其他大洲的一流势力的第一天交。 至于其他人, 则全是二流势力的人物, 李旧是林冷, 当先一位开始发话, 眼神带着精锐光芒上下打亮凌晨, 却愣是没有看到什么玄妙之处。 此刻的凌晨可是异常瘦弱, 身后虽然背着一个用不缠绕着的巨无霸, 但也没有丝毫强大气息透露出来。 这三个一流势力的第一天交, 眼中明显地闪过了丝失望。 整个大殿一片嘈杂, 尤其是在见过了凌晨之后。 怎么回事啊, 这个林冷不是特别厉害, 连九幽建筑都无法杀死他吗? 我怎么感觉他这么弱, 难不成他身上气息被隐秘了? 嘖嘖, 原来天命者就是这幅模样啊, 妾, 什么气息隐藏不隐藏。 我就不相信这个林冷真的可以直接硬汗无上大地了。 多半是有人夸大在那里吹嘘, 但你不可否认, 陈建佛可是亲自去找他了, 一时之间, 在场的诸多天交们都是议论纷纷, 根本不管主作上凌晨的心情。 毕竟前段时间九幽建派那件事情闹得实在是太大, 凌晨的名气太过响亮, 这些天交十有八九都是抱着一堵英才的想法前来的。 凌晨看着闹哄哄的大殿, 心里如同明镜, 不过确实没有丝毫吭声。 他的确是有些不爽, 他不爽的便是为何这么多的天交, 将他当成一头妖兽在围观似得? 难道他凌晨是用来观赏的? 不过妖月城大能者太多, 他现在要求的是低调, 再低调。 凌晨, 你敢不敢与我一战, 就在凌晨心中若有所思之时, 一道喝声如同炸雷, 立刻盖过了大殿中烘潮的声浪, 使得在场目光齐齐看去。 喝出这一声大喝之人乃是个富简青年, 诡异的是他背后的剑乃是逐渐, 散发着绿油油之色。 乃是之前三大一流势力之中的一个, 实力跨入了大地境界。 此人一喝而出, 在场天交的目光便是火热了起来。 原因无他, 只因为腰跃城有过规定, 只要同级之间发出挑战, 那么就不能拒绝, 否则的话, 腰跃城会将之强行抹杀。 同为万剑大会的第一真传, 按理来说, 凌晨便是与这逐渐男子乃是同级。 虽然从凌晨身上散发的波动来看, 只有半地境界, 但凌晨依旧是不得拒绝。 则则, 这可是竹道门的第一真传竹林子。 传闻此人将竹道门的正门剑法给彻底掌握, 还有着种种底牌, 实力非同小可。 去年竹剑门本来就是排名在第七十名的大门派。 有着竹林子上场, 那就可以看看灵冷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样了。 嘿嘿, 这下有好戏看了, 大殿的气氛顿时被竹林子的挑战给推向了巅峰, 凌晨看竹眼中满是战役的竹林子, 眼中光芒微微闪了闪, 刚准备说话, 岂至此刻一遍途生。 竹林子, 你给我滚一边去, 这家伙是我的猎物, 一声大吼猛地在整个大殿中闸开, 在场天骄的耳膜几乎瞬间被震动的嗡嗡作响。 一个霸气如山的身影, 出现在了大殿门口, 一群天骄的脸上都是齐齐浮现了异色。 第1527章谁来挑战? 这高大的身影上散发着古灵烈霸道的剑气, 似乎是想将整个宫殿都给强行摧毁。 它出现的光芒, 甚至一下子都掩盖住了凌晨的吸引力。 江霸虎, 竹林子看到来人, 顿时冷笑一声, 别开口闭口便是让我从这里滚。 莫非这腰跃城, 是你们霸猎们的地盘了? 下方的天骄也是回过神来, 望着两大一流势力的天骄虎视眈眈, 他们也不由得心潮澎湃。 没想到才到来腰跃城第一天, 就发生了这般有意思的事情。 竟然是江霸虎,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霸猎们在上次的万剑大会中可是排名第67。 则则, 按照上一次的排名来看, 这竹林子要比江霸虎略逊一筹了。 那可说不准, 百年内培养一个全新的天骄。 说不定竹林子现在的实力就比江霸虎要强。 看这两大天骄的样子, 是想要同时对林冷出手了。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江霸虎是众人目光, 竟只是走到了竹林子的面前, 咧嘴一笑, 看来这一次万剑大会你的底气很充足啊, 既然如此, 敢不敢与我一战。 竹林子脸色顿冷三分, 有何不敢。 在众人无比诧异的目光之下, 竹林子和江霸虎居然当着众目睽睽的面约下了战斗。 就连凌晨都是忍不住一呆, 这些天骄过来不是要试探他的底气吗? 怎么现在自顾自地去战斗了? 流水冲天起, 竹剑分四海, 竹林子率先出招, 他并未有催动自己的大道之力, 也并未爆发出来大地的威压, 而是简单到极致的力量表现, 招式攻击。 毕竟若是大地之间爆发战争, 那么方圆百万里都会移成平地, 这是妖月城不允许的。 既然要争斗, 那就拿极为简单的剑招来争斗。 只见到大殿之中立刻响起来了哗啦啦的流水声, 有着滔滔大河正在席卷, 在这大河内更有着无数道翠绿的逐剑隐绰绰, 玄妙异常, 四针四架, 组成了一场滔天的梦幻杀招。 竹林子打出此招, 顿时有着天骄惊声叫起, 不简单啊。 竹林子竟然将竹引剑法练到了如此地步, 真真假架, 让人防不胜防。 这恐怕要比上一届的更为厉害, 不少天骄眼中目光也是一彩连连, 就连剩余的一流势力的天骄也不除外。 毕竟竹林子所在的门派在上届万剑大会中取得的名次 也是七十八名, 不高也不差, 这足以让他们慎重。 现在竹林子和江霸虎说打就打, 对战之间的招式, 可以提前曝露出来, 对他们自然有着不小的好处。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搞得跟娘们似的, 全是一群花招。 江霸虎大大咧咧骂道, 但眼中没有丝毫不屑, 反而从他的身上升腾起来了 道道刚猛凌冽至极的剑意。 霸裂门的霸裂剑法, 奥义霸裂剑意。 一扫王城破, 英雄鬼哭嚎, 江霸虎怒嚎一声, 拳头为剑, 狠狠垂下, 只听得吃拉一声, 有着道霸裂之际的剑气气势如虹, 横扫八方, 凶猛地撕裂在了重重竹影之间, 顿时将竹影绞杀得粉碎。 不少天骄眼中涌起了惊异, 目光也有些闪烁。 江霸虎的实力果然也是非同小可, 这两人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他们, 起码在接下来的万剑大会之中, 若是碰到此二人, 他们自然心中有底, 根本不是敌手。 江霸虎和竹林子, 这两大天骄, 都是值得关注重视的对手。 建议扫荡, 这二人竟是打得如胶如漆, 难分上下, 实力好似就在伯仲之间。 不过他们二人越是争打, 在场的人越是新潮澎湃, 他们二人之间的剑意造诣, 明显让他们受益匪浅。 不过也就在此时, 突然一道身影从大殿之外积舍而来, 这道身影厚重无比, 像是把远古泰山, 又像是把称天巨剑一般, 带着凌冽之威, 狠狠地震在了二人争斗的剑招之上。 翁的一声厚重撞响, 两大天骄齐齐退步而立, 脸色为变。 你们二人在此争斗干什么, 如果想打的话, 就在万箭大会上好好争斗。 这道突然暴射而来的声音开口了, 十分雄浑, 有着鼓让人幸福的意志。 太展, 竹林子和江八虎都是硬生生地吐出一个字眼, 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 显然这突如其来的人, 让他们心中十分戒备, 不得小觑。 而太展这二字一出, 在场天骄齐齐变了脸色。 竟然是太展, 全铁门的太展, 此子据说有望打入前三十的存在, 实力非同小可。 没看到竹林子和江八虎脸色都慎重无比了吗? 嘖嘖, 这可不得了, 一个个厉害的人物都被吸引过来了, 在诸多天骄议论纷纷的同时, 竹林子心神稳定下来, 冷声道, 太展, 这是我和江八虎私人之间的事情, 与你无关, 你最好不要插手。 江八虎也是眉头一扬, 狠道, 等我拜下竹林子, 有什么话再说? 太展悬浮虚空, 戏场着人, 低头扫视着众人道, 还争斗什么? 此次前来, 我们不过是为了一堵灵冷阴姿, 是否如同传闻一般? 你们现在争斗有何意义? 若你们二人要打, 就给我出去打。 另外这个大殿也不是随便一个家伙就能进来, 宗门排名不足两百者, 全部滚出这座大殿。 太展一口气下来, 声音如同山岳, 令人心中无比沉重。 当下大殿内有着不少的天骄脸色冒起了怒火, 显然他们门派实力不足两百名以内。 而竹林子和江霸虎脸色也是一尘, 他们自负有着绝强绝学, 什么时候任人如此指手画脚? 况且这个人, 他们二人也自信不输给他。 找死, 竹林子和江霸虎在此刻有了难得默契, 同时抱起, 手中剑招开始祭出, 散发出来了层层着人的杀意。 有了二人率先爆发, 大殿内不少二百名开外的天骄们也是一声怒嚎。 这个太展实在是太嚣张了, 大家一起揍他, 对, 谁让他挑衅我们, 将他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 上啊, 整个大殿顿时乱作一团, 起码有着不下于二十多股强大的剑招横扫而来。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太展眼睛猛低一瞪, 没想到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 大吼道, 来得再多也没用, 今日我便将你们一个个全部镇压。 他把其背后重达十万多斤的巨剑, 准备施展玄铁门的无上剑招。 然而, 一道影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太展的头顶上方, 太展只不过感觉到自己的心底生腾起来了古恐怖的寒意, 还根本来不及反应, 一股距离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轰, 太展那如同小山般的身影立刻如同炮弹般飞出。 这突如其来的异变, 使得众人一愣, 就连举起见招杀来的竹林子和江霸虎也是一呆。 只见到一直尚未出手的凌晨出现在了太展所在的位置, 环顾众人, 冷声喝道, 你们莫非真当我灵冷好欺负, 在我宫殿里大闹, 还将我无视之外。 他大喝声喜, 众人只觉得耳末嗡嗡作响, 喉咙一甜, 差点被他的喝声震出了鲜血。 竹林子和江霸虎更是大惊, 如灵大敌, 纵然他们二人知道危险来临, 却也来不及反抗。 只见到凌晨的身影突然分裂成两个, 闪电般地出现在了他们二人的面前, 凌晨举起手掌, 便是狠狠地扇在了两大天骄的脸颊上。 只听得啪的声厚重巨响, 两大天骄惨叫一声, 立刻被狠狠抽飞出去。 这座宫殿也在三大天骄同时被打飞的撞击下, 发出了道臣们的轰击声, 整个大殿都剧烈摇晃, 三个大洞同时浮现在了这宫殿上。 哼, 凌晨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全场的天骄彻底地惊呆了, 短短三个呼吸间, 就将三大天骄同时拍飞, 这个家伙到底拥有着怎样的实力。 凌晨坐在了自己的主位上, 目光淡淡地扫视着在场天骄, 问道, 现在谁来挑战我? 一时之间, 大殿内鸦雀无声, 第1528张核心, 所有天骄, 全部镇压, 无人二化, 三招之间, 三大天骄齐齐溃败, 这等神威, 岂是能寻常理解。 片刻的震惊之后, 整个大殿内再度轰得嘈杂起来。 这个灵冷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看他肯定能成为这场战斗的第一匹黑马。 看来传闻是真的, 此子真的有能力从无上大帝手下逃脱。 莫非此子今年能够在这万剑大会上夺取首魁? 真的强大啊, 看来日后杨剑盟要飞黄腾达, 非同小可了, 凌晨的眉头再度皱起。 他扫了眼中人, 淡淡道, 既然没人挑战, 那么大家就各自退却下去吧。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吵闹的环境, 此话一出, 整个大殿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天骄出奇的没有发怒。 像凌晨这般强大的存在, 值得他们尊敬, 于是这些名号响亮的天骄们开始陆续退下。 众人退下之后, 凌晨才揉了揉眉头, 眼中闪波了道寒光。 此次有着不下于五十多位的天骄前来一睹他的英姿, 其中想必也有着些身份隐秘的人吧。 有一些人, 来自己这里探查情况,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杨云凡从远方飘落过来, 苦笑道, 看来想要你低调, 那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退下去不过及格呼吸的时间, 你的名号已经响亮了整个腰月城。 凌晨为征, 此话怎说, 杨云凡自顾自地掏出来了一张琴帖, 这张琴帖上竖插着三把小剑, 这三把小剑都是通红无比, 给人种撕裂眼前, 分灭世间的感觉。 简单的一张琴帖, 来历都可能不小, 这是鸿门第一天交白方玉给你发来的琴帖, 据说是在腰月城一座酒楼内, 有这场群音会。 杨云凡道, 鸿门在这片间接之中, 乃是极为强悍的门派, 连续十几次的万件大会名次都拿到了第二。 鸿门, 白方玉, 凌晨拿着琴帖, 不动声色, 粗略地扫了一眼这帖中内容, 他不做停留, 静止离开了杨建盟的宫殿。 杨云凡看着凌晨离开的背影, 微微呆了呆, 不过随即脸上挂起了一抹可以看作是温馨的笑容。 他活了这么多年, 自然能够察觉, 此子必然是大人物。 这样一尊大人物, 愿意眷顾他们杨建盟, 真当是值得欣慰啊。 鸿门白方玉送来的琴帖位置, 处于腰月城最为繁华的地段。 凌晨的名气还没想亮到人见人知的地步, 于是他在前往的路上, 还不断地游玩着, 领略着腰月城的各种风土人情。 但这一圈走下来, 凌晨内心中备受打击。 这便是剑圣公统领的第一城啊, 刚才只是随意逛了几圈, 下品到期的数量竟然不下于三十件。 这还只是表面上的一些数量啊, 凌晨心中感慨, 排名第二十的剑界就有如此资源, 那么在他前面的世界更不得而知了。 难道曾经引以为傲, 如同神明般的大帝, 将会变得越来越廉价吗? 凌晨找到了那家高达三层的酒楼, 掏出了情帖, 便是进入了其中。 踏入这酒楼的刹那, 凌晨眼神微微眯起, 他起码感受到了十三股大地的气息。 这种大地气息, 并不是之前那竹林子, 太展等人给他的感觉, 而是另外一种感觉。 他们的大地气息无比地厚实凝结, 深不可测, 拥有着非同小可的底蕴存在体内。 这种大地人物, 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 曾命跟凌晨聊起大地之事的时候, 便与众心长地说过, 有时候级别不代表一切, 最为重要的是底蕴, 起码在当年血天妖尊横行之时, 有一批天骄处于大地境界, 跨及搏杀无上大地都不在话下。 红门白方玉聚集起来的这些天骄, 都是形成了自己底蕴的存在。 凌晨一进来, 那十三股强大的神势立刻落在了他的身上, 开始仔细地观察凌晨。 其中更有操作神势的高手, 利用秘法, 正在看透凌晨身上的奥秘。 这些人, 凌晨一个都不认识, 但也毫不在意, 自己竟只找了葛姑僻的位置坐了下来, 任意他们观察自己。 这下不同于之前在杨建盟的宫殿中, 没有一个天骄率先打扰凌晨, 也没有丝毫能让人听到的交谈。 换言之, 此酒楼的天骄, 素质都比较高, 酒楼的小厮开始不由分说不断上菜, 这些菜都是十分名贵, 有着强大的灵气, 让人吃下去可以使之浑身神清气爽, 修为增加, 非同小可。 断上来的酒水更是妙诀, 乍一看去, 心红心红的, 好似鲜血一般。 但凌晨张口一喝, 却是喉咙火辣辣的如同刀子刮的疼痛, 疼痛之后, 再变清凉, 庞大的灵气充斥凌晨的四孩, 小腹中暖洋洋的好似有火焰在烧, 令人舒适。 与这些菜肴和酒水相比, 我怎么感觉我就像是个凡夫俗子, 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 凌晨忍不住对着命吐槽, 他一路走来, 脑海中始终贯彻这二字便是生存。 他何曾想到, 血腥无比的三千世界, 也有着娇奢可以享受。 宁毫不犹豫地投了个比一眼神, 连话都懒得说。 此酒名为龙舌兰, 是用古龙舌头炼制而成, 就算是大地修饰, 喝起来也能够带来不错的舒适感。 凌晨感慨之际, 一旦温厚的声音响彻起来, 凌晨抬头看去, 只见一位身穿白衣的男子面带微笑走来。 这男子长衫飘飘, 满头惊发, 看起来十分的显眼。 关键是他眉宇间的那股贵族气息, 让人觉得来历不凡。 凌晨随意一瞥, 就瞥到了他的胸前挂着一颗纯蓝色的水晶珠子。 如果凌晨没记错的话, 这种珠子毫无作用, 只能平添魅力, 价格更是不菲, 传闻可以换到一件下品倒器。 在下白方玉, 白方玉伸出了白膝手掌, 与凌晨一握便离。 凌晨拱手好奇问道, 不知道有特意请我来此处是为何。 说完顿了一顿, 凌晨便是自嘲笑道, 我们杨建盟不过是个小门派, 虽然我有些奇遇, 恐怕还入不了诸位天之骄子的法眼。 白方玉一双湛蓝的眼睛看着凌晨, 眼中无比清澈, 她听到了凌晨自嘲似的说话, 竟是配合地点了点头。 白方玉温和笑道, 的确在不久前, 你是个诸位天之骄子不会放在心中的人物。 纵然到了现在, 你有了些许名气, 还有了不错的战力, 但是恐怕也未必会让在场这些天之骄子真正地放在眼中。 凌晨只感觉胸口一闷, 好似被捅了一刀, 郁闷至极, 她刚才那只是谦虚的话, 没想到自己凌晨在这些见解的天之骄子眼里就属于这样的废物吗? 命在凌晨脑海中哈哈大笑, 怎么你这家伙走在哪里, 都是别人废物一枚。 凌晨无视了命的尖锐嘲笑, 而是对着白方玉诚挚地问道, 既然大家都看不起我, 那么白方玉, 你为何又要邀请我到此地来? 刷刷刷, 凌晨只感觉到十几道眼神奇奇盯住了自己, 好像因为自己说了这句话, 才引来了他们的关注。 白方玉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 多了几分冷色, 是有人点名要见你。 白方玉转身便是走去, 凌晨在原地还是满头雾水, 白方玉这家伙怎么脸色说变就变? 白方玉走在前方, 突然顿住了, 淡淡道, 我最讨厌别人直接称呼我的名字。 他转头便走, 那长衫飘飘的白袍, 傲气十足。 第1529章王太虚, 凌晨眼睛微微眯了眯, 难怪在场的天骄目光都转移了过来, 原来是他犯了这白方玉的忌讳。 凌晨耸了耸肩, 继续喝着龙蛇蓝。 白方玉离开了凌晨的位置, 走到了酒楼的中央处, 所有的目光都齐齐看向了白方玉。 显然白方玉有着什么事情想要宣布, 今天感谢大家, 白方玉滔滔不绝说着, 一字一句, 无故优雅。 凌晨却是毫无雅性, 只是感觉无趣, 他唯一感兴趣的是, 到底是谁让白方玉叫自己过来这片核心天骄聚集的酒楼呢? 这时有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这年轻人穿着并不华丽, 脸上有着一道相互交错的疤痕, 看起来十分的猙獰。 他对着凌晨一笑, 道, 在下秦皇, 初次见面。 秦皇毫不介意地坐在凌晨身边, 感慨道, 白方玉也可谓是真有能量, 这里聚集的另外十二位天骄, 都是上届在万剑大会排名在前十五的大门派。 看这样子, 白方玉是极其想要夺冠。 凌晨好奇问道, 你干嘛对我说这个? 难道你不关心这个? 秦皇唯唯愣了愣, 随后与其变得有些郑重, 你别看白方玉看起来极其好交流, 一副贵族模样, 但为人极为残忍。 你刚才反了他的忌讳, 心里肯定是把你当多敌人了。 秦皇的脸色严肃, 曾经有传闻, 有三位大帝巨头, 仗着自己的老资格, 叫了白方玉的名字, 然后被白方玉亲自肢解。 而这三位大帝巨头, 还是他们门派中的长老。 这, 凌晨愣住了, 这个看似贵族的家伙, 竟是这般变态。 整个酒楼还是在回荡着白方玉的声音, 而白方玉此刻也表现出来了一股强大的气场, 他一个人与十几位天骄谈笑风生, 而且将话题自始至终都围绕着自己, 可见气场之强大。 秦皇看着呆愣的凌晨, 更煞有其事地告诫道, 此人手段非同小可, 你千万地提防着, 否则的话, 秦皇话还未说完, 凌晨便是打断了他。 只见凌晨目光看向了酒楼中央的白方玉, 高声喊道, 白方玉。 这一句话, 如同春雷, 乍响在了整个酒楼, 所有的谈话声全部被盖了下去。 在场天骄齐齐微微色变, 就连秦皇嘴角也开始抽搐起来, 他刚刚那般郑重告诫, 为何这个家伙下一刹那就犯了忌讳。 所有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凌晨, 就连白方玉也不例外, 只是白方玉的眼神之中, 闪烁着如同狼一般的忧寒光泽。 凌晨身出手指敲击着桌面, 笑道, 白方玉, 你刚才跟我说给我请帖过来, 是有人想要找我? 我现在想要知道, 那个人到底是谁? 白方玉脸色寒冷如冰, 并未回答凌晨, 反而一步一步地朝着凌晨走来。 他没走动着一步, 整个酒楼的气场都在去乱变化, 好似本来平淡的湖水 突然剧烈沸腾起来, 给人种莫名压迫。 他的气场, 不再是贵族, 而是无边荒赛上的力气凶兽。 秦皇呼吸微微一致, 在场天骄全部摒弃凝神, 目光闪烁。 他们知道白方玉已经进入了暴虐状态, 接下来, 恐怕将是大打出手。 这个凌朗, 又有着什么底气, 敢挑战白方玉的残忍威严? 但也就在此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酒楼中响彻起来, 方玉, 不要生气, 你姑且先退下吧。 白方玉前进的脚步忽然一顿, 只是扫了凌晨一眼, 便是重返到了酒楼二层之中, 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白方玉离开, 立刻便有人松了口气, 显然白方玉残忍的名号他们都是记忆犹新, 不过他们心情并未放松, 反而更为好奇地看向了酒楼中央, 到底是何方人物, 能够换动白方玉? 只见到酒楼中央处, 突然挂起了一阵尾风, 一股残瘾在原地旋转, 逐渐组成了尊年轻人。 这年轻人一身轻袍, 背后交叉挂着十把极为纤细的古剑, 看起来别有一番古老韵味。 但这个年轻人出现的刹那, 整个酒楼在场添浇在也无法保持气定神弦, 都是脸色齐变。 王太虚, 剑圣公三雄之一, 凌晨眼睛微微眯了眯, 他万万没想到, 亲自邀请他的人居然是和陈建佛一个级别的存在。 整个酒楼瞬间没有了之前的谈笑风声, 而是多了股无形的压抑。 二楼的包厢内, 白方欲冷眼看着下方的凌晨, 白皙的脸上清净若隐若现, 心脏开始剧烈加速。 他这不是在害怕, 而是在兴奋, 兴奋地想要杀人。 王太虚一出来, 目光便是扫向了凌晨。 轰, 去空之中好像炸起了两道无形之雷, 朝着凌晨钻去。 站在凌晨身旁的秦皇感受到这股无形压迫, 脸色一变, 身形顿时闪烁到了十米开外。 凌晨头发猛的无风自舞,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但还是死死地看着王太虚。 这个与陈建佛同一级别存在的王太虚, 与那陈建佛有着大不相同, 刚才王太虚的一道目光之下, 竟是包含了种类似于虚无神士般的斩棘, 令得凌晨错不及防之下, 竟是占了一些下风。 不错的实力, 王太虚赞道, 但是他那古薄无精的脸, 让人怀疑他这句话到底是嘲讽还是真正的赞赏。 凌晨眼睛唯一, 精神已经全身戒备, 这个王太虚不简单, 他自然不能够像刚才那般大意。 凌晨直接问道, 不知贵为三雄的你找我一介凡夫俗子有何贵干? 王太虚站在酒楼中央, 戏场在无形之中设住了整个酒楼的全部人物。 他目光如电地看着凌晨, 道, 你的确是个小人物, 但是你身上的一些东西已经引起了我的兴趣。 王太虚竟是毫不掩饰, 道, 已经有人跟我达成了一场交易。 只要我取得了你身上的命字古符, 灭字古符, 影字古符, 便会有着无穷的好处。 今天提前过来, 只是想告诉你, 你的命, 我要了。 一气呵成, 他此话一出, 仿佛是尊神明, 叛了凡夫俗子的生死, 让人生疼不起来丝毫的反驳。 白方玉在上方二楼, 看着霸气如虹的王太虚, 眼中闪现出来了狂热之色。 王太虚, 三雄之一, 人不如其名, 没有丝毫的飘渺之意, 反而是霸气无双。 有什么人物能够在杀人之前, 反而给其警告, 让对方做好万全之策。 唯有真正的王者, 才敢一言定人生死。 王太虚, 便是这般的人物, 凌晨心中一沉, 中气十足的喝道, 难不成你叫我来, 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简直是可笑之极, 他丝毫不惧王太虚的王者霸气, 反而直躬而上。 王太虚眼神淡淡地看着凌晨, 一字一句道,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死的明白。 轰, 凌晨的瞳孔缩成了真状, 整个酒楼好似笼罩在了巨大的雷霆之中, 被雷光照的雪白, 雪白之中, 还映射出来了在场天骄的苍白脸色。 一道虚无般的箭, 在整个酒楼中炸闪而过。 凌晨坐在原位, 但他的身子有些僵硬, 因为在他的手臂上出现了一道笔直的伤口, 伤口中正冒出来了鲜红的血液。 刚才那一箭, 竟是快到了连凌晨都无法反应过来。 实在是太快了, 快得让在场所有天骄心脏奏停一拍。 好伴想过后, 凌晨默默不言地站起身子, 静止走出了整个酒楼。 而这万件大会天骄汇聚的酒楼, 无人吭声, 无形地压抑感震住了所有人。 第1530章开始, 凌晨根本不在管那酒楼中的天骄海有王太虚他们, 而是禁止离开了, 王太虚也没有丝毫要阻止凌晨的意思, 让他离开。 凌晨整个人脸上毫无神光, 脑海内全是那叱咤风云般的一件。 白方玉从高处俯视着凌晨离开的背影, 嘴角勾起了抹不屑, 这个家伙哪里有着传言般那样厉害。 现在此子恐怕心智都被太虚大哥这一件给摧毁了, 嘖嘖, 他迟早会死, 王太虚面无表情, 对于白方玉变相的夸赞没有丝毫感觉。 他只是对着白方玉点了点头, 一副接下来的一切都交给你的表情, 转身便也是消失在了这酒楼之中。 整个酒楼如此之多的天骄, 他这时至终没打过一次招呼。 白方玉身子从二楼飘落下来, 脸上再度挂起了优雅从容的笑容, 贵族之气显露无遗。 他落在了酒楼的中央, 环顾着一群沉默不语的天骄们, 心中早已有了十足把握。 想必诸位已经看到了, 白方玉微笑道, 那么我也明人不说暗话, 此次将大家全部拉拢过来, 只是希望大家加入太虚大哥这一方的阵营之中。 想必你们也都知道, 这一场万箭大会非同小可。 白方玉此话一出, 在场的天骄们眼神中都闪过了某一色。 白方玉继续道, 太虚大哥的实力, 诸位都是亲眼所见, 恐怕我们在场所有天骄联合起来, 都很难是他的对手。 另外我可以小小地透露一句, 太虚大哥已经获得了莫大的支持力量, 那各位智, 恐怕非他莫属。 此话一出, 在场天骄, 其其色变。 白方玉连这种大言不惭的话都敢说出来, 那么就代表着王太虚真的有着绝强信心, 否则的话, 就算给白方玉识个胆子, 他也不敢说这种话。 白方玉看着这些变色的诸位天骄, 心中更是笃定, 这里排名从第十五名一直到第三名截止的十二个人物必然成为太虚大哥的人物。 如若有了这十二名天骄辅助, 什么狗屁琳朗, 什么第一的宝座, 那将都是轻而易举的囊中之物。 十二位天骄也是在暗中交流, 换取着互相的意见。 那位之前跟凌晨搭话, 看似要帮助凌晨的秦皇突然说到, 之前王太虚对着凌冷出手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已经有人和王太虚达成了协定, 要求是王太虚杀了凌冷, 取得几枚骨符, 在场的天骄齐齐素然, 从这点推断的话, 这王太虚必然是联系上了极为强悍的人物。 否则的话, 他们怎么才能驱使王太虚亲自动手? 秦皇又狠狠道, 是福是祸, 总该搏一搏。 有着秦皇这句话煽动, 在场十二位天骄齐齐点头, 算是答应了白方玉的要求。 排名在第二到十五的大门派第一天骄, 全部都加入了王太虚的阵营。 白方玉面色笑容越发优雅, 他环顾着众人道, 现在各位已经是兄弟了, 那么接下来, 我便是叮嘱大家一句。 若是万件大会的时候, 谁碰上了琳朗,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白方玉顿了一顿, 声音略显低朗, 我可以告诉你们, 谁若是能杀了他, 取了他身上的几枚骨符。 那么他便会受到太虚大哥的青睐, 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此话一出, 在场添加的心脏都是狠狠加速跳动起来。 与此同时, 腰越城, 一栋长达千米之高大楼顶端。 在这顶端上, 可以俯视着整个腰越城的景色, 乃是一处腰越城极为高端的地方, 一般人物, 难以进来。 一位面无表情的青年站在这大楼顶端之处, 俯视着整个腰越城, 若是顺着他的视线的话, 就能够发现这位青年正盯着白方玉等人所聚集的那个酒楼。 或许连凌晨都想不到, 在这腰越城最为高大的大楼上, 这尊年轻人目睹着他进去, 然后又目睹着他出来。 看着凌晨湿魂落魄地从酒楼中走出来, 青年的脸上终于荡漾开了一抹笑容。 王太虚, 我该说你是太自傲了, 还是该说你是太愚蠢了。 青年毫不留情地贬低王太虚, 语气中充满了幸灾乐祸, 我倒是十分好奇, 接下来你怎么承受这个男人的怒火。 青年幸灾乐祸之际, 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在这顶楼上响起, 吴道, 这个叫做灵冷的年轻人, 值得你这般关注吗? 如果吴记得问错, 你曾调查过他很多资料, 在人界、武界、古元界等等动向。 吃尊, 见吴道的表情变得尊敬起来, 对着虚无般的地方拱拱手, 随后带着一抹淡淡笑意道, 这个人有值得关注的地方。 并且, 师尊, 现在见戒之子的位置, 我已经确定我们三雄之中, 谁没有资格了。 苍老的声音一顿, 饶有幸知道, 莫非你吴道还能逆天算命, 提前猜中结果。 见吴道脸上笑意收敛, 一字一句道, 王太虚, 出局。 苍老的声音呆愣片刻, 随即哈哈大笑而起, 不已置之。 这个苍老的声音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相信这个小小的琳朗, 难不成真会搅动三雄大局不成? 见吴道笑了一笑, 不再说话, 曾几何时, 他见吴道也如同自己师尊一般, 其他人物一般, 不相信凌晨, 结果呢? 那个男人, 把不可能的事情, 全部变成了可能。 在酒楼内遭受到了重大打击的凌晨, 便是进入了闭关之中。 杨云凡九大长老甚至担忧, 几次用神室查看, 都被遮蔽的天机搞得什么也无法看透。 他们九大长老也听说了王太虚亲自出手的事情, 心里只是一叹, 纵然凌冷在过于强大, 恐怕与三雄还是有着差距。 他们唯一希望的是, 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千万不要留下什么魔障才好。 可九大长老根本不理解, 凌晨自顾自地在大殿中笑了足足两天两夜。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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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凌晨两天内大笑时唯一说的一句话。 命则是毫不犹豫地骂了句, 有病, 但是命的神情则是微微兴奋起来, 因为他能感觉到凌晨在兴奋着, 一种遇到了强者的兴奋。 两天的时间, 一晃而过, 万剑大会, 终于开始。 万剑大会的举行地点, 便是剑圣公一位长老及任务开辟出来的小世界。 这片小世界十分玄妙, 天地都是灰蒙蒙一片, 唯有尊长达几千万里的巨大比武场悬浮着, 成为了这片小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物。 来自于五大洲的各路天交门, 都是在专门的外门弟子接待下, 前往了这尊小世界之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会场。 整个可以容纳上千万人的比武场早已人声鼎沸, 这次来的不仅仅是参赛的各位门派弟子, 还有着来自于中州的原地居民。 万剑大会, 百年盛世, 饶是凌晨第一次踏入这比武场的沙纳, 都被这好似可以将天地都能掀开的那喊声给震到了心神。 这才是真正的人山人海啊, 几千万人,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若是他们吐出一口唾液, 恐怕会组成滔滔大河。 凌晨心中暗道, 不由得对这万剑大会更多了几分兴趣。 他摸了摸背后用布缠起来的猎神枪, 将青铜骨剑取了下来, 悬挂腰间。 大会, 开始了, 第1531章连番晋级。 这方小世界, 四面混沌, 以凌晨法眼观之, 这四面混沌并不是简单的混沌, 而是一种积满了剑翼灵气的混沌。 就比如他坐在这比武汇场内, 若是寻常时期, 将体内的大道之席彻底恢复恐怕需要三个时辰, 但现在只需一个时辰。 这巨大的比武场, 建造得更是玄妙, 四面八方都是椭圆形状的墙壁, 一排排的座椅树立, 每个座椅都标定着相对的等级。 从外往内, 等级都是层层增加, 越是接近比武台的修为便是越强。 起码凌晨一眼扫过, 那些最为前排的人物之中, 有了不下于十尊无上大地。 至于向阳云凡那样的大地巨头, 还只能排到第三、 第四甚至是第五排的座位上。 大地巨头, 起码过百, 陈建佛不知从何处走来, 找到了凌晨, 淡淡道, 接下来的战斗都是由建圣工的人进行操纵。 此次参加万剑大会的有着1127大门派, 这比武场则是分为了100个战斗专区, 第一场战斗内, 你起码要连续四番晋级, 才能够进入到下一轮。 整个万剑大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决赛。 凌晨微微汗手, 大致的规则, 他差不多全部猜测了出来。 陈建佛面色上毫无担忧之色, 显然是对凌晨性心十足, 不过他仔细想了想, 还是说道, 之前王太虚找你的事情我也知道, 排名在第二到第十五的大门派第一天交都加入了王太虚的阵营, 所以接下来遇到他们的话, 你不必急着报仇, 只要你打入第三轮决赛, 进入前五便可。 陈建佛倒不是很希望凌晨大打出手, 多保留点实力, 自然有着好处。 我明白了, 凌晨面无表情点点头, 接下来便是一百位裁判入场, 这百位裁判, 都是建圣公的长老及人物, 修为都跨入了大地境界。 凌晨看得暗暗扎折, 这百位大地及裁判, 恐怕还只是建圣公实力的冰山一角。 一位身穿着紫金龙袍的老者忽然从天边飞来, 他看着轰炒的比武场, 抬手压了压, 无形的力量瞬间席卷了方圆千万里之处, 偌大的比武场, 上千万观众竟是奇妙地安静了下来。 现在无以见圣公态上长老的身份宣布, 万剑大会第一轮比武开始。 紫金龙袍老者一声大喝, 上百位裁判齐齐亮剑, 杀气十足, 长达千万里的比武台直接狠狠一阵。 万剑大会, 由此开始, 第一轮比武, 鸿门对青蛇门, 杨剑盟对太幽门, 及剑会对玄兵门, 一道道声音的不断响起, 一尊尊地天骄陆续地飞往了不同的战斗区域之中。 凌晨也正准备着入场, 岂知她的不远处竟然站立着白芳玉那位妖人, 只见到白芳玉对着凌晨露齿冷笑一声, 希望在接下来的战斗上见到你, 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痛不欲生。 白芳玉, 我等着你, 凌晨淡淡一笑, 直呼其名, 身形直接飘飞而去。 白芳玉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她身旁的那众核心天骄闷格格都是脸色怪异, 这个叫做凌晨的家伙还当真极为猖狂, 上次遭到了王太虚的阻击, 现在还敢这般挑衅。 凌晨飘落场地, 背着偌大的猎神枪, 身子挺得笔直, 气息也收敛到了极点。 因为她感觉到了, 有这几股若有若无的神念, 正在不断地寻查着她的身体, 这几大神念的修为起码是无上大地的人物。 看来在这万件大会之中, 蜘蛛魔王, 甚至是一些其他种族的大人物, 都是盯上了自己啊, 凌晨眼光闪烁, 当时王太虚说有人要她体内的骨服, 她大致也猜测到了一些。 不过凌晨现在还不能轻举妄动, 毕竟她对蜘蛛魔王一无知晓, 对那些潜在敌人也并不知情。 也就在此际, 一道身影闪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这个来自于太幽门的第一天骄, 修为并不是特别强悍, 有着半地境界, 体内也有着些强悍的杀术。 不过凌晨眼睛有些狐疑, 怎么乍看之下, 这个太幽门的第一天骄有些眼熟。 啊, 太幽门的第一天骄大叫一声, 脸色直接发绿, 苦涩道, 凌冷大哥, 我, 我是之前去了你宫殿的人。 没想到第一轮就遇到了你, 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我认输, 那大地人物的裁判也是唯唯恶然, 不过既然认输, 只有判凌晨赢了。 第一局, 凌晨获胜, 台下的秦皇嘀咕道, 这家伙的运气这么好。 刚刚秒杀对手的白芳玉也是冷恒一生, 一些小到小运而已。 接下来所能遇到的选手都将越来越强。 蓝不成还一直这么好运下去不成, 众多核心天骄也是不吭声, 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凌晨比武。 整个比武台有着无数人正在呐喊着, 暗地之中寒流确实不断涌动, 一道又一道强横的神念并未关注其他的天骄战斗, 反而至始至终都交织在了凌晨的身上。 他们都在关注着凌晨, 第二局比武开始, 凌晨看着飘来的选手, 脸色有些古怪道, 竹林子, 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分啊。 既然如此的话, 来陪我好好过几招, 否则真的太没意思了。 竹林子刚一看到凌晨, 直接吓得面无人色, 大声喝道, 裁判, 我认输。 在大地级裁判古怪的目光之下, 凌晨第二局再度获胜。 秦皇等人眼珠子都瞪大了, 没想到凌晨这么好运, 居然第二局还是这么轻轻松松地晋级了。 纵然换成他们这些排名在前15的天骄, 恐怕都得消耗一些大道知习才是。 白方玉脸色略有些难看, 骂了句, 他要是还能这么好运, 我就不信白。 此时此刻, 第三局比武再度开始, 一道身影带着强大的气息降落而来, 使得秦皇等人眼睛唯唯一亮, 来者之人修为不俗,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对付。 只见到浑身缠绕着霸裂气息的高大男子, 一口气落在了比武台上。 高大男子满脸霸气, 刚刚落在台上, 便是大吼, 这场比赛, 你输定, 高大男子的字还未喊出来, 猛地看到眼前之人, 瞳孔狠狠地收缩成为了症状。 灵, 灵朗, 高大男子口中尽是苦涩, 气势顿时耸了, 没有丝毫战意。 灵晨干脆地盘膝坐在比武台上, 看着眼前的江烈, 直接翻翻白眼道, 你是不是会认输? 刚才灵晨遇到的是竹灵子, 现在又遇到了江烈, 这两个家伙, 不都是前去他宫殿找茬, 被自己一巴掌抽飞的吗? 你怎么知道, 江烈愕然道, 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他的心中很憋屈,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仅仅只是一巴掌就将自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裁判的眼神狠狠地盯着灵晨, 各种大地级别的威压在眼中闪现, 目光犹如两把犀利大剑, 好像要看穿灵晨本体,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三局, 灵晨完胜, 秦皇等诸多天骄都是面色怪异,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白方玉, 白方玉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万万想不到, 在比武场上竟是遇到了这般怪异的事情, 若是一次侥幸也就罢了, 怎么可能三番五次都是这般幸运? 看什么看, 第四局若还是这样, 我便吞奋自尽, 白方玉发出了一道恼羞成怒的大吼, 比武台上, 某个特殊的区域, 正坐着三大天骄, 这三位天骄, 赫然便是剑圣公的三雄, 剑武道, 王太虚, 陈剑佛, 三位巨头都是盯着比武台上的种种战斗, 最后目光齐齐定格在了凌晨的身上, 这运气倒是好, 陈剑佛似笑非笑道, 雕虫小记, 王太虚一脸不屑, 这家伙, 见武道心里默默无语, 却是有点好奇, 第四轮, 还能这番晋级吗? 陈剑佛和王太虚竟是同时摇了摇头, 第1532章尘封, 凌晨三连轻松晋级, 如此怪异一幕, 自然是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连三次晋级, 难道有着内幕操纵, 一个人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三次都不战而胜吧? 抗议, 万剑大会素来宫廷著称, 怎么可以这般作为? 那个杨剑萌的实在是太无耻了, 怎么可以这样? 一波一波抗议的声浪响彻起来, 好似形成了尊俱山, 朝着凌晨狠狠镇压而去, 但是竹林子, 江烈以及那位太幽门的弟子, 都是聚在一起, 相视而苦笑, 他们三个人才是心里最为清楚, 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过倒霉了, 他们自认无法战胜凌冷那样的变态, 与其战斗, 还不如保持点大道之席继续接下来的战斗, 太展不知何时到了三人身旁, 神色有些苍白道, 不会接下来遇到的那个人是我吧? 竹林子三人同时看向他, 不约而同地点头, 太展咬咬牙, 道, 纵然等下来遇到的是凌朗, 就算被打得体无万夫, 我也要和他战斗, 竹林子三人齐齐丢了一个鄙夷的眼神, 希望到时候你太展还是这般硬挺, 这个时候, 几尊神秘的存在正在交织神念, 不能让凌冷这般继续好运下去, 既然魔王大人下令了, 那么定然不让凌冷这般轻松, 毕竟比人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存在,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就安排一个强劲的对手, 让他凌冷好好吃下大亏, 主导凌晨赛场的那位裁判, 在静默良酒后, 才开口大喝道, 接下来杨建盟进入第四轮比赛, 比赛的对手是开天门陈锋, 太展听到陈锋二次, 立刻狂笑而起, 你们三个人听到没有, 不是我, 是陈锋, 哈哈哈哈, 竹林子三人却是直接无视了太展, 三人的表情都同时凝重起来, 太展愣了愣, 念了念陈锋这二次, 随即脸色大变道, 怎么会是他, 凌冷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陈锋, 秦皇等诸多顶尖天娇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他们心中几乎瞬间就开始同情凌晨起来, 竟然是在第四回合遇到了他, 这实在是太过不幸了, 哈哈哈哈, 白方玉大笑而起, 满是幸灾了祸, 好好好, 实在是太好了, 遇到了陈锋, 算这小子倒霉, 我也正好借此机会, 看看陈锋此子的修为到底是何等层次, 白方玉一下扬眉吐气, 一是他不用吞奋自尽了, 二是他正好借此机会观察对手, 可以寻找破解之法, 胜算将多有一筹, 见圣公三雄所在的神秘之地, 遇到了陈锋, 王太须微微争了争, 随即淡漠道, 此次也就到此结束了, 陈建佛, 看来你的时运并不是太好, 见吴道也有些惊诧, 第四回合遇到了陈锋, 看来的确是不太妙, 陈锋, 开天门第一真传弟子, 而开天门, 则是见圣公麾下的第一大门派, 有着足足十戒都缠连了冠军之位, 并且这十戒内获得冠军的天骄们, 如今各个都是实力强劲, 乃是剑界之中显赫的人物, 陈锋, 这被称之为开天门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位天骄, 他也是本次万剑大会最有可能夺冠的超级天骄, 陈建佛的脸色有些怪异, 听着双雄在感叹着, 他思索了半想, 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见吴道但笑问道, 你为何叹气, 莫非是对林冷没有信心? 毋庸置疑, 林冷此次必定大败, 王太虚淡淡道, 陈锋此子的修为, 只是比我差了一些, 而且心高气傲, 我接连拉拢他好几次, 都是被他拒绝了, 以陈锋的秉性, 恐怕对林冷大有兴趣, 必定会大打出手, 陈建佛听的此话, 确实摇摇头, 沉默半想后才缓缓说道, 陈锋, 他可是跟我一样, 姓陈啊, 见吴道和王太虚皆是一愣, 此刻才是恍然大悟, 这陈锋莫非是陈建佛的地点, 如果是这样, 难怪陈锋会拒绝王太虚的亲自拉拢, 整个万剑大会上, 有了片刻的沉寂, 随后爆发出来了极强的喝彩声, 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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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的声浪席卷升天, 在天空形成如同巨雷般的炸响, 久久不散, 震人心神, 凌晨微微有些诧异, 他很难想象, 什么样的天交在这千万人之多的会场上有着如此凝聚的人气, 当然凌晨没有关注场外, 否则会发现幸灾乐祸的白方玉珠人, 以及满脸土色的杨云反九大长老, 沉迷空间内的蜘蛛魔王轻声道, 安排了陈锋, 接下来倒是有些意思了, 凌冷啊凌冷, 你究竟是大放异彩呢, 还是止步不前, 谁也无法看见, 这位侵略间接的大人物蜘蛛魔王的眼中闪过了四翼色, 凌晨则是满头雾水, 不过当他看到那从虚空走来的青年, 神色之中便是浮现出来了一丝戒备之色, 这个从虚空走来的青年极为不简单, 他浑身上下, 缠绕着一股开天辟地的意志, 这股开天辟地的意志, 与当初武界的盘武开天辟地不同, 而是种一往无前, 无所阻碍, 无所畏惧的大杀器, 这个被称为尘封的男子, 也是如同白方玉那般, 乃是一位有着底蕴的大帝巨头, 体内掩藏的真正实力, 若是爆发出来, 非同小可, 与这样的青年天骄争斗, 那才算是真的有意思, 看来来了一位敬敌, 凌晨突然高昂一声, 他的身上战意如红, 腰间挂着的青铜骨剑开始嗡嗡作响, 陈锋落在了比武台上, 他身上涌向出来的大意志, 却不知为何, 开始如同朝外涌动的潮水, 开始层层地朝着身体中收缩回去, 他的脸色平静, 身上顷刻间没有丝毫战斗之意, 凌晨唯唯一愣, 狐疑地看着陈锋问道, 你不会想要认输吧? 那裁判听的凌晨这般问, 差点气得暴跳如雷, 这陈锋是何等人物, 岂会甘拜下风? 陈锋双目平静地看着凌晨, 淡淡道, 我虽然万般不甘, 我虽然万般想战, 但是你说的没错, 这场战斗我的确会认输, 你也会顺顺利利地晋级到下一场的战斗之中。 凌晨听的此话, 手指场外无数呐喊的围观之人, 问道, 场外百万人大呼你的名字, 想必你极为了不得, 我与你无缘无故, 你为何要认输于我? 陈锋并不回答, 反而在此时他的双目中涌现出来了两道神殿剑芒, 整个比舞台上顿时风云变化, 威压席卷, 杀气四起, 那尊大帝裁判也是脸色大变, 身上开始绽放大抵威压, 凌晨整个人的长袍, 头发开始狂舞而起, 心中承受了一道道如同惊世炸雷般的垂疾, 这是陈锋的意志冲击, 从这场意志之中, 凌晨嗅到了一缕不甘, 希望你不是一个废物, 也希望你不要让我哥哥失望。 陈锋对着凌晨突然传音说道, 凌晨一愣, 哥哥, 姓陈, 陈见佛的地点, 比舞台上的杀气收敛, 一切归于平静, 陈锋冷冷地丢下一句, 我认输, 他转身便走, 不再多看凌晨一眼, 那裁判的表情顿时满是震惊, 整个万剑大会也是有了片刻的死级, 白方玉的眼睛彻底地瞪大,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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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冷四连胜, 第1533章诡异之变, 上, 裁判嘴唇蠕动了半小, 才艰难地说出一句, 第四局, 凌冷胜, 杨剑蒙成功晋级第二轮, 轰, 台下一片哗然, 不知道有多少人开始朝着凌冷与裁判怒骂起来, 你们到底耍了什么赖, 陈锋可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一的实力添交, 你们居然让他心服口服的认输, 这个凌冷到底许诺了什么好处, 无耻之极, 无耻之极, 堂堂万剑大会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滚下台, 凌冷滚下台, 凌晨在这怒骂声之中若无其事, 静止走下台去, 留给一个别人认为高傲且嚣张的背影, 秦皇等一众天骄默默无语, 这一幕着实太过诡异, 但最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成为了定局, 这众万剑大会顶尖天骄的眼神, 开始若有若无地扫向了白方玉, 刚才白方玉可是大声叫嚣着若是凌晨在轻松生出, 可是要吞奋自尽啊, 白方玉被众人一看, 顿时如激怒的雄狮, 怒吼道, 看什么看, 莫非你们还真的想让我吞奋自尽, 一众天骄立刻收回了眼神, 白方玉的脸色阴沉如水, 盯着凌晨离开的背影, 她的牙齿咬紧, 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刺耳声, 若不是这里是万剑大会, 她恨不得立刻冲上去, 将这个家伙给撕咬成粉碎, 万剑大会中, 几位渐渐内神秘的大人物开始神世沟通, 一道清冷的声音充满了威严, 怎么回事, 陈锋为何自动认输, 你们安排的这算是什么人, 一众无上大地内心烂安叫苦, 他们本想着安排最强之人陈锋, 便可以让凌冷好好吃下大亏, 好让魔王开心开心, 但谁知这陈锋居然自主认输, 就连他们, 也是感到了憋屈与不解, 蜘蛛魔王再度说道, 算了, 认输就认输吧, 一众无上大地心头一松, 不过有敏锐的人则会发现, 蜘蛛魔王的语气里怎好像带着丝于悦, 见圣公三雄之处, 王太需要摇头, 于一道, 可笑之极, 可笑之极, 陈锋佛, 你有着菩提佛心, 有着大智慧, 竟然会干这种愚蠢之事, 陈锋佛淡淡反问, 何来愚蠢一说, 王太须冷笑连连道, 陈锋此子心高气傲, 有着强者之心, 你竟然让他甘拜下风, 自愿认输, 无疑是他戳他的自尊, 灵冷算什么东西, 难道价值还要比陈锋更高, 陈锋佛好似被问住了, 坚默不语, 唯有见无道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王太须时, 脸上挂起了丝微笑, 万剑大会一如既往的沸腾, 虽然出现了灵冷这个打破常规的小插曲, 但毕竟这万剑大会乃是百年一次, 规模盛大, 足以让全场千万人为之沸腾, 第一轮守战, 要持续整整一天, 凌晨最先获得了晋级资格, 他获得晋级资格后, 杨建盟的九大长老都是手舞足道, 没笑眼开,毫无大地风范, 晋级了第一轮, 名次差不多能确保在两百至三百之间, 只需要再稍微弩下力, 杨建盟的名字便要比去年高得多, 因此他们获得的好处也将大大的增加, 凌晨独自离开, 来到了万剑大会独立的选手休息区, 王太须, 白方玉, 以及他的十二位排名至上的天骄, 凌晨取下了背后的猎神枪, 失去了白布缠裹的猎神枪胸向壁露, 有黑深邃的枪神散发着古星际, 凌晨拿着快干净手帕, 不断擦着猎神枪屋黑发亮的枪身, 还加上九幽建主, 以及他身后的主子, 凌晨喃喃自语, 看来我得罪的人不少啊, 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惊喜, 他的面色变得淡漠了起来, 万剑大会出现的闹剧以及一系列的攻击, 让凌晨并未激起任何怒火, 他这也不算是冷静, 换句话来说的话, 他体内的杀鸡全部都掩藏在了最深之处, 他再等, 等一个能够将之全部歼灭的时机, 砰砰砰, 剧烈地敲门声响起, 随之只听得枝压一声, 凌晨的休息室大门已被推开, 陈锋刚刚走进来, 便有着一个漆黑的洞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他的内心中下意识地生腾起来了古淡淡危机感, 却依旧从容不迫道, 这就是你炼制的猎神枪, 这武器虽然来历巨大, 但还无法对我构成伤害, 凌晨面无表情, 收回了猎神枪, 道, 找我合适, 第二轮即将开始, 陈锋道, 第二轮的规则与第一轮不同, 按照大哥的意思是让你站在我的身边, 让我带着你直接晋级, 多谢了, 凌晨道, 陈锋眉头不可为查地皱了皱, 瞳孔深处冰冷一片, 直接甩门而去, 直到确保陈锋走了之后, 凌晨擦拭着猎神枪的手微微顿了顿, 自言自语道, 陈锋嘛, 再怎么保留实力, 也不能让人小瞧啊, 激烈紧张的第一轮万剑大会使得数千万观看者神情大震, 热血沸腾, 直到一日, 晋级的选手各自坐落在自己的区域, 等待着比武场上裁判的开始时, 那上千万个观看者才发出了声响彻云霄的呐喊, 一尊无上大地站立在这偌大的比武广场上, 声音响彻天地,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比赛, 第二轮比赛是混合战, 谁若是击败了30位选手, 那便能够晋级接下来的决赛, 规则很简单, 不尽天责, 强者生存, 如此赤裸暴力的规则, 立刻让无数人嗷嗷直叫, 场面顿时火爆热血, 第二轮足足280位的天骄全部入场, 等装待发, 目光不断扫视着, 显然是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对手, 每个人要打败30位选手才算晋级, 所以他们必须要根据自己来选择最好对付, 最能省力的对手, 同样也要计算出自己的仇敌盟友, 在这场混战上, 除了绝对的实力, 还需要一定的智慧, 凌晨猛地感觉到了不下于三十多股强大的神念锁定住了自己, 他眼神微微波动了下, 只见到白方玉与那十二位天骄目光都是如火如龙地看着自己, 眼神宛若好想将自己吞下, 这一次, 我看您往哪跑, 白方玉给凌晨传音冷笑道, 凌晨抬头看向他, 重重人群之中的白方玉此刻杀气森寒, 像是一代爵士杀神, 不仅有杀气的眼神, 还有着尘封看来的眼神, 一种庇护凌晨的眼神, 凌晨垂下眼帘, 不顾这些杀气四射的眼神, 像是个正在沉睡的老人, 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开始, 这时候, 那尊无上大地猛地开口, 开战, 这声大吓, 如同春雷, 扎得沉睡中的凌晨突然爆起, 恐怖的大地威压开始四处汹涌, 瞬间辐射百万里, 凌晨爆起的沙纳, 立刻引来了无数的惊叹声, 因为他们这是第一次看到凌晨出手, 这个作弊的家伙, 竟然还是尊大帝, 天崩地裂万道悔, 生灭死绝独胜存, 青铜骨剑猛的出鞘, 凌晨的气势如入无人之境, 又犹如一头远古凶兽, 他手中的青铜骨剑 顿时交织出来了庞大的剑网, 朝着四面八方, 覆盖了足足百万里, 狠狠镇压, 所有天骄都未料到凌晨 竟是这般快出手, 毕竟越快出手, 代表着大道之喜越快消耗完毕, 这凌冷莫非是个傻子, 但, 这还只是序曲, 当巨大的宝塔升腾天空, 终于有大片的天骄开始变了脸色, 只见道悬上君王塔绽放出来了刺眼金光, 一缕收缩到了极点的恐怖至极的 无上道威猛的喷发而出, 打入了那有着无数的天骄的比武台, 该死, 好强大的下品盗器, 速速防御, 无数道嘶吼的声音开始响彻起来, 其中不少天骄也开始出手, 都是大地修为, 一时之间, 威压四射, 无上道威恐怖的爆炸在整个比武台上狠狠掀起, 看得无数人心惊淡寒, 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那强大的毁灭威能, 琳朗, 受死, 突然一声大吼, 白方玉身形如同白红般从爆炸的威能中冲荡出来, 但是当白方玉冲出来的刹那, 瞳孔立刻狠狠一缩, 打出了无上道威的凌晨竟是高高跃起, 他的身上骚然绽放出来了无数的白光, 如同一尊身亡在世, 他的大手一挥, 一尊覆盖了百万里的巨大圣洁宫殿, 朝着那无上道威爆炸之地狠狠镇压下去, 短短三招, 立刻响彻起来了无数的惨叫声, 那位裁判无上大地声音在此刻无比的洪亮, 琳朗, 击杀33位选手, 成功晋级第三轮, 一时间内, 整个比武场鸦雀无声, 刚才那暴力十足的三招, 如同史诗般的画面, 将他们的脑袋冲荡的嗡嗡直响, 第1534章诡异之变, 下, 片刻寂静之后, 整个比武场爆发出来了无数呐喊尖叫声, 那个灵冷竟然是这般厉害, 真没想到, 短短三招, 居然就碾压了三十多位天骄, 好强大, 他也有着大地修为啊, 隐藏得好身, 越来越期待了, 这一次, 无人再指责凌晨, 在任何地方, 任何世界, 强大的力量总会引起无数修士的尊敬, 白方玉死死地盯着凌晨潇洒下台的背影, 强压住心中怒火, 寒声道, 这个家伙早就盘算好了, 展开雷霆手段, 将混合战中修为稍弱的弟子给轰杀, 秦皇等一众天骄面色殷勤不定, 显然他们再一次小看了凌晨, 他不仅仅只是有着力量还有着智慧, 陈锋依旧面无表情, 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比舞台无上大帝的专席中, 九幽建主冷笑道, 好一个凌朗, 骗过了所有人真正的实力, 呵呵, 但不管如何, 你始终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 你还是将会被我所斩杀, 同样来自于九幽建盟的另外两位无上大帝都是脸色铁青点头, 凌晨回到休息室的时候, 杨建盟的九大长老早就在等待了, 只见到当初和凌晨狠狠开战的九大长老, 如今竟是面色激动的潮红无比, 竟是一时间结巴下来, 不知道该对凌晨说什么, 杨建盟成立也有千百年, 这几掌的时光中, 何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这样巨大的成就, 代表着荣耀, 更代表着杨建盟的未来, 好好发展, 或许有朝一日, 我们能并肩作战, 凌晨对着九大长老淡淡一笑, 此刻他竟是弯下腰鞠躬, 一切不在眼中, 九大长老的眼眶, 一时间尽全是为红, 命则是多嚷道, 你这小子倒不错, 挺会体谅别人的心思, 纵然你现在比他们修为强, 杨建盟也在你眼里不算什么, 但这种做法, 却能让人收获另外一种奇妙的, 好像被称为感动的东西, 凌晨不再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 陈建佛的神念已经传来, 他也不再多留一分, 转身便是走出了休息室, 接下来的比赛, 与凌晨无关, 陈建佛已等待片刻, 见到凌晨便道, 接下来我将带你去建圣宫, 筹备建界之子的事宜, 在陈建佛的带领下, 凌晨离开了这座小世界, 前往统领着整个建界的巨无霸建圣宫, 只见得一座巨大的山峰拔地而起, 直插云霄, 饶饰凌晨的大地神念, 也无法感知这山峰到底有多高, 这高大山峰犹如一把巨剑, 山壁直竖, 时机有黑, 在刺眼日光的照耀下, 反射出来了古远古般的混沌气息, 凌晨站在这如剑般的高耸山峰, 心中涌起来了古难以言喻的震撼, 若是这巨剑般的山峰劈下来, 是否一个世界也会因此劈裂, 怎样的人, 才敢当在这山峰巨剑面前, 这座山, 传闻时当年剑祖开创剑界之后, 自身陨落, 故而他手中的那把神剑化为了这座山峰, 沉剑佛仰投望着这座山峰, 眼神中有着古锋芒在激荡着, 这座山峰全长3497万公里, 纵然无上大地权力一级, 也无法为之撼动, 这座神剑山, 便是剑界的信仰, 一番言辞, 慷慨激昂, 饶是凌晨都感受到了这尊菩提佛王转世的赤子之心, 沉剑佛深吸了一口气, 神太平静下来道, 神剑山这边禁止飞行, 如若遇到, 强行格杀, 这神剑山脚处设有传说正法, 你跟我来, 沉剑佛带着凌晨走进了这座神剑山, 但愿是距离这座神剑山境, 那股太古棒驳霸气便冲荡得更为恐怖, 没过片刻, 凌晨没走过一个脚步, 坚硬的地面上便留下了一个深深殴陷下去的脚印, 命则则叹道, 这座神剑山来历非凡, 若由剑祖挥动, 那将是场灭世般的灾难, 可惜啊, 一代地祖纵然再强, 也强不过君王, 更强不过大道三千, 天地轮回, 凌晨直接无视了命这婆代沧桑语气的感慨, 而是踏上了传颂阵, 剑圣公毅力之地, 乃是这尊神剑山的巅峰之处, 凌晨踏在了广场上, 身体四周都是悬浮着飘荡的云雾, 但在这云雾中, 隐隐若现出来了两尊古老巨雾, 那是两尊巨大的雕像, 雕像于某种星空巨石构成, 古老的身躯上隐隐泛着丝青铜光泽, 这两尊雕像皆是垂溅落地, 毫无生灵般的巨大瞳孔齐齐对着广场入口, 在这两道毫无生灵的注视下, 凌晨竟是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 有种被无上强者给盯着的感觉, 当然凌晨所不知道的是, 当他到来时, 这两尊高达百万里的雕像眼中, 闪过了到有黑的光芒, 穿过雕像, 便能看得到剑圣公这尊古老的宫殿, 剑圣公的宫殿十分巨大, 几乎是神剑山宽度的上百倍, 若是以一种窥探天地的眼光来看, 剑圣公屹立神剑山上, 就仿佛是一个小孩用手撑起来了尊长达十米的青铜巨顶, 剑圣公的建筑风格有点类似于帝国皇宫, 最为中央也是最为磅驳大气的便是正殿, 坐永在上千座小殿的中央, 正殿便是为了公主与太上长老一时所用, 至于以正殿为中兴朝四方展现开来的数千多座宫殿, 各有作用, 风格也差异甚大, 连同主殿一起, 共有3333座宫殿, 陈建佛微笑道, 经过五代公主的布置, 由第六代的公主彻底地完善, 这些宫殿便是, 周天星辰造化之阵, 凌晨自顾自地达到, 曾经在圣灵大陆时, 面临灵苍生的邪恶分身, 便有着圣灵大陆中的混乱大地, 率领清帝等999位太古大地, 布置出来了与之相似的造化之阵, 凌晨心里为阵, 这件圣宫的几代公主都是非同小可啊, 用风格迥异的宫殿布置出如此大阵, 布置得需要多么巨大的神通, 陈建佛微愣下, 便笑道, 我带你进去吧, 此次为了内选戒子, 早就安排好了一个专门供你们住的宫殿, 说不定你现在过去的话, 还能见到一些熟人, 熟人, 凌晨不解这句话的意思, 在陈建佛的带领下, 凌晨穿梭了各个大稀奇古怪的宫殿, 一路上不断地接受建圣宫内门, 真传弟子的敬礼后, 终于来到了一座别具一格的宫殿, 只见这座宫殿建造得十分奇特, 外观看去, 就好像是基础不同的茅草屋挤在一起, 再以茅草屋为奠基, 搭上了一个二楼, 寒酸, 简陋, 便是凌晨对这里的评价, 茅草屋一个有三个, 上面分别标出来了三个大字, 陈王健, 凌晨微微思索, 这件姓男子是谁呢? 话说三雄, 他还只是见过了其中的两个罢了, 凌晨刚准备抬布迈进这寒酸的茅草屋, 脚步忽然顿住, 一直平淡暗淡无光的眼神中猛地蹦射出来了两道电光, 茅草屋外激荡起来了鼓并不太大的刚风, 恶魔族, 凌晨脸色阴沉如水, 第1535张永恒秘境, 体内恶魔始祖魔器在不断跳动着, 命自三大鼓符也闪现出来了一缕淡淡清光, 这是景照, 但凌晨的心头上好似蒙上了曾若有若无的阴影, 这种感觉极为奇怪, 就算是当初的七夜魔皇也未曾给凌晨阴影的感觉, 这种感觉, 不同于恶魔大公子的平起平坐, 也不同于恶魔族中的王族, 要比王族血脉更高一层, 但却又比始祖魔器低了一筹, 陈建佛看到凌晨脸色, 顿时淡笑道, 我知道你已经感觉到了, 但是凌朗, 跟他打招呼的事情推迟到后面, 先进我们的营地, 我跟你说清楚一些事情, 凌晨脸色不减, 阴晨地点了点头, 当凌晨跟着陈建佛走进了这个看似简陋无比的茅草屋, 便是察觉到了些诡异之处, 凌晨踏入了陈子这房, 顿时间, 一股极为精纯的天地剑翼闯入他的四肢百骸中, 开始汹涌而起, 这股剑翼的游走, 竟是使得凌晨的体魄更为坚韧, 显然获取到了极大的好处, 万艳心中的九幽突然喝道, 这是天地剑翼, 果然没错, 传闻之中, 剑圣公有着尊天地剑池, 这天地剑池非同小可, 据说已经半只脚踏入了祖境, 供养着整个剑圣公, 凌晨一惊, 开始体内用吞噬魔弓来练化这缕天地剑翼, 虽然只是一缕, 但这天地剑翼玄妙无比, 带着种种天地的奥妙, 凌晨更无法想象, 若是一个剑池大小的天地剑翼, 那将是何其恐怖, 要不要将剑圣公的天地剑池给盗取了, 凌晨心头立刻火热起来, 但随之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 半步踏入祖境, 恐怕用万艳心将之收取都极为困难, 更别说剑圣公这尊隐藏了不知多少老怪物的庞然大物了, 凌晨当即不浪费, 盘膝而坐, 身体自成一个循环, 像是头远古凶兽般开始狂猛地吸收着这座茅屋内的天地剑翼, 陈建佛似笑非笑地看着凌晨, 道, 这外表看起来似乎很不堪, 但这个地方的玄妙之处, 可是出自于一尊无上大地之手, 先不说这么多, 我跟你说下界子之位的事情, 陈建佛的脸色顿然严肃, 凌晨也睁开了眼睛, 一动也不动, 此次借此之战, 定在了一处名为永恒秘境的一切小世界内, 传闻这尊永恒秘境, 乃是太古之时半步踏入祖境的永恒之龙的体内小世界, 陈建佛缓缓说道, 里面包含着巨大的好处, 当然也包含了巨大的危机, 但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 凌晨呼吸微微凝聚, 陈建佛一次一句道, 剑圣公三雄, 互相争夺, 谁能够成为永恒秘境上唯一的王者, 谁便是界子, 简单, 是裸残酷, 这就是剑界之子的争夺, 凌晨深吸了口气, 淡淡道, 这么说来, 我只负责杀人就行了, 陈建佛点头道, 一确如此, 不过永恒秘境有剑圣公大人物不下的法则, 一旦谁的生命到了极限, 就会被自动传送回来, 可以视为出局, 凌晨不再吭声, 而是缓缓闭上了眼睛, 此次每个戒子, 都可以带五个人回去, 永恒秘境那边有法则压制, 就算是无上大地上去, 也只能发挥大地的实力, 陈建佛但笑道, 接下来, 就是你表演的舞台了, 说完这句话, 陈建佛毫不担忧, 走出了茅草屋外, 独留凌晨一人, 并感叹道, 这陈建佛真不简单啊, 一颗菩提佛心, 双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洞察世界了, 凌晨不可置否, 但他现在唯一做的事情, 便是不断地吸收着这股天地建议, 淬炼身体, 理解奥妙, 猎神枪的副作用太大, 消耗也太大, 就算凌晨能够解决掉消耗的问题, 但是那对身体的伤害力, 是无法避免的, 也就在这时, 凌晨双眼爆然睁开, 两股寒冷的沙气直接冲荡而出, 那茅草屋的大门发出了 枝呀枝呀的摇晃状响声, 凌晨已经感觉到, 在那茅草屋外, 站立着尊实力恐怖的存在, 这股气息如同陈建佛一般, 也是大地修为, 但有着极为浓厚的底蕴, 那人依旧站在屋外, 声音直接响在凌晨的脑海, 没想到你真的乃是恶魔十足转世, 但是凌晨, 我相信你自己的道, 定然能走得非同一般, 凌晨的脑袋猛地正小, 眼中的沙气越发凌厉, 何等人物, 竟然知道他的真实命次, 也就是说, 这个站在茅草屋外的人, 知道他是圣外之体, 几乎就在这瞬间, 凌晨大步一跨, 猛地跨出了茅草屋大门, 朝着那个神秘之人看去, 但是凌晨并未见到这尊神秘人, 他只是看到了一个背影, 一个孤单但却显得格外强大的背影, 那个神秘人, 逐渐消失在了凌晨的视线之中, 凌晨眉头为皱, 按理来说, 他的身份应该是极少人知道的, 最有可能知道的是圣灵大路之中的人, 这个背影, 他看起来也似曾相识, 到底是哪一个曾经的人, 见天秒, 还是见无道, 凌晨的脑海下意识地蹦出了两个人选, 不过随即他勾起了嘴角, 对方知晓自己的身份, 并未拆穿, 显然是敌意不太强, 等到了永恒秘境, 我就来瞧瞧, 你到底是哪个老熟人呢? 凌晨嘴角挂起了丝笑容, 接下来的两天, 凌晨全是在修炼中度过, 没有关注万剑大会, 也没有关注隔着他不远的神秘恶魔族, 神秘人也在也未来打扰过他, 时间缓缓流逝, 直到第三天, 陈建福领着另外四人彻底到来, 第一人赫然便是陈建福的地点, 陈锋, 另外三位, 凌晨皆是不熟, 不过从他们身上的气息可以判断出, 乃是非同小可的大地人物, 尤其是那森寒幽冷的气息, 让人丝毫不怀疑, 那三尊人物, 是否是从地狱中走来? 这三个人分别是剑一, 剑二, 剑三, 陈建福指着三个面色木讷的年轻人, 脸上隐隐浮现了抹自豪, 我陈家在剑圣宫内, 乃是豪强大家族, 这三个人, 就是我从陈家带出来的, 绝对忠心的死士, 剑一, 剑二, 剑三奇奇喊了生主人, 然后便像是傀儡般站在原地, 视线从未落在凌晨身上一眼, 根据凌晨的仔细观察, 这三人眼中都是灰黑一片, 毫无自己情绪, 毫无自己的理念, 是永远不会背叛, 而且具有高超力量的死士, 不过凌晨倒是感觉到, 这三个死士固然强大, 但恐怕还逊色于王太须麾下的白方玉一筹, 陈锋扫了凌晨一眼, 眼神一如既往的冰朗, 希望你不要拖后腿, 凌晨没有吭声, 依旧那副瘦弱的模样, 这时后臣见佛低声一喝, 走, 我们去取得戒子之位, 他的这一喝, 仿佛包含了古牟利, 在虚空中回荡, 更让人浑身的血液忍不住剧烈沸腾, 第1536章红魔天幕, 至始至终, 三雄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打过任何招呼, 而是互相待在了自己的茅草屋内, 但是凌晨却能感觉到, 这三角形的茅草屋确实相互间形成了古巨大的压抑, 凌晨也在一次见识到了茅草屋的奥妙, 足足五位建圣工的太上长老降临着古怪简楼宫殿, 古尊太上长老不打任何招呼, 而是纷纷掐起手印, 一道道太古玄奥晦色浮纹如同洪流般从五位巨头的身体内狂涌而出, 顿时之间, 整个楼阁开始剧烈阵战, 在无形之中,衔接到了一尊悠久古老并且神秘无比的世界, 空间传颂, 凌晨眼中闪过了道金光, 这种传颂, 类似于曾经的古元界, 但却要比古元界更为高明, 在浩瀚宇宙内, 存在着无数神秘小世界, 有天地自然形成, 也有着太古大能陨落后形成, 这种小世界, 就代表着财富, 一般情况下, 需要特定的物品才能够前往小世界, 现在剑圣宫展现的却是一门太古技术, 直接用法力打开空间隧道, 在茫茫宇宙中定下永恒秘境的坐标, 达到传颂的效果, 陈建佛环顾众人道, 接下来便是永恒秘境了, 在永恒秘境上, 不会有大人物的神念监视, 自然剑圣宫的人也不管你使用如何手段, 想要成为借此, 唯有两个办法, 清扫掉所有的人以及取得放置在永恒秘境的间接一缕本源, 凌晨闭上了眼睛, 强大的神念感知到茫草屋被鼓无形的犀利卷入其中, 荡入了一条好似没有边际的时空隧道内, 火热终于第一点, 凌晨说道, 陈锋顿时吃得冷笑一声, 看着凌晨的眼神终于露出了丝鄙夷, 此次剑圣宫三雄, 各自率领五位麾下将士, 有哪一个是简单之辈? 三雄布置的手段也异常之多, 哪里那么好对付? 想要达到第一点, 简直是异想天开, 极为不可能。 陈建佛却不生气, 而是提醒道, 抵达永恒秘境后, 三座茅草屋之间距离不会超过两千万里。 而这个距离, 随时随帝都可以爆发起来战争, 凌晨陡然睁开眼睛, 伸出一缕金光炸闪而逝, 有着五尊修为达到了无上大地的太上长老作为能源之称, 这场传送时间显得出奇的短。 凌晨感觉到自身进入到了一个陌生世界后, 整个茅草屋立刻重重衰落在地, 发出了剧烈轰撞声, 凌晨陈建佛等五人也是身形瞬息间在此刻朝着四方炸开。 凌晨几乎是以着闪电般的速度观察着永恒逆境的一切, 天空上一共有着七轮圆月, 环有着三轮今日, 月日交替, 十分诡异。 而在这天地中荡漾的灵气, 却是浓厚粘稠无比, 不比间界的建议差了多少。 他们衰落之地, 并未有其他的三雄人物。 此周都是荒芜一片, 远方有着一座坐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大山, 虽然有些生灵波动, 但修为不强, 也没有丝毫人足的迹象。 怎么观看, 这都像是个一气之地, 但凌晨却是眼中略有狐疑, 因为他从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花一雾, 都感受到了古怪异的感觉, 仿佛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腐朽, 达到了真正的长生与永恒。 凌晨尝试催动了下神世, 神世范围依旧是百万里, 而他体内的大道之习等等也没遭受到丝毫压制。 剑一、剑二、剑三, 立刻以原形, 飞落至方圆百万里之处。 陈建佛此刻气势顿然俱变, 像是尊统领千军万马的领袖, 一点一动, 随时汇报。 剑一三人立刻弹射开来, 飞落至三个不同方向的百万里之处。 这样一来, 林晨等人几乎是可以察觉两百万里范围的种种动向了。 陈建佛的此举, 就是为了防止有着另外三雄的人袭杀而来。 我要单独出战, 林晨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要求, 陈锋立声喝道, 林朗, 这里不是乱来的地方, 只有保证团队的力量, 才能够发挥出来更大的效用。 林晨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吭声。 陈建佛眉头一拧, 道, 先将情况稳定下来再说。 先让我看看, 他们两拨人马正在何处? 陈建佛突然掏出了个罗盘, 但这个罗盘却是古怪无比, 上面有着点点晶莹光芒, 组成了密密麻麻的一圈又一圈, 看起来好像是浩瀚星辰大海般, 充满了星空之味。 周天星辰盘, 命瞪指掩道, 这么偏门的上古下品道器, 这家伙居然都弄了出来。 林晨, 想办法从陈建佛把这东西要道, 如果有着这玩意, 你的猎神枪威能将会更大。 林晨不动声色, 只见陈建佛手指画出了道道福音, 随后点入这周天星辰盘之中。 那凝固在罗盘上的点点心芒, 立刻开始迅速地运转起来, 饶视凌晨都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大脑一阵眩晕。 持颗星辰陡然光芒大亮, 散布在了两个方位。 这时颗星辰, 分别是其他修饰的生命波动, 我并不是专业的天机者, 否则的话, 不仅出现他们的坐标, 还会直接查看到他们那方的影像。 陈建佛淡淡道, 按照计算, 另外的三雄距离我们将近一千五百万里。 凌晨呼吸微微急促, 眼神中猛地闪过了抹炙热。 这周天星辰盘, 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啊, 虽然他的猎神枪能够锁定气息, 但却无法真正地瞄准目标, 因为凌晨的神念只能辐射百万里罢了。 至于上次九幽建主的那一枪, 凌晨完全是单纯地想要找个地方测试威能, 从没想过居然巧合地打中了九幽建主。 不过九幽建主更是迷糊, 一直认为那一束恐怖火炮, 乃是陈建佛麾下的无上大地出手。 也就在凌晨犹豫怎样从陈建佛手中将这等宝物弄过来时, 突然他的脸色微微一变, 眼神中混沌光芒大闪, 大地气息陡然喷发出来。 不仅如此, 就连建一三人也是齐齐发出大地威压, 警照大放。 只见到远方那清澈透明的天空上, 一波红黑色的光幕以着古难以想象的迅雷威势, 朝着四面八方的天空掠过, 正好将凌晨等人笼罩其下。 而这道红黑色的光幕, 直到席卷了凌晨等人后方的几百万里之后, 终于从天空垂落下来, 形成了道透明光幕, 扎在了土地之中。 整个天地立刻激荡开来了古暗红色的光芒, 显得格外诡异。 这是什么? 凌晨脸色一尘, 他能够从这暗红色的光幕上感觉到古不菲的力量。 他二话不说, 青铜古剑骤然出窍, 但撞击在那暗红色光幕上, 却未发出任何波动。 这暗红色光幕, 理想象中还要坚韧。 不止凌晨, 就连尘封这尊备受瞩目的天骄也是脸色阴沉。 陈建佛面色不动, 道不必白费力气了, 纵然我们全部人马出手, 也无法将这红魔天幕打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红魔天幕, 应该是极为珍贵的一次性消耗的下平道器。 它所展开的光幕, 能够笼罩方圆三千万里, 除非无上大地才能够用奥义破解。 这种效果, 持续一天, 是谁干的? 凌晨眼神微微眯了起来, 这红魔天幕, 想必是王太虚的手笔, 陈建佛脸上勾起了某微笑, 他将我们三雄全部困在这红魔天幕中, 莫非是想着让我们在一天时间内分出胜负。 红魔天幕, 罩住了方圆三千万里, 三千万里的距离, 对于在场的十五尊大地来说, 只不过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王太虚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在这三千万里内开战。 一战绝高下, 一战分界此, 刚刚到来这永恒秘境, 整个战场的气氛却陡然一鸣。 风雨欲来, 第1537章轰鸣天地, 一, 红魔天幕内, 王太虚副手而立, 傲然地看着这遮蔽天地红色光幕, 道, 此次战争, 只能赢, 不能输。 既然到来了这永恒秘境, 那也没什么好说, 即将开始屠戮。 王太虚这一方的五人, 便是白方玉与秦皇, 还有着两位王家的死士。 至于另一边, 是一位妖娆的女子, 这女子身披着暗金色长袍, 脸上折着一张暗金丝勾勒成的面罩。 长袍胸口拉得极低, 露出来了大片大片血白的胸部, 都让白方玉与秦皇忍不住瞄了几眼。 但是白方玉和秦皇二人都深知此女恐怖, 根本不敢靠近。 白方玉看了前方,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来一个影子, 恶狠狠道, 大哥, 请允许我与秦皇出战。 我去会一会成见佛那边的人。 秦皇也是满脸肃杀, 王太虚看了二人一会, 点头应允。 另一方, 见吴道身边围绕着五人, 这五人终其一便是九幽建主, 不过九幽建主如今实力被压制到了大地修为。 也同样有着眼神中没有丝毫感情的死士, 但他麾下中, 另外的二人则显得奇怪。 一个是穿着极为华丽长袍的贵公子, 这位贵公子至始至终都是面色木讷, 仿佛对所有一切都不感兴趣。 从九幽建主小心翼翼的态度来看, 想必这贵公子来历不凡。 而另外一位, 则浑身笼罩在麻布长袍中, 像是一个世俗世界中的流浪者。 这王太虚, 还当真是好战啊, 我还挺好奇, 他到底有着什么底牌让他如此猖狂。 剑无道说着, 眼睛为你, 如果我猜得不错, 想必王太虚麾下的白方玉等人, 应该已经朝着陈剑佛那边杀去了。 九幽建主不懈道, 王太虚他们战略极为错误, 一个小小的琳朗, 能够引得起什么关注?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不妨在此等待, 坐收鱼翁之力。 剑无道并未吭声, 而是看向了那麻布长袍男子, 道, 我觉得我们也该派出人, 袭杀琳朗, 你怎么看? 这是必然的, 麻布长袍男子声音铿锵, 又无比坚定, 如果他不死, 大局不定。 大身穿华丽长袍的贵公子眼神微微波动了下, 好似被剑无道和麻布长袍男子的态度给引起了兴趣。 九幽建主郁闷无比, 不过想到凌晨的种种作为, 他立刻杀气四射, 大声喝道, 九幽请站。 于是乎, 九幽建主系带着两位死士朝着天空爆燃射去。 这个时候的王太虚和剑无道, 纵然是出自于不同的理由, 但竟然是有了同样的目标与方向。 足足五位有着底蕴的大地人物, 对着凌晨而来。 鸿磨天幕所遮挡住的地方, 也不过是方圆三千万里, 乍一看显得极为辽阔, 但对于大地的奔程却是极短。 陈建佛一直按捺不动, 他眼中光芒骤然一闪, 到, 王太虚那边共有着两位大地人物出发, 另一边也来了三位大地。 他们都朝着我们的方向急速而来, 陈锋立刻一惊, 难不成他们联合了? 如若联合, 那将是不妙的局势。 陈建佛并未吭声, 而是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凌晨, 说道, 看来你得罪的人不少啊。 凌晨面色不动, 直接道, 请将周天星辰盘借我片刻, 我去灭杀他们。 你以为你是谁? 陈锋皱眉喝道, 凭你一个人的能力, 莫非还想要, 但是他的话音还未落下。 凌晨还未争得陈建佛的同意, 一把抓住了周天星辰盘, 身形朝着远方急速射去, 令得陈锋还未反应愣在原地。 陈建佛似笑非笑, 陈锋, 跟上去, 陈锋随即反应过来, 脸色极为难看, 身形骚然变成了道恐怖的开山见光, 紧紧追向了凌晨。 凌晨并未飞出多远, 在五百万里之处停了下来, 站在了一座山巅上。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周天星辰盘, 不紧不慢地取下了背后的猎神枪, 将那缠绕在猎神枪上的层层白布取下, 露出了有黑霸气猙獰的枪声。 陈锋扫了一眼猎神枪, 看着对方谨慎移动的速度, 心中莫算恐怕两方人马 还需要几十个呼吸的时间才能到来此地。 毕竟对方没有周天星辰盘, 不知晓他们的位置。 莫非这就是你的底气? 陈锋冷笑连连, 据我所知, 猎神枪的威能可是连一尊普通的下平道气都无法比拟, 你别以为靠着他就能够, 凌晨完全无视了陈锋的冷嘲热讽, 将猎神枪架在了肩膀上, 深吸一口气, 他体内的大道之息顿时疯狂运转起来, 吞噬魔宫远古圣亭天圣王印杀破诸天四大古老的秘术涌入其中, 猎神枪上七颗金石之中, 两颗金石便是泛起了夺破光辉。 风筑耳朵, 凌晨善意地提醒道, 什么, 陈锋一时间还未反应过来, 竟是愣住了。 然而接下来, 陈锋猛地听到了一道恐怖的轰鸣声, 他的耳膜被这鼓声浪冲击地嗡嗡作响, 带动了剧烈疼痛, 令得陈锋脸色骤然大变, 他只感觉到一股恐怖能量倾泻出去, 竟是令他僵在了原地。 此刻陈锋的大脑有了片刻的空白, 脑海中唯独汹涌着巨大的轰鸣声, 整个天地, 仿佛都变成了雷鸣风暴, 远方距离不到一千万里之处的九幽剑主政杀气四射, 强大的九幽剑意根本毫不掩饰, 他实在是太恨凌晨了, 所以他想要迫不及待地轰杀凌晨。 但是远方突然想起到了轰鸣的巨响, 使得九幽剑主唯唯一愣, 这句响声好像在哪听过, 难道前方已经开始战争了? 可紧接着这尊无上大帝突然身体一将, 无数年战斗的经验, 以及他无上大帝的玄妙境界, 心中顿时警铃大作。 一缕长达十米的火坛, 以着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了他面前, 火坛后方还拖着长达百万里的火色红光。 这一幕,九幽剑主实在是太熟悉不过。 不,九幽剑主猛地发出声嘶吼, 他体内蹦射出来了恐怖剑翼, 多年未动的本命法剑终于在此刻祭出。 紧随着便又是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巨大的火焰蘑菇云开始生腾而起, 逐渐肆虐在了整个天地。 与九幽剑主只是相距了几百万里的秦皇和白方玉也同样杀气冲天。 在白方玉的心中, 凌晨已经被纳入了必杀的名单, 他是怎么也不能放过那个胆大包天的凌晨。 一想到凌晨的种种作为, 白方玉便是咬牙切齿。 远方突然一道轰鸣声响撤起来, 令得白方玉和秦皇都是眼皮一跳, 心中忍不住道, 莫非前方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那是什么? 秦皇突然扭头一看, 脸色无比骇然, 白方玉也是看了过去, 他们二人只见到一团巨大的火焰席卷了足足几百万里, 化为一尊恐怖的蘑菇云, 缓缓地在地面上升腾而起, 就连那这壁天地的红魔天幕都微微震站起来。 两人都是单若木鸡, 耳边竟是轰鸣之声, 到底是何等力量, 才能爆发出来如此的伤害。 但也就在此时, 一到二人之前听过的轰声, 再度响撤而起。 白方玉和秦皇几乎都同时下意识地回头, 他们只见到面前一颗长达十米的火坛拖着长掌的火色尾巴急速射来, 二人的脸色, 几乎在这一瞬间变得铁青而坚硬。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尘封彻底的单若木鸡, 双目失神, 他的脑海内全是无尽的轰鸣声, 前方的那巨大的蘑菇火云,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他的身体, 竟然有些不可遏止的轻微战斗起来。 这, 这是什么威能? 第1538章轰鸣天地, 二, 建筑于建神山山顶上的建圣宫, 一直以来, 都聚集了整个建界的目光。 此刻建圣宫之众, 已出列为绝对境地的存在, 饶氏无上大地级别的太上长老也没有资格进入其中。 第六代建圣宫公公主周瑜缓缓地走来, 这冗长的黑暗之道, 好似看不到尽头。 周瑜身躯四周散发着古朦胧星光, 照耀着一点点的黑暗, 这不是普通的星光, 而是一种更为高层次的建议。 周瑜脚步终于停下, 黑暗的尽头浮现出来了尊巨大的门户, 这门户古仆而厚重, 上面还有着残破的剑痕。 见过五位前辈, 周瑜微微弯腰, 对着五位巨大门户前的黑袍人敬礼。 饶氏他乃第六代建圣宫公公主, 掌握着整个建界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这五位黑袍人面前, 他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这五位黑袍人自从开辟建圣宫以来便一直存在, 冲荡着这绝境之地的守门人。 他们每个人的修为都乃是无上大地, 而根据周瑜的知晓, 这五位黑袍人的存在与那伟岸的存在脱不了干系。 五位黑袍人微微汗手, 那古老而厚重的大门便是缓缓打开。 周瑜深深地吸了口气, 跨入了这门户之中。 比来了, 古老的声音响起, 不带丝毫感情, 周瑜身子微微绷紧, 却是没有丝毫保留, 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见界本源, 为何此次则选见界之子需要外人参与进来? 现如今有了恶魔十足转世的琳朗, 蜘蛛魔王, 还有着信仰界与通天地祖的传人都参与了进来, 这样岂不是影响了三雄之间真正的实力? 见界本源淡淡一笑, 道, 若是低级世界则选见此, 那么必然比拼的是天交之间的实力资值。 如果更受一筹, 还有着资值, 但无则选的见此, 将不仅仅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周瑜全神聆听, 见界本源又道, 无知借此, 将继承我一部分的本源之力, 与整个见界融入一起, 继承整个见界的命运。 见圣公三雄都是人中之龙, 之所以让他们邀请外人相助, 只不过是为了看看他们互相牵扯的人, 谁牵扯到的命运更为巨大。 周瑜脑海中猛地闪过了道闪电, 牵扯命运之人。 零的意思是, 谁能够牵扯到更大的命运之人, 定然会成为介子, 因此可以判定将来的前途必定无量。 当然如此, 见界本源道, 如今见界排名到了第二十名, 不再是起初之时前十名的巨无霸。 若想要在接下来的浩劫中存活, 那么必然要看谁的命运更为强大。 周瑜心中的大师重重落地, 脸上浮起了丝笑容, 三雄争霸, 恐怕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介子便会诞生了。 永恒秘境, 红魔天幕中, 两道如同雷神般的轰鸣, 代表了三雄之间的争斗彻底地开始。 凌晨深深地吸了口气, 坚韧的意志力强撑着他的身体不倒下去, 但体内一阵震范起来的虚弱感, 却是实实在在地折磨。 一脸打出了两发猎神枪, 凌晨体内堪比百尊大帝的大道之席 一泻如注, 体内没有丝毫残留。 更为可怕的是, 他身体受到了不小的负荷, 大腿与胸膛上都是裂开了不少的伤口, 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愣着干什么, 有什么恢复体力的神药吗? 凌晨看着陈锋一直在发呆, 忍不住好了出来。 就算他一直坚韧, 也无法真正地支撑多久。 最为关键的是, 陈锋这家伙非得看他出丑, 导致他连吞噬魔弓都不敢运转。 陈锋被凌晨一吼, 立刻从失魂落魄中心醒了过来, 但是这位第一天骄的脸上却全是惊慌之情, 连忙掏出来了七七八八的玉瓶。 凌晨也不吭声, 一把抓来了不少恢复的丹药吞服下去, 体内才稍微好受了些。 谢了, 凌晨说道, 转手将那散发着真容之意的猎神枪用白布包裹住, 倒插在了背后。 一时之间, 刚才散发出来的通天利器, 此刻消失得荡然无存。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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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锋憋得脸通红, 怎么也无法将那些字说出来, 因为他想到了之前对凌冷的一阵冷嘲热讽, 现在他觉得这是多么的滑稽与幼稚。 如果刚才两枪, 不一枪对准自己, 自己能挡得住。 一想到刚才那轰鸣天地的场景, 陈锋的脸色再度一片惨白。 别愣着了, 回去吧, 凌晨淡淡道, 将周天星辰盘不忘占为己有, 丢入了万叶星之中, 朝着陈建佛所在的位置飞去。 王太须腹手而立, 就在刚才, 他听到了几道沉闷的轰鸣声。 这轰鸣声让他心底隐隐有着种不好的预感, 但这不好的预感立刻让他从心底驱逐出去。 看来前方已经开战了, 王太须淡淡道, 距离他不远处的那黑袍妖娇女子轻声一笑, 笑声如银铃扳月尔, 王太须,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太小看琳琅。 连你也认为他很强大, 王太须嘴角勾起了魔冷笑, 不过就在此时, 王太须神念一动, 顿时笼罩在了百万里开外。 在他神念笼罩的范围内, 一个人影正狼狈地逃窜而来, 人影手上还提着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王太须刷的脸色彻底冰冷下去, 这狼狈逃窜而来的人便是秦皇, 此刻秦皇手中提着的却是一个烤得黑胶的头颅, 如果仔细辨别, 还能依稀看出白方玉的几分模样。 秦皇脸色惨白, 断断续续道, 火恐怖的火, 还有爆炸, 王太须脸色越发寒冷, 来回多部片刻后, 立刻立声道, 全体出发, 寻找剑无道。 剑无道此刻正在与那高贵的年轻人交谈着什么, 显然高贵的年轻人很少说话, 多半的时候都是剑无道在说。 高贵青年问道, 那个灵冷是什么来历? 怎么值得你们这么重视? 剑无道一愣, 刚欲开口, 随即脸色一变。 剑无道, 高贵青年, 麻布青年眼神都是齐刷刷地看向前方。 只见到一个人影正颤颤巍巍的飞来, 直到看到了剑无道之后, 这人影轰然倒地, 身上溢出的鲜血顿时染红了地面。 这人影赫然是九幽建筑, 昔日的无上大地一流势力的掌门此刻惨不忍睹, 整整半边身子被彻底轰掉, 浑身都被烤得焦黑。 剑无道飞快走来, 探测一番, 松了口气道, 还有救。 高贵青年补了一句, 没有十天, 起码恢复不过来。 剑无道眉头皱起, 微微思索了下, 道, 九幽建筑纵然被压制大地, 但也实力不俗。 能够一即将它打成这幅模样, 到底是谁出手了? 高贵青年默默不语, 麻布青年却突然咧嘴一笑, 直觉告诉我是那个王八蛋干的。 凌冷, 剑无道眼角一跳, 随后苦笑地叹了口气。 真是那家伙干的话, 他的实力又达到了什么程度?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猜想, 王太虚带着一杆手下, 杀起滔天地朝着剑无道飞腾过来。 但当王太虚看到了只剩下半边身子重伤不省的九幽建筑, 一时间彻底愣住。 第1539章 轰鸣天地 陈建佛坐在一个小山包上, 竟是掏出了一些食物与酒水, 一人独自吃着喝着, 逍遥自在, 没有丝毫紧迫感。 凌晨掏出来了周天星辰盘, 看着上面聚拢一起的九葛光点, 淡淡道, 我要求单独出战。 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我的战力。 陈锋看着聚拢在一起的九葛光点, 根据这周天星辰盘的显示, 想必王太虚和剑无道已经聚拢在一起, 极有可能组成了临时联盟。 凌冷想单独抗衡联合在一起的双雄, 陈锋张了张嘴, 但耳边隐隐传来了轰鸣声带来的作痛, 让他逝去地闭上了嘴。 既然你想去, 那你就去。 陈建佛干脆道, 想要一股作气干掉他们几乎不可能, 我暂时不打算出战。 没关系, 凌晨当着陈建佛的面, 将周天星辰盘再度占为己有。 陈建佛眼皮跳了跳, 纵然是他, 这种控制战局的周天星辰盘也极为难得。 但眼下他也只能忍着肉痛, 目送着凌晨飞快离开。 奔出了足足五百万里之后, 凌晨背后一个巨大的黑洞顿时展开来, 这黑洞高达十五米左右, 充斥在永恒秘境的天地灵气飞快的卷入其中, 不断填充着凌晨的大道之席。 这永恒秘境非同小可, 蕴含的天地灵气简直是海量, 凌晨吸收了不到一个时辰, 他体内的大道之席彻底地填满。 镇压诸我的气息, 凌晨对着命喝道, 命率领着三大古符立刻镇住了凌晨的一切天机, 如今除非有着擅长推算天机的无上大地, 才能够发掘凌晨的存在。 有着周天星辰盘锁定目标, 又有着命自古符镇压气息, 此刻的凌晨突然变成了增黑夜中恐怖的杀手, 正带着巨大的死亡阴影, 朝着双雄聚集之地悄悄地摸过去。 原本气势汹汹的王太虚现在一言不发, 眼下局势已经很明朗, 陈建佛那边一个神秘的存在轰杀了他的一个人马, 连带着九幽建主都陷入了重伤。 到底要有怎样的力量, 才能令这白方玉和九幽建主遭受如此重击。 剑无道面无表情道, 既然连人都无法捕捉, 那么对方肯定是超越了神势所能锁定住的位置发动的攻击。 根据秦皇所说, 两道轰鸣声之后就结束了, 那么对方应该只能够打出这两道恐怖轰击。 王太虚点头认可, 要让女子更是赞赏道, 不愧是剑无道, 分析得条条有理。 蜘蛛魔王料赞了, 剑无道不动声色道, 陈建佛那边出了这神出鬼没的存在, 堪比于一尊顶级杀手了。 不妨我们双方战写结成联盟如何, 王太虚略为犹豫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红魔天幕张开后, 可足有着一整天的时间他们三雄无法出去, 如果还遭受到这神秘人的阻击, 那么对王太虚略或者是剑无道, 都是极为巨大的困扰。 现在结成联盟, 反而是最好的抉择, 既然现在是联盟了, 那么我可以说一句, 刚才发动两起神秘攻势的人, 十有八九就是灵冷。 剑无道肯定道, 王太虚顿时冷笑而起, 灵冷有这么大的威能。 我倒还真不相信, 眼下我们双方也没有必要纠结是谁, 直接张开大网, 朝着陈剑佛扑过去, 定然能够杀她的措手不及。 剑无道顿时沉默不语, 眼神闪烁, 没有多说什么。 然而他们无法知道的是, 距离他们一百五十万里之处, 凌晨双目闪烁着混沌灵气, 模拟出来了天机界的天眼, 看着猪人的举动。 有着命自骨服镇压气息, 他们根本无法发掘到凌晨。 那个女人, 好浓郁的恶魔气息, 想必就是蜘蛛魔王了。 凌晨眼神闪烁, 脸上带着某微微诧异, 没想到剑无道居然爬到了这等地步, 成为了剑圣公三雄之一, 而且他身边的那个高贵青年是信仰界的。 那个麻布青年怎么身影给我一种熟悉感。 凌晨看着双方的阵容, 首先是呆愣了片刻, 怎么也没料到昔日在圣灵大陆上 是敌视友般的剑无道, 居然成为了剑界的三雄。 片刻后凌晨嘴角勾起了某笑容, 看来这永恒秘境之行稍微变得有意思了。 他二话不说, 背后的猎神枪立刻被取了下来, 白不摊开, 凌晨扛着这把五米长的大枪, 开始锁定了九人聚集之位。 猎神枪的枪头在剑无道, 信仰界天骄, 麻布青年蜘蛛魔王, 王太虚等人身上一一掠过, 几乎没有任何思考, 他的猎神枪枪头立刻锁定在了王太虚的身上, 他可是记得这个家伙在腰月城的时候嚣张无比。 远方的王太虚大手一挥, 霸气十足, 到时候灭杀陈建佛之时, 那个灵冷交给我, 他是我的猎物, 等我将他斩杀之后, 再与你, 轰。 一声远方传来的沉闷乍响, 立刻让在场的诸多天骄强者齐齐一愣, 唯有秦皇在听到这沉闷乍响声时, 脸色刷得惨白下来。 下一刻众人齐齐脸色大变, 见吴道大鹤一声不好, 身形急速退开, 一时之间, 王太虚的身边只留下了两个王家的死士。 王太虚的脸色骚然炸开, 长发飞舞, 瞳孔收缩成为了一点症状。 只见着一道五米大小的火坛拖着长掌的红光, 眨眼间轰至了他的面前, 速度恐怖, 连反应机会丝毫都不留。 少主小心, 一味死士陡然大喝, 在此刻他扭转起来了无上的秘法, 属于大地的威能开始蓬勃散发, 整个人如同一尊巨大的山巒, 瞬间挡在了这火坛的面前。 这一刹那, 王太虚也是反应过来, 身形化为一道剑光桃远。 在众多天骄的注视之下, 轰隆一声巨响, 所有人耳边皆是嗡嗡阵响, 巨大的火焰化为了一尊蘑菇巨云升腾而起, 撼动天地, 狂暴地冲击大风朝着四面八方汹涌席卷。 那尊王家的死士, 身形直接被彻底湮灭。 这催枯拉朽般的爆炸力, 让在场的天骄都是齐齐呆住了, 那秦皇见到的可是第二次, 却还是忍不住发出了道尖叫声, 身上冲起来的道道悬光, 大地威能瞬间迸发。 他在不远处窥视着, 信仰界的天骄立刻大声立鹤道, 他在此刻悍然出手, 一张金光交织的大手, 带着浓浓的信仰之力, 狠狠拍向了凌晨所在的位置。 凌晨丝毫不恋战, 他体内混沌之气涌起, 瞬息坚顿出了足足五百万里。 凌晨二话不说, 钻出土地, 掏出周天星辰盘, 锁定光点, 再度猛地扛起猎神枪。 他还有第二发, 见无道大声喝道, 众多强者立刻一惊, 就连那信仰界的天骄也是毫不犹豫, 身上涌起来了强大法宝光泽。 于此之际, 一道轰的臣们声响从远方传来。 一束火坛以着骇然速度, 竟是刹那间冲到了那秦皇的面前, 在火光的照耀下, 秦皇面色惨白, 整个人身体根本无力躲避。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令他来不及反应, 通龙, 又是一道巨大的蘑菇火云升腾而起, 磅驳的火烂滚滚席卷, 秦皇犀利的惨叫声骤然划破天空, 但仅随着消失全无。 众多天骄都是感应到, 秦皇的升级已经彻底湮灭。 顿时间, 现场死一般沉级, 第1540张轰鸣天地, 四, 整整两发猎神轰击, 将见无道, 王太虚这二位双雄的气焰瞬间打压了下去, 带来了短暂的死级。 因为猎神枪的力量着实太过巨大, 饶是秦皇撑起来了下品盗气, 还是瞬间湮灭。 可恶, 王太虚在此刻猛地长笑一声, 气势暴增, 一道道宛若虚无般的巨剑如同火山喷发般朝天穷涌去。 他现在已经彻底地被激怒了, 短短片刻, 这个神秘的绝顶杀手就让他损失了两员大将。 蜘蛛魔王, 王太虚声音如雷, 给我查出此人踪迹。 妖娆无比的蜘蛛魔王咯咯一笑, 白皙修长的五指上顿时燃起了蓬蓬绿火, 这些绿火点入虚空, 灼灼燃烧, 一缕缕被封闭的天机全部都在这燃烧之下暴露出来。 蜘蛛魔王的声音一沉, 对方身上的气息被镇压住了, 我无法探查出来。 这一下, 王太虚脸上的怒火足足缩退了一半。 尽管他心中在不想承认, 但是真相已经彻底地浮出了水面, 唯独有着命自三大古福的琳朗, 才能够封闭自己的天机。 那个琳朗, 竟然是这般强大。 灵, 冷, 王太虚争了片刻之后, 随即抬头发出了一道怒气冲天的咆哮。 一口气远顿了足足五百万里的凌晨背后吞噬魔弓在展开着, 强大的天地灵气开始迅速地灌入凌晨的体内, 有着吞噬魔弓加持, 凌晨仿佛变成了尊无底洞的法力怪物, 丝毫不担心大道之息的枯竭。 但那烈神枪连续喷发两枪的后果, 却是让凌晨浑身都在抽搐着, 不少地方皮肤已经裂开, 从其中溢出来了鲜血。 一个时辰过了之后, 凌晨背后的吞噬魔弓才化为无数黑光钻进他的体内, 吞噬魔弓自行在体内运转, 虽然效果不是特别大, 但却能够源源不断地填补着凌晨的大道之息。 一个时辰的吸收时间, 他体内的大道之息已经彻底恢复, 整个人杀气如虹。 他掏出了周天星辰盘, 上面只剩下了八个光点, 凌晨锁定了下位置, 便催动了先天混沌顿数追踪而去。 瞬息间, 他距离王太虚, 剑无道等人只有150万里的距离。 嗯, 凌晨用天眼窥探着众人, 却是愣了愣, 除了一脸僵硬杀气始终在肆意的王太虚之外, 剑无道等人戒备却并不森严, 反而还相互之间谈笑风生, 仿佛压力并不是特别巨大。 对方难道不具猎神枪的威能? 正好, 凌晨二话不说, 眯着眼睛, 背后硕大的猎神枪被抗在了肩头。 王太虚在原地做了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终于无法忍受, 剑没一挑, 对着剑无道喝道, 有什么办法, 可以追踪凌冷? 莫非我们就在这里干等下去, 剑无道毫不留情道, 我是没有其他办法。 王太虚心中微微一目, 却强制性地按捺了下去, 神色颇冷道,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在这里耗着吧。 刚才那两集, 耗费了他全部的大道之席, 纵然有着神要相助, 恢复过来起码也要, 但就在此时, 凭空一道沉闷的轰隆声骤然响起。 连同剑无道在内的诸多天骄奇奇变色, 这才过去了一个时辰, 难不成对方能够发出三道这样的轰击? 王太虚几乎下意识地心中声腾起来了巨大的警兆, 他的瞳孔缩成真状, 其中倒映着一束拖着巨大红光的火坛, 正朝着他的身体汹涌而来。 八方诸神, 助剑而守, 王太虚猛递在此刻大喝, 他身边冲起来了八束剧烈神光, 八尊来自上古洪荒长河之中的伟岸身影拔地而起, 皆是双手持剑, 插地而立, 通龙, 天地一声沉闷巨诈, 好似裂开了一道巨大口子, 所有天骄耳边都是嗡嗡作响, 蘑菇云般的棒薄火焰带着烟灭的气息轰在了王太虚的身上, 八方诸见神明奇奇身形全部粉碎开来, 紧接着便是王太虚的身形如同炮弹般到飞而出, 全身无比破烂, 看起来狼狈之际。 虽然王太虚躲过了猎神枪这恐怖湮灭一击, 但整个人却遭受到了巨大负荷。 在那个方位, 剑无道, 信仰界天骄, 麻布青年以及这蜘蛛魔王在此刻身上都汹涌起来了庞大奇迹, 四尊天骄闪电般出手, 四道庞大的神是犹如四尊神山般镇压在了凌晨的所在位置。 这只是前兆, 接下来只需电光火石的刹那, 凌晨将要遭受四尊强大天骄的联手镇压。 饶势凌晨此刻也是脸色违变, 巨大的危机让他体内的混沌灵气疯狂燃烧起来。 然而此刻, 今天的杀气骤然破空而起, 王太虚虽然遭受剧创, 但他的身体还是在此刻发挥出来了无边的伟岸之力。 天红灌日剑, 王太虚一声怒吼, 以身为剑, 整个人骚然化作了尊七彩光芒朝着凌晨贯彻而来。 这一时间, 他的速度无比匹敌, 甚至堪比了凌晨混沌顿数的速度。 天红灌日, 一时间的爆发力让王太虚自身化作了天际之红, 以着无与伦比的速度贯彻而来, 让人无法逃离。 如若几重, 敌人的一切精气神都会在这一级之中归于天地, 纵然是凌晨在这时间催动混沌顿数, 他也无法逃避。 所以凌晨放弃了混沌顿数的逃跑, 眼中那束红光瞬间飙射在他的面前。 哈哈, 你已无路可逃, 王太虚在此刻发出了雷鸣般的小声, 长红之下, 一切敌手都将摧毁。 然而他的笑容戛然而止, 因为他猛地发现凌晨手臂一台, 那长达五米的猎神枪立刻对准了冲击而来的王太虚, 西黑深幽的枪口让人寒意四射。 见无道四尊天骄全部呼吸一致,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王太虚的身形抵在了猎神枪上。 轰, 毕生俱响, 攜带着棒薄的火焰将王太虚的身形瞬间湮灭。 凌晨的整个身形也在这巨大轰击之下, 身体直接被狠狠震飞出去, 他的身体四肢都在此刻溢出来了无数的鲜血与伤口, 看起来像是个活脱脱的野人。 他体内的大道之习再度骤然为灵, 休想逃, 这个时候信仰界天骄的攻击如同闪电般攻击而来, 巨大的金光大掌封锁了凌晨四面八方, 好像要将凌晨活生生地捉住。 凌晨体内的混沌之气再度燃烧, 整个人朝地一缩, 使得金光大掌只能轰隆拍落在地, 狂逃而走的凌晨身形一阵, 口中鲜血猛逼一吐, 但却顾不得什么, 疯狂地朝着远方逃窜。 与之同时追击的剑无道, 麻布青年, 蜘蛛魔王三人都是僵在半空, 他们已经失去了凌晨的气息。 剑无道脸上的笑容收敛, 缓缓转过身来, 看向了王太须遭受巨大湮灭的肢地。 无数的火焰退却, 偌大的永恒秘境上浮现出来了个长达百万里的巨坑, 而一个浑身漆黑的身影, 也是从其中缓缓浮现而出。 王太须呼吸急促, 脸色苍白, 头发之中夹杂了几缕白发, 整个人好像瞬间苍老了百岁。 他的确在这轰击之下活了过来, 但付出的代价简直是难以想象。 琳朗, 我要杀了你。 王太须耗尽巨大的精气神, 朝着天空发出了声恐怖咆哮。 然而接下来他的双目陡然瞪大, 一道恐怖的剑光直接朝王太须撕裂而去。 初剑之人, 正是剑五道, 第1541章大公子之令。 凌晨从团蓬松的土地上钻了出来, 急促奔行的情况下, 凌晨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 连续翻了几格滚之后, 整个人呈大字形躺在地面上, 气喘吁吁。 他翻滚过的土地上都是沾染着鲜血, 他身体表面更是惨不忍睹, 浑身裂开了上百道伤头, 鲜血与泥土混合在一起, 显得极为肮脏, 也给凌晨平添了更大的疼痛。 刚才那信仰界的家伙, 差点杀了我, 凌晨脸色阴沉如水, 纵然他此刻动弹不得, 但刚才的生死之间却是激起了他心中的猙獰。 命却毫不同情, 比一道, 近距离150万里催动猎神枪, 这简直是一击之后将别人暴露在面前。 猎神枪可是能射杀3000万里之内, 你为何要跑得那么近? 凌晨理所当然道, 近距离能够亲眼见识到爆炸威力。 命, 凌晨开始审视自己的身体, 饶时有着吞噬魔弓不断汲取着天地间的能量, 但是他体魄上的伤害, 却不是那般轻易恢复的。 看来只好暂时回去了, 凌晨心中一叹, 这场猎杀, 到此为止了。 但凌晨却不知道的是, 一场大战正在双雄之间展开。 剑无道看着重伤的王太虚, 丝毫不犹豫, 一道如红般的剑光撕裂而来。 剑无道如今的修为简直是深不可测, 他的一剑之中, 竟是包含了足足上千种剑意, 有种万象皈依, 万法皆道的感觉。 他出手便是杀招, 只取王太虚的命。 重伤之下的王太虚脸色上没有丝毫惊慌之色, 反而布满了嘶冷笑。 滚开, 王太虚竟是不动用自己的古剑, 反而一拳轰去, 在他拳间喷发出来了上万道光芒, 却眨眼间又如潮水般收缩回去, 这般一喷一收, 刹那间竟是演变了上百次。 万红阵天拳, 剑无道眼神一立, 一剑一拳之间的对轰, 使得这片空间陷入了古短战的极境。 剑无道整个人好似遭受到了庞大力量的冲击, 身形朝着后方一口气收缩了足足三万里。 重伤之中的王太虚, 竟还是这般战力不凡。 哼, 王太虚鼻孔中好似喷出了两道剑光, 整个人赤裸着上身, 不迟一剑一物, 竟是散发出来了如同泰山般的压迫力。 信仰界天骄与麻布青年都是沉默不语, 神念却一直锁定着蜘蛛魔王, 这个女人带给他们的威胁程度丝毫不弱。 剑无道持剑而立, 眼神为闪, 道, 太虚师兄果然不愧是当年剑圣公第一人, 虽然遭受到了凌冷的两次轰杀, 却依然能保持着如此战力, 果然不愧当年剑王之称。 王太虚却丝毫不喜, 冷然道, 剑无道, 你最好别惊我。 他直接转身, 大步朝着天际走去, 犹如一尊回归的霸王。 蜘蛛魔王临走之前还不忘对着剑无道三人留下了一串银铃般的小声, 听得让人心神荡漾。 为什么不留下他? 信仰界天骄周眉问道, 凭你的实力, 根本不用惧怕这王太虚。 王太虚不简单, 不要小瞧, 而且最大的威胁不是他, 而是来自陈建佛。 又是因为灵冷, 信仰界天骄眉头一挑, 眉宇间好似有股莫名风暴在肆虐着, 如果那个家伙逃跑的功法稍微差一点, 那么我灭杀他只不过是藩掌之间。 剑无道沉默不语, 那麻布青年却是在此刻仰头大笑, 在那麻布长袍之下, 露出了一张粗狂却不失细腻的脸。 这个男人, 是流通天, 红魔天幕的效果依然持续着, 不过在凌晨连续两番的轰杀之下, 时间也是流走得极快, 距离红魔天幕失去效果, 只有一个多时尘罢了。 凌晨不得不服输, 再度找到了陈建佛。 曾为菩提佛主转世的陈建佛拥有着极为强大的治疗效果, 在一层层的佛光笼罩之下, 凌晨身体上的伤口以着难以言喻的速度迅速合拢, 迅速恢复着。 陈锋眼神敬畏地扫了凌晨一眼, 他身上的这幅伤势, 起码是与一位见解之雄战斗才能够形成的。 当然陈锋根本不知道, 凌晨是一口气一网打尽, 命,我有着种直觉, 王太虚并未有死。 凌晨眼中是一汪漆黑的潭水, 王太虚见无道, 臣见佛, 还是他们麾下那几尊强者, 都是非同小可。 总的来说, 我大帝修为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命没好气到, 你还有那么多分身, 若是分身全部融合, 无上大帝看到你也得跑吧。 凌晨默然不语, 分身是他的底牌, 没有必要, 最好不要动用。 不过这倒是也将凌晨提醒过来, 在他的万艳星之中还有着两尊分身, 曾经吸收了大地尸骨的玲珑, 还有着九幽剑池的剑铃。 当然, 还有着他庞大的三十万尘蒙精锐。 接下来的战斗才有点意思吧, 红魔天幕即将消失, 那么提前的一些热身活动就结束了。 凌晨眼中光芒闪动, 宛如投恶魔,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的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 凌晨理清好了心思之后, 才开始专心地接受着陈建佛的治疗。 所有人都清楚, 本来王太虚张开红魔天幕, 是为了迅速地开始决战。 但由于凌晨持着一杆裂神枪, 导致了整个战局彻底的变化。 红魔天幕的争端已经结束, 接下来永恒秘境, 才是真正的战场。 剑界内, 妖岳城乃是剑圣公麾下的第一大城, 由于万剑大会的召开, 整个妖岳城人满为患, 无数大势力的巨头都居住在此, 形成了一幅百年才有一次的盛世景象。 但整个妖岳城到来的巨头们都不知道, 在这妖岳城的城池下方, 却悬浮着一团巨大的阴影。 这团巨大阴影充斥在城池下的泥土内, 幽暗的光芒不断散发着, 一亮一灭, 犹如保持频率跳动的心脏。 这团阴影, 世尊城池, 虽然这城池没有妖岳城那样巨大, 但无可否认这城池在地底中的城池 相当于妖岳城三分之一的大小。 三分之一, 两千多万里, 但这样的一尊城池, 整个建界却是无人知晓, 因为这个城池乃是恶魔族建立的城池。 而这个城池的主人, 叫做蜘蛛魔王, 这是恶魔族在整个建界的最大据点。 此刻这座阴影城池内, 最为深处有着尊大殿, 大殿昏黑无光, 一张漆黑的圆桌摆放在此, 虽然看似简单, 但却充斥了古极为神秘的气息。 不久之后, 一尊尊身披着黑袍的人缓缓跺步走进这神秘大殿, 这些黑袍人为促不多, 刚好十一个。 黑袍人们找到了自己的专属位置, 一双双瞳孔在这黑暗中闪烁出来了暗红色的血光。 不多久之后, 一位黑袍人开口了, 声音极为沙哑。 大公子传来命令, 让我们进攻整个永恒秘境。 此言一出, 全场皆经, 第1542章魔城催动。 一语经四座, 这圆桌会议上的11位黑袍人再也无法保持之前的镇定。 大公子让我们去进攻永恒秘境, 这为什么, 一旦曝露出来, 我们蜘蛛魔城就无法在建界上立足。 永恒秘境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这到底是为什么, 大公子难道没有做出解释? 圆桌上的11位黑袍人, 揭示着蜘蛛魔城的太上长老, 他们的身份地位如同曾经的七叶魔皇一般, 都是魔皇身份, 修为达到了无上大地的层次, 散布在整个建界的四面八方, 收集着建界大大小小的情报, 发展势力。 蜘蛛魔城, 便是他们的聚集之地, 通过蜘蛛魔城散开的蜘蛛魔网般的模式, 达到了一种极其资源的力量。 而现在大公子的命令让他们无法理解, 也无法释怀。 蜘蛛魔城发展到现在, 在间界诸多伟大的目光之下建造, 可是花费了相当的功夫, 一旦曝露出去, 之前的所作所为, 将全部复之东流。 刚才发话的那尊黑袍人抬手压了压, 整个会议大殿的声音全部安静了下来, 只听他道, 大公子知道你们极为不解, 但这的确是大公子的命令, 现在就让大公子的意志亲自降临。 此言一出, 整个会议店的十一位黑袍人眼中暗红光芒都是狠狠一缩, 那黑袍人屈指一弹, 一缕上古魔光撞入这漆黑的圆桌上, 腥红如血般的符文便缓缓地从上浮现出来, 不断扭曲蠕动, 组成了道上古阵法, 紧接着, 庞大的意志顿时从阵法上汹涌而起。 这古意志高贵无比, 仿佛达到了一切的起源, 让人无法质疑, 也让人无法亵渎。 十一位黑袍人全部都是齐齐站立而起, 神情肃穆喝道, 恭迎大公子。 恶魔大公子略带苍白但却英俊非凡的面容浮现了出来, 他的神情一如既往的优雅, 那双漆黑的铜人, 仿佛看透了天地间的一切。 诸位魔皇, 我一致透过针法并不能降临太久。 恶魔大公子语气平淡, 但声音却是植入人心, 永恒秘境是观着剑界之子的诞生, 故而连剑界本源都不敢插手。 恰好现在蜘蛛魔王达到了永恒秘境, 透过定位空间坐标, 你们可以全员直达永恒秘境。 十一位魔皇的呼吸都是唯唯一致, 恶魔大公子的话应在此刻揍冷三分, 在剑界之中, 有着剑界本源还有着诸多强者关注, 蜘蛛魔城不敢太过猖獗, 但若在永恒秘境内, 就可以毫无保留, 没有任何顾忌。 你们的目的, 就是斩杀琳朗, 不要有着任何犹豫。 此言一出, 全场再度死一般的寂静, 恶魔大公子的身影也在那阵法上荡然消失。 十一位魔皇的誓海之中却是不断回荡着恶魔大公子的话语, 斩杀琳朗。 那个乃是恶魔始祖转世降生, 却有着命字等三大古福的奇特存在。 在场的魔皇, 身份地位都丝毫不低, 他们都在此刻露出了疑惑。 当灵冷苏醒体内始祖魔器之时, 恶魔大公子的命令便是要生情灵冷, 败回恶魔界。 但如今眼下, 为何要直接斩杀而死? 不管如何, 这是大公子的命令, 我们必须去执行。 一位黑袍人声音沙哑地打破了极境, 各位立刻召集无足战士, 集合在这蜘蛛魔城, 催动魔城, 前往永恒秘境。 在场魔皇都是互相对视一眼, 眼中光芒闪烁, 但想到恶魔大公子的那等威严, 他们的心底都是轻轻一叹, 却是毫不质疑地喝道, 是, 他们都非常清楚, 这一去永恒秘境会代表着什么结局。 永恒秘境内, 王太虚如同战神般独自离去后, 一言不发, 双目中的寒谈却是涌动得越发凶猛, 显然在刚才短短碰撞, 将这尊天骄心中的怒意给彻底地蹦裂出来。 不过纵然王太虚再强, 在两极猎神枪的轰击之下, 他的身体也受到了的极大重创。 这一战, 王太虚损失极为严重, 不仅死去了一位死士, 秦皇和白芳玉也被灭杀。 而他自身, 一张珍贵无比的保命符录, 也消耗掉在了一次猎神枪的轰击之上。 我的报酬, 至少再提升一倍, 王太虚直接对着蜘蛛魔王冷喝一声, 也不论蜘蛛魔王是否同意, 掏出了霉丹药将之服下, 开始调养自己的伤势。 蜘蛛魔王那暗金色的面具下, 诱人的红唇勾起了抹笑意。 不过此时, 蜘蛛魔王的脸色一睁, 随即他白皙得玉手一扬, 一缕黑色的烟雾如同尘土随风飘扬而去。 他整个人的气息陡然下降一截, 导致蜘蛛魔王都是闷横了一声。 疗伤之中的王太虚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随即才舒展开来。 距离红魔天幕彻底粉碎, 还有着一个时辰, 永恒秘境内三雄修占, 各自疗养, 整个间界之中却是为之震荡了起来。 聚焦了无数强者目光, 有着无数强者为之栖息的妖月城, 在此刻竟然是微微地震战了起来, 无数的巨头们都是神情伪变, 目光看向了妖月城的弟弟, 目光如同利剑般, 好像看透了层层奥妙。 怎么回事, 杨云凡大叫一声, 整个长达了五六千万里的妖月城 怎么会突然摇晃震荡起来? 紧随着一声古老城门的撞击声, 瞬间荡开在了整个妖月城的上方, 如同古老的战鼓, 敲响在四面八方强者的心头。 杨云凡等几位长老下的城帝 开始摇晃得愈加剧烈, 不多时, 无数的城帝开始层层朝上裂开, 无数到打入妖月城中的古老静置, 都在此刻如同镜子般破碎, 响彻起来了无穷轰轰暴响。 杨云凡脸色大嗨, 身形开始迅速地飞离, 目光朝着那破碎出来了 足足两千多万里的城帝一看, 他隐隐间看到了一座漆黑的城市, 这座漆黑的城市展开了古恐怖的争容。 中品道气, 杨云凡脑海内瞬间闪过念头, 紧接着一股股磅薄的意志与力量 在整个妖月城上爆发开来, 无上大地大地巨头, 开始纷纷展露自己的威压, 全部都锁定在了破碎的妖月城地底之下。 好古老的气息, 竟然是中品道气,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妖月城下怎么会有尊重品道气? 我感觉到了, 十一股恶魔族无上大地的气息, 不仅如此, 还有着数百万之众的恶魔族。 怎么可能, 怎么是恶魔族, 云集了整个间界强者的妖月城, 在此刻却是陷入了震撼与沸腾之中。 妖月城下居然有着掌管中品道气的恶魔族, 这是何等大事? 不多时, 刷得一声, 一股磅驳的意志降临而来, 天地之间好像瞬间被无穷无尽的星光所照耀, 进入了一片白茫的天地中。 剑圣宫第六代公主周宇, 在周宇的目光之下, 偌大的妖月城被影声声凿穿, 显露出来了其身处的庞然大物。 这样的局面, 让周宇都给彻底惊骇, 这恶魔族居然如此大胆, 见神山见圣宫下, 恶魔族还敢如此猖獗。 而等恶魔族, 居然胆大包天, 在妖月城下建立自主城时, 无以见圣宫第六代公主的身份, 召集见界全部之力, 为之惩治。 周宇的声音响彻在了整个天地之中, 所有的强者都是看到, 这个鲜少露面的公主眼中, 迸发开来了如同岩浆般的怒火。 她的声音响起了沙纳, 促使为无上大帝与几十位大帝巨头的脸色都是猛的一变, 因为他们看到周宇出手了, 她的手中浮现了把星光之剑, 虽然只是长达一米五, 却是爆发出来了撕裂天地的神威。 这尊剑圣宫的公主, 要直接爆发战争。 然而就在此刻, 一场巨大的风暴却是猛的笼罩在了出现真容的蜘蛛魔城上, 犹如黑洞般的空间扭曲包裹了整座城池, 在周宇爆发无上气势的沙纳, 魔城内十一位魔黄骑齐大鹤一声, 犹如春雷乍响, 整个蜘蛛魔城顿时间全部化为了那如同扭曲的黑洞, 整座巨大的魔城不断扭曲拉扯, 瞬息间消失在了腰月城的底面。 此刻这座剑圣宫麾下第一大城上, 一个巨大的漆黑深坑显得无比荒凉深邃, 饶是周宇看得也是忍不住一愣。 蜘蛛魔城, 消失了, 第1543章300世界大联军。 凌晨双目陡然睁开, 绿色一闪, 整个人若无其事地飘落在地, 他之前原本身上的重伤在此刻悄然全无。 陈建佛额头上浮现一层细汗, 叹息道, 不要以身犯险, 你这样的伤口, 饶食我治疗起来都是破好功夫。 凌晨直接无视了陈建佛的诉苦, 而是抬头看向了笼罩了方圆三千万里的红魔天幕。 此刻这红魔天幕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碰得一声清响, 这固若金汤的红魔天幕便彻底地粉碎。 王太虚布下来的大局已经彻底粉碎, 三雄都恢复了自由。 陈建佛眼中光芒一闪, 眺望着无边永恒秘境, 道, 剑界本源想必是在这永恒秘境的东南方向, 王太虚和剑无道肯定已经若有所感, 我们现在便朝着东南方向赶去。 凌晨默默无语, 虽然明面上是找剑界残缺本源, 但三雄想必都修炼了不同的无上剑法, 能够感知到那本源的存在。 与其说这是一场寻觅, 还不如说这是三雄之间的互相争锋, 那我先去了, 凌晨二话不说, 体内混沌灵气一动, 身形便是瞬息间朝着东南方向顿去了千万里。 这等速度, 让陈建佛和陈锋皆是看得目瞪口呆。 顿出千万里之后, 凌晨整个人骚然变成了只巨大的飞鸟。 他所变化成的飞鸟极为不简单, 羽毛坚韧, 隐隐与天地勾勒一体, 无边混沌般的青光笼罩在他的身上, 只要凌晨微微震翅,便是两百多万里, 非同小可。 这是神兽清风, 拥有着融入天地法则, 震翅上九天的威能, 只比传闻中的昆蓬古兽相差一些。 当初在妖尊仙府内获得了其血脉, 凌晨有着万象混沌体, 自然能够千百变化。 凌晨在这片天地翱翔着, 越是翱翔, 他越是感觉匪夷所思。 这永恒秘境之始至终都给他一种极为古怪的感觉, 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会衰老, 不会腐朽, 化为真正的永恒。 但这天地间, 何谈真正的永恒, 谁能抵挡时间的清洗, 另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 当年的永恒大帝, 取这个名号自然夸大, 就连三仙地族也不能谈永恒不灭, 何况他还未成就地族。 这世间, 没有什么是不灭的, 唯独不灭的, 只有命运。 凌晨思考片刻后, 便问道, 命, 你拥有着命运之力, 你能够永恒不灭。 命傲然道, 那是自然, 凌晨淡淡道, 哦, 那正好, 将你交给恶魔族, 看能否灭亡。 命, 谈论之间, 凌晨所化的清风早已顿去千万余里, 以他的速度, 三雄之间都难有人与之抗衡。 凌晨一边飞略, 一边观察着, 这永恒秘境几乎没有什么种族存在, 唯独有些妖兽, 但这些妖兽实力却是最高不超过大地境界。 凌晨对这天地有多了分深刻的感悟, 窥探到了其中的一些大道。 这些尚未踏入地主境界的无上大地陨落之后, 体内的小世界便会流传虚空, 但其中却不存在生灵。 唯有曾经的三千地祖, 才能够自成真正一介, 种族繁衍, 欣欣向荣。 当年与血妖天尊共同享誉着天才称号的古元大帝, 自然是个意外。 嗯, 凌晨突然一争, 在他怀中的青铜古剑突然散发出来了微弱的光芒, 冥冥中有了古牵引, 犹如无形的呼唤。 来自东南方向, 南部城圣灵大陆的本源力量, 感应到了间界本源。 凌晨唯唯思索, 这个理论极有可能, 毕竟圣灵大陆的本源乃是天界残缺的一小块。 纵然只是天界的一小块, 但却凌驾在了三千世界之上。 凌晨寻觅着这股若有若无的牵引, 双翼一阵, 便是朝着牵引之地飞去。 不过尚未过多久, 一条如红般的金色长河滔滔席卷而来, 长河所过之处, 都是光芒灿烂, 蓬壁深灰, 异象连连。 这并不像是一场滔天灾难的洪水, 反而有着旧事记灾的威能。 金色的长河上, 站立为年轻人, 年轻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来历尊贵, 身上的烫金服饰都有着大地及妖兽皮毛制成, 浑身上下, 强大的法力不断波动着。 这便是与见无道有了合作关系的信仰界天交, 与曾经人界第一天交方式更乃出于同一片世界。 嗯, 神兽清风的痕迹, 青年自言自语, 永恒秘境这等地方, 还能孕育神兽清风, 想必不简单, 正巧我缺了一头合适的坐骑。 滔滔金色大河仿佛了解主人心意, 卷着青年滚滚冲去, 速度之快, 竟然隐隐比凌晨还要快了一分。 飞越了半个多时辰的时间, 天际之处浮现出来了一道若有若无的白色, 这道白色好像是巨兽牙齿, 将整个天地都紧紧撕咬在了一起。 就是那个地方, 凌晨双目为闪, 因为他感受到了在前方那庞大的冰川之中抖动的神秘之力, 也就是这股力量在呼唤着青铜骨剑。 也就在凌晨准备一探究竟之时, 突然他的眼神一立, 双翼震动而起, 无数道细小的青色风暴顿然形成, 朝着后方攻去, 整个天空之处, 立刻呼呼呼作笑, 狂风汹涌, 如同神鬼哭号。 哈哈, 好强大的青铜, 信仰界天骄大笑而起, 他脚下的金色河流顿然冲天, 将他包裹在了其中。 这一小片的区域都在这狂风之下陷入了乌黑之中, 给人种沉闷的压抑, 犹如末日般的风暴。 青年身上包裹的金色河流, 在这等环境中, 宛如狂暴大海上的一叶小船, 随风巨荡, 将被湮灭。 但那金色河流虽然弱小, 却在这恐怖的大风之下硬生生地坚持了下来。 居然是他, 凌晨眼中光芒一闪, 身上散发出来的沙翼更为浓郁, 因为之前打出了两发裂神枪之后, 就是这来自信仰界天骄的一级让他为之受伤。 不过凌晨身上的沙翼如潮水般收敛, 他现在根本不想与此人多作纠缠, 因为青铜古剑传来的神庙之感越来越剧烈, 想必那无尽冰川之中的东西十分重要, 让青铜古剑不断提醒凌晨。 凌晨再度长笑, 长达百米的青色双翼舒展开来, 想要飞射而去。 但谁知无边的金光骤然爆发, 信仰界青年大笑而起, 我乃信仰界萧白, 神兽清风, 还不速速归于我麾下成为一大作祭。 他大笑同时, 左手一挥, 无边的神妙金光再度涌起, 此刻不再是河流, 而是一把长达百米的巨剑。 这巨剑遥遥一展, 便撕裂了层层大风, 直逼凌晨所化的清风。 凌晨神色一粒, 此人过多纠缠, 便是麻烦。 既然如此, 就让我看看方式跟你世界内的天骄到底有多么厉害。 凌晨豁然转身, 迎着金进而去, 无边的风暴开始狂涌。 宇宙浩瀚, 三千世界, 玄妙无穷, 就连一代地族也无法全部亏其奥妙, 恐怕唯有那凌驾在了地族之上的存在, 才能方知一二。 三千世界更像是世俗金字塔, 层层相叠, 若将宇宙分为上下二处, 那么天界便是顶点, 上宇宙的顶点。 现在在下宇宙的虚空中, 空间开始猛地震动, 如同大水沸腾。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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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空间爆炸的声音响彻起来, 一个个巨大的空间通道浮现在了众人面前, 而在那空间通道处, 一尊尊极为庞大的虚空古剑开始缓缓飞出, 那些古剑上都染着漆黑鲜血, 还有着无数的划痕, 展现出来了当时战斗的惨烈, 但现在看来, 却是争容无比。 然而在这无数涌出来的古剑中, 其中有着六支舰队极为巨大, 这八支古剑都是建造有着足足三百万里之长, 浑身散发着厚重骨光, 数千种远古大阵凋露其中, 让人感觉极为强大, 不容破坏。 这六支古剑的上方, 则都是站立了一个强大的人影, 这些人影的目光都在眺望着无尽虚空, 仿佛看向了上宇宙的强大世界。 这六个人若是有人在此, 必然认识, 灵善恶, 灵元, 灵盘武, 陈法, 陈兵, 陈魔鬼, 第1544张大军出战, 灵晨长啸一声, 双翼展开, 如同天空王者君灵尘世, 只见他双翼一颤, 方圆百万里的天空都开始剧烈地震战了起来, 宛如无数炸雷轰鸣, 这天空的法则, 全在灵晨的操纵之下, 变成了最有力的杀招。 哈哈, 天空法则, 能奈我何? 焦白衣衫烈烈作响, 双手摊开, 无边的金芒以他为中心, 如同漩涡般爆发开来。 在这次目金光下, 还响彻起来了无数道范畅声, 这些声音包含了赞叹, 佩服, 尊敬等等。 天空法则带来的无数炸雷声瞬间被镇压下去, 凌晨的瞳孔微微一缩, 他好像看到了有着十万尊虔诚的修士从萧白背后站立起来, 每个人迸发出来的力量虽然不是特别强大, 但一下扩大十万倍, 瞬息间变成了古恐怖的意志。 信仰界的诸多天骄, 就是以收复修士成为自己的信徒, 汲取所谓的信仰之力。 这等手段, 当真不凡, 凌晨眼神越来越凝重, 当初的方式歌就是难缠人物, 现在这萧白也不简单, 信仰界到底有多么强大? 萧白嘴角情着优雅的笑容, 开始一步步地朝着凌晨走来, 他左手上开始抖动起来了一缕缕的金光, 这等金光竟是缓缓凝聚成了一本书籍的模样。 凌晨一眼看去, 随即他脸色大变, 整个宽阔长达百米的后背遭受到了无形之中的重重垂击, 导致着凌晨忍不住闷声一横, 浑身躯体都变得重弱百倍, 举止间行动变得无比艰难。 那是什么书? 凌晨口吐人言, 如同惊雷, 萧白满脸自省之色, 道,这本书乃是信仰界之中的降寿大天书, 凡是妖兽见到此书, 弱者便会遭受到降伏, 心神都彻底地皈依我身。 如若对方修为强大, 就只能够在无形中给妖兽巨大的压力罢了。 凌晨眼神不断闪烁, 这降寿大天书实在是太变态了, 难怪信仰界能够排入前十, 名次无比之高, 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 给我毁灭, 凌晨低吼一声, 大口张开, 无数的青色光芒狠狠收拢而来, 随即化为一束恐怖的清光, 朝着肖白的身形骤然轰去。 整个天地仿佛都在这瞬间, 陷入了无穷青色之中。 肖白瞳孔微微收缩, 这一级的微能, 饶是他也不能小觑。 天心地心是我心, 性天心地便心无。 肖白迎唱天地, 背后十万个虚影彻底地展现开来, 这些虚体如同真实存在, 却又犹如虚无。 十万修士身影, 手持长剑, 朝着天空一画, 汇聚一起, 涌动了把巨大的虚无之剑。 轰, 纳书暴射而来的清光镜是直接被强行撕裂开来, 这巨剑带着修罗之势, 朝着凌晨的头颅斩下。 凌晨尖尖叫一声, 双翼震战, 无数风暴顿然而生, 准备逃之夭夭。 但肖白何许人也, 早就下了收复之心, 岂能容忍凌晨这般逃跑。 他整个人大手一挥, 将受大天书垂着八方金光, 一下震在了凌晨的兽背上, 那从大天书上传来的无形犀利, 竟是让神兽清风的身体难以挣脱。 那一道汇聚了十万修士的一剑, 眼看着便要朝着凌晨头颅斩下。 肖白顿时大笑而起, 清风啊清风, 只要这一剑斩下, 那你便是没有了逃跑的余地。 他能够将你的精气神全部虔诚地信仰我, 彻底地成为我肖白的一方作祭。 肖白现在已经大致在握, 心中倒是盘算着, 等降服了这头神兽清风之后, 便是去会会那个神乎其神的琳琅, 看看那个人是否有着那般厉害。 然而也就在此时, 不断挣扎的神兽清风忽然身体一僵, 自他那巨大的体内, 无数道刺眼的白光骤然迸发而出, 一道恐怖的剑光顿时冲天而起, 那凝聚而成的将兽大天书瞬间爆裂。 怎么回事, 肖白突然脸色一震, 凌晨变化成为了本体, 青铜骨剑层层绞杀, 一下则便躲过了那恐怖的一剑。 他整个人跳出来的瞬间丝毫没有停滞, 反而手指取起, 一座巨大的圣城化为了无数的光点收拢而来, 化为一点, 猛地朝着肖白弹沙而去。 整个无上圣庭, 变为原点一级, 其上抖动出来的威压足以撼动天地。 肖白的脸色大变, 你是琳琅, 神兽大风竟然是你变化而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掌握这般巧妙变化之术? 不过肖白也感受到了那恐怖杀来的气息, 头发顿时炸开, 大吼一声, 八门护注, 天地难破。 八尊巨大的门护骤然冲天而起, 震荡开来了无边远古气息, 这八尊门护竟然是一套下品倒器, 它们组成循环, 拥有防止日月潮汐等力量。 那一粒白色光点立刻弹杀其上, 撞击起来了恐怖的爆炸, 八尊门护瞬间毁灭。 就连肖白的人也被那巨大的浪波给先飞出去。 凌晨持剑而立, 淡淡道, 肖白, 我无心与你争夺。 刚才那神兽清风是我所化, 所以你也打消你的念头。 他转身边准备离去, 那东北地区的疾病之地可有着东西在吸引他。 但谁知道这个时候肖白却突然仰天大笑, 好一个无心争夺。 既然今天我遇到了一个人变化出来的神兽清风, 那么今天我肖白就要将你灵冷收服, 成为我最为强大的信仰之名。 凌晨的脚步停住, 脸色皱冷三分。 他也没想到这个信仰界的家伙居然是这般狂妄, 想要将自己收服成为他的仆人。 凌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背后的猎神枪瞬间拔出, 整个猎神枪上七颗菱形金石顿时闪烁起来了两道光芒, 恐怖而浓密的威压, 从这猎神枪上顿时汹涌开来。 猎神枪,果然是猎神枪, 饶视肖白再怎么拖大, 他的脸色也是巨变, 这猎神枪的威能,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几乎是在瞬间, 肖白身上涌动起来了无数的金光, 他的气势此刻陡然一变, 有了种主宰着众生的味道。 无知子明, 现世, 焦白大声一喝, 天地轰鸣, 一轮巨大的金色光照从他的背后升腾起来, 仿佛自成了一介, 一排排的修士站立在其中, 沐浴金光, 如同神光假释, 他们看向凌晨的眼光中包含了巨大的愤怒, 几乎是瞬间, 这十万修士全部汹涌而出。 凌晨眼前景象一片, 仿佛回到了洪荒时代, 无数的假释正在厮杀而来。 焦白二然而立, 十万假释, 你焉能阻止。 凌晨眉头唯唯皱了皱, 猎神枪荡漾开来的威能却是瞬息间收敛起来了, 他严肃的脸上此刻竟是泛起了丝笑容。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用我的大军来与你作战。 凌晨蒙的一声大吼, 滔天的肃杀气息顿时冲动天地, 万燕星门户打开, 三十万陈蒙精锐如同上古洪荒猛兽, 袭其汹涌而出。 第1545章两大天书, 三十万陈蒙大军如同蝗虫般涌动出来, 自从他们得到了九幽剑池的改造后, 再加上万燕星之中的妖尊仙府相助, 修为都是层层暴涨。 如今他们所凝聚出来的威势, 简直是无比恐怖, 令得整个空间都是唯为一致。 首当其冲的便是天煞大帝和阎罗魔主, 这两尊昔日的无上大帝, 在九幽剑池的滋润下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不过让凌晨极为无语的是, 他居然从这大军中看到了九幽的身影。 九幽大笑三声, 道,这批陈蒙大军, 可是有着我的心血。 现在首次出战, 我自然要来参加了, 天煞大帝和阎罗魔主直接无视,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 虽然现在的九幽有着自我的意识, 但日后受到纳盛席分身的影响, 一直迟早会被取代, 也迟早会成为凌晨的分身。 凌晨扫了一眼陈蒙大军, 内心中暗暗满意。 现在除了天煞大帝, 阎罗魔主九幽之外, 还有着另外四尊心晋升的大帝, 半帝五转真仙更是有着数百位置多, 真仙四转更是突破了两千之簇, 至于其他的人物, 几乎都稳定在了真仙以上的修为。 如此一支大军, 可以称之为雄狮, 陈蒙这也是第一次到了圣灵大陆之外, 展现出来了恐怖锋芒。 那十万尊信仰修士, 此刻竟然都是被这陈蒙大军冲出来的气势给震在了原地。 这并不是他们违反了肖白的命令, 而是本能的被强大的军团所振折。 肖白也是心中掀起来了惊涛骇浪, 竟是师生道,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军队。 林冷, 你怎么隐藏着如此厉害的大军? 作为一名在信仰界地位不低的天骄, 肖白可是非常清楚这支军队的含义。 整整三十万大军, 竟然都是有失面色坚毅, 而且他们对林冷还是无条件的信任, 这可是超过了生死。 难不成林冷掌握着信仰界秘法, 从而培养出来了这样的一支大军? 这真是太强大了, 如果我掌握了这样的一支军队, 那么只需要稍稍努力, 成就无上大帝不在话下。 此刻肖白的心中竟是火热一片, 因为与陈蒙大军相比, 他所掌握的信徒是如此的黯淡失色。 肖白的信徒大军, 整整十万人, 真仙修士却是不足三分之一, 其中大帝半帝无转真仙更只有寥寥几十人。 这就是巨大的差距, 林晨却是不管肖白此刻的心思, 大喝一声, 给我杀。 天煞大帝, 阎罗魔主, 九幽等等七位大帝立刻率先爆发了气势, 犹如是一把巨大的尖刀, 狠狠地插入了信徒大军中, 早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剩余的三十万大军也是爆发冲来, 如同一场巨大的黑色洪流, 席卷了整个信徒大军。 这并不是一场战争, 而是一场屠杀, 人数, 实力忠诚, 肖白的信徒大军没有一点比的过沉盟大军。 啊啊啊啊, 肖白在此刻骚然发出了凄厉的尖叫, 每一位信徒的死亡, 他的体内便会有着一缕金色的气息玻璃而出, 而在沉盟大军的攻击下, 每个沙纳起码有着上千位信徒死亡。 无需多久, 整个信徒大军便会彻底地覆灭, 这十万信徒大军的覆灭, 饶使肖白也无法承受起如此重创。 凌晨覆手而立, 淡然道, 肖白, 我本来无心与你争夺, 你想要收服我, 就得做好被摧毁的命。 现在我依然也不想与你纠缠, 只要你现在速速低头道歉, 我便放你离去, 如何? 东南之地那么大的一片极地冰川, 还有着重要的东西在呼唤它呢, 它可是不能再继续耽搁下去了。 谁知肖白听到此言, 反而怒声道, 我乃信仰界天骄, 信仰界乃排名第三的大世界。 我岂能会低头认错, 纵然此刻我站死在你的手上, 我也不会低头认错, 要杀要寡, 少那么多的废话。 这一下, 反而倒是凌晨微微愣了愣, 他倒是没想到这么一个浮华的青年, 竟然是这般胆量。 难道就为了那区区一丝不能弹上价值的骨气, 就敢让自己去送死吗? 这简直是蠢货, 既然如此, 那就满足你, 凌晨没有丝毫善心, 他大手一挥, 这三十万大军在此刻就仿佛变成了一头战争巨兽, 正在不断地绞杀卓信徒大军的力量, 使得肖白连连发出了惨叫声。 此刻的肖白, 人如其名, 脸色已经彻底地发白。 突然间, 凌晨的心神一动, 喝道, 你既然有骨气, 那么我不勉强你。 那么眼下还有着另外一条活路, 只要你配合我, 那就可以放你走。 肖白的双目作然亮起了两棚火花, 却依然不失警惕问道, 什么条件? 肖白虽然十分固执, 但他并不是真的愚蠢, 十万信徒大军被抹杀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 而且他的心中也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他与凌晨之间的差距。 纵然他再不想承认, 这也是事实, 能够活下去的人, 才能够称之为英雄。 将你发展信徒的功法交给我, 我便放你走。 凌晨淡淡说道, 什么, 肖白突然一声尖叫, 难道你这三十万大军没有用信仰界功法培养出来的? 那怎么可能, 凌晨脸色一粒, 少废话, 给我交出来。 肖白的气势一致, 他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但是他猛地感觉到自己的信徒军队已经被屠杀了整整三万人, 他的气息也是削弱了不少。 如果拒绝的话, 他丝毫不怀疑自己会被杀死。 纵然将信仰界功法交给他, 他也无法催动。 哼, 这等秘法, 唯有光族的族人才能够催动, 外来人物, 没有血脉, 简直是如同虚设。 既然如此, 给他便是, 肖白心中一定, 他丝毫不废话, 谈指便是浮现出来了一本巨大金色书籍, 在那金色书籍上书写着无数玄奥符文, 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其上, 平添了几分神秘。 将新大天书, 凌晨眼中光芒一闪, 再度立合一声, 纳祥寿大天书也交出来。 肖白满脸不甘, 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出来了将寿大天书的修炼秘籍。 凌晨微微汗手, 刚欲撤下整支大军, 谁知这个时候命突然懒洋洋地说了一句, 小子, 别急着。 先取他三滴血液, 到时候有着大用。 凌晨争了一下, 却是没有犹豫, 整个人骚然抱起, 一道剑光几乎是擦着肖白的脸皮而过。 肖白的脸上浮现出来了道伤口, 流出来了滴滴略像乳白色的鲜血。 肖白脸色越发苍白, 他没想到凌晨突然抱起一剑。 这人到底要干什么? 恐吓自己吗? 走! 凌晨神念一动, 整个陈盟大军如同潮水般退却下去, 被凌晨收回了万叶星之中。 而他整个人, 直接射向了东南方的无尽冰川之地。 读留下肖白艺人在原地独自发呆, 第1546章永恒之道。 一, 为何要收取光足的血液? 凌晨好奇问道, 命义脸高深, 你先尝试着修炼下两部大天书看看。 凌晨而话不说, 身形顿入了万叶星之中, 这两部大天书在凌晨的头顶上悬浮起来, 一页页地翻动, 无数的金色文字开始流入凌晨的体内。 他这一作, 便是五个时辰, 五个时辰过后, 凌晨长长地吐出了口气, 道, 这个肖白难怪如此爽快地将这二部功法交给我, 原来没有光足的特性, 就无法练成这两部大天书。 泽泽, 可惜让他失望了, 了解了二部大天书的秘密后, 凌晨直接将那三滴光足血液吞入了其中。 吞入了这三滴光足血液, 凌晨的万象混沌体开始不断地循环起来, 一缕缕的混沌之气开始冲涩凌晨的四肢, 让凌晨此刻的气息变得极为怪异, 仿佛与混沌没有丝毫差距。 光足, 乃是信仰界的种族, 等同于剑界的剑族一般, 当年的信仰帝族, 在创造信仰界之后, 便是诞生了光足这个种族。 这个种族血液十分奇特, 拥有着类似于光的力量, 换而言之, 唯有这个种族的人, 才能够通过血脉之力汲取到信仰之力, 并且加以修炼。 此刻连凌晨的体内, 都升腾起来了一缕缕的光芒, 这些光芒极为古老, 类似于先天之气的存在, 但却要比先天之气更为强大。 这光足的血脉, 当真是奇特, 凌晨内视着自己仿佛变成白光一样的身体, 忍不住发出了感叹。 就连他现在, 也捉摸不透这些光芒的奥义。 命懒洋洋道, 小子, 当年的信仰帝族, 便是混沌中的一缕混沌之光所存。 虽然现在的光足血脉无法与之相比, 但其中的混沌奥妙, 就连无上大帝也无法理解。 凌晨直接无视了命的所说, 反而开始运转起来了这两部大天书。 将新大天书乃是专门对人所为, 与将寿大天书在本源上没有什么差距, 唯独一个特性就是无法对同级或者是更高级的存在产生效果。 除非他们已经信仰了凌晨, 耗费了一天苦功, 这两部功法凌晨才得已掌握。 凌晨副手而立, 看着下方不断训练, 相谈甚欢的沉蒙三十万精锐, 他大手一挥, 一面长达十米的金色古书便是悬浮在了其上。 天煞大帝和阎罗魔主几乎是瞬间惊动, 目光齐刷刷地朝着凌晨看来。 凌晨只见到从沉蒙三十万精锐的体内, 连同两位曾经的魔道大帝, 体内都生腾起来了一缕缕的金光。 这些金光全部吸入了将心大天书内, 再得已反馈给凌晨的本体。 哄哄哄, 凌晨的胸口发出了巨大轰鸣声, 来自于沉蒙三十万精锐的信仰之力, 全部都沉积在了他的胸膛之中, 如果乍看下去, 就好像是看着胸口上的一个金色圆球一样。 虽然只有脑袋大小的金色圆球, 但其中却蕴含了难以想象的爆炸力。 这便是信仰之力, 只要凌晨心念一动, 这金色圆球的信仰之力便会化为无上杀招。 不过凌晨也感觉到, 他与这沉蒙三十万精锐间多了一股若有若无的联系。 这种联系仿佛将双方之间的生命捆在了一起, 如若凌晨死亡的话, 那么这三十万大军都将无法存活, 而若陈蒙大军死伤, 他的信仰之力也会遭到侵袭。 这种信仰之力, 简直是霸道无比, 仿佛是一种生硬的契约, 让对方服从自己。 难怪信仰界乃是诸天世界排名前三的存在, 这等功法, 完全不怕对方反叛, 凌晨心念一动, 在他胸口上便是多出了两本书的印记, 分别是将寿大天书和将心大天书。 得到了沉蒙三十万精锐的信仰之力加持后, 凌晨现在的实力呈直线飙升, 完全不能以之前终结大道时的水准来衡量。 得去那东南方的冰川看看了, 凌晨不再逗留, 再多化为神兽清风, 朝着东南方的冰川飞去。 不过这一次, 却是没有遇到了像肖白那般冲上来要将凌晨收服的天骄。 远方的白芒一片距离凌晨越来越近, 只见到无穷的冰川屹立在那土地上, 仿佛将天穷和大地连成一体, 天空是涂抹般漆黑, 从冰川内部吹出的狂风犹如巨兽的吼叫, 无数星星点点的雪花从漆黑的天穷深处洒下。 但凌晨透过青铜鼓剑, 却是清晰地感觉到, 在那无尽冰川之下, 有着到极为强大的波动。 这种波动古老而晦涩, 如同神龙跳动的心脏, 一般人无法感应出来, 就连之前的凌晨也无法感应, 唯有透过青铜鼓剑这等有着天界本源的神物才能察觉。 凌晨二话不说, 再度恢复本体, 整个人身上亮起来了若有若无的光芒。 全上君王塔垂在他的脑袋后方, 金光闪烁, 庇护着凌晨, 也随时准备发出恐怖一击。 当凌晨踏入这冰川之地时, 他脑后的悬上君王塔便是发出了砰砰砰的声音, 整个塔声微微摇晃了片刻, 才彻底地稳固下来, 但是悬上君王塔散发出来的金光却是暗淡了几分。 凌晨神色为惊, 他没想到这冰川之地的狂风居然如此强大, 能够撼动悬上君王塔。 命声音凝重半分, 凌冷, 这个冰川有点古怪, 你要小心些。 我感觉到了一股触摸到了地主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我现在所掌管的命运之力。 凌晨眼神诧异之色一闪而逝, 眉头微微皱起, 半想后凌晨拔出了青铜骨剑, 骨剑上光芒闪烁, 随着凌晨一挥, 一缕恐怖的箭气撕裂了层层狂风与暴雪, 轰击在了远方高耸的冰川上。 轰, 一道沉闷的乍响惊动整片天地, 那片巨大的冰川瞬间碎裂开来, 浮现了个巨大的箭气大坑, 无数晶莹的冰蟹在这世间狂舞汹涌起来。 但下一刻凌晨的瞳孔骤然一缩, 那碎裂开来的冰蟹冰块居然迅速地收拢了回去, 不过都时再度恢复了那冰川的原本模样。 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才的那一件应该起到了效果, 那山川明明也破碎了, 但现在怎么恢复了原样? 南部城市, 凌晨的呼吸微微一致, 他猛地想到了之前在永恒秘境中看到的种种, 草木、花朵、土地、山川、河流, 似乎都有着种永恒不灭的感觉。 南部城整个永恒秘境的土地都是如此, 全部都能够自主恢复原样。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将是了不起的力量。 凌晨深深地吸了口气, 目光看向了冰川之下, 那答案就在这冰川之下了。 凌晨几乎没有丝毫停留, 他猛地张口咬在了冰川上, 咬下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 在嘴中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体内吞噬魔功悄然运转, 一缕缕的冰气便是流入在了凌晨的身体之中。 凌晨的身体骚然亮起一股光芒, 他整个人身上竟是被一层淡淡的蓝光所覆盖着, 而他的气息与这片冰川没有着丝毫差别。 他大手一抽, 猎神枪抗在肩上, 整个人猛地朝着地面一顿, 化为了一团冰川气息, 汹涌进入了地下。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 浩瀚无垠, 漆黑深邃的虚空之中, 一片巨大的城池正从黑暗之中缓缓飘荡而来, 这便是当日由十一位无上大地联手催动后启动的蜘蛛魔城。 现如今他正在巨头们的催动下, 缓缓地朝着某个虚空的方向飘去。 就算是偌大的蜘蛛魔城, 在这虚空内, 却是渺小得如同沧海一宿。 一位蜘蛛魔城的无上大地站在城墙上, 朝着远方虚空眺望而去, 便能够见到一个散发着混沌光芒的小世界正悬浮在上方, 如同一颗小小星辰。 那便是永恒秘境, 第1547章永恒之道2。 也就在凌晨潜入冰川下方的时候, 几股棒勃的气息如红般涌向了东南方, 不过他们所抵达的地方与凌晨完全不同。 此刻正在陈建佛面前是座巨大无比的森林, 森林如同太古洪荒, 布满了野兽与剧情,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如同一片森林之海。 这片永恒秘境中最大的森林, 就是他们感受到见戒本源的位置。 陈建佛身形犹如泰山, 丝毫不动, 因为在他的面前还站立着几个人影。 这几个人分别是王太虚, 蜘蛛魔王, 见无道流通天四人。 在陈建佛的身后便是三位死士, 以及陈锋。 但纵然他身后有着四个人, 却也无法敌过对方的两个人, 因此在这里陷入了僵持。 王太虚满脸杀气, 如同寒霜, 陈建佛, 你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帮手。 我麾下的白芳玉, 秦皇以及我一位王家死士都死在了你的手上, 你该如何赔偿我? 见无道也是笑盈盈道, 陈建佛, 我可以作证, 王太虚受损惨重。 陈建佛面无表情, 仿佛对这两大天骄的对峙丝毫不放在心上。 但是陈锋的脸上却是浮起了怒火, 不过他也不敢表现出来, 在永恒秘境这种地方本来厮杀就是听天由命, 何况还是王太虚先发动了红魔天幕。 王太虚和剑无道这双雄, 只不过是要找一个针对陈建佛的理由。 陈建佛, 别给我装龙作哑, 王太虚骚然爆发, 他身上的剑气如同火山般喷涌而出, 犹如一尊爵士剑王, 终于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庞大的杀气激荡之下, 陈建佛的衣衫烈烈作响, 但是这尊号称菩提佛主转世的存在, 现在依旧是面无表情。 他的反应, 就好像是眼前一切都与他无关。 陈锋再也忍无可忍, 额头青筋暴跳, 身上的血液如同火山般沸腾, 当他想要爆发的沙纳, 一变涂生。 急促地破空声响撤起来, 原本叙事待发的时刻被打破, 所有人的眼神齐齐看了过去。 但是一看之下, 在场人的眼神都是唯唯一变, 因为他们都认得, 此人赫然就是来自于信仰界的天骄。 王太虚对着肖白也不算太陌生, 也知道肖白背后牵扯的势力, 所以他的眼神忍不住有些疑惑, 按照肖白的实力, 纵然自己拿下他都有点麻烦, 怎么现在如此狼狈? 见无道更是惊声道, 肖白兄, 你这是怎么回事? 肖白狼狈地逃窜过来, 待战定之后, 他急促地呼吸才缓缓地平复下去, 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才声音略带苦涩道, 刚才遇到了林朗, 一战之下, 我被他给彻底地击败。 王太虚眼神一领, 猎神枪, 不, 是军队, 他身上有着一支军队, 此话一出, 在场天骄的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显然他们没料到林晨身上竟然有着指军队, 那么也就是说, 林冷的实力还不仅仅只是猎神枪罢了。 王太虚扫了眼陈建佛, 冷恒一声, 不再纠缠, 整个人朝着巨大森林飞射而走。 剑无道也是拱拱手, 陈建佛, 日后再过招。 眨眼间, 原本叙事待发的双雄居然迅速退去, 饶视陈锋也是看得有点目瞪口呆。 陈建佛面无表情的脸终于有些松动, 好像是深深地松了口气。 此刻无尽冰川之地, 林晨整个人化为了冰川气息, 不断深入着, 随着他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林晨便是越发能感觉到那从山川底下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 不多时, 那原本冰蓝色的冰块, 现在却是被一股暗红色所围绕。 在那冰川深处, 仿佛有着尊巨大的红光团, 他所发出的光亮, 一层层的以圆形辐射向了四面八方。 那是什么? 林晨踏入了这红光冰层的范围, 他隔着将近十万里的距离, 看到了一块约末五米的红色心脏, 这心脏好似刚刚被人挖下, 上面还沾染着血液, 那些红光便是由他散发出来。 咚咚咚咚咚, 仿佛是为了迎接林晨的到来, 这原本死急的红色心脏, 居然开始微微跳动起来, 那跳动的速度开始逐渐游慢增强, 进入了种诡异的三万四块的频率, 竟是让林晨体内的心脏都随之跳动。 这颗古老心脏有些奇怪, 你要小心, 命大喝一声, 林晨立刻被声音惊醒过来, 不协调的身体随即恢复正常, 他立刻毫不思索地封闭了五世, 以免陷入这心脏所制造出来的幻境之中。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 林晨观看不出这心脏的奥秘, 目前命的修为太低, 也无法看破本源。 所以他毫不思索地就掏出了青铜骨剑, 他捏指一记, 这把青铜骨剑立刻缓缓地朝着那古老血红心脏插去。 青铜骨剑飞到心脏不足一米之时, 竟是开始自主嗡嗡震战了起来, 整个骨剑上闪烁起来了青色的光滑, 一幅幅远古且神秘根本无法看破的图案所亮起, 好似这把剑被这古老血红心脏给唤醒。 凌晨却是发现, 那红色心脏在青铜骨剑图案闪烁起来的刹那, 一层层血液以肉眼可见的波纹与速度正朝着顶端之处不断地蠕动, 聚集之后, 一个巴掌大小的漩涡便是浮现其中。 血色漩涡出现之后, 由心脏所散发的红光全部消失殆尽, 山川底下再度恢复了深蓝之色。 凌晨却是感觉到, 一股好似沉睡已久的意志, 开始缓缓地从其中苏醒过来, 充满了无尽沧桑。 呼唤我的, 原来是天界的本源, 到底是何方大人物, 竟然能够摄取天界本源, 将之炼制成为了一把古剑, 苍老的声音从血色漩涡中传出来, 仿佛在那心脏内囚禁着一个绝世魔头, 随时可能爬出。 凌晨定了定心神, 随手一招, 青铜骨剑再度飞到了他的身旁。 心脏中古老的存在立刻发现了凌晨, 声音带着疑惑, 大地修为。 咦, 你身上到底有着何等神物, 竟是连我都看不破。 凌晨只感觉到如真盲般的感觉次来, 命只是冷冷遗憨, 怪异之感全部荡然无存。 凌晨淡淡道, 不知前辈是谁, 小子凌朗, 因为青铜骨剑的缘故, 才一直追寻到来此地。 是天界本源的指引啊, 看来一切都是缘分, 既然如此, 吴不妨告诉你名字, 吴便是曾经的永恒大地。 古老的心脏开口说道, 声音中带着一股傲然, 纵然五千年过去了, 吴依旧存在于世。 凌晨心中一阵, 他没想到, 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 净是永恒大地。 而且, 还是五千年前的怪物, 之前踏入永恒秘境的时候, 凌晨的过一点 关于永恒大地的时机, 是因为这尊永恒大地 踏入了半祖的境界, 只缺一丝机缘, 便能成为地祖。 五千年前了, 凌晨小心翼翼问道, 难道这颗心脏是你的本体? 这便是吴的本体, 既然吴已经苏醒, 过不了多久, 吴将重现世间。 凌晨心中再一次震惊, 难道永恒大地 一直以来都没有死? 不过就在此时, 命突然闪现出来了身影, 脸色带着不耐烦之色, 竟是直接对着血色心脏咆哮道, 需去永恒大地的本源而已, 再给我这般装神弄鬼, 信不信我镇压你。 第1548章夺取, 见界, 要月城突如其来的大便, 令得整个见界都震荡起来, 尤其是剑圣公因为此事而彻底大怒, 无数剑界子弟开始纷纷前往剑界各地, 搜寻恶魔族的身影。 周宇站在剑圣公的广场上, 原本该热闹非凡的广场此时却是寂静无声, 而这尊剑圣公的公主, 却是抬头望向了天空, 在他双目内闪烁起来了无数星辰光芒, 好似从他双目中射出了两道星光利剑。 周宇目光看破了无数的星光, 在他的面前那座巨大的蜘蛛魔城浮现出来, 而那座魔城正以这种恐怖的速度涌向了前方一个如同鸽子弹般光亮的世界, 不须多久, 这巨大魔城便会撞入永恒秘境内。 哼, 别以为逃入了虚空, 我就无法奈何你。 周宇嘴角浮起了抹冰冷的笑容, 他的大手朝着前方一抓, 只见着天空炸裂开来了个巨大缺口, 无数繁星点点如同银河般倾泻下来, 眨眼间凝成了把星光般的剑。 此剑出来的刹那, 无数剑圣公的大人物纷纷惊动, 他们脸上无不浮现出来了骇然表情, 因为此刻原本是白昼, 但天穷已经彻底漆黑, 唯独剩下无穷繁星点缀在上。 公主出手了, 一位至尊长老眼中光芒闪动, 能够造成如此天地, 唯有传闻中的上品道气才能够有着如此神效。 整个剑界之中, 唯独剑圣公公主有着如此神气。 不过就在此时, 古老而沧桑的声音在周宇脑海中缓缓响起, 周宇, 不用出手了。 永恒秘境牵扯到了本源之子的诞生, 此刻蜘蛛魔城已经干扰到了永恒秘境的命运, 如若你强行出手, 后果难以预测。 周宇身子为颤, 却是难以掩饰怒气, 冷声道, 本源, 莫非就放任恶魔族如此肆虐? 恶魔族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打着我们剑界之子的主意。 剑界本源道, 你错了, 他们的目标不是剑界之子, 而是灵冷。 原本蜘蛛魔城在剑界之福, 是为了图谋剑界的大忌, 但是因为灵冷的突然介入, 他们的目标才转换了过来。 周宇唯唯恶然, 又是灵冷, 他不是恶魔族十足转世吗? 难道恶魔族就是因为他身上的三大古福, 从而对他出手?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事实的确如此, 大葛灵冷的命运十分奇特, 已经超乎了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剑界本源淡淡道, 想必恶魔大公子已经发现了什么, 眼下之际, 唯有他们自己交织命运, 没有干扰的结果, 才是真正的结果。 周宇脸色微微变换, 最后还是轻轻松下了手中的剑。 他已经明白了剑界本源的意思, 恶魔族介入了戒子的诞生, 如若再次干预, 那么此次诞生的戒子, 将并不是为了整个剑界的方向出发。 也就是说, 无法诞生出率领剑界走向繁荣的戒子。 命运啊, 一个多么深奥的东西, 周宇缓缓朝着剑圣弓走去, 这所谓的命运, 有时候可笑, 有时候捉弄。 永恒秘境, 东南方向, 无尽冰川, 磅薄地抑制在整个冰川内肆虐, 不过这抑制沉没了下去, 命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吼 让这颗自称永恒大地的血红心脏 给彻底镇住了。 你, 是什么人, 竟然能看得出来我的本体, 血红心脏道, 颇有恼羞沉没的意味, 就算我是永恒秘境的本源又如何? 如若你们将我激怒, 我足以调动整个永恒秘境的力量, 将你们二人镇压。 灵晨确实已经, 如若调动整个永恒秘境的力量, 他现在的修为可不足以抵挡, 唯有蹲入万艳心之中才能侥幸逃过一劫。 哦, 命确实挑了挑眉毛, 丝毫不阅, 凌晨只感觉眉心一阵火热, 命自古符从其中缓缓浮现了出来, 无穷的命运气息交织在这张古黄色的符路上, 古符光芒一闪, 一束接近透明般的光滑笼罩在了这血红心脏上。 整个血红心脏立刻停止了跳动, 永恒本源如同疯子般惊叫起来, 啊啊啊, 快住手。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够催动命运的力量, 难道你是, 你是, 传闻中的命自古符? 凌晨看得目瞪口呆, 昔日那个弱小的知能嘴硬的命, 怎么爆发出来了这般威能? 永恒本源就这样认怂了, 另冷笑一声, 收回了光滑, 道, 之前我本还无法看破你的来历, 但是你自称为永恒大地, 这就暴露了你的本质。 这个天地间, 没有人是不朽的, 何况还是你区区一介大地。 命顿了顿, 又不到, 如果我猜测的没错, 永恒大地掌握的是一种类似于身体可以不断修复的大道, 拥有着恢复一切物体被破坏之前的模样, 与时光重回这种法则相同。 而你永恒本源能够长存于世, 便是当年永恒大地耗费了法力, 将你保留了下来。 只要法力还未消散, 你就可以不断修补自身, 从而不会毁灭。 与, 永恒本源已经彻底地被金柱, 根本无法说出话来。 他之所以惧怕命, 那就是因为命所照耀的命运之光, 能够让他原本接近于腐朽的状态彻底曝露出来, 当年永恒大地布下的法力规则, 也会彻底消失。 如果重现当年五千年前时的永恒本源, 那么他将会不复存在。 灵晨也彻底明白了过来, 换而言之, 就是当年永恒大地建造了一个容器, 而容器内盛放着永恒本源。 只要容器法力足够, 那么永恒本源将永远都会长存下去。 而留下永恒本源, 目的则是非常简单, 那就是为了再度复活。 别装了, 命懒洋洋道, 现在可有着一个大活人出现在你面前, 只要你将他的身体占据, 那么就可以重现人间。 对不对, 永恒本源沉默了下来, 但几乎是瞬间, 凌晨内心警铃大作, 只见到那颗长达十米的血红心脏 突然层层碎裂开来, 一片片的血肉如同树叶般剥落, 一道近乎于黑色般的光滑, 朝着凌晨的身体汹涌地冲荡过来。 这永恒本源发觉自己已被看穿, 丝毫不敢拖延, 首要任务就是占据凌晨肉体。 宁仿佛预料到了这一幕, 极为语重心肠道, 凌晨啊,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不用太感谢我。 整个古幅一缩, 回到了凌晨的身体内部。 凌晨目瞪口呆, 刚欲大骂出口, 便感觉到了一股浩瀚无际的意志 闯入了自己的大脑内, 无数当年永恒大地所保存的记忆 开始冲荡而来, 其中还包含着永恒大地魔力 出来的永恒之道。 凌晨的大脑顿时头疼欲裂, 仿佛会炸开。 哈哈哈哈, 看破了又如何, 理不过一介大地, 当年无半只脚踏入了地主境界, 你根本无法阻止我, 你的身体我就收下来了。 永恒本源在凌晨的脑袋内放声大笑, 凌晨满脸猙獰, 痛苦扭曲, 但嘴角却突然浮现出来了魔冷笑。 吞噬魔宫, 给我吞噬, 凌晨的心念一动, 无穷的黑色气息灌满了他的全身, 巨大的黑洞在他的体内与脑后展现开来, 庞大的吞噬之力, 几乎会吞掉一切的法则, 带着古恐怖摧毁般的气息卷入所有的一切。 吞噬魔宫, 李氏写天妖尊, 怎么可能, 永恒本源突然尖叫起来, 他的声音中竟然是带着巨大而浓烈的恐惧。 第1549章针锋, 在吞噬魔宫的包裹下, 整个永恒本源吞入其中, 那深邃黑暗的吞噬意志, 将永恒本源的力量一丝丝剥离出来, 反馈给了凌晨自身。 凌晨的身体得到这永恒本源的滋润, 大大小小的经脉内立刻涌起了古永恒的气息, 他的法力也开始节节攀升。 本源之力这种东西, 可是极为难得, 一般人根本无法消化。 但是他遇到的是凌晨, 吞噬魔宫之下, 本源照样吞噬。 却天妖尊, 师尊已经逝世了, 我只不过是第二任圣外之体。 凌晨不动声色道, 什么, 永恒本源声音变得无比尖锐, 光芒在吞噬魔宫中骤然大战, 仿佛想要冲破枷锁, 但魔宫一运转, 这光芒立刻收缩下去, 不断有着本源之力被剥离而出。 命黑黑直笑, 看来这家伙当年认识雪天妖尊, 否则不会怕成这般模样。 永恒本源确实不断挣扎吼道, 雪天妖尊那样变态的怪物, 谁人不怕。 不过你既然不是雪天妖尊, 就想要吞掉我的本源之力, 简直是痴心妄想。 整个漆黑的吞噬魔宫内, 立刻喷涌起来了无数的光芒, 这些光芒不断刺破吞噬魔宫的光芒, 仿佛要将这些黑光全部刺穿。 那永恒不灭的伟岸一直冲荡起来, 使得吞噬魔宫开始不断摇晃, 一副即将撑爆的模样。 无名永恒, 那便不灭, 永恒本源战役骤然高昂, 它的本体突然爆炸开来, 庞大的爆炸鱼波将这吞噬魔宫轰得连连战斗, 下一刹那无数白色粒子再度汇聚起来, 凝聚成了永恒本源的模样, 紧接着又是无数刺眼的光芒喷射而出, 永恒本源再度炸灭。 这一幕就犹如凌晨之前所看到的冰川一般, 就算凌晨将之荡灭, 那些冰川还是会恢复原状。 这便是永恒大地的道, 破灭了然后不损。 大胆, 凌晨突然高鹤一声, 无边威严生腾而起, 宛如圣王在世。 他大手一抓, 青铜骨剑变入他手心, 随着他神色一粒, 青铜骨剑喷发开来了无边青色光辉, 将永恒本源瞬间镇压在了吞噬魔宫内。 永恒本源发出了道七粒叫声, 但是他爆炸的频率却是越来越凶残, 大有着一股不成功变成人的极端意志。 凌晨双手却是猛的核实, 自他胸口上的将心大天书, 将瘦大天书喷发出来了刺眼金光, 磅驳的信仰之力升腾而起, 与凌晨的意志瞬间合二为一。 天崩地裂万道悔, 生灭死绝独圣存。 磅驳的信仰之力结合着凌晨意志, 变成了响彻天地的一生狂喝。 此时此刻的凌晨, 在见到永恒本源之后, 对这句远古圣庭上浮现的话理解得越来越深刻。 天地万物, 终究毁灭, 没有永恒的存在, 但唯一含着思希望永恒的存在, 唯有圣。 圣, 便是圣道, 圣脉之体, 永恒本源的疯狂顿时被镇压, 其中的意志彻底地被凌晨磨灭, 成为了一团止含竹意志大道的精纯能源。 凌晨吞噬魔功唯唯一转, 这团磨灭意志的本源, 化为了数百道精纯洪流灌入凌晨的全身。 这意志、力量, 全部融入了他的皮肤、毛孔、骨头之中, 而他整个人的大道之席的数量, 瞬间堪比了150位大帝。 如若现在凌晨拔出猎神枪, 三枪根本没有丝毫问题。 这就是永恒之道, 片刻之后, 凌晨的脸上浮现了某极为古怪的神色。 命懒洋洋道,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类似于时光倒流的法则一种, 凌晨脸色越发古怪, 对着命摇了摇头, 他现在心中只有无语的感觉。 这永恒之道, 怎么会是这么奇怪的东西? 命却像是踩到了尾巴的兔子, 惊叫起来, 怎么可能? 永恒之道难道不是我说的那样? 永恒之道, 谁掌握了这种道, 换而言之, 就有了一副不灭的躯体。 这永恒之道讲究的是吸收天地之灵气, 融入己身, 除非体内小世界崩灭, 否则就不会死。 按照我现在掌握的强度, 大概能够恢复三次吧。 凌晨的脸色越发古怪, 叹息了一句, 这种大道, 完全是拿来挨揍的, 命早已目瞪口呆, 换而言之, 凌晨有了三次不死的生命。 当然凌晨永远也想不到, 当年的永恒大帝拥有着18次不灭的机会, 也因为他那18次不灭, 他与血添妖尊碰到了, 然后硬生生地遭受了17次毁灭, 最后侥幸逃走。 而离开这了, 这个永恒本源, 倒是有些作用, 凌晨内是自己的身体, 在他丹田处悬浮着一团白光, 那就是所谓的永恒意志。 随着凌晨身形动弹, 整个冰川开始层层破灭, 不再有了之前的不灭意味。 而此刻, 东南方向, 那片巨大的树林之处。 随着三雄的到来, 那树林之处的中心, 一束巨大的剑光骤然冲天而起。 这剑光代表着一种极为高贵的意志, 竟是超乎了永恒秘境的承受范围, 在剑光的四周, 方圆百万里几乎瞬间荡平。 王太虚, 陈剑佛, 剑无道三人皆是看见了, 在那片被荡平的空地上, 插着一把黑色光芒的大剑, 大剑长达十米, 似有形也是无形。 境界本源, 三雄在此刻都是屏住了呼吸, 眼前这境界本源近在咫尺, 他们的梦想与期盼也是近在咫尺。 但是下一刻, 三雄的目光几乎瞬间碰撞在了一起, 无形之中仿佛有着三尊巨大的火山喷发出来, 一股股无形的气场从三雄身上展现开来, 使得四方冲荡起来了三股截然不同的剑道意志。 砰砰砰, 陈锋眼睛微微眯起, 这片森林上空开始凭空乍响, 密密麻麻, 眨眼间便有着足足上千次。 但在陈锋眼中, 这并不是无形的, 而是三股剑道意志冲在一起, 才会发出的金得交鸣声。 此刻的三雄, 占据三方, 互相对峙, 犹如真正的上股三雄, 开始一争天下, 争夺霸王。 整个空中陷入了古鸣固状态, 三雄麾下的追随者们都没有丝毫插手的意思, 直到这股对峙持续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 王太虚的眉头突然一挑, 身上披爪的貂皮大衣开始无风自舞。 杀王太虚一声大喝, 他的这一喝仿佛化为了成千上万道的利剑, 组成剑刃风暴, 朝着二人狠狠斩去。 从剑无道和陈剑佛的身上, 剑道意志也是猛的爆发开来。 三雄之间的战争, 彻底开始, 第1550张底牌分出, 诸佛沉沦, 万物归心, 陈剑佛双手合十, 一蓬巨大的佛光冲天而起, 竟是化为了两尊宝箱庄严的佛头, 撞向了两位天骄。 这两尊佛头, 皆是菩提气息, 有形似无形。 陈剑佛, 剑界弟子, 焉能用佛。 剑无道杀气纵横, 他去其手指, 朝着天空一树一横, 一道十字形的剑芒便荡漾开来, 将佛陀今身层层搅碎。 他的身形一跃, 静止落在了二位天骄的上空, 他大手一翻, 手心处浮现出了把古老的小剑, 这剑通体漆黑, 上面雕露着两颗暗红色的大刺, 镇压。 下屏道气, 镇骨剑, 陈剑佛和王太虚皆是脸色为变, 但是剑无道的手掌已经朝着下方按下, 这把漆黑小剑顿时膨胀开来, 狠狠地插入了虚空中, 插入虚空的刹那, 这空间好似瞬间凝固了下来。 王太虚和陈剑佛的身形也连同着四周虚空, 一起凝固下来。 这下屏道气震骨剑, 顾名思义, 就是镇压古老时空之剑。 这把剑类似于虹魔天幕, 乃是一次性的消耗法器, 能够镇压住一片空间, 饶式下方空间仍修为再高, 必须要一个时辰后方能出来。 剑无道镇压住了双雄, 目光立刻刷得落在了剑戒本源上。 上, 陈锋大吼一声, 他身后还有着三位陈家死士奇奇报开了大地威能, 天地瞬间激荡开来, 无边黑暗降临, 三位大帝奇奇联手, 轰杀向了剑无道。 就凭你们也敢阻止剑无道, 这个时候, 萧白的声音冷冷响起, 他在凌晨那里吃了大亏, 心中正憋着一团火, 现在正好可以发泄一番。 他大手一扬, 顿时无穷的金光闪耀了起来。 蜘蛛魔王看着这场战争, 发出了咯嘚咯银铃般的笑声, 好似看得津津有味。 流通天大步一踏, 站在了蜘蛛魔王面前, 双目深深地看了蜘蛛魔王一眼, 道, 现在我希望你不插手, 到时候, 对付你的人自然会来。 你再说灵冷啊, 他可是我的猎物哟。 蜘蛛魔王妩媚一笑, 剑无道身形如同长虹般击射而去, 然而那阵骨剑上方突然聚震起来, 一束金色的浮光从其中击射而出, 化为了陈剑佛的身形。 陈剑佛此刻浑身镀着金光, 犹如一尊真正的佛陀, 古老的菩提气息在他身上不断流转。 嗯, 剑无道身形戛然而止, 略带诧异地看着陈剑佛。 陈剑佛双手合十, 平静道, 我乃菩提佛祖转世, 自身可以化为菩提之子, 这等静置还无法封锁住菩提的气息。 他大手朝着虚空一按, 一尊晶莹剔透的大手便从虚空探下, 掌心中汹涌起来了无数的风暴, 隐隐有着湮灭大世界的无上意志。 大佛灭魔手, 剑无道眼神一领, 腰间的骨剑开始嗡嗡震战起来, 一股难以述说的剑意汹涌在了剑无道的全身, 一种代表着无情却友情, 毁灭却创造般的意志荡漾开来, 剑无道所掌握的无上剑道, 正在缓缓地开启着。 那按下的大佛灭魔手, 速度突然缓慢了下来, 仿佛因为剑无道的剑意影响, 他无法再继续加快速度。 陈剑佛眉头微跳, 惊目中满是凝重之色, 这是什么大道? 竟然能够影响到我的大佛灭魔手, 我的大道, 剑无道嘴角缓缓勾起了抹笑容, 左手放在了那把骨剑剑柄上, 随着他的缓缓抽动, 天地之间掀起来了狂猛的能量潮汐, 轰轰轰无数炸雷声响彻天地, 犹如绝世大神出世带来了天地异变。 陈剑佛的脸色也愈发凝重, 也就在此时,一股狂暴气息冲天而起, 王太虚犹如绝世杀神, 竟然也是冲破了那阵古剑的封锁, 只见着王太虚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把长剑, 这把剑极为古怪, 竟是罕见的蓝色, 尤其是那剑柄, 更是一团不断抖动着的火焰。 破镜之剑, 陈剑佛和剑无道都是纷纷吸引过来, 忍不住低声喝道。 所谓破镜之剑, 就是只拥有着破解尽致之力的大剑, 这种剑也是下平倒气, 乃是一次性消耗的用品, 用它来打破正古剑的威能, 实在是最好不过。 剑无道身上的磅薄杀气突然一收, 对着王太虚笑道, 王太虚道有, 陈剑佛那边可有着一味灵冷啊。 此人的威胁盛大, 不如我们现在联手镇压陈剑佛, 随后再个平本事争夺, 如何? 王太虚扫了一眼战局, 眉毛一挑, 没问题。 陈剑佛顿时大声喝道, 王太虚, 你难道就不怕对付我之后, 没有多少力量吗? 剑无道他这是在利用你, 少给我废话, 要怪你就去怪灵冷杀了我那么多手下。 王太虚一声爆喝, 他背后同时浮现出来了日月星辰景象, 在这日月星辰上, 皆是助力着一位人影, 这人影极为强悍, 乃是一代无双剑王。 异象一出, 日月星辰顿时围绕着陈剑佛笼罩下去, 对付佛, 旧的用谋, 剑无道不知何时面前浮现出了把竖琴, 这竖琴琴弦漆黑, 无数道魔鬼咆哮的声音从其中不断响彻, 那竖琴的七根琴弦, 好似由恶魔筋骨制成。 剑无道双手覆盖其上, 指尖开始不断弹动, 他每弹动一下, 就有着道巨大的魔鬼风暴汹涌天地, 席卷陈剑佛, 使其陈剑佛身上绽放出来的无边菩提佛光, 立刻暗淡下去。 剑无道手中竟是配置好了魔道下品道器, 专门用来克制陈剑佛。 陈剑佛佛力被克制的沙纳, 那日月星辰三大剑王, 已经举剑沙来, 方圆百里的虚空都是在一瞬间连连炸开, 场景十分宏大而可怖。 不好, 被剑白压制住的陈锋感受到了这一幕, 脸色一变, 他万万没想到双雄居然如此轻易地联手对付陈剑佛。 然而他又不能抽身去帮忙, 他已经被剑白打得苦不堪言。 没想到, 居然沦落到了双雄夹挤我的地步。 陈剑佛的身形在魔道风暴中飘摇不定, 好像随时都会被掀翻在地, 他的脸上也浮现出了抹无奈之色。 眼下之际, 也不能再隐藏了, 王太虚负手傲然地看着陈剑佛, 他们二人连击, 纵然陈剑佛的修为再过强大, 底牌再多, 也根本不会是敌手。 王太虚心中则是盘算着, 等级杀了陈剑佛, 再亲手斩下灵冷的头颅。 不过也就在此时, 王太虚突然投声警罩, 他浑身气息立刻炸开, 无数道建议如同喷发的火山般, 将他浑身上下彻底地包裹起来。 通龙, 躯空突然破碎开来了个巨大的缺口, 一个巨大的拳头狠狠轰击在了王太虚的头顶上, 那磅薄的尽力打得王太虚脸色直接大变, 身子如同天外陨石般炸飞出去。 这一幕的惊变, 立刻使得见吴道和陈剑佛等人眉头一挑。 王太虚更是怒吼道, 何人敢敢偷袭我, 行不改姓, 做不改名, 凌冷视野。 凌晨的身形缓缓从虚空中走出来, 当他脚步落入虚空的沙纳, 整个天地开始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大地在震战, 狂风在呼啸, 一股难以想象的压迫之力, 朝着诸多天骄狠狠镇压了下来。 王太虚和剑佛道等人的脸色顿时大变, 第1551张强大力量, 怎么回事? 王太虚首先惊声了起来, 在场的诸多天骄都是发现, 自凌晨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完全不一样了, 他整个人与这永恒秘境彻底的融为一体, 举手投足间, 都能够牵动着整个永恒秘境的力量。 蜘蛛魔王清脆的声音多勒莫名重, 如果我猜测的没错, 凌冷身体内已经融入了永恒秘境的本源之力, 永恒秘境一直存在着, 那么本源必然也存在着。 此言一出, 在场的天骄们纷纷大惊, 就连刘通天, 肖白也是纷纷聚拢在了剑无道的身边, 对着凌晨虎视眈眈, 王太虚和蜘蛛魔王也早就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杀气腾腾, 融入了永恒秘境的本源, 也就是说凌晨可以随意调动这个世界的力量, 那么加上凌晨本来就非常不俗的修为, 现在的凌晨可谓是如虎添翼, 更为恐怖。 刘通天, 再次相遇了, 凌晨目光平静地看向了刘通天, 他的神念至始至终都笼罩在了刘通天, 见无道蜘蛛魔王的三人身上, 好像其他人无关紧要一般。 琳朗, 多年不见, 这一次, 我不会败。 刘通天那沧桑的脸上, 难得浮现了抹笑容。 很好, 凌晨眼睛微微一眯, 他骚然出拳, 整个天地瞬间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所有天交耳边轰隆起来了无数炸雷, 这一拳威力超出了难以想象。 但是, 王太虚确实惊叫了起来, 暴怒道, 琳朗, 你不是对刘通天出手。 怎么打向了我, 王太虚愤怒之极, 确实不敢大意, 一股霸道灵力之极的剑一声腾起来, 他的剑道彻底地表现出来。 王太虚所修的乃是霸王之道, 他的每一剑之间, 都蕴含霸王气势, 无坚不摧。 哄, 凌晨一拳落下, 王太虚整个人立刻被打飞足足几万里, 身子不断地乱颤着, 让人认为下一刻王太虚就会吐出一口鲜血来, 融入了这永恒秘境的力量, 以惊大的匪夷所思。 死, 凌晨伸出了手指, 他的手指尖上缠绕起来了无数的风暴, 化为了永恒秘境的主宰之手, 碾向了王太虚, 仿佛粘着一只蝼蚁。 王太虚顿然色变, 丝丝违现, 现现不离, 这个时候, 蜘蛛魔王终于出手了, 他白嫩的手掌一挥, 无数青色的大道光滑绽放在了凌晨的面前, 逐渐支撑了一张蜘蛛网, 覆盖在了凌晨的手上, 凌晨便感觉到一股无形柔软的阻力抵挡住了他的攻势, 让他有着刹那间的停顿。 也就是这刹那间的停顿, 王太虚手中已经多了把骨剑, 骨剑上叼露着山川大地河流的景色, 隐隐勾勒出来了一尊帝国身影, 这把骨剑的级别已经达到了下品盗器, 还是非同小可的下品盗器。 山河展开, 种族繁衍, 我为人王, 占天为兜。 王太虚沿着轨迹, 一箭暴刺而来, 无边的霸气顿然喷发, 只见着无边的山河大地, 王城开始一一浮现出来, 真正的王者主宰着这片帝都, 王者的一言也能够定论生死。 凌晨仿佛在此刻就成为了王太虚的子民, 王太虚让他死, 他不得不死。 我的左手, 乃是天, 我的右手, 乃是地, 左右相握, 天地交明, 凌晨的双手高高举起, 他的左手闪烁着青色光辉, 他的右手闪烁着黄色光滑, 当他左右手握在一起的刹那, 整个天穷开始层层爆裂开来, 方圆千万里的土地剧烈震荡, 天地皆动。 如此一握, 地道山河等异象全部粉碎, 笼罩在霸王之道中的王太虚, 再度被狠狠轰出, 毫无霸王风范, 狼狈不堪, 太强悍了, 胶白脸色再度发白, 喃喃自语道, 这个家伙怎么会搞到永恒秘境的本源啊, 之前见吴道和刘通天说的一点也没错, 这个家伙, 才是最大的威胁, 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然而凌晨是若雷霆般的攻击, 却是尚未停止, 左手摘月, 囚禁天谋, 右手摘星, 净化恶果, 凌晨的左手上浮现出来了一轮月亮, 这轮月亮高达百米, 上面散发着纯正的月光之力, 他的右手上浮现着一颗六芒星星, 闪烁着浓郁而纯净的白光, 虽然美丽, 但却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威能, 不好, 王太虚和蜘蛛魔王几乎是同时教导, 月亮降临, 轰向了蜘蛛魔王, 星辰降临, 镇压向了王太虚, 此刻这一位见解三雄之一的天骄, 以及这凌驾在了无上大帝王族血统的蜘蛛魔王, 都是毫无风范的狼狈逃窜, 随着不断逃窜, 他们二人的身上也不断生腾起来了宝物光滑, 抵御着这恐怖的日月轰杀, 凌晨却是毫不放过二人, 他闪电斑从背后抽出来了猎神枪, 整个猎神枪上顿时闪烁起来了滔天光滑, 一股恐怖的波动从上面汹涌起来, 休想击杀二人, 剑无道突然杀来, 他的古剑四周汹涌起来了各种风暴, 朝着凌晨的头颅笼罩而下, 剑无道非常清楚, 如若让凌晨真的顺利收拾了二人, 那么接下来他们也会遭受到同样的待遇, 剑无道, 休想干扰, 这个时候, 一尊庞大的佛长轰来, 与剑无道绞杀在了一起, 陈锋率领三位死士悍然杀来, 不过迎接他们的却是满脸争鸣笑容的肖白, 这个时候, 刘通天出手了, 他手上闪现出来了梅古老的符路, 这枚符路隐隐打开了一条通往了天地尽头的道路, 朝着凌晨暴然杀来, 刘通天口中高喝着, 琳朗, 休想的手, 凌晨忽然嘴角勾起了抹笑容, 他原本对准着两大天骄的猎神枪, 突然高高抬起, 细黑深幽的枪口对准了刘通天, 刘通天瞳孔骚然缩成真状, 紧接着是一道恐怖的轰鸣声, 巨大的蘑菇火云立刻腾空而起, 搅动了整片天地, 因为有着刘通天突然插手阻挡, 王太虚与蜘蛛魔王族族被打退了百万里之后, 才硬生生地将这日月之力粉碎开来, 二人也是难得地有了口喘息的机会, 但是当他们回头看过去的时候, 再度彻底愣住, 只见到凌晨双手摊开, 整个人朝着天空缓缓升起, 方圆千万里的天地骚然彻底大变, 无数的雪花开始从天穷深处飘荡了下来, 现实极为缓慢, 随后变成了飘荡的鹅毛大雪, 随即变成了汹涌起来的雪巢, 密密麻麻的雪花将这片千万里的天地都给冲涩, 王太虚下意识地撑起来了法力屏障, 但他却是诧异地发现, 这些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雪花, 竟然穿透过了法力屏障, 打在他的皮肤上, 出现了抹凉意, 凌晨看着这白茫茫的天地, 神色一素, 口中爆喝, 杀, 那充斥在整个天地间的雪花, 顿时喷发出来了恐怖的杀气, 每一片雪花在此刻都浮现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杀次, 整个天地, 不再是雪花, 而是无穷的杀, 第1552张魔城浮现, 天地剑王大轮盘, 王太虚感受到了致命杀机, 他整个人顿时化为了无上剑王, 身躯四周一圈又一圈的骨剑虚银缓缓张开, 由内而外, 从上百股剑直接衍生到了上万把股剑, 这些股剑缓缓蠕动, 每一次蠕动都发出了腐朽木门的枝哑声, 无边剑气汹涌整个天地, 将那一片片杀鸡雪花纷纷斩碎, 见吴道则还是没有将那把股剑拔出来, 只是按着股剑, 朝着下面狠狠一阵, 一圈透明般的波纹荡漾开来, 那些杀字雪花打在上面, 立刻发出了砰砰砰的声音, 好像组成了张无形的剑王领域, 让雪花沙子根本无法洞穿, 终结之拳, 在各大天骄被困在这冲涩天地雪花的刹那, 凌晨身上荡漾了终结意志, 体内恶魔始祖之气催动, 一拳朝着蜘蛛魔王轰去, 不管如何, 恶魔族的人一定要先除而后快, 否则凌晨心中难安, 蜘蛛魔王发出了悦耳的笑声, 两只白皙的手臂扬起, 一尊巨大的魔影立刻缓缓升腾起来, 乃是一头太古的蜘蛛魔影, 蜘蛛魔影有着八指漆黑深幽的大爪, 那八只大爪同时朝着凌晨一点, 无数的丝线齐齐喷射, 嗯, 凌晨终于发现了古怪之际, 这蜘蛛魔王施展的功, 根本没有受到他体内的恶魔始祖之气的压制, 唯有终结之道的意志有着不俗的功效, 可是眼前这一幕根本不符合常理, 整个恶魔族中除缺了恶魔大公子之外, 所有的恶魔族应该都要被凌晨压制, 就算是王族恶魔也不例外, 难道这蜘蛛魔王, 也是一头始祖恶魔, 并发觉了凌晨的疑惑, 笃定道, 此女肯定不是恶魔始祖, 她的恶魔气息凌驾于王族之上, 但却比恶魔始祖稍稍差了一线, 看来恶魔族之中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 总之凌晨, 你不能大意, 凌晨微微点头, 她一拳之下, 这些蜘蛛魔线全部粉碎, 她的身上再度闪烁起来了古老的光滑, 整个人与永恒秘境融为一体, 大手只不过是微微一翻, 那天空中就传来了道轰隆巨响, 一块乌黑的云层突然裂开, 缓缓组成大手模样, 覆盖了方圆三百万里, 朝着蜘蛛魔王盖下, 封锁, 蜘蛛魔王口吐白丝, 这白丝瞬间交织成了大网, 大网贴在了整个云层上, 这云层顿时停止了下她, 而蜘蛛魔王的整个人立刻化为了一道乌光, 朝着远方迅速顿去, 想逃, 凌晨冷冷一笑, 她五指朝着远方一抓, 蜘蛛魔王身躯四周的虚空骑骑炸裂开来, 那空间扭曲起来, 竟是化作了一座巨大的空间囚牢, 封锁了蜘蛛魔王的身躯, 持祖魔燕, 蜘蛛魔王红唇为章, 一缕缕漆黑的火焰被她吐出来, 这些火焰宛如无形, 覆盖在了空间上, 居然将那虚空都给燃烧起来, 凌晨的眼角一跳, 这个蜘蛛魔王所施展出来的, 根本就是始祖恶魔才能掌握的能力, 休想逃走, 凌晨骤然长笑一声, 她整个人瞬息间出现在了三百万里的蜘蛛魔王头顶上, 自凌晨的身上涌动起来了三股不同的光滑, 宁自三大骨符勾勒成了尊虚无对联, 狠狠震在了蜘蛛魔王的头顶上, 啊, 蜘蛛魔王发出了一声尖叫, 只见到自骨符对联上, 洒下了一片片巨大的白光, 原本不可一世的蜘蛛魔王身形陡然僵住, 浑身发出了滋滋滋的身影, 不仅她的身形被封锁, 还在无时不刻遭受着骨符焚烧, 琳朗, 放开魔王, 王太须发出了道响彻天地的怒吼声, 整个携带着巨大的万剑轮盘, 层层绞杀而来, 凌晨眼角一挑, 右手一翻, 只见到下方的硬土骤然粉碎开来, 一尊巨大的硬土大手缓缓声空而起, 一下便拍在了王太须的键盘上, 他整个人再度被隐声声地抽飞, 三大骨符, 休想奈何我, 蜘蛛魔王再度发出了一声尖叫, 自他妖娇的身体上喷涌起来了无边的漆黑魔器, 这股魔器中竟然包含了一丝的始祖韵味, 那无形之中的蜘蛛虚影, 也显得越发真实, 蜘蛛虚影的双瞳中, 撩动起来了古恐怖的星红之色, 轰,轰,轰, 三大骨符对联封锁的空间开始不断爆炸, 命子三大骨符也是不断震战, 仿佛随时都会从对联中崩解开来, 凌晨眉毛一挑, 背后悬上军王塔悬浮而出, 他单脚踩在了骨符对联上, 嗡,一丝奇异的震动, 朝着四方波散开来, 三大骨符镇压住的空间立刻稳定了下来, 蜘蛛魔王身上的魔器如同潮水般被逼回了他的体内, 一股股白光的照耀下, 蜘蛛魔王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 但这尖叫声只不过持续了半响, 突然诡异地停了下来, 凌晨眉头围皱, 低头看去, 只见到蜘蛛魔王忽然抬起来头, 蜘蛛魔王脸上遮着一张暗金色的面纱, 虽然看不清面容, 但是面纱下露出的精致下恶与锁骨, 都是异样的苍白, 忽然一阵风刮起, 那面纱轻轻地吹落开来, 露出了面纱下的妩媚妖娆面容, 凌晨的眼角顿时收缩成为了瞳孔, 身子一颤, 低声喝道, 命,给我住手, 命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道, 不就是一个漂亮女人吗? 你至于这样吗? 再说了, 你的女人哪一个不是?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她看到了凌晨越来越阴沉如水的表情, 这是凌晨即将抱走的前兆, 她果断地闭上了嘴, 怎么是你? 凌晨声音低沉, 这个女人, 赫然就是当初的苏菲, 恶魔榜上排名第五的天骄, 更是有着王族血统, 但是凌晨能感觉到, 如今的苏菲, 与当初的那个妖娇女子苏菲差别甚大, 没想到我们终究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苏菲精致的面容上浮现了魔苦笑, 但是, 我已经不是当初的苏菲了, 如今的我, 无法再控制着自己, 现在, 能死在你的手下, 也算是一种幸福, 她唯唯仰着头, 她那漆黑的眼瞳之中, 闪烁起来了丝不同的光芒, 原本精致的苍白面容上浮起了抹淡淡红韵, 一时之间, 倾国倾城, 凌晨沉默不语, 苏菲笑了笑, 道, 不用怀念了, 杀了我, 这算是替我解脱, 另外, 你要小心, 即将有着恐怖东西降临这永恒秘境, 是恶魔大公子专门来对付你的, 凌晨眉头唯唯一挑, 由恐怖的东西降临而来, 恶魔大公子对自己出手了, 也在远方, 诸多天骄遭到镇压的时候, 陈剑佛却是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陈剑佛整个人身上立刻燃起了金色的火焰, 整个人化为了一束金光, 朝着剑借本源之地击射而去, 陈剑佛, 你休想, 远处的剑无道突然发出了声大喝, 他手中的骨剑缓缓抽出, 一片惨白的寒光立刻招摇了世界, 他身边疯狂杀来的雪花, 顷刻间消失成为虚无, 一处方圆几十万里的空地清理了出来, 燕灭之道, 陈剑佛眼角一跳, 浮起了某极为沉重的神色, 剑无道在这个时候, 他终于展现出来了自己的道, 只见到剑无道持着古剑, 快速杀来, 然而天地间的雪花仿佛有着灵性般, 组成了道巨大的雪浪, 朝着剑无道汹涌而起, 纵然剑无道湮灭之道强悍, 一时间, 也是阻碍了身形, 陈剑佛哈哈大笑一声, 整个人毫不犹豫下冲而去, 剑无道看着这一幕, 不断挥剑, 但是脸色确实变得极为愤怒, 竟是大吼一声, 琳朗, 你这个狗日的混蛋, 王八蛋, 如若不是有着雪花阻挡, 他怎么可能让陈剑佛如此轻而易举, 陈剑佛闪烁着淡淡金色浮光的手, 朝着那剑戒本员狠狠抓下, 然而在这刹那间, 陈剑佛的身子骤然僵住, 远方的凌晨也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豁然抬头, 原本漆黑的天空上, 骤然响起了道尘们的轰隆声, 啪得一道如镜子破碎的声音, 醒刻间方圆几千万里的虚空爆炸开来, 无数虚空的碎片速速下掉, 无数的能量风暴也在这瞬间荡漾起来, 一座巨大的阴影都城, 浮现在了天穹之处, 第1553章联合, 原本冲涩在天地间的无数雪花, 在这庞然大雾撞破了整个永恒秘境的金碧系刹那, 全部都被那破碎开来的巨大虚空之口给吞没进去, 犹如是上古凶兽的一道长息, 陈剑佛也因为如此巨变, 反而没有去拿剑戒本源, 与其他天骄一样, 皆是抬头看向了那天穹的深处, 那是什么, 流通天盯着天空, 满脸肃穆, 剑无道将古剑收回剑桥内, 含声道, 我能够感受得到巨大的恶魔之喜, 如果不出乎意外的话, 这座古城, 必然是恶魔族, 在场的天骄听到了剑无道之言, 眼神纷纷看向了王太虚与蜘蛛魔王, 凌晨扫了天穹一眼之后, 手中的青铜古剑便闪耀起来了剧烈光滑, 杀鸡在层层散发着, 只要他这一剑刺出, 在融入永恒秘境的本源之力, 就算是蜘蛛魔王, 也难以逃脱, 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 像是有着数百头天龙齐齐朝人间咆哮, 只见着那座长达三千万里的巨城缓缓下降, 巨城上渡着一层有黑的光芒, 其内有着尊恐怖存在正在吞吸着, 眨眼间, 大地陷入了漆黑, 众人头顶上都传来了莫大压力, 在这剧城之下, 他们都如同蝼蚁般渺小, 苏菲精致的脸上浮现了抹慌乱, 他对着凌晨私声吼道, 你还在犹豫什么? 赶快杀了我, 否则的话, 我一旦被那个男人操纵, 就不是眼前的苏菲了。 凌晨淡淡地扫了苏菲一眼, 心童骨剑收入怀仲, 三大骨字也齐齐消失, 这样的举动令得苏菲忍不住一愣, 但凌晨却并未放走苏菲, 他大手一抓, 无边的距离隐声声地将苏菲抓取过来。 万艳星在凌晨体内张开, 苏菲的身形顿时消失在了原地。 王太虚看到了这一幕, 勃然大怒道, 凌晨你是什么意思, 居然请走了蜘蛛魔王。 凌晨冷冷地扫了王太虚一眼, 然后看向了天空中缓缓压下来的巨城, 巨城每压下来一百米, 天地间汹涌的刚风便是越来越狂暴, 大地上生长着的小草与树木, 都被这刚风吹成了岛树状。 诸位, 我能够感觉到, 在这魔城内有着起码不下于十四位无上大地。 不过他们被永恒秘境的规则给压制下来, 只有大地修为, 但除此之外, 这魔城内还有着三十位大地, 三百位无转真仙。 凌晨扫了眼在场添骄, 声音滚滚荡下, 虽然这魔城的目标是我, 但若是这魔城将我抓走后, 他们便也会插手见戒本源之事。 眼下最好的方法, 就是联合, 联合, 痴心妄想, 王太虚冷冷一笑, 只要我们三雄取得了见戒本源, 他们怎么对付你, 就怎么对付你, 见无道此刻却是脸色肃木, 眼中杀气若隐若现, 道, 这恶魔族居然敢大肆搅乱我们见戒之子的选拔, 应该要终业, 我同意联合。 焦白捂了五心脏, 道, 反正我不想当你的敌人。 凌晨的目光看向了刘通天, 刘通天那张被无数事事侵蚀的脸上, 难得浮起了一抹笑容, 淡淡道, 虽然我很想再度与你分隔高下, 但眼下, 还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吧。 陈建佛也是从容走来, 只是对着凌晨微微一笑, 态度已经很明显。 王太虚见到诸人都竟是这般爽快地答应下来, 无尽有些发浪, 随后他咬咬牙, 道, 我也加入。 现在共同对抗恶魔族, 很好, 等面完了这群恶魔族, 你们三雄之间再决一胜负。 凌晨屈指一谈, 剑界本源所在的地面上立刻裂开了一个黑洞, 那剑界本源瞬息间掉入了黑洞之中, 沉入了永恒逆境的地底深处。 凌晨做完一切之后, 猛地长笑一声, 体内的终结之道兴奋得早已站立, 而凌晨却是高高举起了青铜骨剑, 命自古符, 灭自古符, 影自古符瞬息间贴在了青铜骨剑上, 一股难以言喻的光滑在青铜骨剑上流转起来, 散发着莫名威势。 无疑永恒大地之名, 号令天地, 灵晨青铜骨剑高高举起, 无穷的土地立刻开始颤抖了起来, 裂开了一道道的裂纹。 只听得轰隆声巨响, 无数的土壤开始堆砌起来, 瞬间化作了足足宽大一千万里的巨柱, 朝着天空伸去, 一下撞在了蜘蛛魔城上。 轰隆, 整个天地间荡漾开来了声沉闷的轰响声。 蜘蛛魔城的下沉趋势, 被这根巨大泥土竹子给硬生生地撑了起来。 但下一刻, 那蜘蛛魔城散发开来了一股深邃的黑光, 整个长达三千万里的魔城上开始密布了一道道玄奥无比的符纹, 瞬间盖住了整个魔城上, 一股难以想象的威能充斥了整片天地。 轰,轰,轰, 去空在爆炸, 土地在爆炸, 那抵挡着整个蜘蛛魔城的巨大土柱也在爆炸, 无数能量风暴开始肆虐起来, 所有天骄的呼吸都是无比困难, 接近于窒息,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古来自于灵魂的威压。 其中凌晨遭受的威压最为巨大, 整个人都仿佛会跪倒在地,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在那蜘蛛魔城的深处, 有着头上古腕族巨兽正在缓缓苏醒, 这尊巨兽的强大, 已经让凌晨的十足血脉都开始震战。 那是蜘蛛魔祖, 我终于明白了, 命的声音凝固到了极点, 恶魔族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十足人物, 曾经最为强大的便是七大十足, 十三魔祖。 这些大人物纷纷在太古之时战争而死, 但是他们的灵魂确实流了下来, 恶魔族有人将当年的蜘蛛魔祖的灵魂, 炼制了这尊巨城。 之前苏菲身上的蜘蛛魔祖气息, 也是来自于蜘蛛魔祖的灵魂。 凌晨倒吸了口含气, 如果能够将昔日魔祖的力量唤醒, 那么现在恶魔族中的诞生多少个堪比十足级的血统, 会制造出来多少个这样的蜘蛛魔城, 饶是一直一言不发的血离, 也是被彻底的惊动, 骇然道, 这是中品道气。 实实在在的中品道气, 一尊中品道气的力量, 可是堪比无上大帝, 甚至更强大。 剑无道等人也是纷纷色变, 因为他们看出来这蜘蛛魔城乃是极为珍贵的中品道气, 一旦全部微能催动, 毁灭整个永恒秘境都有可能。 最为关键的是, 永恒秘境对无上大帝有着压制能力, 但却无法压制道气。 不管怎么说, 绝对不能让这蜘蛛魔城肆虐。 凌晨一声大吼, 身形笔直地朝着蜘蛛魔城射去, 在他的脚底下升腾起来了一寸长长的冰雪风暴, 巨大的光芒开始从青铜骨剑上闪烁了起来, 携带着三大骨符永恒秘境的力量。 在极大天骄看来, 他们看到的不再是凌晨冲去的身影, 看到的而是一道巨大的红光, 这道红光至少有着五百万里之粗大, 而且锋芒无可匹敌, 能贯穿所有阻碍在眼前的一切。 蜘蛛魔祖啊, 请苏醒您伟大的灵魂, 十四位无上大地发出了道诡异的喝声, 这喝声能够跨越无穷虚空与时空, 齐齐在这蜘蛛魔城上响彻了起来。 蜘蛛魔城的最深之处, 乃是一片漆黑的混沌, 但在此刻, 仿佛听到了十四位无上大地的呼声一样, 这漆黑之中, 一对巨大的岛树着的星红眼睛陡然睁开。 第1554章狂暴轰鸣, 一, 古老的蜘蛛魔祖, 在十四位无上大地的奇妙呼唤下, 终于苏醒过来。 那对黑暗中的星红双目, 瞬间看到了凌晨化作长红贯穿而来的身形, 隐溺在黑暗中的庞然大物立刻汹涌而起, 星红双目中骤然喷射出来了一束恐怖血光, 却光沙纳间照在了凌晨面前, 但集合了终结之道, 三大古符, 永恒秘境, 青铜古剑四大威能的凌晨, 却是势如破竹, 瞬息间撞开了这星红血光, 渗行悍然杀入了这座蜘蛛魔城之中。 十四位无上大地皆在黑袍下变了颜色, 难道此子就是灵冷, 靠强大的修为, 听啊, 他朝着蜘蛛魔祖杀去了, 这下怎么办? 哼, 他杀向了蜘蛛魔祖, 简直是找死, 下方还有着诸多天骄, 我们将这些天骄全部扫灭。 灵冷就交给魔祖对付了, 十四位无上大地瞬息间交流了一剑, 顿时间那蜘蛛魔城上响彻起来了微微的震战声, 三十位恶魔祖大地丝毫不掩盖大地威压, 从魔城中冲天而起, 在这三十位大地的身后, 还有着整整三百个真心无转的存在。 纵然是站在地下的剑无道等人, 也能够感受到那蜘蛛魔城上方传来的巨大压力。 蜘蛛魔城还在阵战着, 在蜘蛛魔城核心人物聚集起来的刹那, 无数位恶魔族的战士皆是从蜘蛛魔城中冲来, 这种恶魔族战士, 皆是双目星红, 身上皮肤是古老的有黑, 嘴口还有着寒冷獠牙, 这种恶魔战士的威能, 修为都是不高, 真仙境的人物都十分稀少, 但是他们的人数却是极为恐怖。 只见到蜘蛛魔城的边缘处便为了漆黑之色, 那是无数耸动的人头, 每一位恶魔族战士的星红双目聚集一起, 仿佛形成了道将整个蜘蛛魔城都给包围住的如漆般的血红色。 杀, 这一时间, 恶魔族发出了声恐怖嘶吼, 那些站在了蜘蛛魔城边缘处的战士们, 身上闪烁起来了恶魔之气, 齐齐跳下王城, 扑天盖地般地朝着几位天骄们汹涌而来。 所有的天骄, 终于脸色大变, 焦白看着那无穷无尽的恶魔族战士, 只感觉自己的头皮发麻, 纵然他修为不俗, 一时间都无法看出来这到底有多少恶魔族战士。 一千万, 还是两千万, 流通天浑身气息炸开, 显然这扑天盖地汹涌下来的恐怖漆黑浪潮让他甘肃到了巨大压力, 而且这还只是普通的恶魔族战士, 后方还有着十四位无上大帝人物, 三十位大帝, 三百位无转真仙。 该死的, 王太虚难得抱了句粗口, 身上的霸王剑一开始升腾起来, 瞬间冲荡开来了百万里, 他整个人直接咆哮一声, 你们这群浑身漆黑的混蛋, 有胆子给我上来。 他这威风十足, 煞气逼人的吼声, 立刻被足足有着两千五百万的恶魔族大军的声音给淹没下去。 天地之间, 唯独充斥着的旧式杀次, 终于剑无道, 陈剑佛, 刘通天, 萧白, 陈锋, 三位陈家死士, 二位剑无道的死士奇奇爆发开了大地的威能, 他们足足十一位大地的威压, 几乎瞬间将那密不透风的漆黑天幕给硬生生地撕裂开了道口子, 透露出来了蜘蛛魔城的漆黑城墙。 纵然两千五百万恶魔族战士, 他们这些人也丝毫不惧, 因为他们其中每一位大地都是非同小可, 尤其是剑界三雄等等, 都是有着底蕴的存在。 他们这十一位大地凝聚起来的威压, 覆盖了足足千万里, 并不比三千万恶魔族战士的声势弱小。 大地与凡人之间的区别, 就在此刻展现出来。 人数的确有着优势, 但有的时候, 实力的差距乃是天地之间的篝祸, 纵然无数人堆积起来, 也无法触摸到天空。 十四位黑袍无上大地, 都是双目冷冷地看着这片丝生震天的扑杀, 他们完全没有动手的打算, 或者是说根本不值得他们十四位出手。 在看到诸位天骄爆发出来的强悍杀伤力之后, 十四位无上大地几乎同时下令, 那后方笔直站立着的三百位真心无转华为六组, 气势如红般扑入其中。 一场惨烈的大战, 在整个永恒秘境上演, 林晨映生生跨入到了蜘蛛魔城的小世界, 顿然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充斥在了这黑暗虚无世界的各个角落, 原先他感觉到的那双巨大的星红双目, 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距离十分近, 好像只要光芒亮起, 林晨就与这潜伏在黑暗中的凶兽近在咫尺。 十祖, 你的身上, 有着浓郁的十祖气息, 蜘蛛魔祖开口了, 声音带着鼓撕裂感, 让人毛骨悚然, 但为什么, 你要举起屠刀, 并且掌握了三大鼓符, 与恶魔祖开始为敌。 我虽然身上有着恶魔十祖魔器, 但我不妨让你看看我掌握的大道。 凌晨一拳直接轰去, 终结之道瞬息间充斥了这片黑暗的世界, 带来了无尽终结之意。 蜘蛛魔祖骤然发出了声尖叫, 他的尖叫声含着巨大的愤怒, 终结, 你居然想终结整个恶魔祖。 简直是岂有此理, 告诉我, 你的前世是哪位始祖, 我要唤醒你的前世记忆。 前世记忆, 凌晨淡然一笑, 我并不知道我的前世, 而且我也没必要去知道我的前世。 凌晨手中的青铜骨剑测然一番, 一面剑深倒映着他的面容, 一面剑深倒映着整个黑暗。 庞大的清光从剑上喷发, 以着难以想象的速度, 填充了整个黑暗的世界, 那个被称之为十三魔祖之一的 蜘蛛魔祖彻底地曝露在凌晨的面前。 这片黑暗世界的原貌 乃是一片残破不堪的小世界, 四面八方都充斥着无穷恶魔之气, 地面是诡异的暗红色, 一处处的岩浆之地洒落在四周, 空中流淌着一股腐湿与硫磺的味道, 一眼扫去, 毫无人烟, 让人发寒。 蜘蛛魔王距离凌晨不过千米圆, 那头巨兽高达百米, 有着醋万对之脚, 背上是个古老猙獰魔头, 一对闪烁着寒光长达醋十米的獠牙露在了外面, 獠牙上不断地滴出了白色液体, 这白色液体落在地上就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 蜘蛛魔祖身躯不够高大, 但却有着惊人的醋万米。 无知另一半灵魂, 是不是在你呢? 蜘蛛魔王匍匐在岩浆内, 却是并未对着凌晨动手, 只是那星红的双目内, 不断汹涌着古老而神秘的岩浆。 的确在我这, 有本事, 你就来拿。 凌晨青铜骨剑一挥, 三枚鼓字闪烁光芒, 交织着古老而神秘的力量, 终结大道则是化为了终结剑气, 从青铜骨剑上延伸了足足数千米, 像是一把延伸出来的漆黑剑刃。 蜘蛛魔祖尖叫了一声, 蜘蛛的瞳孔剧烈地抖动起来, 他显然对这青铜骨剑上不着的三重力量感到了恐惧。 轰轰轰, 蜘蛛魔祖的身体开始迅速地肆虐起来, 虽然他躯体不大, 但却拥有着惊人的速度, 簇腕对只脚以着惊人的频率耸动着,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百万里之外, 一路飞驰, 建设出来了无数的岩浆和巨大的划痕。 想逃, 凌晨并未急着杀上去, 而是慢条斯理地用右手扛住了猎神枪, 一股股难以想象的凶利气息, 开始不断地从猎神枪上荡漾开来, 瞬息之间,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充斥在了这蜘蛛魔城的小世界中。 第1555章狂暴轰鸣 2 轰, 猎神枪的枪口上喷吐出来了数极弹的火线, 一束火光跨越了时空与虚空, 眨眼间来到了蜘蛛魔祖的背后, 蜘蛛魔祖感觉到了极大地危险, 尖叫一声, 一股股蜘蛛网般地磨到光滑顿时伸张开来。 轰隆, 一轮巨大的火焰蘑菇云缓缓升腾而起, 无数凄厉的尖叫被这巨大的爆炸给彻底的淹没, 一个庞然大雾的黑影不断地在这火光下挣扎, 不多时, 一个浑身冒着漆黑烟雾的大蜘蛛跳了出来。 琳朗, 你让我彻底地愤怒了, 蜘蛛魔祖星红的双目顿时锁定在了凌晨的身上, 它血盆大口一张, 无数道白色的液体积射出去, 但是这些白色液体还未喷出数百米远, 远方再度响起了一声沉闷的轰响, 一束火弹拖着场掌的尾巴再度撞来。 蜘蛛魔祖瞳然缩成了真状, 随后疯狂地朝着后方逃窜而去, 但它终究没有摆脱这恐怖的热运, 随着一声震动天地的炸响, 整个世界陷入了无穷的火光之中。 蜘蛛魔祖一连吃了两发猎神枪, 简直是狼狈之计, 不过凌晨也不比它好看到哪里去, 加上之前对付刘通天打出的一剂猎神枪, 它总共射出了三发, 现在它的身体再度被强大的后座力给击垮, 大脑被骨黑暗笼罩着, 随时都能晕过去。 凌晨体内闪耀起来了一层朦朦朦朦的光芒, 紧接着它肉体以着难以言喻的速度修复着, 不多时, 凌晨背负着猎神枪, 整个人气势如红地落在了蜘蛛魔祖的上方。 此刻的蜘蛛魔祖, 没有丝毫太古时期的威严, 浑身不断冒着黑烟, 甚至还有着丝肉香味。 它整个庞大的身躯瘫软在地, 促腕对只脚无力地晃动着, 气息更是衰落在了极点。 凌晨毫不犹豫地挥出了上百件, 结合了三大古符以及终结之道, 横秘镜三大力量的青铜骨剑, 轻易地将蜘蛛魔祖的身体切开。 上面附加的威能, 更是让蜘蛛魔祖发出了七粒尖锐的惨叫, 不依惠尔, 蜘蛛魔祖的身躯被切成了促十万个细小的碎片。 李居然还没死, 这下轮到凌晨诧异了, 现在这些促十万块巴掌大小的黑色肉块, 都在以着缓慢的速度蠕动着, 一块肉块与另外一块肉块接触到一起, 便会融为一个整体, 促十万的碎片, 顶刻间少了整整一半。 蜘蛛魔祖裂开了四半的头颅猖狂大笑起来, 这等攻击, 虽然我无法反抗, 但你也杀不死我。 李现在催动三大骨副的力量, 简直是太过垃圾了。 只要我不死, 蜘蛛魔城永远都会运转下去, 凌晨的眉头拧了起来, 如若不能杀死蜘蛛魔祖, 根本就不能实质性地解决掉问题。 命也是无奈叹了口气,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镇压它, 然后收入万艳星之中, 不过你也非常清楚, 接下来还要面对恶魔大军, 如若三大骨副用掉镇压, 那么威能将会减半。 凌晨眼中寒光不断闪烁, 不过他却没有丝毫犹豫, 大手一抓, 三大骨副便是镇压着蜘蛛魔祖的身躯, 进入了万艳星之中, 绿同着凌晨的身躯, 也进入了万艳星内, 这个举动, 让命着实愣了愣。 整个蜘蛛魔城亦失去了蜘蛛魔祖的本体, 顿时陷入了僵硬之中, 覆盖在魔城上的漆黑光芒荡然全无, 那股令人心头有着巨大压抑感的魔城, 便为了一座仅仅是体积庞大, 材质坚硬的普通货色。 诸位天骄只感觉浑身都是一松, 脸上都是闪过了微微错愕之色后, 肖白才是喃喃自语道, 凌冷将一个中品道气的灵魂给交汇了。 几位天骄的脸色都极为古怪, 捣毁一位中品道气的灵魂, 这个凌冷的实力, 到底是强悍到了什么程度呢? 十四位站立在蜘蛛魔城上的黑袍无上大地们, 面色都是微微一白, 他们万万没想到, 堂堂魔祖都会被毁灭。 若是在以往, 恐怕他们会陷入恐慌之中, 现如今他们脑海中至始至终都回荡着那位大人的话, 故而强行镇定了下来。 一位黑袍人声音沙哑道, 诸位不必管那么多, 计划不变, 我们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出手, 到时候会如同大公子所说, 我们面临的将只会有灵冷一个人, 三百位真心无转以及三十位大地们, 习其沉默不言, 但是那星红的双目中, 却是绽放出来了恐怖的兴奋光芒。 王太虚撑着巨大的剑轮, 化作了一头收割性命的死神, 每一次轮盘转动, 都有着数千位的恶魔族战士死亡, 但是相对于足足两千多万的恶魔族士兵, 这速度简直是太慢了。 王太虚咬咬牙, 几乎是发出全身的力量大吼道, 陈剑佛, 剑无道, 你们两个人还打什么刹, 赶紧拿出自己的底牌, 否则的话, 这两千万士兵也会将我们给淹没。 陈剑佛和剑无道的目光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三雄之间竟然是在此刻有了短暂的眼神交流, 而且第一次交流还是如此的默契。 几乎在同个瞬间, 三雄同时以不同的方式, 抽出了把古剑, 每个人抽出的古剑都不一样, 剑无道依旧是之前那把古剑, 王太虚手中的则是地道山河剑, 而陈剑佛的却是一把白色的剑。 轰,轰,轰, 三雄真正的实力彻底爆发出来, 无边的浮光伴随着救赎剑余汹涌天地, 湮灭剑余瞬间清空了一大半的恶魔族, 恐怖的霸道剑余隐生生开辟出来了条白骨累累的血路。 三雄的锋芒, 几乎直逼蜘蛛魔城上尚未动弹的大军, 十四位黑袍中的无上大帝们嘴角再度开始抽出了起来,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三雄身上那无可匹敌的剑意, 纵然是他们全胜时期, 想要镇压也十分困难吧。 何况现在他们的实力被压制到了大帝修为, 刘通天这个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沧桑男人, 嘴角勾起了抹淡然笑容, 他眉心中一枚浮露开始缓缓地闪现出来, 一束恐怖的光滑顿时喷射而出, 光滑所射之地, 恶魔族全部湮灭。 一时之间, 看似无穷无尽的两千多万恶魔族战士, 居然隐生生地被这几位天骄给强行压制住了, 而且还以着极为恐怖的速度收割着, 想必不用多久, 这些恶魔族战士会全部抹杀。 也就在此时, 万艳心内, 苏飞还在震惊于强大的沉蒙, 随后只感觉头顶上浮现了一块巨大的阴影, 蜘蛛魔族的狼狈身躯被硬生生扔了进来, 三十万沉蒙大军立刻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 像是看着猎物。 天煞大帝和阎罗魔族几乎同时一惊, 蜘蛛魔族。 蜘蛛魔族微微晃了晃脑袋, 星红的双目中闪现出了抹煞气与争吟, 这是什么地方? 嗯, 你们两个好像是魔道实地中的人物, 饶是以着蜘蛛魔族的身份,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这个万艳心在哪, 他只感觉到这个地方透露这股恐怖的气息, 唯有他全胜时期, 恐怕才能不受伤害。 灵棱怎么会有着如此一个地方, 两位魔道大帝的脸色都是微变, 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口, 凌晨一脚就踩在了蜘蛛魔族的头上, 以着极为风轻云淡的姿势, 坐在了蜘蛛魔族的头颅上, 无视了蜘蛛魔族的咆哮。 苏菲的脸色越来越震惊, 眼神略带复杂打亮着凌晨, 这才多久没见, 当年在他手下毫无还手之力的青年, 已经成为了这样的大人物吗? 蜘蛛魔族, 把你抓在了这里, 现在我已经有了方法杀死你。 凌晨缓缓地说道, 他的神色, 没有丝毫地开玩笑。 蜘蛛魔族愣了愣, 随即脸上浮起了抹疾风的笑容, 不过他不是在嘲笑凌晨说的话, 而是在嘲笑凌晨整个人。 我早就知道你会将我杀死, 万恶十足也是这么认为。 蜘蛛魔族声音带着某残忍, 但是万恶十足, 让我带一份东西给你。 蜘蛛魔族神念一动, 他的面前就闪现出来了副画面。 看到这个画面的沙纳, 凌晨整个身体骤然僵住, 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杀气, 开始从他体内如同暴龙般苏醒过来。 第1556章狂暴轰鸣, 蜘蛛魔王传来的神念中, 浮现出来了三幅图案。 这三幅图案都是同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天穷是血色的, 大地是裂开的, 无数的宝光在世界中闪烁, 更有着一门门的道法冲天而起, 仅仅只是画面, 却渲染出来了无边杀鸡。 在这样一个不满杀鸡的世界里, 第一幅图案中, 出现了一个有着紫青色头发的女子, 这个女子行走在裂开的土地上, 白皙的双手不断挥舞, 一头头青色的巨龙冲天而起, 将前方的黑色狂流不断击碎。 这些黑色的洪流好似无边无际, 没过多久, 紫青色头发的女子嘴角已经刮起了抹鲜血, 但是她丝毫不退, 挥手兼击杀恶魔族的功法愈加凶残。 这是紫青, 下一幅画面中, 突然从四边裂开的山地中 汹涌起来了一尊尊的黑色洪流, 无数的恶魔族战士呲牙咧嘴, 满是猙獰的狂暴杀来, 一位满头火红头发的女子豁然站立, 身上披着暗红色的战甲, 一把长达百米的恐怖巨剑 被她不费吹灰之力挥舞起来, 杀入了滔天恶魔族之中。 这是红灵, 最后一幅图案, 是一处布满了岩浆的战场, 无数的恶魔族从岩浆之中冲起, 像是一个葛的火人, 紧接着一个女人出现了, 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是冰蓝色基调, 她那束手淡漠一挥, 无穷的冰雪狂涌而下, 连岩浆都给凝成了冰块。 这个倾国倾城的女子, 赫然就是冰界之族转世的兵地。 三位与凌晨命运纠缠着的女子, 都是同处在了一个神秘的战场上, 而在她们的面前则是汹涌的无数恶魔族, 纵然三女的修为非常强大, 但也抵不过如此众多的人数攻势, 凌晨整个人光是看着画面, 便是心惊胆战, 直到画面全部消失, 她脸上的阴沉越来越浓郁。 蜘蛛魔族计讽地看着凌晨, 道, 也不知道你哪来这么好的运气, 如此三个倾国倾城的奇女子都在为你厮杀着。 哈哈, 不过她们的下场都会死, 我们恶魔族, 必定会将她们全部灭杀。 凌晨脸上的阴沉荡然无存, 她抬起了头, 平静地看向了蜘蛛魔族。 不知为何, 蜘蛛魔族此刻竟然有了种心惊胆战的感觉, 但是她依然态度嚣张, 对着凌晨喝道, 速速投降吧, 他们三人是无法敌过大公子的, 如若你不投降, 那么他们将迎来, 啊。 蜘蛛魔族突然发出了道惨烈的嘶吼声, 只见到凌晨的背后一个漆黑的黑洞展现开来, 毫不犹豫地将碎裂开来的蜘蛛魔族吞入了其中, 饶式不管蜘蛛魔族再怎么挣扎, 这漆黑的黑洞依然是疯狂地扭曲, 不断地将它躯体给磨碎, 而蜘蛛魔族也只能不断地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吞噬魔宫, 居然是吞噬魔宫, 你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圣外肢体, 粗非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她的内心简直是无法述说此刻的心情, 因为这一切实在是来得太震撼了。 灵冷不仅仅是恶魔始祖转世, 竟然还是那传说中的圣外肢体。 蜘蛛魔族不断地搅碎, 一股股始祖魔器冲入了灵晨的身体内, 不多时, 灵晨的体内原本隐藏着的始祖魔器便汹涌了起来, 与这饱含蜘蛛魔族的始祖魔器开始融入一体, 灵晨的体内也瞬间爆开了一股金戈交明的爆炸声, 远古的气息开始在灵晨体内闪动, 竟是有了风混沌的味道。 无数的始祖魔器在灵晨丹田内激荡, 不多时, 缓缓地一个漆黑燃血的墓碑浮现了出来。 这暗红色墓碑, 乃是灵晨的始祖魔器与蜘蛛魔族的全部精华相容后所诞生的存在, 它不像是蜘蛛魔族的精华带来的, 而它仿佛早已存在了灵晨体内, 只不过碍于没有强大的力量, 根本无法换动它。 令得身躯忽然一颤, 目光朝着这暗红色的墓碑看去, 但是它双目陡然感觉到了一股刺目之感, 令得它只好收回了眼光, 可它的身子却在此刻不断地围颤了起来。 竟然是这个东西, 那么说, 灵晨根本不是, 它的话应答然而止, 因为它猛地看到, 在灵晨意识深处的那尊青铜骨官, 也因为这暗血色墓碑浮现的刹那, 开始缓缓地亮起了光芒。 不过灵晨确实不知道这些变化, 它只是上下打亮了这个暗血色墓碑, 上面好像隐隐雕露着什么古老的字体, 但是灵晨不管怎么去看, 根本都无法看清楚上面写着什么。 所以它收回了目光, 整个人开始肆意出来一股股的寒意, 三十万沉盟大军仿佛也若有所感, 一丝丝冰冷的杀气, 开始不断地从大军身上升腾起来。 苏菲在这寒冷杀机之下, 骚然惊醒, 它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之后, 才缓缓说道, 我现在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不过我的告诉你, 刚才那个地方名为绝育战场, 其中有着来自各大世界的天骄, 甚至来自天界的天骄, 都在其中试炼着那些恶魔族战士, 也是前往了绝育战场试炼的人。 绝育战场吗? 好, 很好, 凌晨嘴角浮起了某微笑, 蜘蛛魔族传来的这些神念影像, 想必就是大公子刻意所为。 现在三女恐怕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难, 但是谁也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公子目的就是让凌晨失去理智, 如果侥幸地从间界逃脱, 那么凌晨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前往绝育战场, 到时候, 他将面临着大公子步下来的天罗地网。 很好, 你已经将我积募了, 同样, 我也将失去理智, 凌晨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 但就是如此, 那股喷发出来的争吟之意越来越棒薄, 他整个人二话不说, 直接出去了万眼星的空间。 这个时候, 恶魔族两千多万位战士, 几乎被几大天骄扫除了三分之一。 但当凌晨降临的刹那, 整个天地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因为一股无形的寒冷沙鸡, 几乎瞬间席卷了整整千万里。 结合了永恒秘境本源之后, 凌晨的愤怒, 就代表着的永恒秘境的愤怒。 几大天骄旗刷刷目光看来, 凌晨嘴角微微动了动, 面无表情道, 你们全部退下去吧, 间界本源将被我移到五千万里之外, 你们去那里分出胜负, 决定戒则的诞生, 至于这些恶魔族, 我一个人对付。 此言一出, 在场的天骄无不齐其大惊失色, 现在还剩下一千多万的恶魔族战士, 更还有着十四位无上大帝, 三十位大帝合正混击在了队伍之中的三百位无转真仙。 纵然凌晨实力再强, 又有着三大股伏相助, 但也不可能独自一人挑战整个大军吧。 凌朗, 你什么意思? 王太须愤怒地咆哮起来, 别以为你实力强大, 就可以这样狂妄。 而且, 这不仅仅只是你的战争, 恶魔族的举动已经激怒了我们见解。 凌晨一眼看向了王太须, 瞬间从他眼中暴射出来了两道寒光, 王太须的咆哮嘴形立刻僵住, 双目开始抖动起来, 他只感觉到此刻天地好像陷入了漆黑, 一尊恐怖的存在正站在高出俯视着王太须, 让王太须身躯与灵魂皆是战斗开来。 这, 这是何等的杀意, 全部给我滚, 凌晨大手一挥, 大地立刻响起了道轰隆声, 见戒本源被一股永恒秘境的法则包裹下, 正朝着西方急速射去。 第1557章狂暴轰鸣, 四, 王太须, 陈建佛, 见无道都是深深地吸了口气, 陈建佛更是深深地看了凌晨一眼, 见无道却是略带不爽的自言自语道, 这个家伙, 还是这么喜欢乱来, 流通天看着此刻的凌晨, 心中唯唯一叹, 愤怒虽然能够让人失去理智, 但有的人愤怒起来, 后果是无法承担的。 他们这些天骄彻底地感受到了凌晨的愤怒, 他们也不再矫情什么, 朝着原方积设而去。 自从踏入永恒秘境开始, 凌晨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便是由一个小小的蝼蚁, 化为了一尊巨大的高山。 哼, 王太须冷眼扫了下凌晨, 终于不再逗留, 破开虚空, 朝着间界本源追去。 所有的天骄全部都撤离了这片战场, 一千多万的恶魔族战士兴红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向了凌晨, 饶势凌晨, 也感受到了一股如同海潮般的压力笼罩而下, 仿佛他的全身会被这血红色目光给看穿。 没有了几大天骄带来的压力, 此刻的恶魔族战士杀气再度冲起, 天空上纳无穷的乌云, 瞬息间被杀气震荡开来, 大地也开始不安地微微战斗, 一个人的气势或许只如星星火点, 但当扩大了足足千万倍后, 就变成了能焚烧世界的巨大火焰。 果然如同大公子所说, 这个灵冷还真敢一个人杀过来。 十四位无上大地的黑袍人都在此刻齐齐露出了喜色, 以他们的这个兵力, 纵然是类似于永恒大地这种半部地祖籍的人物, 看着恐怕都会胆寒。 纵然现在他们的修为都被压制到了大地境界, 但是他们现在实力已经非同小可, 完全可以进攻一尊排名200开外的世界。 沙、灵晨的青铜古剑聚集三大古符, 永恒秘境, 终结之道三大威能之后, 一剑扫过, 便见得天地间一数巨大的剑光拔地而起, 几乎贯彻整个天地, 朝着前方的恶魔族战士撕裂而去。 轰轰轰, 一剑扫去, 起码有着促十万恶魔族为之非会湮灭。 因为他们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抵抗来自于青铜古剑上的力量, 灵晨的每一项能力, 都是围着屠杀恶魔族而存在。 眨眼之间, 灵晨早已挥出了上百剑, 漆黑的世界被巨大的青光所照耀, 上百道恐怖的剑气撕裂天地, 强大的恶魔族战士, 此刻都如同变位了蝼蚁, 根本无法抵挡灵晨的凶威。 恶魔族庞大的战士, 顷刻间死去了足足一半。 饶氏十四位笼罩在黑袍下的无上大帝们, 都是嘴角抽搐起来, 难怪大公子摇灭杀此子, 若给此子继续生长下去, 那简直是他们恶魔族的灾难。 灵晨不断纵横厮杀, 静静出出, 犹如无人之境。 天空之中汹涌起来了巨大的恶魔狂流, 朝着灵晨铺天盖地压下, 这些有数万位恶魔族战士迸发出来的杀招, 根本沾不了灵晨的身。 突然间, 虚空一阵剧烈震战, 五尊巨大的门户陡然撕裂开来, 六十位真仙无转的恶魔族齐齐张开了新红大口, 同时喷发出来了新红血潭, 占据着六大方向, 围杀灵晨。 六十位无转真仙同时咆哮, 这等威能, 已经有了灭杀大帝的力量。 而现在是整整三百位无转真仙围杀灵晨。 远古圣庭, 灵晨双手一拍, 无穷耀眼的白光绽放开来, 一座长达百万里的巨大城池缓缓升腾而起, 灵晨端坐圣庭中心, 化作了绝世圣王, 目光朝着三百位真仙扫了过去。 三百位恶魔族真仙, 都是身躯齐齐一颤, 如遭雷击。 六数庞大如龙般的血潭轰在了圣庭上, 掀开了古星红的气息, 像是促十万修士被屠杀后, 组成的血腥大和, 洁白的圣庭, 在这一时间染成了血红。 这三百位无转真仙都是没有丝毫开心, 反而身躯站斗了起来, 因为远古圣庭中的凌晨根本安然无恙。 青红的圣庭上浮现了一道道巨大裂纹, 随即轰的一声, 无数闪烁着血色的光点朝着四面八方笼罩下去, 如同血雨, 三百位恶魔族无转真仙的视线, 立刻全部被挡住。 凌晨身躯在爆炸中心站立起来, 体内的大道之席疯狂涌动, 他手持着青铜骨剑, 以他自身为中心, 猛地挥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这圆圈微微停顿一下, 瞬息间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化为了巨大的圆圈渐气。 嗤嗤嗤嗤, 无数道割裂的声音响彻起来, 犀利的叫声冲上了云霄, 按绿色的血液齐齐喷发, 一个个猙獰且恐怖的头颅全部飞起, 再重重地衰落在地, 发出了砰砰的声响。 裂开的荒芜土地上, 立刻被无数断头断身给覆盖。 三百位无转真仙, 全部斩下, 凌晨微微喘起了粗气, 刚才那一剑, 着实消耗了他不少的大道之习, 可是他的双目依旧锐利如鹰, 看向了蜘蛛魔城上的大帝们。 这些大帝们眉头为皱, 只感觉到有着片巨大的阴影遮蔽在了他们的头上, 让他们浑身泛起了寒意。 这是危机的征兆, 但眼前的凌晨, 大帝们都清楚, 已经差不多是强母之末了。 凌冷就由我来斩杀, 一位黑袍人突然窜起, 他脚下浮现出来了一条巨大的恶魔长河, 拖着他的身形, 朝着凌晨急速射来。 他身后的那些黑袍人, 都是齐齐双目喷火。 可恶, 这个混蛋居然敢抢先在我们的前头, 他这是想将全部的功劳都占据, 简直是太无耻了。 哼, 诅咒他死在凌冷的手下, 不管怎样, 现在的凌冷还是不能小区了, 可是为什么不是我上? 另外的13位黑袍人, 都对这个黑袍人的举动, 产生了愤怒。 因为他们都知道, 如若急杀凌冷, 那产生的好处将是多么巨大, 他们已经暗中打定好了主意, 等一下定然要抓住时机, 刺激给凌冷的身上添几道伤口。 凌晨看着击射而来的黑袍人, 嘴角一咧, 背后的猎神枪瞬间拔出。 此刻黑袍人距离他不过百万里远, 接近凌晨只需要一个呼吸的时间, 但就在此时, 黑袍人只听得一声沉闷的轰响, 他还未反应过来, 一束火坛已经浮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浑身的黑袍, 作然炸碎, 漆黑的头发开始狂舞, 犹如看见了天敌。 他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轰隆, 恐怖的轰鸣声, 将整个世界的喧嚣都给彻底压住, 一轮巨大的火焰巨球缓缓升腾而起, 将虚空燃烧得融化。 火焰的鱼泊, 将醋万卫恶魔族战士齐齐卷入其中, 他们的凄厉尖叫声, 都被火球全部吞没。 闪耀的火光照耀了一杆蜘蛛魔城上的诸多大地, 这些大地们脸上都笼罩在了暗淡的火光中, 根本看不清楚表情。 但天地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凌晨喘着粗气, 猎神枪带来的庞大后坐力, 将他原本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击垮了三分, 现在他浑身摇摇欲坠, 一副仿佛随时都能够倒下去的模样。 他的脸上, 却依然燃烧着猙獰的笑容。 第1558章狂暴轰鸣 5 恶魔族被凌晨一举轰杀给震哲, 但凌晨却拖着疲惫不堪, 浑身血迹的身子一冲而起, 青铜骨剑上闪动光芒, 三大蛊符剥离开来, 勾勒成衣服对联虚影, 一波强大的白光仙开在了整片天地。 这片白光犹如恶魔族的死神, 凡是照耀之下, 那些恶魔族战士立刻滋滋滋燃烧起来, 修为不断下降, 不多时化为一缕黑烟。 仅仅只是三大蛊符的屏障, 便阻挡了整个恶魔族战士的行动, 让他们不敢上前。 恶魔族再过强大, 他们也会恐惧, 惧怕死亡, 就如他们惧怕血妖天尊一样。 灵沉直接盘膝坐下, 猎神枪放至前面, 他竟然闭上眼睛开始调息起来, 天地间的灵气因为永恒本源的缘故, 化为一头头的长龙, 开始冲刷他的身躯, 那些从他皮肤上裂开的裂纹, 也开始缓缓恢复。 剩余的十三位黑袍人立刻反应过来, 私生吼道, 此子现在是真正的强母之末, 不能让他恢复体力, 否则是我们的灾难。 伺候的那个黑袍人立刻破空而起, 他手中浮现出来了把黑色的大扇, 在扇中席卷着一股股的强悍风暴, 他以防小心, 身后还冲起来了三位大帝人物, 都是携带着下品道器杀来。 纵然三大古服的屏障, 对恶魔族的无上大帝都有着效果, 但他们撑开着三件下品道器的力量, 立刻穿透而出, 庞大的压力如山般镇压在了凌晨的头上, 此刻紧闭双目的凌晨骤然睁开眼睛, 他面前的猎神枪几乎是下意识举起。 这,黑袍人心中涌起了骨胆寒, 竟是僵在了那里, 不过迟迟未见着凌晨爆发出来异动, 他立刻狂笑三声, 吼道,想吓唬我,没门。 这位黑袍人小心到了极点, 将恶魔之善举在面前, 连同另外三尊大帝, 一股犹如恶魔狂涛的风暴, 席卷在了这方圆百万里之处, 三件下品道器皆是吞吐出来了滔天的光滑, 四尊大帝, 同时镇压而下。 然而那漆黑的猎神枪枪口, 突然喷出了道火舌, 当沉闷的爆炸声响起了沙纳, 四尉大帝心中都是一阵, 中计了。 可是现在他们也无法反应过来, 只能全力撑开下品道器的力量, 翻倍这冲杀到面前的火坛。 轰, 蜘蛛魔城上的大帝们皆是眼皮不断跳动, 巨大的火焰再度升腾, 不过四尉大帝的七力惨叫声都是格外分明, 只听着火焰中传来了四道尘们的轰暴声, 四条黑影同时冲了出来, 狼狈至极。 他们的四件下品道器, 几乎请客间都被摧毁, 而且下品道器的爆炸, 还将他们的身形给急伤。 不过万幸的是, 他们从这恐怖的爆炸下活了下来, 准备, 又是一位黑袍人撕毫了起来, 他知道眼下不能再分批上前了, 而是要聚集全部的活力, 一口气将这凌冷轰杀致死。 凌晨疲惫不堪的身躯, 在这一瞬间恢复了庞大生机, 他的心脏发出了强健有力的 喷喷喷跳动声, 那皮肤上裂开的伤口, 瞬息间愈合, 永恒本源的功效发动, 他可是有着三次机会, 只要小世界不破灭, 就能恢复如初的能力。 凌晨刚刚恢复, 双臂张开, 如同一尊巨鹰般出现在了 四位大帝的头顶上, 四位狼狈不堪的大帝们 皆是心中一沉, 脸色大变, 欲爆发最强轰杀能力, 却只见得无穷的黑暗笼罩 在了他们的头顶上, 一股衰老衰竭的气息 从他们的心底滋生, 四道惨叫再度响起, 将一位未看着这幕的大帝们 纷纷眼皮狂跳, 又是死尊大帝陨落, 加上之前那位, 他们已经损失了五位大帝, 最为可怕的是, 凌晨此时现在看起来 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体内的力量仿佛永远都不会枯竭, 原本抱着必胜心态的 诸多恶魔族们, 心开始逐渐下沉, 还愣着干什么, 大家全部都给杀, 一位黑袍人狂笑了起来, 他面前浮现了出了尊具骨, 骨边雕露着暗金色恶魔头颅, 他双手朝着虚空一抓, 便有了两把漆黑骨锤, 这两把骨锤顿时轰击在了这大骨上, 咚咚咚咚, 宛如远古魔兽的心跳声响 撤在了整片天地, 原本被三大骨斧给抵挡住的恶魔族战士 突然双目中血红光芒爆射, 他们的身上传来了微微爆炸声, 体型比之前略大了三分, 战斗力更为强大, 这种上古大骨, 类似于苏菲的能力, 敲响之下能够增强恶魔族战士的力量, 剩余的一千多万恶魔族战士, 顿时如同狂涛般涌来, 他们格格脸上都争鸣无比, 好似汗不畏死, 近一时间有着数百万恶魔族 撞过了三大骨斧的封锁屏障, 杀声滔天地朝着凌晨淹没而来, 凌晨双目一寒, 眼神如道利剑般看向了敲鼓之人, 当凌晨杀星爆起的时候, 突然剩余的二十八位大帝们, 开始纷纷爆发出来了气势, 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如同巨锤敲在了天穷上, 无数的虚空开始怦然炸裂, 天地间的灵气瞬间陷入了狂暴中, 竟是形成了诸多的能量风暴开始肆虐, 二十八位大帝同时爆发威能, 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 一位大帝的威压, 可是能够席卷百万里, 二十八位, 那将是二千八百万里, 几乎可以让醋溢的土地都陷入涂炭之中, 凌晨额头青睛不断跳动, 他非常清楚, 若是这些大帝们联合出手, 就算是他也要战壁锋芒, 而眼下, 正有着一道道的恶魔洪流, 朝着他的脑袋淹没下来, 要将他的身形给吞噬在恶魔的木桃内, 无知将士们, 为之荣耀, 战, 凌晨突然一声嘶吼, 具备了无穷的穿刺力, 竟是将二十八位大帝导致的天地狂涛, 都给硬生生冲破, 他胸膛上的将心大天书, 将寿大天书同时闪耀起了耀眼金光, 紧接着一个莫名的时空大门打开了, 那在万艳心内整装待发的沉蒙大军立刻斯声震天地狂涌出来, 沉蒙大军一出现, 原本来是汹汹的二十八位大帝都是呼吸一致, 天煞大帝, 阎罗魔主以及九幽几乎同时大跳起来, 惊升到二十九位大帝, 好像还有着无上大帝的气息, 这, 还有一千多万的战士, 凌晨无视了三位大帝的惊诧, 心念一动, 三大股符瞬间收回, 洒下了层层金光镀在了陈蒙大军上, 使得每一位陈蒙大军都是金光闪闪, 如同天兵下凡。 陈蒙大军按照凌晨的心意, 瞬息间裂成了四股金色狂涛, 插入了恶魔族战士中, 那强大的战力轰然喷发, 陈蒙四股大军所过之处, 杀生滔天的恶魔族们, 都隐生生被凿开, 仿佛这三十万大军, 足以隐生生撼动千万大军。 斯, 一位黑袍人突然倒抽了口冷气, 陈蒙表现出来的强大战力 已经彻底地惊到了他们, 不过多时, 他蒙地反应过来, 斯声吼道, 给我上, 全部一起上, 第1559章君王墓碑, 一, 余下的二十七位大帝纷纷反应过来, 他们的身上齐齐涌起了粘稠漆黑的恶魔光滑, 一轮轮形像各异的夏平道气不断浮现, 夏平道气带来的恐怖道威, 瞬息将这千万里的天空染成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只能靠着神势感受到黑暗中浮动的二十八尊恐怖气息。 这二十八尊夏平道气, 几乎瞬间锁定在了凌晨身上, 道气中的受魂开始咆哮, 隔着无尽的虚空, 给凌晨降临下来的伟岸压力。 凌晨的脸色断然苍白, 他好像是来到了一片洪荒万界, 二十八头神通贯彻天地的巨兽, 都对着他发出了怒火的咆哮, 若是让这些巨兽们张开血盆大口, 他这渺小的身形, 几乎瞬间就能湮灭。 先天混沌盾树, 凌晨没有丝毫犹豫, 他整个人沸入了土地内, 混沌灵气疯狂燃烧, 瞬息间逃窜出来了千万里之外。 二十八尊夏平盗气封锁的感觉, 立刻便为了三尊夏平盗气, 只有三位大帝感知到了凌晨的身形。 在我这里, 一名大帝大鹤道, 他手中的方天画戟, 画出了个圆弧, 隔着层层虚空, 锁定了地底千尺中的凌晨, 顿然贯穿而出, 凌晨的面前突出了把巨大的枪头, 枪头上带着一股湮灭的气息, 对着他的头颅点下。 凌晨浑身毛发炸开, 悬上君王塔在背后吞吐起来了棒驳倒席, 闪耀的清光包裹住了凌晨身形, 那方天画戟的枪头狠狠出在光膜上, 深深地凹陷下去, 但却遭到了古巨力震荡, 整个跨空杀来的方天画戟顿时被震飞, 余下的静里将方圆猝十万里的土地粉碎成为了漫天吐杀。 一方暴露, 其余的夏平盗气顿时封锁而来, 但凌晨体内早就燃烧起来了混沌之气, 不过他临走之际还感受到了一种可以封锁他, 追踪他的倒席即将喷发。 他想也不想, 在逃出的刹那, 抬手便是一枪, 庞大的后座力连带着他的身形都皆是消失不见。 漆黑的夜幕下, 一束火弹以着难以想象的速度, 冲击到了一位黑袍人的面前, 这位黑袍人面色大亥, 紧接着是属十位大帝们倒气同时喷发微能, 掀开了一尊远古的光墙, 挡在了上方。 轰, 庞大的火焰卷入了塌陷的虚空内, 这些大帝们的身形, 都被冲得东倒西歪, 乱了阵型。 不过随即他们的脸色铁青, 他们根本察觉不到了凌晨的身形, 有着永恒本源和混沌顿术的凌晨, 几乎在这世界内, 可以瞬息千万里。 别给我慌乱, 现在全力追杀林朗, 八人一组, 一位黑袍人私生力竭的大吼起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凌晨的强大与恐怖, 所以他根本不再管那被沉蒙大军屠杀的恶魔族战士们, 只想着早点结束这恶梦。 突然间, 在远方不知道多少离开外, 一缕寒芒骤然炸开, 那位刚刚私生大吼的黑袍人如浸泡在寒潭内, 满脸骇然, 其余的大地奇奇色变, 也同时打出了无上神通, 各种微能通天彻底的光滑暴闪而起。 一缕火坛, 再度撞来, 发出了恐怖的爆炸声响。 所有人心头几乎都是微微松了口气, 但是下一刻, 他们的脸色再度大变, 只见着一缕火坛 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了敲打大鼓的黑袍人面前, 那黑袍人大口违章, 只来得及撑开一张张恶魔防护罩, 紧接着又是一团磅铺火焰圈天而起, 那强大的大地气息立刻从天地间中荡然全无。 这时, 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我们, 而是他。 一位黑袍人声应戴着战斗, 大地们的眼光下意识看向了战场, 没有了大鼓奇妙之力支撑恶魔大军, 在沉蒙七位大地的开山之下, 整个恶魔族军团出现了如同惊雷般的溃败, 正以着古刺人的数字消耗着。 不必都时, 这恶魔族大军定然全灭, 又一位恶魔族大地产生到, 那样恐怖的轰击, 纵然他现在有永恒秘境的本源,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难道体内的大道之习都不会枯竭吗? 这位大地的说话, 导致了大地们齐齐都陷入了沉默, 那如同死神般的轰击, 他们可是听得分明清楚, 恐怕有了六次之上了吧? 两千五百万里外的凌晨, 正匍匐在一座大山上, 猎神枪摆在地面, 整个高达千米的山头 因为猎神枪一连三发的轰击, 硬生生震成了粉末, 但凌晨的身体状况也好不到哪去, 浑身早已布满了现血, 一道道如同刀割般的疼痛, 不断蚕食着他的神念。 凌晨手中的周天星辰盘无力掉落在地, 星辰盘上浮现招数千万个光点, 最后这个有着强大作用的下屏倒气, 突然抖动了三下, 上面冒出了一缕青烟, 彻底失去了效果。 如果不是靠着永恒本源的话, 凌晨根本无法锁定三千万里之外的大地门, 而现在, 凌晨的神势几乎囊刮了整个永恒秘境, 他现在就真切地感觉到, 三雄之间争夺本源的战争, 陈建福已经占据了一丝上方。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凌晨深吸了口气, 体内清光闪耀, 他身上的伤口开始以着诡异的速度恢复如初, 不过他这一次没之前那么好运, 毕竟三发猎神枪打得太快了, 让他来不及催动本源吞入灵气, 恢复体内的大道之息。 他现在肉体恢复如初, 但大道之息却是空空如也。 三千万里, 看来谁也无法发现了, 凌晨体内吞噬魔洞骤然张开, 加上永恒本源的力量, 一头头长达数千里的灵气巨龙咆哮着灌入魔洞之中, 凌晨整个身体顿时被一股磅薄的灵气给冲刷, 令得他每一个毛孔都开始雀跃欢快起来。 如此恐怖的吸收速度, 仅仅只是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他体内的大道之息再度填满, 整个人体内都充满了无穷的爆炸力。 战场上一片沉默的大地们, 身后下瓶倒气都在不断吞吐着令人心惊的威压。 突然间, 一位黑袍人历声喝道, 别忘了我们这次的任务, 要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灵冷给杀死, 谁若想逃走, 那将面临大公子的怒火。 此言一出, 大地们的脸色纷纷变化, 瞳孔中闪出了抹恐惧。 显然他们早就有人在暗地中打算逃走, 现在却已彻底打消这个念头。 凭借大公子的手段, 可以将他们折腾得生不如死。 那位黑袍人满脸猙獰, 现在灵冷肯定是真正的强弩之末。 这么多发威力强大的轰击, 纵然是无上大帝也会消耗干大道之息, 现在别给我犹豫了, 先将这些大军给镇压, 然后收拾凌朗。 他这一喝起到了强大的作用, 顿然间所有大帝们的目光 齐齐朝着大沙四方的沉蒙大军看去。 天煞大帝, 阎罗魔主, 九幽三位原本大笑的脸立刻僵硬, 浑身气息也是陡然炸开, 脸色彻底地变成惨绿。 二十七位大帝朝着他们出手, 那将是什么概念? 然而就在此时, 突然间, 飞暗的夜空下山说起来了一缕火光, 这缕火光以着难以想象的速度轰击而来, 刚才私生大吼的黑袍人脸色巨变, 顶刻间, 整整十位大帝已经撑起来了下品盗器, 以作庇佑。 不过他们显得有些仓促, 显然没想到凌晨居然还能发出这样的轰击。 这黑袍人刚刚松了口气, 下一刻, 脸色变得骚然僵硬。 一颗火弹射来的背后, 还有着第二颗, 第三颗, 整整三颗, 第1560张君王墓碑, 二。 在永恒秘境一处无边赛野上, 狂暴的能量不断炸开, 四处掠开的虚空, 贪婪地吞吸着这处空间的吐沙, 几道缠绕着大地威压的身影, 不断碰撞, 分开碰撞。 三雄之间的战争, 无疑是强大的, 不过目前最为七彩的是王太虚, 失去了手下护从, 蜘蛛魔王更是被凌晨强行收取, 与陈剑佛和剑无道之间有着巨大差距, 不过他并未放弃。 剑无道突然眼神看向了远方, 自言自语道, 也不知道那边战斗怎么样了。 他这句话一出, 战斗诡异地停止了下来, 几股神士瞬息间蔓延出去, 想要捕捉那边战斗的余威。 不多时, 他们的面色有些微变,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这天地间的能量 都陷入了种诡异的狂暴与沸腾状态。 那边的战斗, 超乎想象的强大, 流通天随脚挂着抹淡然笑容, 他的脑海内仿佛能想象得出, 那个暴走的男人, 正在狠狠地对着一群恶魔族挥舞着屠刀, 犹如狼王对羔羊。 突然间, 三道沉闷的轰声从远边响车了起来, 这三道细微的轰声汇聚一起, 竟然是让他们五千万里之外的人都给清晰地听到, 那一道混杂沉闷如敲心脏般的轰击声。 在场的天骄几乎都是下意识地抽了口凉气, 他们的脑海中都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来了一把巨大 而且有黑猙獰的枪。 整整三声汇聚, 那等于是一口气发了足足三炮。 真是疯狂, 磅礴的火焰将笼罩足足千万里的黑暗给硬生生地撕裂开来, 一座犹如太阳般的蘑菇火球从虚空中升腾而起, 速度缓慢, 但却连锁波及的百万里之处的虚空, 瞬息间焚烧地融化。 那时为联手抵抗这三发烈神枪的大帝们, 如石沉大海, 踏舞音讯, 甚至都无法在这火焰中看到丝毫人影。 他们强横的身体以及艰辛的成帝之路, 都被焚烧得瞬息不存。 剩余的十七位大帝彻底待置在了原地, 他们简直是难以想象眼前这等危能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难道那个家伙不是大帝人物? 而是一位真正的无上大帝, 无上下求索, 命归虚无, 只求那茫茫命运。 突然间, 这恐怖的火球中冲出来了个人影, 这个人影浑身透露着古漆黑, 皮肤彻底地被烧成了血水, 露出了略带漆黑之色的白骨。 这个人一出来, 犹如神经质般癫狂大笑一声, 才陡然凄厉长笑, 我已露沙漠地之名, 诅咒灵冷, 我愿放弃我的灵魂与生命, 诅咒灵冷。 只要古老的魔祖将这, 他化于恐怖的诅咒响彻整个天地, 乳白色的火焰从他身上冲天而起, 直接射入了苍穹之中, 化为了一股无形力量, 在这天地间彻底荡开。 远方三千万里的凌晨, 此刻正瘫软在地, 烟红的血液从他数千个伤口中不断冒出, 将粉碎得一干二净的山地上染红, 浑身还在毫无频率地抽动着, 他现在想动也动弹不了, 因为他的骨骼都被震碎了。 一连三发, 那叠加起来的后坐力简直是致命的。 不过凌晨现在没急着启动永恒本源最后一次恢复身体的能量, 他要用这种痛彻心扉的痛苦, 来教习他越发愤怒的理智, 尽管这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突然间, 凌晨心头一颤, 一股难以言喻的含义直逼他的心头。 不过这种危机极为无形, 就连他也无法阻挡,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道四白四黑的光滑没入他的身体。 令顿时历声喝道, 有人不惜燃烧生命, 催动了一种秘法。 以现在的位置已经彻底地曝露了出来, 凌晨听到了这句话, 下意识地坐立而起, 却牵动了全身的伤口, 顿时让他满是血污的脸呲牙咧嘴。 那位从火焰中逃出来的大地化为了一刨黑骨, 最后直接裂成了粉末, 飘散在整个天地间, 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但是剩余的十七位大地却是骚然精神一阵, 因为他们感觉到, 在前方的茫茫黑夜中, 突然亮起了一盏明灯, 那盏明灯光芒十分微弱, 像是在昭告着光芒主人的微弱生命力。 那是凌冷, 刚才露沙摩地催动了告明听天术, 现在他的光芒十分微弱, 想必是在施展那一击之后, 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点。 一位黑袍人吼了起来, 他的脸色激动地长成血红, 整个人迫不及待地化为了一道黑色狂流, 朝着前方汹涌而去。 十七位大地, 同时如同闪电般, 朝着那凌晨的位置射去。 现在凌晨受伤巨大, 而且位置又曝露了出来, 无法再隐藏, 他们十七位大地联手, 可以一个照面间就轰杀凌晨。 九幽变了脸色, 道, 这下完蛋了, 刚才那几发猎神枪, 完全将凌晨已经彻底地给耗空了, 我们的过去救他。 天煞大地和阎罗魔主皆是摇摇头, 表示没有必要, 凌晨既然敢做, 那么他就有着把握。 不过这二位大地都是深深地看了九幽一眼, 现如今九幽的各种举动, 都与分身毫无差异。 十七位大地像是洪荒时代的巨兽, 在天空肆虐与奔腾, 他们眼中闪耀的那盏明灯, 致时至终多留在了原地, 并且所散发出来的光芒程度, 也是越来越微弱。 这就代表着, 凌晨正在不断地在流逝着力量。 两千万里, 一千万里, 不多时, 十七位大地已经带着棒薄的气息来到了五百万里之处, 他们的背后下平道气开始吞吐悬光, 眼神死死地盯着凌晨所在的位置, 那无边的杀气毫不掩饰, 将大地以及一切都给震动得轰轰作响。 他们视如破竹, 然而就在这刹那间, 那盏微弱的明灯, 突然光芒大涨, 就好像是添了一把火, 那燃烧起来的光芒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 深深地刺痛了十七位大地的眼睛。 光芒大涨, 就代表着对方的生命力开始大涨。 十七位大地的身世戛然而止, 面面相去, 心中顿然涌起了一股难以置信的预感。 但同时他们内心中也掀开了波涛骇浪, 那个灵冷到底是怎样的怪物, 怎么突然一下子生命力就恢复到了如此程度。 也就在十七位大地发愣的一瞬间, 突然间, 那远方五百万里之处的巨大光芒, 仿佛是移动了一个位置, 硬生生地来到了距离它们相差不到百万里的地方, 这些大地和等人物, 反应极快, 汗毛瞬间在身体上炸开。 十七位大地, 同时都做出了一个举动, 那就是逃跑, 朝着不同的十七个方向逃跑。 天地囚牢, 凌晨地喝声响撤起来, 十方天地都是微微一震, 那虚空竟是隐生生地凹了出来, 上面不断地闪烁着大道光滑, 组成了巨大的囚牢, 将十七位大地都给困在了这百万里范围的空间内。 十七位大地心中皆是泛起了冷笑, 这等空间囚牢, 纵然是有着永恒秘境的天地法则, 也根本无法将它们完全困住, 并多只是党一会罢了。 这里毕竟有着十七位大地, 凌晨不可能将它们全部都能击杀。 凌晨平静地看着被封锁的空间, 开启了猎神枪, 体内的四大神通同时运转, 猎神枪枪杆上的七颗菱形金石闪耀起来了两颗, 轰轰轰三道沉闷的巨响, 枪口喷吐出了巨大的火光。 三颗火坛, 眨眼间冲向了十七位大地。 这些大地的脸色, 再度聚变。